都这个时候了 你该不会想告诉我 到现在还挺讨厌我的吧 我笑 一如时间被凝固 本来打算一切晨安落定后再告诉你 我想 公爵翘起了嘴角 挂着释然的微笑 我想 现在是时候了 别说 我不想听 有什么话 等咱们出去之后再告诉我 我突然意识到 只要那句话从公爵嘴里说出来 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你真不想知道 公爵有些失望地望着我 不想 一辈子都不想 等老子哪天入土 你到坟头收纸给我讲 我决决地摇头 生怕公爵会说出来 然后转头对林子涵大骂 别再动了 我把你从林人手中带出来 就一定要平平安把你带回去 要是你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怎么给你爸交代 你不肯松手 难道就是为了给我爸交代 林子涵突然不动 声音忧怨道 我一愣 无言以对 我承认这个婉约的江南女子 曾经波动过我的心弦 那种奇妙的悸动 犹如一颗石子 在我心海激起涟漪 可我不知道如何去面对 我甚至不清楚 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对于女子 我接触的最多的便是叶直秋 从小的娇蛮和强势 让我习惯了和她的相处 突然见到林子涵 完全耳目一新 没想到原来世间 女子还能这样轻柔舒缓 有 有什么 我们出去之后再说 我避开林子涵 期待的眼神 赵哥 你若再不放手 你非但救不了任何人 你也会被牵扯下去 然后是田契 我相信他会一直挖成岩壁为止 到时候 他也会被冲到下面 林子涵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最后的结果 因为你一意孤行 我们都要死在这里 只还说得对 你放手 他能保住你和田契 公爵说 你们说的我不懂 将军只教过我 能下目就生死予过 一起来 就得一起走 我拼命地摇头 你还记得魏叔的话 就更该放手 魏叔用命护我们周全 他临走前 对你唯一的叮嘱 就是让你好好活着 公爵眼神坚定 我根本不想听他们说什么 只知道 无论如何 也不能松手 余光瞟见谢天辉 从另一边向我爬来 他动作本来一成敏捷 可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变得迟缓 好像每走一步 都很艰难 我咬牙坚持 心里暗暗告诉自己 只要等到谢天辉过来 我就能把公爵和灵止寒 拉上来 听了一声 身下的碎石 因为承受不起 三人的重量而碎裂 我身体猛然下沉 也悬吊在半空中 幸好身后还被绳子系着 可这样 我更是难以抓住 公爵和灵止寒的手 突然起来的变故 让公爵和灵止寒 猝不及防 在下面摇晃 我感觉玄空的身体 在慢慢下沉 回头才发现 绳索摩擦在岩石棱角边缘 快要断裂 这根绳子 已经支撑不住 我们三人的重量 我大声喊谢天辉 赶快过来 可却看到他 忽然停止 二话没说 熟练的弯弓搭建 绳索马上断了 你再不放手 他们都要摔死 不放 我绝对不会丢下他们 我斩钉截铁的回答 兜了一声 谢天辉根本不和我争辩 一见射来 见人在我双手 割出浅浅的伤口 你只能救一个人 谢天辉声音冰冷 我数到三 你松开他们其中一人 你若不松手 我就帮你 谢天辉话音一落 这一次同时扣住两只剑弦 拉满弓弦 他的剑术毋庸置疑 第一只剑只伤到我手背 他这是在警告我 若是我不按照他说的做 谢天辉会直接射杀 公爵和林志涵 他在乎的是我 很奇怪 我根本搞不懂 谢天辉为什么会如此 在乎我的命 为了保住我的命 相信他能做出任何事 赵哥 我听见天辉低沉的声音 回头看到他无力低垂手里的剑 神情黯然沉重 说呀 我冲着他大喊 你 同时救不了他们两个 你得 你得选一个 我从来不相信 天辉会说出这样的话 哪怕是有丁点希望 我相信他也会不顾一切的去救 这话能从田姬嘴里说出来 就意味着连他这样忠义的人都知道 无力回天 我咬着牙拼命摇头 不选 不选 我都要救 一 谢天辉浑厚的声音 在结石宫中回答 赵哥 好好活下去 帮我转告我吧 知汉没有凌辱凌家门妹 帮我找到凌家先祖凌玄 知汉九泉之下 无怨无悔 凌智汉说完 突然用力挣脱 他是想让我救公爵 以后没人和你抬杠 还有 我不在 你别老欺负天辑 公爵淡淡一笑 很眷恋的望着我 别辜负魏叔男女救你的子女 天辑在一旁痛哭出声 偏头不敢往这边看 将军在 他和我一样 就算绳策断也不会松手 我说 不 被输在的话 他根本不会让你选 公爵抬起另外一只手 偏尽全力 想掰开我手指 他和凌智汉都一样 希望自己是掉下去的那个人 这样就能成全对方活下去 二 谢天辉加重语气 我心里猛然望下沉 我认识谢天辉的时间不长 可很显然 他言出必行 我本来就难以抓紧他们 公爵和凌智汉同时挣脱 我只感觉 他们指尖正从我手心一点点滑落 身后的绳子又断了一股 我语无伦似的冲着他们咒骂 渐渐的变成无力的哀求 我求他们不要挣扎 求他们不要放手 我甚至去求谢天辉不要让我去选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要我在两个生死与共的朋友之间做抉择 而且还是他们的生死 如果可以 我宁愿去用自己的命护他们周全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嚎啕大哭 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有心无力 嘴里一直说着对不起 我不敢再去看他们 不管我松开谁 从我手中滑落的那人 这一辈子都是我无法释怀的亏欠 三 啊的一声 我仰头大喊一声 肆无忌惮的大声痛哭 紧紧握住的手 无力的松开 谢天辉手中的弓箭慢慢放下 听见田姬颓然无力坐倒在地 那手指从我手心滑落那刻 感觉整个人像是被抽空 心也随着掉落在下面 碎成一地 我任由泪水模糊视线 紧紧抓住紧剩的另一只手 生怕再从我指尖遗落 低头时 下面已经被海水淹没 我终究是没看到 它如何淹灭其中 公爵不再争托 张着嘴 吃惊地看着我 最终我松开的是灵止寒 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松开谁对于我来说 都会是一辈子的煎熬 何况我松开手那人 曾经不惜以身犯险救过我 就在石桥上 他把我抓得是那样紧 即便有丝毫的机会 他也不会放弃 甚至宁可和我一起坠入深渊 可我偏偏松开了他的手 谢天辉动作艰难地跳过来 把我们从半空中 吃力地拉上去 我麻木地坐在地上 公爵半跪在我面前 他似乎是想说什么 可最终只伸手搂住我的后背 其实我知道他想问什么 公爵想知道 我为什么选择他 或许公爵很快也意识到 这个答案 或许是我这一辈子 都挥之不去的梦魇 他把头埋在我肩头 我听到公爵的叹息 眼泪浸透到他衣衫 不知道是为了我自己 还是为了林芷涵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失去挚友 我眼睁睁看着将军离我而去 如今我又看着林芷涵 从我指尖消失 承受不起这样的痛 感觉心疼的快要撕力 我拼命咬住牙 直至咬破的嘴唇渗出鲜血 麻木没有钉点感觉 咸腥的血回荡在舌尖 苦涩难咽 如果 如果谢天辉能早一点过来 如果不是他逼我去抉择 我或许还有机会 同时救公爵和林芷涵 痛苦和愧疚 在我心里变成悔恨 愤然起身 双目见火盯着身后的谢天辉 他依旧面无表情 只是脸色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变得苍白 为什么要逼我 我冲上前 重重一拳打在他脸上 这一拳 轻住了我所有愤怒 如果可以 我宁愿掉下去那人是他 谢天辉根本没有闪躲 拳头结结实实 打在他脸上 他身体一曲 整个人跪到地上 谢天辉斩杀东庸人时 何等威猛 我都没想到 我一拳能把他打倒在地 而你情长 不适合你 谢天辉苍白的脸上 露出冷笑 我怒不可遏 一把拧起 谢天辉的衣领 又是一拳打在他脸上 谢天辉 头重重一拼 嘴角挂着一抹鲜红 他抹在手背 依旧不以为然的冷笑 每个人存在都有用 你的作用 就是活下去 并是我自己的 不用你来决定 他们是我朋友 他们的生死 也不该由我来决定 更不该是你 你的命在很久以前 已经不属于你一个人 谢天辉剧烈的咳嗽 好久才平静下来 突然吃力的笑了 连绵和人死 从来不是你该有的 怎么 现在的你 还会在意别人生死 你最喜欢的事 不就是支配生死吗 我听不懂谢天辉的话 但他这样的冷漠 让我更加愤怒 拳头又抬起来 却被公爵一把抓住 他是对的 我愕然的看着公爵 不管你选的事实 相信活着的 或者死去的都无怨无悔 我知道这个抉择 让你很难受 可若你是不选 我们都要丧身送死 那不是对朋友的忠意 那是愚笨 没有人会感谢你 公爵声音很冷静 他不是罢死的人 他说的这些我都懂 可我始终接受不了 这样的结局 哥 我知道你尽力了 只还不会怪你 我当时是五光 天辉声音低沉的 在另一边说 我也会送开其中一人 不是谈生怕死 活着才是最难的事 别辜负了 为叔舍身成全你的命 舍身 救你的人 还少吗 谢天辉咳嗽的 越来越剧烈 说话都很吃力 抬起苍白的脸 没有装民风 你早就死在万象神宫 我大吃一惊张开嘴 你怎么知道 卓民风 还有 还有万象神宫发生的事 谢天辉刚一张嘴 一口鲜血 从他嘴里喷出 我心里一惊 即便我再用力 也不至于把他打到吐血 忽然目光落到 谢天辉的胸前 飞于符上 偷出大片大片的阴红 我松开他的衣领 慢慢拨开他面前的披风 看着谢天辉的胸口 顿时瞠目结舌 好几根手指簇的箭尸 穿透他的身体 击中的全是要害 一股股鲜血 从伤口中不断涌出 浸染在披风上 黑得更加深沉 怎么会这样 我声音颤抖道 公爵猛然转身 望到下面的水池 水池有排水通道 一旦被封闭 结石工有湮灭的危险 如此重要的地方 在修建时 不会轻易让人封闭 在里面一定设置了机关 而且 还是不能关闭的机关 只要封闭通道 便会触发机关 我手指不经意地抖动 想起谢天辉在跳入水池时 曾经迟疑了一下 他知道下面有机关 也知道那些机关是无法躲避的 就是说 从他跳进水池那刻开始 谢天辉就明白 会是什么后果 为什么要这样做 公爵半跪在地上 搀扶住他虚弱的身体 谢天辉吃力地一把推开公爵 他越用力 涌出的鲜血越多 他用绣唇刀支撑着身体 神情很坦然 在船上 你问过我 我来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你或许以为 我是想让你 拓解解释工的秘密 谢天辉每说一个字 都很艰难 其实 没那么复杂 我的作用只有一个 就是确保你能活着 我恨眼前这个人 可突然间 我发现根本找不到恨他的理由 我一直记着将军 却忘了 还有卓明峰 还有眼前的谢天辉 他们何尝不是不惜生死 在护我周全 不管他们是什么目的 能用命来成全我的 他们在我心里 怎么也不该是敌人 我也半跪在地上 搀扶住奄奄一息的谢天辉 这一次他没抗拒 虚弱地靠在我身上 鲜血就从我指尖涌出 我好像 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了 我突然有些恍惚 他的样子 似乎曾在我的脑海中存在过 我看见他笑了 很释怀的笑容 那笑容中没有掩饰 发自肺腑的欣慰 轰的一声 一声巨响 从对面岩壁上传来 海底的海水 终于冲破缺口 涌入的海水 犹如万马奔腾 铺天盖地 瞬间淹没结石宫 我已经丢下过灵质岸 我不能把任何人丢弃在这里 我把绳索系在身上 绑住公爵和谢天辉 然后把绳子扔给田基 让他固定在身上 如此强的海流 稍一不慎 就会被冲散 等快速上涨的海水 淹没到我的脚下 我紧紧抓住谢天辉的身体 他在结石宫 不惜一切救了我好几次 无论如何 我也要带他出去 淹没结石宫的海水 把我们推到高高的火山口 天机也游了过来 我们相互抓紧彼此 谢天辉渐渐开始失去意识 我尽量把他头提在海面 可明显感觉到 他的呼吸变得缓慢 抬头看到那轮明月 似乎距离我们越来越近 音息能听见外面海浪的声音 强大的海流 把我们冲到火山口 终于又看到浩瀚的星空 还有一望无际的海域 可心里没有钉点死里逃生的喜悦 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一生的亏欠 留在了海底的结石宫 我们被海流推向远方 距离火山口越来越近 突然一声轰鸣声从海底传来 应该是海底的火山彻底爆发 波澜布京的海面紧刻间开始快速旋转 形成一个巨大漩涡 海水源源不断被吸入 看着巨大漩涡吞噬着海水 渐渐归于平静 当海面又恢复了宁静 我们默不作声地望向沉入海底的火山口 自此世间再无结石宫 我们在海上漂流了两天 从结石宫中逃出来的时候 只有公爵身上剩下的半壶水 谢天辉已经失去意识 呼吸越来越微弱 我心里很清楚 他身上的伤全在要害 根本无力回天 但我不愿意放手 锦上的水是我们最后活下去的希望 公爵和田鸡都不合 没有谢天辉 我们根本出不来 他只要还有一口气 我们就不能放弃 我把水涂抹在他嘴唇 可谢天辉连田氏的气力都没有 我们在茫茫大海中漂流了三天 滴水未尽 让我们神志不清 虽然从海底结石宫逃出生天 但再这样下去 我们早晚都要死在海上 就在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 忽然依稀听到船鸣笛的声音 吃力的睁开眼 模糊的视线中 看到远处一艘船正向我们驶来 我们用尽最后的气力挥手 甚至连喊叫的声音都没有 看着船越来越近 手垂落下去 眼前一黑 昏厥了过去 我在摇晃中睁开眼睛 发现躺在狭窄的床上 站起身走到外面 一望无际的海面倒映着明月 狡黠柔和的余晖 像一层银沙覆盖在海面上 站在船边望远望去 夜色中的大海波光淋淋 偶尔有夜风掠过 激起层层浪花 呸打在船前 田极和公爵站在我身边 看见我醒来 他长风一口气 田极说 我们在海水中漂浮的时候 被这艘船救起 我已经昏迷了一天 我们三人并排站立在船边 没有劫后余生的欢愉 想起沉默的劫石弓 还有被我松手放弃的林指寒 沉重的悲伤再一次袭来 田极忽然拉开背包 抓了一把宝石 丢在海里 你干嘛 我和公爵吃惊的问 咱们四个一起去的解释工 如今只剩下我们三个 指寒还留在里面 田极声音低沉道 不能让他走得委屈 这些东西 当是给指寒陪葬 丢进海里的任何一颗宝石 都珍贵无比 田极那样贪财的人 如今脸上却很淡定 更多的却是一种无力 再多的财富 也不能换回林指寒 我重重叹了口气 也抓了一把丢在海中 看着一颗颗宝石淹没在海面 钉点感觉都没有 算是一种慰藉 这是我们还仅能为林指寒做的事 但却没有丝毫让我的愧疚和歉意减轻 我们三人把整整一包宝石 全都撒在海中 早知道这样 当初就不应该让指寒来 我低头望着海面说 世事难料 谁知道最后会发生那样的事 田极拍了拍我肩膀 宽慰的说 你知道我不怕死 但当然 如果换我成你 我同样会松手 你会松开谁 我问道 松开最重的那个 田极想都没想 这个回答让我愣了一下 我们一直捉弄田极 因为他最笨 可现在才发现 他才是真正的大智若鱼 你松开谁 都不会怪你 可我知道 这一辈子你都会不安 我不劝你 知道劝也没用 指寒最后说过 想我们能帮他找到林玄 咱别辜负了指寒的嘱托 我知道不该问你 公爵犹豫了一下 为什么会是我 因为我自私 公爵和田极 差异的看着我 我对林指寒 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那种感觉 或许就是谢天辉 说的儿女情长 但对于公爵来说 按理说 我和他应该是 手足兄弟的情谊 在当时 谢天辉逼我 松开其中一人 我没田极想的那么简单 事实上 松手前我权衡过 松开林指寒 我会很难过 感觉他落下的那刻 心也跟着碎裂 可是 我若是松开公爵 我甚至都不用去想 我就能体会到 我会更难过 甚至那种难过 是我无法承受的 我无法去想象 身边没有他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我最终的角色 是自私的 我选择了公爵 因为我不想去承受 那样的痛苦 你说的我懂 我们从北盲山开始 一路风雨同招 生死与共 咱们三人虽不是兄弟 可情分 怕远超于此 田姬点点头说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可总是感觉 有什么地方不对 公爵一言不发的 看着我 像是有什么话 要对我说 对了 在结石宫 你不是有事 要对我说吗 我问道 没 没事了 公爵烧毁目光 样子有些慌乱道 到底什么事 当时一本正经的 像是要交代后事 我生怕你说出来 他越是这样 我越是好奇 你 你不是不想知道吗 当时我怕你说出来后 就会挣脱 当然不想知道 我认真地看着公爵问 当时听你语气 你好像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 我能有什么事情 瞒着你 你说过 一辈子也不想知道 让我等你死了 去你分头烧纸说 公爵插开话题 到底是什么呀 你给我说清楚 我追问道 忘了 当时我也不知道 要说什么 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 公爵明显是不想告诉我 他不想说的事 问也问不出来 可想起当时 他那眼神和笑容 我现在都有些疑惑 感觉到了生死关头 公爵像是变了一个人 一个 我从来没有了解过的人 你们还真是命大 我差一点就没找到你们 中气十足的声音 从我们身后传来 这声音好声熟悉 转身看到一个广额阔面 虎体胸腰的人 披着衣服走过来 等这人走进 才看清楚他的样子 满脸胡须 阴阳虎视 一道清晰可见的伤疤 斜斜挂在脸颊上 显得粗犷豪放 白说 我们三人几乎一口 同声喊叫出来 万万没想到 白晋会在这艘船上 在红白山和他分开后 已经有了好几个月 如今再见到他 白晋依旧戏视如红 雄思应发 白说 您怎么会在这里 我吃惊的问 救了你们三的命 一句谢都没有 白晋来回打量我们三个 双朗的大笑 从大漠 跑到大海 你们真够折腾的 哈哈哈哈 我们三人面面相去的对视 之前一直以为是运气好 居然有船经过 才被救 现在看到白晋 才意识到 救我们 似乎和运气 没什么关系 最后一次见到白晋 还是从万象神宫 逃出来的时候 我们被杜逸带到 117局的地下基地时 就再也没见到白晋 记得当时 他还和布东远在一起 白晋告诉我们 他醒来时 已经在御门关 身旁只有布东远 完全不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 他本想折返去找我们 可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哪 只好先返回辽东 并且派人去四方当铺打探 得知我们和叶九卿 都安然无恙 他这才放心 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白晋问道 白说 万象神宫的事 您没向别人提起过 我认真地问 没有 万象神宫的事太离奇 我不敢泄露出去 那就好 白叔 万象神宫的事 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知道的越少越好 您是将军的兄弟 我不想您被牵扯进去 我这条命 在万象神宫多亏你们 否则哪还能活到今天 你们放心 我白晋这张嘴紧得很 万象神宫的事 我一个字也不会说出去 白晋拍拍凶仆说 白叔 您怎么会在这 天机疑惑地问 这话给我问你们 说好的 往后来辽东 一定来找我 你们倒好 到了我地界上 也不知会一声 要不是有人告诉我们 还不知道你们来了 白晋埋怨了几句 万象神宫的事还没完 我们救出掌柜后 被引到这里 继续追查越宫九龙坊的事 本想着先去拜会您的 可一直没机会脱身 公爵说 来辽东 和越宫九龙坊又管 白晋一愣 神情严峻 随后重重叹口气 白背手说 算了 你们也别告诉我 都这把岁数了 还有几天活到 也不想折腾了 乐天之命吧 白叔 您刚才说 有人告诉您 我们来辽东了 谁呀 我问道 还 还能有谁 谢天辉 我们一愣 好半天才回过神了 白叔 您 认识谢天辉 在辽东 谁不认识他 不过我就奇怪了 谢天辉和我素 没有来往 这一次 怎么会突然 写信给我 并且说起 你们的事 什么时候 告诉您的 我追问道 算起来 有半个月了吧 白晋挠挠头说 我一愣 从时间上推算 我们进入海底 找到结石宫 到现在 也就差不多 半个月光景 就是说 谢天辉告诉白晋 我们在辽东的时间 应该是我们准备 进入海底的时候 听到白晋 说起谢天辉 我这才想起这个人了 谢天辉呢 白晋神情黯然的 叹了口气 默不作声地 转身带我们去 在船舱下面的 一个房间里 我们看见 闭幕躺在床上的 谢天辉 我伸手停在 他的鼻前 已经没了鼻息 就你们上来的时候 全都昏迷不醒 谢天辉身上的伤太重 白晋从身旁 拿出几只断剑 全都有手指粗 都射穿他的身体 而且都是要害 上船的时候 已经断气了 白晋也不问 发生了什么事 他摸爬滚打几十年 应该也明白 知道的越多 越不是好事 不过将军 能和白晋称兄道弟 我对白晋尤为放心 能让将军肝胆相照的人 我同样会敬重和信任 没有谢天辉 我早就死在结石宫 这个我第一次见到的人 偏偏不惜一切 保护我活到现在 他身上有太多秘密 没能解开 可如今 却再也问不出答案来 但不管怎么说 谢天辉对我们 有救命之恩 我走上前 帮他整理好衣衫 解开他的披风 覆盖在身上 白晋在旁边说 谢家有规矩 死后不流失 哪死哪烧 既然谢天辉死在海上 死者为大 就算谢家的规矩 在海面上送他走吧 我看你们和他在一起 想必你们之间有什么事 所以就等你们醒来定夺 就在海上火化谢天辉 他 他家没人了吗 我们就这样把他给烧了 回去怎么向他家里人交代 天机问道 谢天辉无前无挂 谢家 只有他一个人 白晋说 谢天辉算不上我们的朋友 可他的命 却是因为我们丢的 我带着他从结事宫出来 其实那个时候 心里就清楚 谢天辉受的伤 大罗金仙 也无力回天 只不过看他躺在那 临死前 也没能在他旁边 心里很是内疚 既然白晋说谢家不流失 我们最后还能为他做的 就只有在海上 送他最后一程 我麻烦白晋找来人帮忙 放下小船 把谢天辉抬上去 在上面浇上油 白晋把火把递给我 站在船舷上 望着小船上的谢天辉 久久说不出话来 谢家一直和我白家交恶 可以说水火不容 没想到 谢家就这么断了 估计谢家的人也没料到 最后 居然是我白晋 送谢天辉最后一程 和白家交恶 我疑惑地问白晋 为什么 不知道 门心自问 我白家在辽东 对得起辽东王这三个字 白家做事无愧良解 可不知道为什么 谢家历来都和我白家 针锋相对 我曾亲自去见过谢伯鞠 结果话不投机 没说到几句 就被他赶了出来 谢伯鞠是谁 公爵问 谢天辉的父亲 白晋回答 白晋说 谢家在辽东 由来已久 虽然不是名门望族 但谢家强势 历来在黑道上分量不轻 谢伯鞠还毕竟低调 很少抛头露面 虽然是黑道上的人 但也有规矩和分寸 作奸犯科 持强凌弱的事 倒是没干过 在道上挺受人静动 谢天辉是谢伯鞠的独子 毕竟是一个地境上的人 白晋打小时 看着谢天辉长大 之前谢天辉性子柔弱内向 从来不跟人争强斗狠 但是谢伯鞠寿终正寝之后 谢天辉接管谢家家业 奇怪的是 都说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但谢天辉却几乎在一夜之间 完全转变 变得和谢伯鞠一样强势伶俐 而且性子和他父亲如出一辙 等会儿 白叔 您刚才说 您是看着谢天辉长大的 我眉头一皱问 对呀 小时候 这孩子挺招人喜欢 我还记得 我去谢家想和谢伯鞠 画干戈为玉伯 可谢伯鞠压根不听我说 就哄我出去 后来谢天辉追出来 贪图大方 举止得体 给我赔不是 当时我就琢磨 这孩子将来长大 必定是动粮之财 没想到 白净看着小船上的谢天辉 重重叹了口气 唉 真是世事难料啊 白叔 您是说 谢天辉是一点一点长大的 白净一愣 茫然的看了我半天 废话 人不都是慢慢长大吗 难不成 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一下就这么大了 我和公爵 还有田姬对视一眼 我揉了揉额头 虽然到现在为止 我也不清楚谢天辉的身份 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谢天辉绝对去过结石宫 可问题是 结石宫最后一次开启是明朝 谢天辉又是怎么会清楚 结石宫里的一切 我曾经设想过一个可能 最后进入结石宫的是雷英卫 坚守到最后的是那个戴金丝面具的男人 还有另外两个千户 其中一个很有可能是卓明峰 这样就能解释清楚 他为什么会知道结石宫九宫阁机关的顺序 可问题是 谢天辉竟然认识卓明峰 甚至还知道我们去过万象神宫 甚至还知道卓明峰为了救我而死在万象神宫之中 卓明峰如果就是当年的千户 他已经活了几百年 唯一还能知道结石宫秘密的 只会是当年雷英卫的人 从结石宫的石台上看 最后一意中 戴金丝面具的男人和另一个千户都不在里面 可见当年至少有三个人活着离开了结石宫 而戴金丝面具的男人就是陆桥提及的神秘主公 卓明峰和另一个千户应该跟随主公 又开启了万象神宫 另一个千户把衣服和配刀留在结石宫 偏偏谢天辉穿在身上 大小刚好合适 其实就在那一刻开始 我就在心里推断 谢天辉就是另外一个千户 他和卓明峰一样 也是活了几百年的人 但卓明峰是入地掩死为十二将神中的华盖 按理说 谢天辉也应该是其中之一才对 可我却在他的手腕上 没有看到三眼麒麟的纹身 但白金的话 却彻彻底底推翻了之前这些推断 白金居然是看着谢天辉长大 他不可能是几百年前 雷英卫的千户 一个从来没进入过结石宫的人 又是如何知晓里面的一切 而且 我想到谢天辉的父亲 就是白金说过的谢伯鞠 或许他才是那个雷英卫的千户 他把结石宫的秘密告诉了谢天辉 所以谢天辉才会如此迫切的 想要找到结石宫 但是转念一想 这个假设依旧不成立 除非真正到过结石宫的人 否则不会清楚里面的情况 谢天辉把每一步都计算到 他甚至是一己之力 引导我们走到最后 换句话说 没有我们 谢天辉一样可以找到结石宫 白叔 您说谢天辉给您写信 写的什么内容 我郑重其事的问 白金从身上掏出一封信递给我 打开信后上面是用毛笔书写的行书 谢天辉的字我见过 一看便知是他的亲笔 书写的内容很简短 大致意思是说我们到了辽东 让白金在约定的地点和时间出海接应我们 这封信或许白金看不出其中的深意 但我和公爵还有天机都信之肚明 通过这封信能看出两件事 第一 谢天辉知道我们和白金的关系 在万象神宫中我们救过白金 以白金的性格知道我们有难 势必会全力以赴营救 在辽东 应该没有人比白金更在乎我们的生死 第二 书信写的时间应该是我们入海去结石宫之前 而信中 白金接应我们的时间 正好是我们从火山口离开结石宫的时间 地点呢 也相当的准确 由此可见 早在我们入海之前 谢天辉已经会预知到会发生的事 他甚至都计算好 我们在结石宫中停留的时间 以及离开的路线 这一点更让我坚信 谢天辉绝对早就进入过结石宫 白叔 送信给您的人 说是谢天辉让来的 公爵一脸疑惑地问道 没有 信是放在门口 我一看信中的内容 当时还以为你们落在谢天辉手里 我还派人专门去找过你们 可没看见谢天辉 我担心你们有事 立刻动身去信中所说的地方到处查探 也没瞧见你们踪迹 直到昨天 终于让我找到 居然和信中说的时间一样 白晋忠义 看来谢天辉也心知肚明 他知晓白晋 势必会全力以赴追查我们下落 直至找到我们为止 白叔 这信上也没署名 您怎就知道是谢天辉送来的 我问道 白晋把信封翻转过来 指着右下角一处图案说 谢天辉有一枚斑指 上面就是这个文士 刀上的人都知道 这图案就代表了谢天辉 我们围上去一看 那图案是圆眼大鼻 双线细眉 盘居而伏的吃鲤兽闻 我心里一惊 突然想起 谢天辉在换上飞鱼服时 曾经带上过一枚斑指 我望向海面中的小船 那斑指如今还戴在他手指上 我一直以为 斑指和那些服饰是放在一起的 仔细回想谢天辉的话 其实他早就告诉我们 斑指和腰牌是雷英卫千虎的信 这两样东西上的文士 必须完全符合 才能调派雷英卫 斑指和腰牌 是不可能同事留下的 在劫师宫 我们看到飞鱼服上的腰牌 但并没有见到斑指 事实上 斑指一直都在谢天辉的身上 知道的越多 我脑子里越是迷糊 所有的事情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情 谢天辉就是当年从劫师宫中离开的雷英卫千户 但谢天辉又是从小孩长大 他怎么也不会是一个活了几百年的人 人都死了 还想那么多干什么 再多的疑问 谢天辉也不可能告诉我们 田基见我两久没说话 应该是猜到我在想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 把火把递给田基 小船已经飘得很远 我让田基把火把扔过去 对了 当时送来的有两封信 其中一封上面写着你的名字 白晋突然想起来 从身上拿出另外一封信来 依旧是谢天辉的自己 我不知道为什么给我的信 会送到白晋那里 连忙拆开信封 展开信纸上的依旧是一样工整的行书 孤念一命之恩 纵物屈归 金灵桃无 葬花夕 田基的手抬起 正打算扔火把 我心里已经 连忙伸手拉住 看着手中的书信 久久不能平静 谢天辉到底是什么人 这简短的信中 内容很是清晰 谢天辉希望我念在一命之恩 在他死后 送他去到一个地方 地址是金灵桃无镇的葬花夕 谢天辉从一开始 就预料到会发生的事 甚至早就知道 自己会命断结石功 他不光计算到自己的生死 连我也计算在内 他对我有一命之恩 他不管留下什么要求 我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完成 他知道 无论如何 我也会把他送回信中提及的地方 上岸后 白晋找人给谢天辉买了一幅上好的棺材 死者为大 他也不留我们 让我们赶紧把谢天辉送到托付的地方 免得时间长了 尸体会腐烂 白晋安排车 当天就送我们走 一路颠簸 天机坐到后面 欲言又止 我见他神情落寞 踢了他一脚 怎么瞧你 患得患失的样子 天机把身上的衣兜全都掏出来 摊着手 垂头丧气的 为什么每次结局都一样 命都搭上了 可什么也得不着 谁说的 杰石功虽然坍塌了 但位主还记得 公爵瞟了天机一眼笑道 那下面可是整整一座金山 够你吃喝几辈子了 你还记得杰石功的位置 天机脸上刚站出笑容 立刻又凝固住 他瞟向我 头埋下去 后面的话没说出来 有生之年 我应该是不会再去那个地方 那里有我永远无法释怀的愧疚和遗憾 我带回了谢天辉的尸体 却把灵指寒留在了杰石功 我不想再去那个地方 是不想再面对发生的一切 太讹见了 我突然记了起来 看着田机问 那可是天下明鉴 一直被你拿着 怎么没瞧见 扔了 天机无可奈何地摇头 你把太恶剑扔了 扔什么地方了 公爵大吃一惊道 自古宝剑藏英雄 谢天辉虽然算不上英雄 可没他 咱们早就死在杰石功 之前白叔说 谢家死后不流失 要在海上火化谢天辉 我就寻死 总不能让他空手走 所以 所以你把太恶剑丢到海里 打算给谢天辉陪葬 田机点了点头 我和公爵对视一眼 忍不住苦笑 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只能拍拍田机肩膀 在车后 守着装有谢天辉的棺材 摇摇晃晃中睡着 被叫醒时 外面刺眼的阳光照射进来 我们跳下车 陶屋是金陵古镇 印象中的江南古镇 步伐长街取向 小桥流水 粉尸带瓦 古藤盘缠的淡雅景色 陶屋没有金陵的喧嚣和繁华 不过宁静安详 蜿蜒曲折的河水 犹如一条玉带 贯穿古镇东西 十多座古桥 沿映在垂柳之间 肃墙壁瓦 幽象取经 问了好几个路人 一听到丧花西这三个字 都对我们避而远之 话都不肯多说一句 只是指了指方向 好像对这个地方 避讳陌生 当地人都不愿意提及 穿过几座明星的古桥 好不容易才找到 我们要找的地方 那是一处破败的宅子 和这里粉墙带瓦的 民居风格格格不入 斑驳的墙体 似乎很久都没有休憩 谢天辉一直在辽东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 他干嘛不远千里 让我们送他尸体 来到这个地方 开门出来的 是一个三世出头的女人 眼如点漆 清秀绝俗 她身穿一件紧断旗袍 颜色甚是鲜艳 但在她的容光映照之下 再灿烂的紧断 也已显得黯然无色 女人的身旁 站着一个孩童 我从来没见过 这样的孩子 她的眼睛中 完全看不到 孩童的稚嫩 有一种 和她年纪不相符的 老成和世故 女人和孩子 都一言不发的 看着我们 谢 谢天辉你认识吗 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 死了 女人的冷漠 让我们有些不知所措 茫然的点点头 公爵指着 被抬下来的棺材 死了多久 女人围着棺材 走了一圈 快三天了 打开 女人的话语简短 我一愣 死者为大 都讲究入土为安 谢天辉都被装进棺材 光天化日之下开棺 和曝师无疑 怎么说 她也对我们有救命之恩 这 这不太好吧 女人抬头后对视 目光冷峻 套着肩顶 她似乎并不是在 征求我们的意见 我和公爵 还有天机对视一眼 谢天辉既然让我们 把她送到这里 想必她和这女人 关系非同一般 人家的家事 我们也不便掺和 就依着女人的意思 把棺材重新打开 女人走上去 看着里面的谢天辉 脸上也没有惧怕的表情 伸手拨动了 几下谢天辉的头 抬到后面去 送佛送到西天 千里送关到这里 也不差最后这几步 我们和白进的人 合力把棺材抬进去 里面是一个两层高的四合院 走进去就是天井 因为屋顶内侧坡的雨水 从四面流入天井 所以这种住宅布局 俗称四水归塘 只不过四合院很陈旧 似乎没人打理 到处都长满了爬山虎 阳光都无法穿透进来 一走进这里 就感觉莫名的阴森 四合院的后面 还有一个不小的花园 一条溪水蜿蜒而过 起风时 园内落阴缤纷 飘飘洋洋落在溪水之中 想必这就是叫 葬花溪的缘由 谢天会的棺材 被安置在花园后面 一个单独房间里 白进的人要赶回去 其实我是知道 他们是不想在这阴森地方 多待一刻 送走白进的人 我们正盘算 该去什么地方 时间也不早了 如果不嫌弃 今晚就住在这里 那女人不知道 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身后 她走路好像都没有脚步生 对了 我叫秦展颜 谢谢你们送她回来 说实话 这地方 我是一分钟也不愿意留 可金陵这个地方 人生地不熟 我们身上也没钱 连落脚的地都找不到 满上不住在这里 实在不知道 该去什么地方好 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金展颜把我们安排在 四合院的拼房 房间挺干净 刚躺下没多久 公爵就推门进来 手里还抱着被子 你干嘛 我躺在床上问 聊聊天呗 一个人睡不着 公爵也不上来和我挤 搭替步睡在地上 你该不会是怕了吧 我看着公爵不自然的表情 忽然笑了 公爵尴尬地盖上被子 还没回答 天界推门进来 二话没说 就跑到我床上来 把我挤到里面 哎呀 一个人好冷 怕就是怕 找那么多借口干嘛 我白了他们俩一眼 没瞧出来 你们两个还怕这些 这地儿阴森得很 不知道为什么 我老是起鸡皮疙瘩 天机囊的头 憨憨地笑了笑 你们说 金展颜和谢天辉 是什么关系啊 就是 我也在想这事 公爵一脸疑惑地坐起来 谢天辉干嘛 让我们送他来这里 我瞧着 秦展颜和谢天辉 年纪差不多 该不会是谢天辉的女人吧 何况还有一个孩子 公爵说 可白叔说过 谢家只剩下谢天辉一人 谢天辉如今一死 谢家自死也就断后了 我说 没听白叔说过 谢家历来和白家交恶 谢家的事 白叔又能知道多少 指不定 谢天辉是黑道上的人 为了顾及妻人安全 所以把妻人安置在这里 不想让外人知道 这样 他有什么事 就不会牵连到 秦展颜和孩子了 公爵说 你们没瞧见 秦展颜看到谢天辉手的样子 我摇摇头说 脸上根本没有丝毫的悲伤 真要是妻儿 得知谢天辉死了 怎么也会难过才对 赵哥这么说 我也想起来了 秦展颜好像对谢天辉的死 无动于衷 跟外人似的 而且他第一句话 就是问谢天辉是不是死了 这女人 好像在等谢天辉死了 严姬照着眉头说 就算是谢天辉的妻儿 估计感情 也不会好到什么地方去 算了 谢天辉的事 我们别瞎猜 他嘱吐我们办的事 也做完了 现在我们该干嘛 公爵问 劫师公虽然坍塌了 可事情并没有完 劫师公不过是 为了藏匿一个地名而建 如今 我们已经知道 这地方在哪里 我深思熟虑地说 你想找神庙 公爵从被窝里爬了起来 那里面可安息着十二祖神 你自己也说过 那些神一旦被唤醒 会有什么后果 我们也不清楚 天界大吃一惊 何世碧和随猴猪 都没有在咱们手里 咱们唤醒神 我眉头紧咒 陈伟说 谢天辉曾经提及过我父亲 似乎他和神庙也有关系 谢天辉说过 我想解开答案 就必须去神庙 可惜谢天辉四的史智中 都没告诉我 他是怎么会知道我父亲 忽然发现身边这些人 甚至比我还了解我父亲 一个本来应该死在万象神宫 又出现在河豹拔区 然后我亲眼目睹被人枪杀 一个死了三四的人 父亲留给我的谜 越来越离奇诡异 我答应叶九卿 追查月宫九龙坊的下落 初衷也是为了我 既然谢天辉说得很清楚 所有答案都在神庙 无论如何 我也要找到这个地方 你父亲身份不简单 117局的一号首长 说起来他应该是军方的人 不如查查你父亲的背景 或许能知道什么 田基数 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17局那么神秘 根本没几个人知道 何况117局所接触的事情 都事关重大 一直隐瞒到现在也没公布 就我们几个人 能查到什么 我叹了口气一说 117局再神秘 也是军方的机构 我倒是有办法 或许能查到 田基说 你有什么办法 我和公爵问 我在金陵有个战友 转业后 在军事研究所 那里没有所有军队和机构的详细档案 刚巧我和这个战友关系不错 或许他能帮他忙 指不定那些档案里 就有关于117局的记载 身上的衣服还是去劫师宫那套 离开辽东的时候仓促 衣服也没换 到现在衣衫蓝绿 站在大街上 我们三人和乞丐无疑 在军事研究所门外等了好久 才看到一个身穿军装 气雨宣扬的军人 走了出来 田基迎上前去 满脸堆满了开心的笑意 方子 现在见你可真不容易 叫方子的人愣是没动 有些吃惊的打量田基好半天 才知惊的张开了嘴 田基 你还活着 你这是什么话 好几年不见 就这么巴不得我死了 真是你啊 方子一把抱住田基 笑得有些合不拢嘴 别站这说 找个地给我弄点吃啊 田基说 路上田基给我们解释 方子 名叫乔方 田基当兵那会儿 他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乔方为人豪爽 身上有军人的秉性 说来了金灵 吃喝算他的 当是尽地主之宜 方子带我们去秦淮河边的酒楼 透过林河的窗户 能看到下面十里河道 十里秦淮 尤其在明代是你正经 从书中之言片语的记载中 可以勾画当年金粉楼台 临次制笔 画仿林波 蒋生灯影 如梦如幻的景象 如今 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 两岸在灯火的灰影下 五光十色 穿过净水 在后面荡起长长的涟漪 时时有断断续续的 江南小调传来 良辰美景 根本比不上面前的一桌菜肴 从辽东到金陵 天机洒脱 整整一包宝石和价值连城的太阿剑 都用来陪葬 如今我们身无分文 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 当着方子的面 也不客气 大口大口吃着菜 方子估计被我们三人这阵仗给吓住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在逃荒 你们 你们这是多久没吃东西了 方子摸出烟盒问 哎 别问了 再来一盘就融入锅厅 天机嘴里塞满菜 含糊不清的说 再要一碗 压些粉丝 方子点菜回来 点燃烟 也不动块 秦淮小吃堪称一绝 讲究的就是惊喜 得慢慢品 我们这样的吃法 的确有些大厦风景 我爸可是到处找你 所有战友全都打听一遍 我们都当你出什么事了 方子一本正经的问 你都多大的人了 怎么还学着离家出走 天机一愣 放下手里的蒸糕 磨了一把嘴边的油丝 老爷子连你这也找了 废话 咱什么关系 你不见了 你爸当然得来问我 方子给我们倒上酒 盯着田机问 这事不是我说你 你爸过瘦 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露个面 我去的时候 你爸那脸色 可是不怎么好看啊 还说什么没 田机问 说咱们是战友 若是瞧见你 三件事 方子比出手指头 乐呵的笑出声来 你爸个发了话 还认他这个书 见到你就帮他做三件事 啥事 第一 不能给你钱 小巴的能量 离开他 我就赚不着钱似的 田机不屑一顾 还有呢 不能收留你 一口饭也不能给你 方子越说 笑得越开心 他就是瞧不起我 以为没有他 我一口饭都吃不上 田机得意洋洋 说到一半 看着满桌的菜 尴尬的苦笑 可是意外 真是意外 我本来可以 富甲天下的 结果吧 哎呀 算了算了 我的命 第三是什么 我好奇的问 让我们见到他 要么把他给压回去 要么就打死 方子终于没忍住 笑出了声来 你爸可说了 打死你 算他的 完了 田机一巴掌拍在大腿上 哎呀 出事了 出大事了 怎么了 我们吃惊的问 我干的事 多半是被我家老爷子知道了 就他那性子 要知道 我在外面倒 挖红薯 田机焦头烂额的说 这不定 老爷子真弄死我才甘心 你爸干嘛的呀 一直都没问过你 你都多大的人了 怎么还像小孩似的 真怕你爸 公爵问 你们 不知道他爸是谁 方子的表情 比我们还吃惊 就好像 不认识田机的爸 是一件很震惊的事 我们茫然的摇头 田机神情闪瘦 似乎不愿意提及 他家里的事 打开话题 一本正经的 对方子说 来见你一次不容易 帮我一个忙 方子二话没说 从身上掏出钱包 除了证件以外 所有的钱 全都推到田机面前 身上就带这么多 待会儿跟我回去 要多少说句话 得 是看不起人吗 田机把钱推回去 老爷子不是说过 不让你给我钱吗 你爸的话得反着听 他是给我们递话呢 方子吸了一口烟 笑着说 我每个月多少钱 你也知道 这点钱 你别看不上 田机端起酒 羊头一饮而尽 一巴掌拍在桌上 不能让他给我看扁了 这钱你收回去 咱们是战友 你真想帮我 就帮我做一件事 方子也不犹豫 过去知道田机的性子 撅起来 牛都拉不回来 收起了桌上的钱 别说帮 什么事 你治个事就行 帮我查一个 军方的机构 什么机构 117局 117局 方子从嘴角取下烟 眉头一皱 想了半天 军方的机构 田机点不点头 番号呢 没有番号 就知道117局这个代号 军方里面 没有117这个机构啊 方子想了良久 肯定的说 你不知道 不代表没有 军事研究所里的档案中 应该有记载 你得好好找找 你当过兵 知道部队的规矩 军方的事 就没有小事 我能接触到的档案里 绝对没有你说的 117局 我接触不到的档案 都是被列为机密的 方子把头探过来 压低声音说 你应该知道 军方有保密条例 任何事都不能外泄 我知道 所以才问问你 能不能帮这个忙 你既然不方便 那就算了 田机很是诚恳地说 方子漠不作声 用力吸了几口烟 把烟头掐灭在烟缸里 三天 给我三天时间 那些档案 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接触到的 三天之后 我给你答复 方子 这事你想清楚 别难为了你 方子解开衣扣 裸露出胸膛 指着上面一块伤疤 淡淡一笑 老子欠你的 不是你把我 从死人堆里救出来 我早就成婚了 咱们之间 还说什么防务方便 方子甚至都没有问田机 调查117局 档案干什么 倒不是他不谨慎 而是他对田机的信任 就连我和公爵 乔芳连来历都没问 他对田机的信任 可见有多深 甚至连田机的朋友 他也深信不疑 到时候 我怎么找你们 方子拿起筷子问 原本没想在金陵停留 把谢天辉送回到这里之后 我们就打算想办法回成都 既然乔芳答应帮忙查探 摇摇七局 我们只能在金陵 多留些日子 想来想去 唯一落脚的地方 也只有秦展颜呢 我们不远千里 送谢天辉回来 多住几天 他应该不会赶我们走 葬花溪 我们现在就住那 你有 什么地方 乔芳手中的筷子 悬停在菜上 撑结舌的问 葬 葬花溪啊 田机茫然的重复了一遍 毫无的葬花溪 乔芳神情大变 我们三人不知所措 对视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不明白 为什么这地方 让乔芳反应这么大 那 那地儿不干净 你们怎么住那 乔芳忌讳陌深地说 我瞧着挺干净啊 就惹而旧 田机不以为然地说 不干净 是什么意思 我好像猜到什么 认真地问 乔芳 葬花溪那地方 很久之前是乱葬坑 后来在那修了一桩 专门用来停放棺材 没找到好地方安葬 或是客子他乡的棺材 都放在葬花溪 后来一桩没有了 在一桩盐纸上修建了房子 就是现在的桑花溪 可那地方一直 乔芳犹豫了半天 压低声音说 一直闹鬼 闹鬼 我们三人瞠目结舌 顿时想起那个叫秦展颜的女人 和跟在他身后的小孩 乔芳不说还没什么 细细回想 那女人走路好像是真没声音 而且桑花溪那地方 的确给人阴森森的感觉 你 你什么时候相信这些 天机拉拉拉 方子的衣装 我是不相信 可我大小就是在金灵长大 关于桑花溪 一直都有这方面的传闻 而且据说 还有人亲眼瞧见过 说有时候 桑花溪那地方 到了晚上就能听到鬼 哭狼嚎 还有人影在里面游荡 桑方一本正经的说 你们就没瞧见 丧花溪附近根本没人住吗 那地方生人物尽 你们怎么会住到哪里去 这事说来话长 我们 我们少人之托 送于一具棺材去哪 我一脸惶恐的说 送棺材 桥方比我们还要吃惊 来回打乱我们一番 最后目光落到天机脸上 我也不问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你人们该说的 自然会告诉我 我 我劝你们少去那地方 葬花 葬花 听这名字就很邪门 谁知道 那里面葬的到底是不是花 和桥方分开后 我们三人一时间不知所措 说实话 葬花溪那地方 确实有些阴森诡异 如果可以 我真不希望再回去 可田几硬解 硬是没有桥方的钱 我们吃了一顿饱饭 可身上依旧身无分文 除了回到秦斩岩那 实在没什么地方可去 谢天辉这人身上有太多秘密 可惜我们已经分不出结果 可谢天辉干嘛要给白叔留信 让我们送他回葬花溪 而且谢天辉从一开始就知道 自己会死在解释宫 我来会走了几步 深思熟虑地说 就是说 什么事都在谢天辉的预计之中 谢天辉也知道 我们一定会送他去葬花溪 公爵说 我反应慢 脑子撞不过来 你们到底想说什么 天机一头雾水 既然谢天辉什么都能算到 他引导我们去结石宫 又带我们逃离 最后又让我们带他尸体到葬花溪 所有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每一步对谢天辉来说 都是有目的的 去结石宫 是为了让我们知道 十二祖神安息的神庙所在 那送他尸首到葬花溪 又是为什么 田机问 不知道 应该还有什么 我们不知晓的事情 公爵摇摇头说 看样子 无论如何 我们都得再回去 我看见田机 猴杰 蠕动一下 其实我心里也怕 听乔房说的煞有其事的样子 心里都发毛 谢天辉棺材送到后 也不见秦展颜张罗下草 就安放在花园后面的屋子里 也不知道秦展颜打算干什么 那么大的一套房子 就住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 想想都渗得慌 而且秦展颜走路都听不到声音 还有那孩子 我总感觉她眼神太怪异 每次和她对视 都感觉后背隐隐发凉 我们几乎是硬着头皮 回到丧花溪 天空雷闪阵阵 时不时一到闪电 照亮眼前这座 斑驳陈旧的古宅 看上去更加阴孙诡异 大半夜 四周一个人影都没有 嘎吱一声推开门 里面一片漆黑 我们怯声声走进去 四合院里没有灯光 天机拉了我一脚 花园后面 由灯光若隐若现 那是停放谢天辉 关在那间房子 我们对视一眼 壮起胆 向花园里走去 房间中的灯光 透着花园里 花草的缝隙明灭 走到房间门口 发现房门虚眼 敲了几下 里面也没人回应 我们犹豫一下 还是推门进去 房间中的灯光很昏暗 可能是接触不良的原因 灯光一直在闪烁 屋外的风吹进来 那盏灯轻微的摆动 我们的影子也随之在房间中 不断被拉长 棺材 棺材开着 公爵抬手说 谢天辉的棺材 是我们抬着呢 可如今 棺材盖却被打开 往前走了一步 发现脚下湿漉漉 像是被什么东西 粘连住 我低头一看 顿时心惊胆战 整个地面到处是 惊心触摸的血迹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 这里还是干干净净 血迹越是靠近棺材 就越多 我们几乎是屏住呼吸 走到棺材边 棺材里面和这间房子一样 像是发生过厮杀 里面血迹斑斑 更让我们震惊的是 谢天辉的尸体不见了 谢天辉都死了 怎么还会有这么多血 田基心有余悸 小声说道 这么远送他回来 这 这哪像是安葬啊 怎么瞧着 像秃仔一样 里面是什么 公爵抬手问 他指的地方 是这间房子的后面 被一层厚厚的沙漫阻挡 从棺材中流淌出来的血迹 一直蔓延到沙漫的后面 我如同一下猴杰 怯生生往前走 分不清是好奇 还是胆子大 很想看看 沙漫的后面到底有什么 一声惊雷 在屋外响起 我们一直全身贯注 沙漫后面 突如其来的声响 差点没把我们吓得跳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昏暗的灯也突然熄火 整个房间陷入伸手 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 感觉田基荒乱的在身上摸索 应该是在找打火鸡 到处是血的房间中 还有一具空空如也的棺材 明明死掉的谢天辉 也不翼而飞 站在这样的房子里 本来就是毛骨悚然 现在又突然没了光亮 我感觉都快听见心跳的声音 田基因为太慌张 滑动了好几下都没点燃 哐的一声 估计是他手抖的厉害 火鸡掉落在地上 我们连忙蹲下身去找 一道叱咤的闪电 瞬间照亮了整间房间 我们蹲下身的影子 被长长拉伸在沙漫上 可我突然发现 沙漫上映出的 一共有五道影子 除了我们三人之外 还有一高一矮 其余两道 我心里猛然一惊 公爵和田基也意识到 我们身后有人 颤巍巍转过身去 我们三人几乎同时向身后 退了一步 身后的人拿着一只蜡烛 摇曳的烛光中 映出一张女人阴郁的脸 没有任何表情的秦展颜 和那个孩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了我们身后 他走路依旧没有声音 我们目光落在他身上 浑身上下 全是烟红的血迹 那张本来就冷漠的脸 也沾满了血点 还有那孩子 犹如一个血人 那双老成的眼睛 看得我心里发毛 在秦展颜的另一只手上 是一只明晃晃的刀 烛光中闪耀着煞白的光芒 在刀刃上 还缓缓滴露了鲜血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秦展颜的声音 和他手中的刀 一样冰冷 我下意识看着 被开启的棺材 声音颤抖地问 你把谢天徽怎么了 你想见他 秦展颜随脚露出一丝笑意 烛光下令人毛骨悚然 一时间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秦展颜这话一语双关 谢天徽是死人 我们想见他 唯一的办法 就是也变成死人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谢天徽的尸体 为什么不见了 还有 这里为什么这么多血 公爵 气声声地问 这里 不是人该来的地方 秦展颜 慢慢举起手里的刀 刀光映射在他脸上 让他的笑意 更加诡异 我心望下一沉 天机胆子那么大的人 如今也缩在我身后 乔方说 这地方不干净 我们还没当回事 如今看着面前的秦展颜 和那孩子 如果可以后悔 把子也不会再回来 这不是人该来的地方 我心里回想秦展颜的话 这里曾经是乱藏岗 后来又变成义庄 过往的都是死人 当然不是人该来的地方 天机忽然慢慢从我身后走出来 虽然依旧心惊胆战 但声音镇静了一些 你 你少吓我人 你有影子的 天机指着秦展颜 和那孩子脚下 他们的影子 随着烛光在晃动 鬼是没有影子的 何况 他的脚 是站立在地面上 我是人 当然有影子 秦展颜说 你不是说 这里不是人来的地方 你既然是人 来这里干嘛 公爵问 你们不会想知道的 秦展颜笑的样子 让我不寒而栗 这里为什么有中文喜 谢天归呢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静 有些事 不知道笔知道有 秦展颜目不转睛 盯着我们 丧花溪 可是买死人的地方 你少装身弄鬼 真有鬼 叫几个出来看看 公爵深吸一口气 大声说道 好了 我就叫几个 让你看看 秦展颜话音一路 我们三人 着实被吓到 他太镇定 以至于 从他嘴里说出的话 都让人不敢质疑 这孩子天生通阴阳 能和死了的人沟通 不相信 你们问问他 秦展颜指着旁边的小孩 说道 我们面面相觑的对视 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 能有什么 只不过 他们突然出现 让我们多少有些吃惊 现在 也逐渐平息下来 这地方 我一刻也不想多待 正打算离开 忽然那小孩 向我走了过来 又嫩的脸颊 却又一双 令人不敢直视 诡异的双眼 他的脚步 同样轻柔 根本听不见声音 站在我面前 我居然有些慌乱 不明白 我为什么会怕一个孩子 他慢慢抬起一只手 是一个小巧的水壶 他瞪着我面 喝了一口 声音很稚嫩 喝一口 水壶递到我面前 孩子的手很稳 我迟疑了一下 还是伸手接了过来 严妻和公爵 连忙阻止 我摇头是一枚关系 谢天辉让我们来这里 如果真的是为了害我们 用不了费这么大劲 他既然什么都能预料到 相信在藏花溪 我们是安全的 何况 我也好奇秦展颜说的话 想看看 这个小孩 是不是真有通阴阳的本事 我抬头喝了一口 吞咽下去 顿时心口一阵烧了 我原本以为是水 谁能想到 一个小孩喝的会是酒 而且还是如此呛人的烈酒 喝的太急 捂着胸口 剧烈的咳嗽 对面的孩子忽然笑了 那不是他这个年纪 该有的笑容 透着一股子豪迈和傲气 劝君更近一杯酒 吸出淫关 我震惊地抬起头来 手里的水壶掉落在地上 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孩子 如动的嘴角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话不能太熟悉 离开玉门关去红白山的时候 卓明峰曾经递给我水壶 也是让我喝一口 当时被呛的 记得卓明峰笑得意气风发 他说的也是这句话 除了我和卓明峰之外 没有谁知道这个细节 包括公爵和田姬 我突然开始相信秦展颜 看着面前这个令人不安的孩子 他似乎真有通阴阳的本事 否则 他怎么会知道 一个死人曾经和我说过的话 公爵和田姬应该不明白 我为什么反应这么大 我惶恐地注视眼前的小孩 绞尽脑汁去想所有的可能 但任何一个也无法解释清楚 他为什么能知道 我和卓明峰之间的对话 就在我震惊的时候 那小孩突然在往我身前走一步 伸手在我身上摸索 我僵硬地站立在原地 没有退避也没有阻止 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但好奇心驱使我 没有打断他 最终 小孩的手从我身上缩回去 烛光中 我看见他拿着一个烟袋 那是将军留下的烟袋 我一直都放在身边 里面的烟丝味道 会让我想起将军 一如 他一直都在我身边 小孩熟练地从里面摸出烟丝和烟纸 就在我面前卷烟 动作缓慢而沉稳 他的样子让我瞬间想起将军 更加震惊地看着他 他把烟放在嘴角 我惊恐抽出手指 透过他的眼睛 我似乎能看到了将军 看咱这孩 是刀口一舔血的营生 不是我想打你 是你要长出去 我是怕你学的不够多 往后遇到危险 我不在身边 你一个人咋办 够了 我如动着嘴角打断 这些是将军临死前对我说的 我每一个字都刻在心 是那样的温暖和安全 可从这个孩子嘴里说出来 却显得那样的诡异可怖 你怎么刻到这些 现在你相信我说的话 这里不是人该来的地方 秦展颜在后面冷冷地说 公爵和田姬面面相去 看着我 一时间我惶恐不知所措 只感觉头皮都在发麻 外面的惊雷响起 仿佛每一下都劈基在我身上 不由自主地抖动 咔嚓一声 声音在我们身后响起 我听见有人轻微的声音声 这屋里除了我们和对面 那个秦展颜 以及那个诡异的孩子之外 居然还有人 我们麻木地转过身去 身后是一片漆黑 身影声就是从黑暗中传来 一道闪电再一次照亮房间 厚厚的沙漫中 我们看见一个做起的人影 看不见那人的模样 只能看到投射在沙漫上的影子 那人就像是刚从熟睡中醒来 伸开手 活动着身体 贪婪地深吸着气 仿佛那人已经很久没有呼吸过 稍纵即适的闪电暗燃下来 房间又现了一片漆黑 秦展颜手中的烛光 穿透不了那片黑暗 最后的闪光中 我们看到那人站立起来 赤脚踩踏在地上的脚步声 从沙漫身后传来 不管这人是谁 能出现在这样一个阴森的地方 令人莫名地害怕 我本能地想想后退 忽然想起 身后还有一个握着刀 浑身是血的女人 以及一个同样沾满鲜血 能和死人沟通的诡异小孩 公爵和田击应该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三人坚毅地站立 不敢进退 那脚步声慢慢向我们逼近 停在我们面前 黑暗中 我们只能看见 露在烛光中的酒 又是一道闪电劈击下来 屋里的黑暗被瞬间驱散 我们这才看清 一个赤裸上身的男人 站在我们对面 长颤的头发沾染血渍 一缕缕地低沉下来 你 你是谁 望着对面的人 我们震惊不已 好半天才能说出话来 这才多久 我是谁 你们都忘了 那人的声音有些虚弱 我们当然知道对面的人是谁 可他已经死了四天 以他身上的伤势 我绝对不相信 还有生还的可能 你 你已经死了 我如动嘴角说 那他说的就没错啊 这不是人该来的地方 谢天辉走到我们面前 我们不由自主向后退 可谢天辉的注意力 根本没在我身上 他从地上捡起我掉落的水壶 或许是太冷 他身体一哆嗦 仰头把水壶里的酒一饮而尽 从棺材里拖出一块布 随意裹在身上 然后拿走小孩的烟 走到金展颜身边点燃 深吸一口 嘴角又露出痞笑 那个英伟挺拔的男人不见了 谢天辉又变成那个不入流的痞子 事实上 我更习惯他现在这个样子 一命第一命 我救过你们 你们也救过我 谢天辉吊儿郎当的对我说 我 我欠欠到您死了的 当时您已经断气 我一边说 一边瞟着谢天辉的脚下 看到他晃动的影子 心里踏实了些 谢天辉一把拉开裹下身上的布 二话没说抓起我的手 摁在他胸口 我能感觉到有力的心跳 只不过受了重伤而已 一般人救不了我 所以才让你们送我来这里 我看见谢天辉胸口那几处伤口 居然被精细的缝合好 好像有人医治我 谁会给一个死人缝合伤口呢 我突然想起握刀的秦斩颜 谢天辉点了点头 告诉我们 秦斩颜是医生 而且还是医术相当高明的医生 他受的伤 已经被秦斩颜治好了 你不是受伤 你是死了 我加重语气说 事实上 我现在还能喘气 谢天辉摊着手 不以为然的说 我还想说下去 谢天辉吊着烟 抢先打断我的话 结果比活着重要 这个问题 我们在劫师宫已经讨论过 无论怎么说 我现在还是活着的 除非 你不希望看见我活着 谢天辉身上的伤 我们都看见过 全都是伤在要害 若不是他毅力惊人 估计连劫师功德出不去 他的伤 根本不是能不能救的问题 就是我再也不懂 也知道活人和死人的区别 何况所有人都确定 谢天辉是死了 即使是按照谢天辉所说 他不过是伤重假死 秦斩颜医术高明 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 这要得多厉害的本事 才能让死了四天的人 活蹦乱跳的 站在我们面前 就是谢天辉身上的伤 就算是治好了 少说也得在床上动弹不得 躺上几个月 现在瞧他 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你是第几次来这里 公爵突然问 谢天辉的 谁没事来这地方 谢天辉白了公爵一眼 冷冷回答 没听他说 人死了 才会往这儿搜 这么说起来 我诧异的目光 落在秦斩颜身上 他才是这里 最重要的那个人 至于他是怎么治疗谢天辉 很显然 秦斩颜和谢天辉 并没有打算告诉我们 葬花西一直流传闹鬼 现在我多少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被送到这里的死人 至少我们看来 应该是算是死了的人 都会被秦斩颜 妙手回春 我这样说 其实都太含蓄 确切的来说 应该是起死回生才对 只不过到现在 我还是不肯相信这个事实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送到葬花西的人都会复活 一如谢天辉这样 久而久之 这地方当然会闹鬼 你们该走了 谢天辉吸完最后一口烟 抬头对我说道 没想过谢天辉 居然还能站在我们面前 原本以为 即使公知中那些未解的秘密 还有关于谢天辉的来历 以及身份 再无人知晓 现在看着谢天辉 吻吼如初 我以为能从他嘴里 得到这些疑问的答案 可现在才明白 谢天辉自始至终 都没有打算告诉我 他指着门外 秦斩颜和小孩 已经退到一边 我心里清楚 谢天辉不想说的事 根本别想从他嘴里 逼问出半个字来 从房间里出去 我被谢天辉从身后叫住 你到老远送我来这里 还没跟你说声谢 要不我送你一样东西吧 什么东西 我问道 倒不是我贪图什么 谢天辉做任何事 说任何话 似乎都是有原因的 和诗币怎么样 谢天辉已在门口 轻描淡写地说 我们三人同时一愣 万万没想到 谢天辉一张嘴 提及的居然就是和诗币 你说的是哪一块和诗币 我一本正经地反问道 和诗币还有两块吗 天机一头雾水 当然 一块是众所周知 传颂千年的美誉 我看着谢天辉 不慌不忙地说 而另一块 是用来去神庙 召唤神 苏醒的 咱们找到的和诗币 不是 不是我在杰石宫 给砸碎了呀 天机囊的头 惋惜道 你早就知道 清武川和杰石宫 藏匿的和诗币 是假的 我顿时恍然大悟 难怪在杰石宫中 装有和诗币的盒子 被随意丢弃在石台上 想到这里 我无力地苦笑 我们在杰石宫中 破解神庙的位置 当时你也在场 应该也知道神庙的所在 现在看起来 真正的和诗币下落 你也清楚 似乎怎么看 你不需要我们 也一样可以去神庙 我去神庙干什么 谢天辉一本正经的反问 我又没有那么多 想去解开的疑问 和想要找寻的答案 反而是你 就算没有人逼你 现在你也会千山回 刚巧 我又知道和诗币的下落 就当是借花献佛 算是谢谢你 送我回来 谢天辉没有说错 我的确想要去神庙 和诗币在什么地方 谢天辉走到身边 犹豫了一下 在我耳边肯定地说 还记不记得 你们三人第一次下墓 是北盲的鸡群 最后一个你开启的机关 分开的墓壁中 有一个巴掌大的暗格 记得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我吃惊地问 那个暗格曾经放过东西 在里面去之前 就被人取走 谢天辉并不回答我 继续说道 被取走的 就是真正的和诗币 我大势一惊 不 是和诗币的下落 谢天辉摇头回答道 可是 我们去的时候 东西已经被人取走 根本没有留下线索 我说 谁说没信 谢天辉目光变得锐利 你们在鸡群墓里 不是发现脚印了吗 而且还是一个瘸子的脚印 能找到鸡群墓 并且进入其中的瘸子 你们不是刚好认识一个吗 谢天辉再向我们暗示叶酒清 但仅仅点到为止 说完后 转身关上房门 我们回到四合院 大家都默不作声 谢天辉重新提到了鸡群墓 对我们来说 北盲是一切开始的地方 我和公爵在北盲认识了田鸡 从最开始淡寻一个贝母开始 没想到 让我阴差阳错 遇到杀父仇人 事情发展到那个时候 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谢天辉话没说明白 可意思却再简单不过 他是说 咱们在鸡群墓里 看到的脚印是叶掌柜留下的 田鸡坐在床边 安纳不住说 谢天辉虽然救了他的命 可咱们也不欠他的 这人底细不明 他说什么 咱们可不能一股脑全当真啊 你认为 谢天辉说的是假的 公爵指头 有节律的敲击在桌上 那你说说 谢天辉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那还不简单 从中坐梗 挑拨离间呗 田鸡不以为然的回答 叶九卿不过就是西南一个耗子头 捅破天就干点挖木的勾当 谢天辉在辽东摆明了 节食宫里的事儿门清 他手里可是握着整整一座金山 我来会走了几步 深思熟虑的说 谢天辉和叶九卿之前 并无瓜葛和联系 谢天辉干嘛要去挑拨叶九卿 和我们的关系 再说 谢天辉的底子 恐怕比叶九卿要深得多 他没必要让拿叶九卿来说事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 掌柜可是养了你十多年 你才认识谢天辉几天啊 难不成你还怀疑掌柜了 天机看着我问道 我抬头 看到公爵神情凝重地望着我 想必他应该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没有去怀疑和质疑叶九卿 他曾经是我最亲近的人 也是我自以为最了解的人 直到公爵发现叶九卿那间暗室 我曾经问过叶九卿 当初他遇到我时 为什么要收留我 叶九卿说因为 看我颠沛流离 鱼心不忍 其实叶九卿救的不是我 他想救的是灵溪 从叶九卿看到我脖子上项链开始 他已经猜到 我或多或少和月宫九龙房有关 那是唯一能复活灵溪的办法 即使是丁点希望 叶九卿也不是他 城东宅子后面的古墓 也标注在暗室的地图上 可见叶掌柜从一开始就知道古墓的由来 和里面有什么 公爵说 我们能从古墓里发现的线索 找到北盟上的鸡渠墓 掌柜同样一方做到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 当时我们发现暗阁机关 是在玉碧光芒下的照射才找到 我点点头 心平气和地说 要让玉碧闪耀光芒 需要开启鸡渠光幕 取出里面的随后珠 可早在几十年前 比我们先进的人 根本没开关 这人完全是凭借高中的探幕本事和经验 找到暗阁 并且取走里面的东西 首先能知道鸡渠墓的位置 然后能精准打下盗洞 直接连通鸡渠 给自己复活后离开的通道 从而避开拱前面的机关和怪物 其次能够在没有任何提示情况下 发现墓室中的秘密 最后 公爵指导玄庭在桌面 深吸一口气说 最后 这人还是个瘸子 想必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 应该不多吧 就算真是掌柜 他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干嘛要瞒着我们呀 天机拿到头问 鸡渠活了多少年 公爵很冷静地问 大概有七百多年 天机说 掌柜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公爵继续问 当然是希望灵蝎死而复生啊 鸡渠能活七百多年 就是因为他手中那颗随猴珠 真正的随猴珠 就连十二组人都想得到 可见这东西非同小可 随猴珠和月宫九龙房有关 掌柜在117局的时候 曾经七眼目睹过 沉睡千年还活着的灵玄 所以掌柜均坚信只要找到月宫九龙房就能复活灵蝎 公爵不慌不忙地说 我点点头 叶九卿常情 所作一切都是为了灵蝎 他在117局时 见识过月宫九龙房的神奇 所以为了让灵蝎复活 在离开117局后 即便隐姓埋名 但也一直想方设法 在追查和月宫九龙房有关的事 早在我们进入北盲备目之前 叶九卿已经探过鸡渠的墓 并从墓中带走暗阁里面存放的东西 掌柜带走了什么 田姬问 何事必的下落 我斩钉截铁说 这都是谢天辉说的 眼见为实 耳听为虚 你凭什么就相信 谢天辉说的话 田姬还是摇头 何事必和随后珠 被称为春秋双宝 被你砸毁的何事必 虽然是假的 你好好想想 何事必的样子 中间是不是有一个空着的原形 我看着田姬问 田姬想了想 点了点头 所谓珠连闭合 中间那个圆孔 就是用来放置随后珠的 何事必和随后珠其实是一样东西 不过最后被拆封成两样 这也是为什么 十二祖神会让秦帝同时找寻这两个东西的原因 我说道 可 可咱们也不知道那暗格里装的是什么 你怎么就能肯定 就是何事必的下落呢 田姬问 从秦渠的墓中 当时我们开启他的棺果 并且找到随后珠 公爵无意中的触碰 让随后珠突然光芒照人 从而映照出 检藏在玉壁中的画 那些画中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 就是第三幅 在一座连绵起伏的群山中 姬曲统帅大军 驻扎在山下 而他和另外一个人 站在山中某处地方 他双手捧着的随后珠 发出耀眼的光芒 随后珠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靓弱好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后珠的光芒 越来越暗淡 直至最终消散 机器长达七百年的寿命 也就此终结 可见不到光的随后珠 没有任何特别的效果 那真正的关键就在于 什么情况下 随后珠才会发光 珠连碧和 随后珠和和氏碧相互靠近时 会促使这样东西发光 公爵说 这么说 在第三幅画中 鸡渠带着随后珠 到了一群不知名的群山中 随后珠光芒四射 那你们所说 难道何氏碧就在群山之中 天机恍然大悟 可画中并没有指明 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指明了 只是我没有看到 公爵说 指明了吗 我怎么不记得 天机追问道 那座群山的位置至关重要 机群应该放在一个 很隐蔽的地方 我们最终找到的是暗格 可惜里面的东西 被人集足先登 暗格里面放的 如果我没猜错 应该就是和氏碧的下落 公爵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事就更不对了 天机眉头一照说 什么不对 我问 你们想啊 如果取走暗格里面 东西的是掌柜 说明他早就知道 和氏碧的下落 按照你们推断的 和氏碧和随后珠 本来是一样东西 后来被拆分开 鸡群拿着随后珠 就活了七百多年 如果珠联碧和的话 这玩意的能力 还不逆天啊 天机激动不已 掌柜不就是想 让知兄他妈复活吗 他既然知道 这两个东西的下落 干嘛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去找和氏碧呢 我淡淡一笑 雨后屋里闷声 我推开窗户透气说 掌柜不是不去找 而是一直没找到 为什么 田机诧异地问 你脑子反应也太慢了吧 你好好想想 鸡群为了一颗随后珠 连江山全力都不要了 千方百计想长生不老 可为什么最终还是死了 公爵白了田机一眼 不慌不忙地说 鸡群应该也知道 和氏碧和随后珠之间的关系 他一直试图寻找和氏碧的下落 最终他也只能找到那座群山 可见和氏碧的下落和这座群山有关 但鸡群也不知道确切的地点 哦 掌柜是知道的 但茫茫群山却不知道和氏碧藏在哪 田机似懂非懂的点头 谢天徽是提醒我 想找到和氏碧 就得从掌柜身上得到 从鸡群被带走的东西 公爵说 这都几十年了 叶九卿的本事我可清楚 几十年他都找不到东西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就找到的 何况到现在叶九卿 他没在我面前 吐露过关于鸡群木的事 他不说肯定有原因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去问他 说到一半 我突然望着窗外大吃一惊 出去看看 好像是着火了 火光从四合院后面的花园传来 等我们穿到花园时 漫天大火已经吞没了整个藏花溪 而且随着火势 正快速的向四合院这边蔓延 愣着干嘛 赶紧救人啊 田机大声的说 不用救了 走吧 这里还是烧了好 我一把拉住田机 里面还有人呢 田机指着花园里面的房屋 藏花溪附近没有住房 四周又是水 火势再大也蔓延不出去 这活摆明的就是人为的 有人想抹去藏花溪里面的一切 里面已经没有人了 公爵说 我们退到屋外 这里偏远 加之火势太大 用不了多久 整座藏花溪便会被烧成灰烬 望着漫天的熊熊大火 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谢天辉让我们送他来这里 不就是想让我们知道 藏花溪的秘密吗 秦展颜是谁 那个小孩又是谁 明明已经死了的谢天辉 为什么会突然的复生 可惜 这些疑问 随着大火被复之一句 离开藏花溪后 我们无处可去 乌漏偏逢连夜雨 又赶上夜雨来袭 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桥洞 三人缩在里面避雨 不经意间 我们相互对视 田基突然苦笑出声 我们也跟着笑出来 无奈的落寞 从没想到 居然有一天 会躲在桥洞下面过夜 而且身上一文钱都没有 回去管好你的嘴 我坐在地上 对身边的田基说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心里就有数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这还没回去呢 就担心叶之秋 兴师问罪了 公学转身白了我一眼 你给说说 什么是该说 什么是不该说 我得长个记性 免得说错了话 那可是结石宫 在海底的千年金宫 我原本还想着 把这地以后告诉叶之秋 这倒好 又让咱们给毁了 你说叶之秋要知道 他非得在我耳边 刀的一辈子 我心有一计的说 不怪之秋说你 好好想想也真是的 咱们三个就是温神 但凡咱们经手的遗迹 就别想完好无损地留下来 燕姬掰着指头说 杰曲木毁了 祖神之殿塌了 陆桥木给烧了 万象神宫给炸了 结石宫沉没了 别说发财了 跟着你们到现在 还能捡过一条命 真是万幸 昆仑心确实好的 公爵都笑了 给两位爷磕头了 田姬直婷婷 给我和公爵做衣 你们就当做点好事 给自己记得 昆仑金缺 你们两个就别再碰了 我爱想着等事都完了 我去里面把宝都搬走 对啊 好好想想 咱们去过的地方 好像只剩下昆仑金缺没塌了 我也被田姬斗笑 说出去都丢人 我们找到这么多地方 居然现在会窝囊到 在桥洞下面躲雨 哎呀 这不是办法啊 咱们总得弄点钱 其他的不说 总不能走回去吧 田姬说 方子在酒桌上 不是给你钱了 你干嘛不收着 我问道 那钱我能要吗 我要是拿了方子的钱 这事早晚会让我家老爷子知道 我可丢不起这人 我既然出来了 回忆的时候 必须一锦还乡 我拿了这个钱 不就打自己的脸了吗 田姬摇头说 死要面子胡受罪 都摸摸身上 看看身上有什么直前的东西 公爵说 我们三人摸了半天 我身上有谢天辉的班子 这是在装观之前 我从他手指上取下来 本想着带回去 让叶九卿他们瞧瞧 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毕竟谢天辉的身份 我是一直很好奇 剩下的 只有一些零碎的玩意儿 我叹了口气说 要不等天亮 我们先把这枚班子给抵押了 这可是上好古月 能值不少钱 等我们回去后 再找人赎回来 这么重要的东西 怎么能拿去典当 万一有什么闪失 这可是追查谢天辉 唯一的线索 公爵摇头不答应 可我们身无分文 总得把肚子填饱了 我揉着脸 哭笑不得道 这是什么 田鸡从我们摸出的东西中 拿起一块石头 从杰石宫离开的时候 这石头掉在我衣服里 一直忘了扔 居然带到了心里 公爵说 杰石宫的石头 天机眼前顿时一亮 那里面可是金山啊 随便挖一块也是金子 别瞎想了 就是普通的石头 我早就看过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没钱我们寸步难行 等天亮 我们去金陵的古玩街 找一家口碑好的店面 把鱼班子给点当了 当务之急 是赶回成都 我说 田机还在手里 把玩那块石头 掂量几下 深吸一口气道 金陵这地方 最有名的古玩街 在夫子庙 我倒是去过几次 明儿 我给你们带路 下一步 你打算怎么办 公爵认真地问我 谢天辉让我们知道 神庙所在 又暗示何时必下落 他分明是想我们去神庙 如果一切疑问答案 都在神庙 无论如何 我也得找到并且开启 我声音坚定道 哎 田机一边摇头 一边重重叹息 看样子 这神庙用不了多久 就要毁在咱们手里了 我和公爵都被田机倒笑 田机正经下来 不开玩笑啊 说真的 结石宫咱们就瞧见仨字 凤和岭 也没去切说 神庙的具体位置 咱们要去 咱们才能找到神庙啊 这次找神庙 得带上叶之秋 我说道 带上他个马 添乱 公爵反应很激动 哎 其实啊 带上知秋也好 有他在 指不定神庙能保存下来 田机乐呵呵的笑出声来 数月有专攻 咱们这次要找的是神庙 又不是墓 而且不像之前 有什么线索可以追寻 就一个地名 调查起来难度很大 你把叶之秋拖进来 明明简单的事情 也会变复杂 不信我们走着瞧 何况神庙的位置 就在凤和岭 我们这要找到这个地方 不就能顺藤摸瓜 找到神庙吗 公爵不依不饶道 凤和岭其实是暗指鹅旁公 你们知道鹅旁公有多大吗 我一本正经的问道 公爵和田机摇头 我拾起一块石头 一边在地上画 一边告诉他们 鹅旁公是秦朝巨大的宫殿群 一直在西安西郊的鹅旁村以来 在秦朝 这地方被称为凤鹅岭 鹅旁公是天下第一宫殿 这个称呼并非浪得虚名 文献中记载 鹅旁公仅仅仅只是一座前殿 东西五百步 南北五十丈 尚可作万人 夏可建五丈旗 舟池为阁道 由此可见 鹅旁公的规模之大 这还仅仅是前点 后世对阿旁宫的描绘 就更加绚丽多彩 富丫三百余里 隔离天日 离山北沟而西折 直走咸阳 二春荣荣流入宫墙 五步一楼 十步一阁 狼腰慢回 岩崖高拙 各报地势 勾心斗角 可见 阿旁宫当时 的确是非常宏大的建筑群 楚霸王向羽入关以后 疑恨于物 将阿旁宫及富属建筑 纵火焚烧化为灰烬 自此阿旁宫销声联机 阿旁宫被焚烧 难不成神庙野兽牵连 在大火中复之一具 天机问 这不是关键 最重要的在于 秦帝干嘛修这么庞大的弓箭群 而且众所周知 我摇摇头说 神庙是用来供奉十二祖神 秦帝应该是不敢怠慢 所以才会修建如此华丽庞大的神庙 让祖神安息 公爵想了想说 我眉头紧着 慢慢地摆了摆手 秦帝最不想让人知晓的秘密 就是关于十二祖神的存在 他修建青木山地下祭坛和海底结石宫 这两处和神有关的地方 都没有半点风声泄露出来 秦帝把神庙的位置藏匿在结石金宫 可见对神庙有多在意和看重 因此 秦帝怎么会把神庙 修建在众目睽睽之下呢 你是说 阿旁宫并非是神庙 公爵反应了过来 当然不是 阿旁宫越华丽 越是壮观 信道的吸引力就越多 你们好好想想 阿旁宫一直都有传闻 可谁听过秦帝修神庙的直言片语呢 这个倒也是 神庙是用来安息十二祖神 规模想必也不会小 可从来没听到过 有关这方面的传闻 天机点点头道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阿旁宫那样庞大的工程 势必会动用大量民俘 以及修建材料 所有人都会注意到阿旁宫 但没有谁会在意 被召集的民俘 或许还在修建其他建筑 秦帝修建阿旁宫 实际上是为他掩饰修建神庙 公爵恍然大悟说 对 就是因为阿旁宫太引人注目 完全掩饰了神庙的秘密 这两处建筑 应该是同时开始修建 但阿旁宫前殿修建完之后 秦帝便停止对阿旁宫的修建 由此可以推断 那个时候神庙应该已经修建完成 阿旁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作用 我点点头说 那和劫石宫一样啊 秦帝怎么静看这种劳民伤财的事 都是同时两处开始修建 用一处众所周知的地方 来修建真正的建筑 田基说 这么说 阿旁宫不过是一个幌子 真正的神庙并没有在阿旁宫 公爵大师一惊道 我不慌不忙的点点头 阿旁宫的作用 和东海之宾的劫石宫一样 都是故意让人看见 也是有意让人损毁 所有人都只会嫉妒 气势恢弘的阿旁宫 一旦这地方毁掉 和阿旁宫有关的一切 也会随之烟消云散 没有人再会去留意和关注 阿旁宫的存在 仅仅是为了掩饰神庙的修建 神庙的位置 绝对不会在阿旁宫的范围之内 但秦帝在吉时宫留下凤阿岭的地名 其实是在暗示 神庙的位置和阿旁宫有关 但毕竟这是两千年的事 对于这段历史 叶之秋远比我们要熟悉得多 夫子庙古安街在秦淮河畔 规模比老成都小关庙的鬼市还要大 这地我倒是头一次来 因为急着用钱 我们赶的是早事 夫子庙的古安街虽然比小关庙大 可矿了片刻发现规矩都差不多 整条街两边是店铺 经营古安字画 玉石珠宝等名贵的物件 能在夫子庙拥有一间店铺 那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店铺外面是摊贩 没有店铺的就在外面练摊 但绝对不会挡住后面店铺的门道 这是规矩 人家让你在外面摆摊是给你方便 总不能挡了店家的财路 念他的人都会选择在黎明前开张 天一亮就收摊 我们去的时候天还没亮 夫子庙的古安街熙熙攘攘 往来热闹非凡 每一个摊位都点着一盏灯 远远望去 那灯影明明暗暗 呼呼闪闪 阴影绰绰的还有买卖人在活动 那阵是不知情的人准得吓一跳 这便有了鬼事的说法 天一亮 这些炼摊的人就会收拾回家 这是不成门的规定 因为天亮后店铺得开门做生意 古安街的人气就是靠这些炼摊的人 经营起来的 店铺的老板与自己人方便自己 所以炼摊的和开店之间从来没有冲突 你都站到天亮了 瞧来瞧去 等什么呢 公爵揉了揉肚子 忽然很委屈的看着我 好饿 我也是 天津玩着手里的石头说 自古黄金有价玉无价 不论说玉石有多贵 只要这东西没有衡量标准 全凭演员去估价 这炼摊上的人巴不得摊位上的东西卖出去 谁会收一块来历不明的玉班质 何况他们即便要出 也出不上什么好价 我看着公爵和田鸡饿得无精打采 心里多少感觉有些对不住他们 真要点到 得找一家店铺 看看人家收不收玉石 天亮以后 炼摊的人慢慢散去 陆陆续续打开的店铺 经营的古丸临络满目 包罗万象 逛了一圈后 突然停在一处店铺面前 金陵夫子庙古丸街 可以说是寸土寸金 能在这里经营一家店铺 想必在古丸这个行的 应该是能站稳脚的人 可眼前这间店铺 足足包下了上下两层楼 一楼主要是经营玉石古丸 二楼不知道用来干什么 这么大排场 想必这里的老板 一定是财大气粗 再往下看 黑漆门楣上 三个古朴无华的大字 韩春轩 鹰家的店 难怪这么豪气 一出手 临街店铺全爆了 公爵笑了笑说 鹰家是谁 我好奇的问 你在鬼事长大 又跟着夜掌柜十多年 鹰魁元这人 你没听说过 公爵吃惊的看着我 好像不认识这个人 就如同我是怪物一般 我茫然的摇头 我跟着夜九卿他们 几乎大部分时间 都在学东西 外面的事 我了解很少 然后我看了看田基 他反应都比我正常 你也认识这个人 认识 田基很平静的点头道 我眉头一皱 就连田基都认识的人 可见来头还真不小 我连忙问公爵 这个叫鹰魁元的人的来历 公爵不慌不忙的说 他在认识我之前 和公爵在佛山顺德界 古玩街收胡索 那个时候 公爵教了他很多世道上的事 说到古玩 无非是见的光和见不得光两种 当然一般值钱的都是见不得光的 因此古玩这个行的事实上是和盗墓联系在一起的 公爵告诉公爵 这个圈子里消息最灵通的是一个女人 但公爵当时并没有告诉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花西双 我一下反应过来 你师父估计是知道这女人不简单 是不想让你和花西双有瓜葛 所以没告诉你 没想到 我们终究还是遇到她 手上宝最多的是叶九卿 公爵点点头 继续说 师父说 圈里但凡有好货 十有八九是出于叶掌柜之手 这是说叶掌柜探目的本事 无人能及 花西双消息是最灵通的 掌柜是出货最多也最好的 这么说起来 英会员应该也是这个圈里的人 他最多的是什么 我若有所思的说 钱 英会员的钱是最多的 但不仅仅是这个圈里 英家的生意很多 各个领域都有英家的产业 但英家向来低调 可我师父说 英家是深层不露 富甲天下这四个字 英家怕是担当的起 公爵说 天地良心 富甲天下这四个字 真要担得起也是咱们三个 什么时候轮到英家 你们想想 那么多遗迹 哪怕有一个没被毁掉 咱们如今还至于 沦落到要饭的吗 天机无奈的苦笑道 这么有钱 我摸了摸下巴 走 去试试运气 既然都是一个圈里的人 指不定还能江湖救急 走进装饰奢华的寒春轩里 我们三个衣衫褂褛的样子 很快引起店员的注意 一个中年人走过来 上下打量我们一番 两位可有看得上的物件 中年人嘴上说的客气 可眼神里多少有些嫌弃 就我们如今这身打扮 怎么看也不像 能买得起店里东西的人 天机就像个二愣子 估计被店铺中 那些精美绝伦的玉石 看花了眼 一个人留在后面观看 老板 我手上有一块骨玉 有劳您给长眼 我们三人流落跪地 一时手紧 听闻韩春轩声明远播 想抵押玉气 五日之内必定来熟 我客气的对店员说 中年人听明我们的来意 脸上的笑意也荡然无存 韩春轩不是当铺 卖玉你们找错地方了 要不有劳您给看看 万一您能看得上眼 多少价您随便说 我还是笑脸请求的 你就是拿个玉鞋 摆着也没有 韩春轩卖的就是玉 从来没有在外人手上 收玉的规矩 这要是传出去 谁还敢相信韩春轩的名号 店员不耐烦的挥手 赶紧走吧 这还有做生意呢 当的一声 一块石头被扔到柜台上 田姬那么贪财 估计是看见韩春轩 这么多珍贵的玉石 都走不动路 那石子是公爵 从结石宫带回来的 不知道田姬要干嘛 你们不收玉 总得收石头吧 您给看看这石头 田姬把柜台上的石头 推到中年人面前 中年人一愣 估计也没反应过来 还是拿起了石头 翻来覆去看了半天 茫然不知所措到 这 这是什么石头 您咋就看不出来呢 来 我给您说说 田姬从那人手里 拿过石头 在灯下一本正经的 指着石头说 您看这石皮 是不是微微透明 而且纹路细密清晰 透过光看 石头里面 是不是有红金 这可是块好石头 田姬说了半天 也没说出来 到底是什么石头 不过对面的中年人 神情倒是有些恍惚 似乎被田姬说动了心 看着田姬手里的石头说 玉器我略懂一二 真实不敢搬门弄斧 要不各位先请一下 我去请店里负责的 给看看 田姬点了点头 中年人离开 转身去后面 我和公爵 默默瞪口呆 你看清楚了 那只是普通的石头 我问公爵道 应该是吧 公爵现在都有些 不太敢肯定 毕竟上好古域 那中年人都不肯瞧一眼 偏偏一块石头 却如此在意 能站在韩春轩 柜台后面的人 这眼力价 绝对不为差 估计公爵现在都有些茫然 没过多久 有人送来三杯茶 大殿就是大殿 这礼数都这么周全 刚端起来喝一口 公爵眉头一皱 赢家还真是有钱 招待不认识的人 用的都是古语前 第一批军山银针 公爵懂茶 一边喝一边自嘲说 就这三杯茶钱给我们 也够大吃一顿 回成都更是绰绰有余 我反正喝不出来 这茶又多金贵 很快从后面走出两个人 前面的是刚才接待我们的中年人 后面跟了一个上岁数 戴眼镜的人 眼镜站到我们面前 态度很客气 手里还拿着那块石头 扫视我们一圈后 目光落到田姬身上 这人的目光好生犀利 让我想到了赵岩 虽然眼泪劲 应该比不上 号称阎王的赵岩 可断一块石头 应该是清醒松松 我拉着田姬和公爵想走 免得被人奚落 自己丢脸难堪 这石头 您打算卖多少钱 眼镜一开口 直接了大 我和公爵顿时目瞪口呆 难不成我们真看走了眼 这石头并非凡品 买多少 田姬转头看我 我寻思从金陵回成都 再带着田姬和公爵吃顿饭 两百块应该足够 生怕对面的眼镜反悔 在田姬面前伸出两根指头 两万 田姬一点头 转身对眼镜说 我和公爵手里的茶杯 差点没掉下去 结果更是让我们意想不到 眼镜二话没说 对身后的中年人点了点头 没过多久 中年人重新回来时 已经把两点钱摆在我们面前 我足足傻愣了半分钟 直到公爵一把抓起钱 拉起我和田姬 往外就走 离开寒春圈 就没敢停 川街过香绕了很久 公爵应该是确定 寒春圈的人追不上我们 才气喘吁吁的停下来 跑 跑什么 田姬上气不接下气的问 一块破石头 我让你卖两百 够回去的路费就行 你开口就是两万 这两人多半是看走了眼 不跑南岛等着被抓呀 我靠在墙上 说着说着突然就笑了 这鹰悔园找这些人 他也能富甲天下 一块石头就能卖两万 这要是让成千手知道了 公爵和田姬也笑出声 特别是田姬 好像很得意的样子 钱多人傻呗 鹰悔园家大业大的 这点钱哪会看在眼里 钱这个东西很万恶 就连我这样对钱财很淡薄的人 如今也知道这玩意的好处 至少两万元放在身上 心里踏实了许多 田姬嚷着要大吃一顿 金陵这地方 田姬比我们熟悉 像他这样粗枝大业的人 居然挑选了一家 叫晚清楼的地方 听这名字就挺有诗情画意 这些天天配流理 又被谢天辉吓得不轻 终于能轻轻松松坐下来 吃一顿饭了 晚清楼雅致 主要经营小吃和江浙菜 以秦怀巴掘闻名 可别小看了秦怀巴掘 可都是几百年老四号的小吃 看着简简单单 可里头门面却大有来头 就比如说六凤居的豆腐脑 是选用上等黄豆磨制而成 既鲜嫩又无黄河浆水味 在所以虾米榨菜 麻油以及酱等 田姬指着桌上的菜肴说 到了金陵 不吃秦怀巴掘 如同梅来 别装了 再精致的豆腐脑 进你嘴里都是一个味 秦怀巴掘就是再好吃 对你来说 不过就是猪脚牡丹 暴天天物 公爵一边笑着说 一边把筷子上的豆干 塞到田姬嘴里 我没忍住笑出声来 田姬咽下嘴里的东西 憨憨笑着 那还真不一样 我贪吃 对吃挺有讲究的 只是跟着你们 能吃饱已经谢天谢地了 你不是贪财吗 怎么又变成贪吃了 别说我和公爵 欺压了你 我笑了笑说 酒色财气 自古不分家 所谓无酒不成礼 我向来饮酒不醉心 田姬今天话 好像特别多 色 这个我扪心自问 一直尽色不乱 你少来 心里还惦记着薛心柔吧 公爵乐呵呵的笑出声来 别以为不知道你怎么想呢 薛心柔走了多久 你心里就想着人家多久 他和我们约定一年后会合 估计你天天都在计算时间吧 没敲出来啊 你小子还有这样的花花肠子 公爵说完 田姬居然没有反驳 民嘴可一笑 一直没发现田姬还有这心思 你原来喜欢薛心柔那种类型 就你这样的脑子 你配得上人家吗 事实无常 指不定他就看着我这样呢 行行吧 咱们就一群蛙木的 你和薛心柔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不是我打击你啊 咱几个要钱没钱 要钱没权 人家能看着你啥 我给田姬倒上酒 笑嘻嘻的说 男儿就该志在四方 别乘天道晚 学着儿女情长 那东西真不适合你 末期少年穷 万一以后我富甲天下呢 田姬吸着手指 不以为然的说 我和公爵几乎同时笑了 就咱们这样的进度 不知道还要毁掉多少地方 这财啊 就和咱们没关系 酒策财器里面 你就剩下骨气了 这个没人说你 你这人当兄弟 真是没话说 我和公爵能认识你 这辈子也值了 我端起酒杯 诚恳的说 来 咱们兄弟 还没这样喝过酒 今晚不岁不归 这酒怎么感觉 稀里糊涂的 公爵放下酒杯 喃喃自语道 怎么了 我问道 公爵若有所思的说 一块石头 咱们卖了这么多钱 你们难道就不觉得奇怪吗 你想那么多干嘛 钱都给咱们了 田姬说 我之前以为 对方看走了眼 看后来 才慢慢静起来 仔细想想 这中间的确很有蹊跷 我说道 你也发现这事 不对劲了 公爵问道 我点了点头 古玩圈这个圈里 要吃上这口饭 靠的就是眼力见 韩春圈是 应悔园的产业 行当里 被公认最有钱的人 这足以说明 应悔园和叶九卿 和花西双一样 他们都是有过人的地方 叶九卿靠的是 他们的本事 花西双能游刃有余 混迹黑白脸道 靠的是他那双 巧舌如黄的嘴 以及通天彻地的关系 英悔园 富甲天下 靠的是什么 当然是眼力 能辨别真伪的眼力 最重要的是 慧眼识人的本事 能被英悔园 看上眼的人 又怎么会是酒团饭袋 这么说 并非韩春圈的人 看走眼 那块石头 难道真的值钱 光觉一听 面色立刻凝重 看向田姬问 你好好想想 那石头上 可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没有什么寻常的地方 我就寻思 毕竟是结石宫的东西 指不定真有宝呢 田姬说 传说中 结石宫金玉满山 事实上 结石宫是修建在金山上 既然是这样 说不定也有玉石 或许那块石头里 有上好的玉 真正打眼的 其实是我们才对 我深思熟虑的说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我实在想不出 还有什么理由 一块石头 能卖这么多钱 哎 你们怎么没事找事 钱都拿到手 管那么多干嘛 田姬打动我的话 来 喝酒 公觉刚端起酒杯 忽然目光冷峻的 扫向我们后面 看公觉这反应 我心里一沉 知道不会是什么好事 转头一看 惊愕的发现 我们来晚晴楼的时候 楼上热闹非凡 坐无虚席 我们玉壶酒还没喝完 而且时间并不晚 二楼上除了我们 居然没有人了 不对劲 公觉话还没说完 我们就听到 有人上来的声音 那脚步声很稳健 在空旷的晚晴楼里 显得分外清晰 直到我们看到 一个戴眼镜的老者 缓缓走了上来 在我们对面的桌前坐下 很客气的 对我们笑了笑 看到这人 我心里咯噔一声 那人居然是 韩春轩买我们石头的 麻烦了 估计是乔出那石头有问题 找上门来了 我压低声音说 吐着干嘛 就上来一个老头 还能吃了我们 装着不认识 赶紧走 天机把头一埋 小声说道 慌什么 咱没头没墙 果安街上的交易 瞧得就是眼力 他们自个儿看走眼 既然钱都过了手 难道还有反悔的力 公觉瞪了我和天机一眼 你这话虽然没错 可毕竟一块石头 卖了人家这么多钱 何况这是金领 我们人生替不熟 而且对方还是 富甲天下的鹰火猿 不是好招惹的主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还是赶紧走 我拉了拉公觉 让他审时毒事 对面的老者 似乎对我们 并没有多少兴趣 点了一些点心 甚至都不再看我们 绕过老者 我们急匆匆往楼下走 刚走到一半 震惊的发现 不光是二楼 整个晚清楼空无一人 外面黑压压一片 沾满了一大群精干的人 赶紧是有备而来 根本没打算放我们走 没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 又回到二楼 老者咬了一口黄胶烧饼 细脚慢咽的看着我们 样子很淡定震惊 不知道怎么称呼您 圈里的规矩 我也懂 霍过着您的手 真假不论 错了是您打眼 也怪不着我们 不过我们也不是存着心 冲着贵号来做事 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还请您包涵 我们三人 我是管事的 有什么您冲着我来 看架势 今儿个不把话说清楚 估计也别想走出去 客气 在家姓姜 夫子庙的同行 给个面子 叫我一声姜无用 城盲婴也看得起 在韩春宣混口饭吃 人老了 就真的变得无用 老者慢慢把一颗石头 放在桌上 正是我们卖出去那颗 您年长 若不嫌弃 我叫您一声姜叔 若是有什么地方不对 还望姜叔海寒 是桌上弹 还是刀口弹 请姜叔给指个道 我不卑不亢说道 不急 婴爷向来好客 已经交代了 各位远来是客 不能淡满各位 晚清楼和这父亲的地方 我已经给包下来 各位吃喝 都算婴爷的了 姜无用依旧笑得很客气 姻爷吩咐 让我无论如何 也要陪好各位 想吃 想喝 想玩 随便言语 保证让各位尽兴 我在心里 暗暗吸了一口气 姜无用越是这样说 事态越是麻烦 我们走到二楼窗边 整整一条街 真的一个游人都没有 下面站立的 全是姜无用带来的人 这哪是陪我们吃喝 分明是不想让我们走 看这样子 真是捅了马蜂窝 按理说 英会员家大业大 也不会在乎这点小钱 何况这样的事 也不应该惊动 英会员才对 真就不明白 就为了两万块钱 治愈这么大阵仗 江叔有话请直说 只要不为难我兄弟 怎么着都行 看样子 这位是管事的 还不知道怎么称呼 顾昭哥 顾兄弟多虑了 英爷好客 向来喜欢结交朋友 英爷就是想知道 这块石头的来历 姜无用把石头 漫步精心的向前推了推 我一愣 来这么多人 就是问一块石头的来历 我和公爵还有天机 对视一眼 石头是从结石宫带出来的 莫非 公爵眉头一皱 这个英会员 莫非看出什么门道来 应该不会吧 那石头普普通通 谁能看出来是从哪呢 天机说 这颗石头 是我们前一日子在海 不用告诉我 英爷想知道的事 还牢固兄弟当面说 江无用打断我的话 当然 英爷不急 可以慢慢等各位 吃好喝好后再说 英会员想见我们 看架势 怕是红门燕啊 公爵小声说 见就见 怕什么 英会员也是行当里的人 怎么也该认识叶九卿 到时候见人 把叶九卿搬出来 我就不相信英会员 不卖给人情 何况他不就是想知道 石头来历吗 随便编一个 就能搪塞过去 我说道 公爵想象 也只能点点头 江无用虽然说的客气 整条街都被他派人围着 我们想跑也跑不了 我刚想答应江无用 田基突然一把 把我和公爵的手摁住 我从北盲山就跟着你们 一路上你们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你们如果把我当兄弟 这意思能不能听我的 从来没见过田基这样郑重 我和公爵点了点头 你说 听你的 田基投往窗外的秦淮河 摸了摸下巴 很干脆的说 跳下去 我和公爵一愣 很快意识到田基是认真的 乌然很无奈的笑了笑 我们三人硬着头皮 直接从二楼跳入秦淮河中 还好水流不及 很快就游到了对岸 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看到秦乌用面色凝重 站在窗边 估计他也没料到 我们三人居然会跳水 江吴用手一挥 冲着楼上的人 竟然纷纷跳入河中 街道上的人 也向我们迂回过来 田基拉着我和公爵 撒嘴就跑 很快就消失在街巷之中 渐渐的我发现 田基对这里 似乎异常的熟悉 田基带着我们跑了好远 躲在一处巷子的深处 浑身湿透 在夜风中瑟瑟发抖 我插着油 大口喘息道 见没人追上来 才松了一口气 干嘛要跳河跑啊 英火源是圈里的人 不可能不认识叶九卿 咱们就是把话挑明说 他也得给叶九卿面子吧 我靠在墙上问田基 何况英火源一上来 虽然阵仗大 可人家也是先里后兵 当着面把事情说清楚 这事就算了 现在咱们这么一跑 没事也变成有事了 这里是金流 不是成都 而且落在英火源手里 这可是鸿门宴 进去容易 想要出来 田基欲言又止 你怕 公爵来回瞧了田基半天 突然冲着我笑了 他居然在怕 公爵这么一说 我也发现田基脸上 竟然真的有惧怕之色 还有能让你怕的人 你小子多半没说实话吧 我只是田基问 是不是英火源 曾经在他手上犯过事 怕被他认出来 我杀了英火源的毒死 田基话一出口 我和公爵脸上的笑容 瞬间凝固住 啥 啥时候的事 快三年了 我就是在金灵洞上 这要是被英火源抓住 我怕以后就见不到你们了 田基挡到头 声音低沉的 难怪田基会怕英火源 换了是我 我也怕 就是我和公爵都没想明白 田基这样憨厚老实的人 怎么会动手杀人 而且田基虽然是害怕 但神情中更多的是焦虑和烦躁 却没有丝毫的懊悔 这地儿不能留了 我们得赶紧回成都 我说道 忽然听到脚步声 向我们走来 步伐沉稳警觉 田基事宜我们退到墙后 月色下就看到一个人影慢慢地延伸过来 这里到处都是英火源的人 一旦发现我们踪迹 想要逃出去 根本不可能 等那人走过来 田基先下入围墙 伸手锁喉 另一只手向那人后径立劈 想要瞬间击晕这个人 没想到田基一出手 那人反应竟然不慢 扣住田基的手腕 用的是擒拿搏击的手法 田基一惊 把那人拉到墙后 月光照到那人脸上 疯 田基大师一惊 还没叫出声 就被乔方一把捂住嘴 警觉地看着外面 确定没动静后 神情严峻 压低声音 招呼我们跟他走 春堂过巷 乔方把我们带到岸边 停着一艘秦淮河上常见的游船 乔方让我们上去 船离了岸 我们悬起的心 这才放下 方子 够意思 今儿要不是你 我们估计还真跑不了 田基笑嘻嘻地说道 我们和乔方约好的时间 是三天后 在丧花溪见 丧花溪被烧后 我们还没来得及通知乔方 在船上 我慢慢平静下来后 忽然眉头一皱 你怎么会在这里 乔方一直神情很低沉 上船这么久 一眼也不发 这才两天没看到他 乔方整个人 却憔悴了很多 风掌的胡须 和凹陷的眼眶 可见这几天 他很疲惫 乔方摸出烟盒 点燃一支烟 深吸一口 抬头看着田基问道 摇摇取局到底是什么 我们三人顿时愣住 乔方一上来单刀直入 我们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做大 方子 不是告诉你 这事你最好别瞻 你做什么事 我都制止你 可这一次不一样 你再不回头 天都要被你捅破了 乔方声音急促道 天 天早就捅破了 天机囊的头 然后看看我和公爵 他突然笑起来 拍拍乔方的手 兄弟 不瞒你说 这一次 我的确捅娄子了 而且捅得还不小 我问过人 说是我干的事 此个七八四都不嫌多 你 你都干了什么 乔方称呼结舌的 盯着天机道 也没什么呀 说他就他 有的是莫名其妙就给毁了 到最后都算我们头上 天机一脸苦笑道 说了半天也语无伦次 最后拍了拍乔方的手 哎呀 咱们都是一个战壕出来的兄弟 我什么样的人 你心里清楚 总之就一句话 所见犯科的事 我不会干 我做的每一件事 都对得起自己良心 就是因为我知道 你不是那样的人 所以才担心你 你让我查得要求一档案 我就随口一问 当天下午 我就被停止审查 乔方忧心重重的说 不管你在干什么 你接触的都是 你不该知道的 收手吧 你现在是在玩火 天机看看我和公爵 我点点头 天机的朋友 我当然相信 并不是想瞒着乔方 只是不想他被牵连 现在看来 似乎已经被牵连了 对于117局的详细情况 我们也不清楚 只知道117局的前身 是一支骁勇善战的部队 在成立117局之后 这支神秘机构 拥有在当时 难以想象的权力和资源 并且游离在部队编制之外 只有极少数人 知道这个机构的存在 田机心平气和的 对乔方说道 作战部队再神秘 都会有番号 可117这个番号 从来没有在军事中出现过 乔方一头雾水地问道 117局是用来完成什么作战任务的 117局不是作战部队 成立后 从全国各地召集各领域顶尖人物加入 这个神秘的机构 也然是国家机器下 最为庞大和精锐的考古部队 我对乔方说道 117局的任务 就是负责接管 并且挖掘研究 不为人知的重大发现 考古部队 乔方张着嘴 烟刹从嘴角掉下去 考古干嘛要不对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总之117局涉及的 都是极其机密的考古发现 田机担心地问乔方 早知道就不该问你了 最后把你也牵连了 我们之间 别说什么牵连不牵连 你让我查117局的档案 在我前线能接触的档案中 没有117局的记载 我不能接触到的 就属于绝密 但我检索过档案目录 也没有发现 117局的档案归类 乔方说道 仔细想想 这也正常 117局如此隐蔽 又怎么会留下档案让人翻查 公爵说道 我开始还以为你们说错了 结果下午就被停止审核 翻来覆去问我 为什么要检索117局 乔方深吸一口气说 我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 不过应该没相信我说的 一直问我 从什么地方得知117局 我担心会牵扯到你们 所以一直没通知 那你怎么知道 我在这儿 天机问道 今天一出门 我就发现被人跟着 而且还是英会员的人 我就猜 英会员多半发现你的足迹 我甩掉身后的人 偷偷跟他们后边 就看到你们上了晚清楼 你被停止审查 还能出来 公爵问 挺你值得 是你爸爸 你该不会傻到 直接去问你爸 天机大师已经问道 乔方点了点头 你脑子咋就比我还不好使 你爸负责军事研究所 他什么性子 你还不清楚 你不是自个儿 往枪口上撞 天机重重叹了口气的 如果连我爸都不知道 那研究所里 也不会有党记载 我虽然被停止 不过也不是没有收获 你问到什么了 我们眼睛一亮 我爸说 117局是永远不能公开的机密 让我千万不要碰 想都别想 不过我爸甚至还没你们知道的多 他都说不清楚 117局到底是干什么的 那他怎么知道117局是机密 公爵问道 我爸回忆 在几十年前 他还在军校任教官 有一天 有人来军校挑人 来的人虽然穿着军装 可是既没有奸章 也没有军衔 只有在凶前 有一个117局的番号 所以我爸一直记忧心 当时上级要求军校全力配合 负责接待的便是我爸 他说 整个过程 上级都要求他散步 什么散步 我问道 在117局的人 挑选人的过程中 不问原因 不问细节 不问去留 乔方不慌不忙地说 全程都是我爸协助 挑选了好几天 上级的军校 卷只选出两个人 不问去留 我重重叹了口气 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最后去了什么地方 你爸也不知道 不知道 不过我爸记得这两个人名字 我虽然无法接触到机密的档案 但军队编制内的军人档案 我却可以调远 乔方笑了笑说 你查到这两个人的下落 我们惊喜地问 我查到他们的档案 奇怪的是 从军校离开后 他们的档案上剩下的全是空白 这几十年过去什么地方 从事什么任务 隶属哪支部队 没有记载半个字 其中一个人叫吕建国 档案上写着阵亡 但日期和地点不详 而另一个叫贺阳 活着的 田基刺探性地问 活着 而且贺阳就在金陵的军区疗养院 乔方把地址交给我们 他是唯一一个和117局有关的人 你们想了解117局的情况 或许能在这个人嘴里 得到你们想要知道的事 按照乔方提供的线索 我们第二天去军区疗养院 用身上的钱买了衣服换上 再带上一些水果 门卫哨兵听说我们是来看望贺阳 加上乔方事先已经打电话过来 很顺利地进入了疗养院 在阳光明媚的草坪上 护士指着坐在长椅上的人 告诉我们 那个就是贺阳 我们这个角度 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乔方说贺阳从军校被挑走时间 才23岁 档案中有30多年的空白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干了什么 就像是人间蒸发一般 再一次出现 就是在这所疗养院 我们本想走过去和贺阳交谈 可他身边却坐着一个女人 或许是他的亲人 那女人削着水果 然后一半一半喂给贺阳吃 我们只能看到这两人的背影 可奇怪的是 我始终没看到 他们之间有谈话和交流 英伟员现在应该到处找我们 金陵这个地方不能久留 得想办法把那个女人引开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 要问贺阳 我心急如焚地说 我去引开那个女的 你们抓紧时间问 田基说 算了 还是我去 你这人太老实 别人多问你几句 规矩的穿帮 公爵说道 我点点头 让公爵想办法 为我们拖延一个小时 我尽量从贺阳嘴里 多问出点消息出来 公爵激紧 而且崇慧 这点事情应该难不倒他 公爵走过去 消水果的女人抬头 我突然发现公爵脸色大变 目瞪口呆地望着那个女人 样子茫然而惊恶 公爵慢慢看向我们 他好像被震惊得完全反应不过来 消水果的女人应该是留意到公爵的目光 身子转过来时 当我们看到那女人的脸时 顿时也大吃一惊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 还是在成都的茶社 她是一个很灵秀的女人 有一种轻柔围骨 婉约成诗的感觉 举手投足之间 是一种笑看风云淡的从容 公爵 我们做梦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看到公爵 当我们站到公爵身边时 她也震惊无比 但渐渐平静下来 重重长叹一口气 很慈爱地拉住公爵的手 看来你已经知道了 公爵是前辈 在盗墓这个行当中 千鸡匠就是一个传奇 能开启天下机关的女人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 并没看出公爵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这个女人的从容和婉约 这些特质 或多或少 我也在公爵身上看到过 但随着我们一步步查探的深入 这才渐渐意识到 公爵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她出现在这里 事实上已经证明了一些 我们一直揣测的事情 前辈 你也是117局的人 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公爵的反应很平淡 但是身边的贺阳 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抖动一下 我这才留意到身边这个老人 贺阳神情呆滞地坐在长椅上 头无力地拍在肩膀上 嘴角流淡了口水 涣散的目光看上去混沌空洞 但听我说出117局的时候 他身体抖动一下 目光明显短暂地恢复了光彩 但又很快地黯然消失 你们能找到这里 说明已经接触过117局 公爵懊悔地看着我和公爵 歉意地说道 我不该让你们牵扯进来 关于117局的事情 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 在成都的时候 您和掌柜欲言又止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 你们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们 想必就是117局吧 不是故意瞒着你们 我和叶哥也没想到 最终还是会牵扯到117局 公爵深吸一口气 默默点头道 师父 事情恐怕比您想的还要理气 您可知道昆仑金缺 公爵问道 知道 在117局的时候 我们发现过这个地方 可是始终没有找到 昆仑金缺的确切位置 您去过 公爵说道 我们找到了昆仑金缺 正是那座兵宫 事实上就是月宫九龙坊 停播的传播 在昆仑金缺中 我们还发现 40年前 有一批人 比我们先到过这里 其中就您 我说道 我 我去过 公爵大吃一惊的 不光您一人 还有叶掌柜 当时开启昆仑金缺的 一共13个人 可离奇的是 最后这些人 全都失去这段记忆 就如同您现在这样 根本不知道 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公爵说道 还有万象神宫 在万象神宫被117局 开启之前 曾经有人进去过 时间是崇祯十一年 万象神宫 在明朝就开启过 公语越听越震惊 师父 117局到底在追查什么 为什么您会一直瞒着我 公爵蹲下身 目光恳切地问道 不是我不告诉你 是不想你牵扯其中 公语深吸一口气 看了看我们几个人 沉默了片刻 终于说出那段 不为人知的往事 公语告诉我们 他的记性越来越差 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楚 大概记得四十多年前 一天雨夜 有一个穿着斗篷的人 来找他 斗篷压得很低 他看不到那人的脸 只知道是个男人 他交给公语一个青铜球 上面有奇怪的文饰 那些文饰很精美 但并不是传统气血上的图案 公语还是第一次 看到这样的文录 那人请公语帮忙 开启青铜球 公语这才知道 青铜球是可以转动的 那时候有生之年 见过最精密 也最神奇的机关 那青铜球 犹如魔方一般 可以任意转动 上面的纹路 也随之改变 组合成全新的图案 在没有任何提示情况下 青铜球 有无穷的变化方式 公语说到这里 目光中充满了骄傲 您解开了青铜球上的机关 田机问道 公语点点头 在他记忆中 那神奇的青铜球 让他至今难以忘怀 他用尽毕生所学 在开启青铜球那刻 整个房间被映射在 绚丽夺目的光芒之中 我看到一条由光运构成的飞龙 展开双翅 神奇的在我眼前翱翔 公语声音有些激动 我一眼就认出那是羽龙 月宫九龙坊的标志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坚信月宫九龙坊的存在 那人给您留下一张邀请函 让您在约定好的时间去格尔牧 并且承诺会向你证实 月宫九龙坊的存在 我接过公语的话 对 我去了格尔牧 可再也没看到那个人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公语遗憾的说道 公爵和田机都看向我 很庆幸公语见到那人时 带着雨坯和斗篷 否则公语会记住 四十年前 让他开启青铜球那人的脸 然后公语会如同凌霄阁一样惊恐 那张脸如今就再一次出现在他眼前 而且没有任何改变 从公语的描述上看 让公语破解青铜球的人 应该就是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 那个神秘招募者 再然后的事 我们都比较熟悉 红霾山下发现遗迹后 117局全面接入 并且接管 公语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招募进117局 有一天 一个穿军装的人来找我 给我看了好几张照片 那是从高空俯拍的照片 在大漠深处 用条形风石 拼奏出一条硕大的雨龙 那人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 要知道 那可是流传了上千年的传说 那艘翔翔在月夜下的月宫九龙坊 太让我入迷和好奇 所以我就答应加入117局 那是红白山下 发现的万象神宫 后来呢 后来发现什么事了 我原本以为 可以揭开一个传说 可随着事态发展 我才意识到 事情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如果可以 我宁愿从来没有参与过 公宇的神情 渐渐变得凝重 长时间的沉默 他的思绪 似乎又回到 那段他不愿意提及的过去 公宇告诉我们 他随同那名军人 到达了红白山 并且在那里认识了很多朋友 其中就有夜九卿 灵然和灵溪 在夜九卿的协助下 117局 找到开启万象神宫的办法 公宇是第一批 进入万象神宫的人 开始还很顺利 所有人都被万象神宫所震撼 没想到 在沙海之中 居然会有这么庞大的建筑群 更让人吃惊的是 在万象神宫中 看到长眠的女人 而且这个女人 居然还有生命迹象 公宇开启了 通往后面的石门机关 事实上 他也开启了死亡的大门 但那个时候 在万象神宫的人并不知道 死亡正一步一步向他们逼近 在天泉宫 发现大量的壁画和碑纹 这些纹色和图画 似乎能揭开万象神宫的秘密 壁画和碑纹上都记载了什么 我急切地问 我们在天泉宫里什么都没发现 壁画和碑纹全都被117局搬运了出去 公宇摇头 失望地对我们说 117局很神秘 人员等级相当森严 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负责外围警戒和封神的人 这一部分都是精心挑选的士兵 第二部分是参与挖掘和研究的人 公宇和叶九卿还有凌燃 就算这个部分 第三部分是掌握117局绝对权力的核心人 这一部分人数量很少 但只有这一部分人能接触到不为人知的机密 那些壁画和碑纹被发现后 立刻和被发现的神秘女人一同运速出去 上面的内容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公宇说道 后面的事情 公宇描述得很简单 甚至还没有我们知道的详细 因为公宇是随着壁画和碑纹一同撤离万象神宫 他很幸运地逃过了后来发生的屠杀 公宇回忆 他离开万象神宫后不久 家门就传来密集的枪声 他是后来才知道 留在万象神宫的士兵和没来得及撤退的人 遭遇到袭击 一号手掌受伤 被轰诉出万象神宫后 接到命令 封闭万象神宫 一号手掌受伤 我一愣 就是招募我进117局的人 他是117局最高负责人 没有人知道他名字 我们都叫他一号手掌 公宇说 一号手掌离开万象神宫的时候 只是受伤 我加重语气问道 我看到他从万象神宫被抬出来时 盖着白布浑身是血 那 那您凭什么肯定 一号手掌不是死了 天机问道 死了 公宇很茫然地看着我们 然后肯定地回答道 当然没有死 我后来还和他一起公事了很多年 公宇 话一出口 我们三人全部都乱住 一号手掌就是顾远山 也就是我的父亲 杨勋拍摄的胶片中 清楚的记录 父亲在万象神宫时 遭遇攻击 伸手异处 他原本在那个时候 就该死了才对 一个头都断了的人 怎么可能继续活着 我揉了揉额头 没有打断公宇 听他继续说下去 公宇一边给旁边的鹤羊 喂水果 一边声音平缓地告诉我们 万象神宫被封闭后 所有人全都回到了基地 可他却没有看到叶九卿和灵溪 最开始 他以为他们都死在万象神宫 在基地中 公宇才意识到 117局射击的 远远不止一个万象神宫 这个神秘的部门 一直都在追查月宫九龙坊 就是在基地 公宇看到了昆仑金缺这个地名 后来才知晓 这个地名是从后来带回的壁画 和碑文中破译出来 但具体的位置始终无法查探到 从万象神宫抄露的御台地图 被凌然看出 上面所绘的是九州龙脉图 而且还多出三条 凌然推断 月宫九龙坊 或许和消失的龙脉有关 其中一条龙脉 正好是红白山 而万象神宫中 有月宫九龙坊存在的痕迹 因此 117局全力追查 剩下两条龙脉 在凌然的协助下 很快发现向辽东延伸的 很可能是大清龙脉 但这条龙脉 自从大清问鼎天下后 就变得扑朔迷离 家之御台上这处龙脉 最终走势被抹去 117局拍出大量人 深入辽东 也始终无法找到 这处龙脉的确切走向 另一处在东海 117局找到了吗 公爵问道 另一处龙脉没入海底 凌然也无法查探 我是那个时候 得知灵溪在万象神宫中 遇袭身亡 而叶九卿 也因此退出117局 没过多久 凌然也按人神伤 离开117局 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 也安久有了重大突破 什么突破 你们可知道 蓬莱仙岛 公爵问道 当然知道 蓬莱仙岛其实并不是传说 从万象神宫破译的碑文中显示 在东海的确有一座在海底的岛屿 但没有人知道 这处地方到底在哪里 蓬莱仙岛是不是这样的 我连忙从身上拿出祭林留下的绢布 上面正好会有图案 公爵接过去一看 顿时激动的点头 告诉我们 画上所绘的和天拳宫壁画上图案一样 画面上云雾缭绕 望之如林高空 恍若神仙宫阙 如能登上高阁 如飘摇云表 但见有天无地 却有超尘出世之感 可谓人间仙境 117诀研究这幅画很长时间 但始终无法搞清 画中的建筑代表什么意思 甚至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 公爵说道 师父 蓬莱仙岛不是岛屿 而是被修建在东海的一处建筑 修建在东海的建筑 谁修建的 公爵追问道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威王 召集全国数以万计的工匠 在东海某处修建50年 而地点便是后来传说中的蓬莱 这处地方之所以一直找不到 是因为蓬莱在一处 中年迷雾笼罩的海域 即便再猛烈的海风 也无法吹开厚厚的雾气 我巨细无疑地告诉公鱼 只有在特定时候 牛会短暂散开 这个时候会看到一座 威鹅耸立在海面上的七层阁楼 里面有妖物镇首 除了神仙之外 凡人不能登顶 但能清楚听到 从妖阁里传入来的妖银 被称之为妖塔 公爵指着圈布上的图案 对公鱼解释道 就在妖塔下面 便是船门中的蓬莱仙岛 那是一座 中年沉浮于海底的岛屿 只会在特定的时候 从海底升起 而那些消失了五十多年的工匠 一直在海底之中 修建一座庞大的宫殿 蓬莱仙岛在海底 公鱼大吃一惊 扎着公爵的手问道 难道你们找到了蓬莱 没有 不过我们却在东海中 发现另一处海底建筑 公爵摇头道 还有另一处 公爵点点头 把我们发现 结石金工的过程 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公鱼 之前我们一直揣测 结石金工的出现 或许和月宫九龙房有关 现在看起来 这个推断是正确的 出现在东海的蓬莱仙岛 应该和月宫九龙房有关系 这样就能解释 为什么十二祖神 会在秦朝突然出现 我说道 前辈 您刚才说 一一七局在查探 另一条龙脉时 有了重大突破 难道一一七局 发现了蓬莱仙岛的位置 田基问道 公鱼慢慢摇头 他继续对我们说 另一条龙脉 没入东海 一一七局 拍出大量人手 试图寻找东海海域 一直都没有收获 而另一方面 一一七局 一直想要苏醒 从万象神宫中 被带回来的女人 这个长眠千年 却有生命迹象的女人 或许是解开一切的关键 直到有一天 一丝无意的尝试 让这个女人 有了复苏的迹象 虽然没有苏醒 但监控仪器显示 这个女人身上 有两处奇异的共鸣 一一七局追查 这个女人相互共鸣的地点 其中一处 便是在东海 我们探查到 一个共鸣的方位 但始终无法错定 去其的位置 借助声波 在雷达上 我们在东海海底 的确发现 一处不寻常的区域 可是持续了 很短暂的时间 就消失了 派出的潜水员 也并没有任何发现 本想加大探查的 面积和力度 可是那个女人 发出的共鸣 很快就消失 而声波 再也没有了反应 一共有两处 共鸣的地方 一处在东海 另一处在什么地方 我问道 罗布泊 公鱼脱口而出 听到这里 我心里开始 莫名的紧张和激动 我们在117局 地下基地中 从遗留的文献中 曾经看到过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117局 在发现万象神功后 一直秘密研究 带回来的东西 可惜因为 玉石地图被损毁 进展极其缓慢 直到再一次 有了重大发现 那也是117局 第一次接触到真相 让117局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真相距离 发现万象神功的位置 不过1200多公里 但是这并不遥远的距离 117局 却足足用了 十多年才找到 在档案中 并没有直接说出 117局 到底发现了什么 我们是经过推测 才知道 117局的发现 和罗布泊有关 这个对于大多数人 都陌生的地方 对于我 却有特殊的含义 但那些遗漏的文献中 却并没有记载 后面的事情 117局定位了 共鸣的来源 大致范围在罗布泊 一号首长 要求117局 对整个罗布泊 进行搜索探查 终于精确地 定位出 共鸣的地点 东京41.43度 北纬88.44度 我深吸一口气道 你 你怎么会知道 这处坐标 公鸣大吃一惊 前辈 您刚才说 罗布泊实时 搜索查探的命令 是一号首长指挥下的 他不是在 万象神宫中 就受伤了吗 我没有回答公鸣 急切地 问另一件事情 一号首长 在万象神宫中 的确受伤 而且伤得不轻 我是在一年后 才又见到他 这么说 117局 一直都有 一号首长 在指挥 我问道 公鸣肯定地 点了点头 田急和公爵 都默不作伤地 看着我 公鸣越是肯定 整件事情 就越诡异 我慢慢拿出 一张照片 放在公鸣面前 前辈 这个人 是不是117局的 一号首长 公鸣低头 只看了一眼 就认了出来 是的 我后来才知道 一号首长的名字 他叫顾远山 你 你怎么会有他的照片 师父 您最后一次 见到这个人 是什么时候 公爵问道 1965年 约14号 公鸣想都没想 就说出了一个日期 这都是20年前的事 没想到公鸣 还能记得如此清楚 可见这个日期 对他来说 一定有很特别的意义 我正想开口问道 突然震惊地 看向公鸣 1965年5月14号 这个日期 对我来说太熟悉 我第一次见到 是在父亲 让我销毁的笔记中 那半截被烧焦的照片上 便有这个日期 这是第二次空投 河豹的时候 而我父亲 当时距离靶心 只有40米 在这一天 我父亲 应该死于河豹才对 可公鸣却说 最后一次 看的我父亲 是1965年 5月14号 公鸣能在这个时间 看到我父亲 就说明 公鸣当时 也应该和我父亲 在一起 我吼杰蠕动一下 面前的公鸣 早在20年前 和我父亲 一起死于河豹 那现在 坐在我们面前的 又是谁呢 我脸上的异样 并没有被其他人看出来 所有的一切 又回到最初的开始 这个日期和地点 足足困扰了我十多年 至今我都未想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没有直接问出口 对面的公鸣 或许是解开 这一切的关键 同时 公鸣也是我们 揭开117局 神秘面纱的突破口 公鸣一边擦拭 鹤阳的嘴角 一边继续告诉我们 在罗布泊 发现共鸣点后 117局开始转移 把研究基地 重新设置在 距离罗布泊 共鸣点的地堡之中 并且开始对共鸣点 进行周敏细致的探测 可奇怪的是 任何勘探设备 只要靠近目标区域 就会受到极其强大的干扰 同时派遣的人员 全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脑损伤 他是我在117局的战友 公鸣看着鹤阳 对我们说道 他们所在联队 负责对共鸣点外围清理 鹤阳他们 算是能接触到 117局核心机密的人 但是这些人到过现场的人 没过多久 就出现毫无征兆的死亡 解剖过尸体 完全找不到死亡原因 但仅仅有少数人活下来 但大脑损伤严重受损 就变成了他这样 为了一处没有经过 证实核实的地点 就派出这么多人查探 天机问道 万象神功不过是一处一迹 即便里面有经人发现 归根结底也是考古发现 为什么会动用这么多人力物力 追查共鸣点 公爵也大为疑惑道 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 在万象神功中 发现那些壁画和碑文 只有极少数人能接触到 据说从特异的文字和图案中 发现了一件震惊红色王朝高层的事情 所以才会有117局的存在 这个神秘的部门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不惜一切揭开整件事情的真相 公爵说道 你们也不想想 就单单万象神功中发现的灵璇 他可是沉睡千年不死的人 就凭这一步 恐怕就足够117局 不遗余力地追查 何况那些壁画和文字的内容 一直不公开 可见上面记载的东西 或许比千年不死的灵璇更加重要 我若有所思地说 师父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罗布泊一直被人称为死亡之海 当地人认为 那是一片被诅咒的地方 事实上 关于诅咒的说法 就在117局里疯传 所有被派遣进入共鸣点的人 都如同被诅咒一般 要么死得不明不白 要么就如同贺阳这样 记忆力快速地衰退 渐渐变成痴呆 最麻烦的是 任何设备仪器 只要进入目标区域 就会受到严重干扰 根本无法正常使用 为什么会这样 田基问道 我们推测 在共鸣点的地下 应该潜藏什么地方 一直守护共鸣点 不让任何人靠近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一号首长决定启用596工程 596工程是顾眼山启动的 我瞠目结舌地问 596工程 就是红色王朝 在罗布泊 额报实验的代号 在当时 这个工程是高于一切的机密实验 但万万没想到 启动这个工程的 居然是我父亲 光鱼点点头说 常规手段 根本无法探测共鸣点 加之117局 伤亡严重 因此 一号首长决定对共鸣地 实施定向核报 试图摧毁那些不明的干扰员 等一下 前辈 您刚才说 对共鸣点实施定向核报 可 可在罗布泊第一次核报 仅仅是实验 那个时候 还没有掌握成熟的核报技术啊 天机一脸疑惑地问道 真相从来只有少数人知道 就如同你们一直认为的596工程 事实上 不过是117局为了探测共鸣点 对外现成的借口而已 公鸣压低声音对我们说道 117局在发掘万象神功后 到再次发现罗布泊的共鸣点 中间足足研究了十年时间 核报技术早就在这十年间被复制出来 复制 公爵大吃一惊 那些壁画和碑文上记载的内容 超乎你们的想象 通过破译上面的内容 117局得到大量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 其中并有超常规的毁灭力量 甚至超过了核报威力 我们听完面面相去 公鸣的话 也从侧面所证了薛新柔告诉我们的事 难怪中青局一直加强对罗布泊的监视 并启动冤尾花计划 没想到117局居然隐藏了这么惊人的秘密 当年在罗布泊进行的一切 知道的人少之又少 外界只知道 在1964年10月16号 红色王朝成功在罗布泊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公鸣说道 中青局为了了解罗布泊真相 不惜请求这个地方派出静止轨的卫星 全天候监视 可最终得到的结果 也仅仅是红色王朝第一颗核爆实验成功 我摇头苦笑道 真相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能让你们知道的就一定不是真相 公鸣不置可否地告诉我们 核爆的真正意图 是为了摧毁共鸣点的不明干扰 因此实施的是定向爆破 但考虑到威力过于巨大的话 担心连同共鸣点一起被摧毁 因此把当量控制在2.2万吨天地 那是相当于4.9级地震的爆打当量 但结果让所有当时参与这个计划的人 大吃一惊 核爆范围的冲击不到两公里 天机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你们怎么知道 公鸣一脸惊讶道 师父 说来话长 我们在探寻月宫九龙坊的过程中 认识了一个女孩 她的父亲曾经参与过一个叫渊伟花的计划 计划的内容就是监视并且弄清 当时在罗布泊发生的一切 渊伟花计划 公鸣感慨万千的淡淡一笑 中情局还真是煞费苦心 其实当时17局一直都知道中情局这个计划 但并没有理会 反而将计就计 借中情局把596工程坐实 让外界都相信596工程不过是一次核爆实验 后面的事情 我们虽然从薛新柔那里已经知道 但远没有公鸣告诉我们的详实 对共鸣地点的定向核爆之后 以核爆中心为原点 冲击波被丝毫不差的控制在两公里之内 公鸣说117局在爆炸后 得到的冲击监测图 显示冲击波被禁锢在一个两公里的规整原形之内 可见在共鸣区域有超过核爆强度的力量 在保护这片区域 从而也第一次证实 共鸣的确切地点就在这两公里的范围之内 共鸣的区域因为有未知能量阻隔核爆的冲击波 并没有达到一次性摧毁外围干扰的目的 反而让干扰突然加剧 即便是相隔几百公里外的监测站 所有仪器设备全都损毁 这么说 还是没办法靠近共鸣区 我问道 事实上 596工厂还是举得重大突破 在第二天 117局观测站发现 从共鸣地点持续不断的强大干扰 再逐渐减弱 一些设备和仪器第一次可以正常使用 但目标区域的辐射是致命的 暂时还不能进入 因此只有远纪律监测 发现了什么 令人惊奇的是 仪器居然从共鸣区探测到大量水雾 公鸣回忆起当时发现的事 脸上还是浮现出莫名的激动 罗布泊曾经是国内第二大内陆湖 后来因为河流量减少 周末沙漠化严重 才会使迅速退化 导致完全干涸 但导致罗布泊干涸的原因一直不明 河爆后出现的水雾 是大量水从地表出现 想必是河爆一定程度上 摧毁共鸣区的不明能量 因此我们推断 罗布泊并非是干涸 而是大面积湖水 完全沉没在黄沙之中 我们没有打断公鸣 静静的听他说下去 随着时间推移 监测到的水雾越来越多 短短一天时间内 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 居然神奇的重现大面积湖水 而且深度超乎想象 更让人震惊的是 在湖水之中 一气居然探测到建筑的轮廓 这次发现让117局上下欣喜不已 谁都没想到 在距离万象神宫 一千多公里的沙海下面 居然还有一座神秘的遗迹 听到这里 公爵突然看到我 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找万象神宫的时候 遇到那一对外国夫妇 我点点头 我也想到这件事 当时那对夫妇告诉我们 斯坦因一族潜行研究万象神宫 他从西域带回的壁画中 发现了拿着骷髅权杖的飞天 最开始我们一直认为 这个被称为明飞天的人 就是万象神宫中的灵璇 可斯坦因却因为发现 这个飞天在好几处壁画都出现过 而且壁画年度跨度很大 但相互之间又没有传承 斯坦因就是在这个时候 推色中西域中的宫殿 是真实存在的 就连那个拿着骷髅群杖的飞天 也未必是神话中的天人 而是实实在在就存在的人 同时 斯坦因在一幅壁画中 见到这个飞天 站立在一处独特的西域古城上 而下面全是前程膜拜的信徒 但那处西域古城的造型 和其他西域建筑风格迥异 更像是宫殿 所以斯坦因推断 在西域沙海之中 应该有两处不为人知的宫殿 一处是我们已经发现的万象神宫 而另一处 我们一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根据斯坦因的研究 这两处地方修建风格完全不同 最后发现的壁画上 飞天所站立的古城 应该有一处高耸的祭台 在这个祭台的顶端 有一个完全没在西域文化中 出现的标志 雨龙 公鱼点点头 肯定的对我们说 日渐减弱的干扰 让117局的设备和仪器 可以正常运转 在水雾中 我们探测到建筑的轮廓 渐渐勾画出一座完整的仪迹 就和你们说的一样 这座仪迹的中心 有一处高耸的祭台 在顶端是一条 招展双翅的飞龙 雨龙是月宫九龙坊的标志 难道在罗布坡发现的遗迹 也和月宫九龙坊有关 天机问道 万象神宫的存在 足以证实月宫九龙坊的真实 而长眠在万象神宫 千年不死的女人 虽然有生命迹象 但117局用尽办法 也无法让这个女人苏醒 可神奇的是 就在罗布坡遗迹出现之后 这个女人突然有了复苏的迹象 这个女人是灵家仙祖 她叫灵璇 我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具细无疑地告诉宫羽 灵璇最后有没有惊醒 差一点 宫羽神情黯然地摇头 沙海之中 为什么有两处遗迹 都和月宫九龙坊有关 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原因 原本指望灵璇苏醒后 揭开所有秘密 可谁知道 却发生了一件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灵璇和月宫九龙坊 有着直接关系 如果他能苏醒 或许跨越几千年的秘密 便可水落石出 宫羽说 在罗布坡遗迹出现后 灵璇便有了苏醒的迹象 记得薛千柔告诉过我们 他爷爷从昆仑金圈回去后 就神志不清 唯一一次清醒的时间 正好是117局 对罗布坡核报的时间 他爷爷和灵璇 都是在同一天清醒 而薛初桥和灵璇 都和月宫九龙坊有关 月宫九龙坊 当时 当时就在罗布坡的遗迹中 公爵突然震惊无比的说 灵璇修万象神宫 就是为了让万象神宫停躲 他一直在等待的人 应该也是月宫九龙坊上的人 灵璇沉睡千年不醒 唯一能让他清醒的 只有一个原因 月宫九龙坊重现 我也反应过来 那艘传说中的宝船 居然一直潜藏在 罗布坡的沙海之中 遥遥气急的核报 让月宫九龙坊重见天日 从而也让那艘和这些船 有关的人全都清醒过来 可是 可是薛仙柔说过 他爷爷仅仅清醒了一天时间 就恢复了之前神志不清的状态 而且从那一天开始 他爷爷身体每况愈下 没个多久便与世长辞了呀 天机大为不解道 前辈 后来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 我连忙追问道 公宇神情黯然的点点头 塞罗布坡出现的遗迹 本来让117局所有人都兴奋不已 可是共鸣区域的辐射太强 根本不可能马上派人进去勘察 而且共鸣被核报摧毁的不明干扰 竟然在一天之后又重新恢复正常 遥遥气起当时得出一个惊人的推断 在发现的遗迹中 或许还有存活的人 那些不明的干扰 似乎是在短时间内被修复了 所有的设备和仪器 立刻再一次失去效果 对目标区域的观察 只能借助常规手段 但核报后的尘埃 完全阻挡了视线 根本无法看清 共鸣地点的一切 拍出飞机试图航拍 但只要靠近这个区域 所有电子设备都会离奇失灵 那片被黑雾笼罩的区域 一如是真正的死亡禁区 一天之后 不明干扰就会重新出现 我若有所思的说 应该就是这层干扰的原因 阻隔了遗迹中的月宫九龙坊 和凌轩的联系 这也是为什么 薛书桥仅仅清醒了一天的原因 是啊 灵璇本来有苏上的遗迹 可随着干扰重新出现 他又恢复了之前的状态 但一号首长很快就推断 能让灵璇有这么大的反应 很可能是月宫九龙坊的原因 而且极大可能 那艘神奇的船就在遗迹之中 公鱼点点头继续说道 因此一号首长决定 在共鸣地点不明干扰完全没有恢复的时候 立即派人进行人为查探 派人进入河报中心区域 天机大吃一惊 河报后放射性污染 对人有致命杀伤力 进去的人即便能探查到结果 但必死无疑啊 谁都清楚 进入河报区域的后果 可是一旦不明干扰完全恢复的话 强大干扰能量 就连河报威力都无法摧毁 那任何人也不可能有机会进入 那是烧送集市的唯一机会 所以一号首长决定自己亲自带队进入 他 他就真的不怕死了 我喃喃自语道 117局在追寻的不是一般发现 一旦证实 这些发现几乎可以改变整个历史进程 与其说是狂热 其实是117局每一个人弃而不舍的信念 公宇声音平静地对我们说道 大家都自告奋勇申请加入 很快对贵文区域探查小队成立 公宇脸上的自豪渐渐凝固 其而代之的是失望的遗憾 进入到核心区域了吗 我问道 没有 为什么 117局虽然在当时拥有绝对权力 但一直隶属于红色王朝刚曾监管 一直以来 一号首长可以全权处理117局的任何决定 但进入核报的核心区域 毕竟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 一号首长把计划向上级汇报 结果 公宇重重叹了一口气 结果怎么了 田基问 很快就得到了答复 但下达的命令只有四个字 公宇沉默了片刻 原地待命 这个也挺正常 毕竟进去的人意味着拿生命再换 这么大的事终究是要慎重 田基说道 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117局评估过共鸣区域不明干扰的能量强度 那是在当时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的能量 可以说这种干扰如同一层防护体系 在保护和隔绝着罗布泊遗迹 公宇摇摇头 惋惜的告诉我们 第一次核报取得的最大收获 就是导致共鸣地点干扰的短暂松动 但仅仅一天之后 干扰的能量快速的恢复 一旦恢复到初始状态 117局所做的一切 甚至那十多年的研究 都可能付诸东流 得到的命令 虽然只有四个字 原地待命 可这四个字 足以让之前所有的努力 全都功亏余愧 可是17局权力再大 也不能凌驾于命令之上 万般无奈之下 进入共鸣区调查的计划 只能暂时搁浅 既然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为什么要原地待命 公爵大为疑惑道 不知道 我在117局只负责破解 遗迹中的机关 对发现的秘密并不清楚 甚至到底是谁 在管理117局 我都不知道 我们接到的命令 都是由一号首长 直接下达 公予摇摇头 在等待两天后 公民区域的干扰能量 明显完整恢复 距离揭开月宫九龙坊 最近的一次机会 也因此失之交臂 但后面发生的事 更让整个117局 始料未及 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我连忙追问道 因为干扰能量重新恢复 明知道的答案和真相 就在眼前 可什么也做不了 半年的时间 117局都试图找到 能突破干扰的办法 一号首长也申请 对目标区域 进行第二次核报 希望能有所进展 然后呢 上级同意了一号首长的计划 为了争取更长的时间 也加大第二次核报的当量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 公民区停顿了一下 我记得那一天 是1965年5月11号 117局地下研究所 来了一个人 随同这个人来的 还有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 向一号首长下达的命令是 117局立刻停止 在如不破一切事情 包括其他所有研究 听到这里 我们都大感意外 公民神情落寞地告诉我们 突如其来的命令 让所有117局的人 都震惊无比 一号首长据理力争 向上级请示 得到的答案依旧很简单 服从命令 并且117局 要求所有人当天晚上就开始转移 包括所有设备和发现的东西 以及研究结果和数据 全都被装箱带走 甚至都没给我们 留收日东西的时间 闲水117局的外围成员 他们被装上一辆辆汽车 连夜被送走 那是我最后一次 见到他们 公羽神情黯然神伤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号首长在发现公民地点后 就要求117局加快查探的速度 他曾经告诉我 他感觉有人似乎在极力阻止117局 117局在当时权力这么大 而且又得到高层支持 谁有能力能阻止117局 公爵大吃一惊 我之前也认为 是一号首长多虑 可从117局最后一次转移来看 似乎真的应验了 一号首长的担心 要知道 我们距离真相 仅仅只有最后一步 可偏偏这个时候 117局被全面接管 所有研究也就此中断 不是阻止117局 我深吸一口气说 一旦进入罗布泊一记 很有可能就会发现 月宫九龙坊 从而 这个传输了几千年的神秘宝传 也将第一次出现在 众人的视线之中 有人是在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其实不是阻止 是掩饰 掩饰月宫九龙坊的存在 什么人会掩饰月宫九龙坊呢 田基疑惑不疑 灵璇一直在等着人 我声音低沉了 月宫九龙坊上的人 只有这些人才不希望这艘船 公之于众 公爵慢慢点头说 能直接接管117局 这些人到底有多大权力 我惊讶无比道 杜毅 天机眉头一皱 你是说杜毅是月宫九龙坊上的人 公爵大吃一惊 首先 他的身份很神秘 而且从夜九卿的事情上看 他的权力超乎我们想象 同时 他又知道关于117局的一切 可问题是 这些人是想方设法在抹去月宫九龙坊 存在的痕迹和事实 但我们能找到万象神宫 还有海底的结石金宫 完全是因为杜毅 他明显是有意的在引导我们 发现这些地方 我摇摇头说 我看杜毅不像 至少 他完全没有掩饰月宫九龙坊的存在 师父 那后来发现了什么事 公爵连忙问 从那一天后 我再也没见过117局的人 不知道他们被转移到什么地方 贺阳在117局被接管前 因为大脑受损伤 被送回原籍疗养 他是我最后一次认识的战友 公宇轻柔的擦拭干净贺阳 站起身对我们说 这里说话不方便 换一个地方说 我来看贺阳的时候 感觉有人跟着我 有一件事 是时候让你们知道了 从疗园院出来 已经是晚上 夜空中下着细雨 我们跟着公宇的后面 他一边走 一边警觉的环顾四周 我们都不知道 公宇在担心什么 当我隐约感觉到 公宇似乎有些焦虑和沉重 眉头一直紧锁 一副忧心重重的样子 我们沿着街边的乌檐夺雨 公宇边走边对我们说 在街道移交 并且立即转移的命令后 117局所有和外界联系的通讯 全都被中断 包括一号首长在内 能接触到核心机密的人 全都被严密的监管 在转移前 不准有任何交流 117局之前发现的那些东西呢 比如从万象神宫 带回来的壁画和碑文 还有研究成果呢 我问道 全都被装箱密封后 连也运走 我们无权知道 这些东西的下落 117局里的机密文件 大多就此销毁 公宇重重叹了口气 声音遗憾湿弱 他告诉我们 十年多的心血 居然在离真相 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 功亏于愧 一号首长当晚 偷偷来见公宇 告知不想就这样 让所有努力和牺牲 付诸东流 他打算违反命令 偷偷潜入共鸣地点 无论如何他也想知道 在那片区域中 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和一号首长 有同样想法的 还有很多人 包括公宇在内 都想孤注一掷 再拼一把 即便这一次 凶多吉少的查探 每个人心里都清楚 他们是无法抵御 那强大的不明干扰 但是 如果一旦被转移 估计有生之年 再没有机会 接触和揭开真相 当天晚上 一号首长和另外六个人 带上简易的防护装备 偷偷离开 117局地下研究所 并驾车使向共鸣地点 这一次行动 很快被负责接管的人发现 并立即派出人追查 车辆在靠近核心区域时 受到干扰失灵 我们只能穿戴上防护服 徒步进入共鸣区 而身后追击我们的军队 没有料到我们会进入辐射区域 不敢再深入 公宇突然停下脚步 转身看看后面 样子有些紧张 夜宇街道上没有行人 昏暗的路灯发出微弱的光芒 公宇的目光看向我们身后的黑暗 公宇说过 他感觉有人跟着他 田击快步折返回去 检查一番后跑回来 摇头说 后面什么都没有 公宇的神情 这才有些松弛 我们和一号首长 在14号凌晨到达核心区域 距离之前 查探到的共鸣地点 只有不到十公里的距离 可是 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们居然发现了脚印 还有其他人去过共鸣地点 我大吃一惊的 从脚印看 我们之前 还有一个人深入过这片区域 而且就在我们到达后不久 这让我们大为震惊 因为117局被接管之前 一直严密监察着 共鸣地点的任何变化 任何人靠近都会被发现 公宇说道 117局居然没有发现 有人进入共鸣地点 说明这个人 是在117局被接管之后 117局所有运转陷入停滞 这个人 我心里安安一惊 这个人知道 117局的监管漏洞 说明死人 在负责接管117局的人里面 公宇点点头 对我们说道 在发现脚印后 他也是这样推测 一号首长感觉这个脚印不寻常 担心有人会为了掩饰真相 而做出什么事 因此立刻加快脚步 赶往共鸣区域 为了记录我们所见到的一切 一号首长还拍摄一张合照 并不是为了留念 大家当时都清楚 或许这张照片 就是我们最后能留下的东西 公宇一边说 一边拿出半截烧焦的照片 我立即认得出来 另一半在我父亲的笔记中 上面的日期是1965年5月14号 早上9点45分 这就是纠缠了我十多年的疑惑 就在15分钟后 照片上的人将遭遇一颗空头 到距离他们只有40米爆炸的原子弹 我深吸一口气说 按理说 我父亲还有你师父 在20年前就应该已经死了 夜雨越来越大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雷电 我们冒雨快速地穿过天桥 师父 当时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公爵在问公宇 可很久没有听到公宇的回复 我们已经走到天桥的对面 转身才看见公宇一动不动地站在天桥的另一边 应该是听见公宇说的事 我们太投入 一边思索 一边往前走 没谁留意到公宇留在了后面 公爵刚想跑过去回去接他 迈出的脚步突然停住 我和天桥惊恐地看到公宇的神情很紧张 脸上再没有知情的从容和淡定 在他肩膀上居然多出了一只手 从他身后的黑眼中穿透过来 欢的灯光下 我依稀看到公宇的身后站着一个人 我们震惊地相互对视 公宇说过 有人一直跟着他 我们都没当回事 没想到这个人居然一直如影随形 而且一直在等待机会 等待我们和公宇分开的机会 咔嚓一声 一到闪电划破夜空 我们终于看到公宇身后的人 只不过看到那人的脸时 我们全都不知所措地张开了嘴 谢天辉 我又看到他眼中如苍蝇般锐利的目光 剑眉下一双璀璨如韩星的双眸 电闪中透着冷裤 我们做梦也没想到 出现的人居然会是谢天辉 一或瞬间就被惊恐所取代 我从谢天辉的眼神中看到了杀戮 冷漠的杀戮 上一次看见这样的眼神是在结石宫 他杀人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眼神 公爵应该也意识到 我们想要冲过天桥 不要过来 公宇大声地对我们喊道 但他的声音很快被谢天辉的手捂住 我们惶恐地愣在原地 公宇身体抽搐一下 被捂住的嘴发不出声音 身体痛苦地挣扎 可被谢天辉紧紧抓住 所有的反抗都是徒劳 直到鲜血从谢天辉的指缝中透出来 我们慌乱地看着 一把匕首从公宇胸前透出 电闪中寒光四射的匕首沾满鲜血 大片大片地涌出血字 轻刻间染红了公宇的身前 公爵愤恨地大喊 我们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公宇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他身后的谢天辉 犹如鬼魅一般消失在雨夜 一把匕首从公宇后背四入 准确无误地穿透心丧 公爵泪流满面 抱着公宇无处地嚎啕大哭 我和田姬蹲在地上 想把公宇抱到医院 公宇炎炎一息 抓住公爵的手 虚弱地摇头 其实我们都清楚 谢天辉那一刀 伤的是公宇的要害 从他下手的那刻开始 就注定公宇再劫难逃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我的脑子里完全一片空白 我们千辛万苦 不远千里救活的谢天辉 居然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就在我们眼前杀掉公宇 这两个人之间 完全没有丝毫交集 我们根本不明白 谢天辉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人 有人要掩饰 掩饰月宫 月宫九龙坊的秘密 公宇断断续续 虚弱地说 在罗布泊 我们已经遭遇过 原本第二次 何报 是 时间被提前 有人知道 我们 进入共 共鸣地点 不想我们 揭开真相 提前 提前启动了 何报时间 薛新柔也告诉过我们 原定第二次 第二次 合报时间 并非是1965年5月14号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提前 现在我们才清楚 一号首长带人擅自进入共鸣地点 有人为了确保掩饰的秘密不会被发现 所以提前实施合报 目的 目的就是为了摧毁进入的这些人 公爵紧紧抱住公宇 不让他再说一句话 公宇每说一句话 涌出的鲜血就会越来越多 他的声音也随之微小细弱 怎么知道 我有这一点 对不起 公宇愧疚地看着公爵 吃力地挤出一丝笑容 我不该 不该让你卷卷来 走 可我发现自己的记忆 越来越来越差 我 怕会忘 忘了所有的事 所以 所以 才希望 你帮 帮我解开真相 师父 您不要说了 我求您了 你让我送您去医院 公爵悲痛欲绝 公宇摇头 他很清楚自己的伤 已经无力回天 断断续续告诉我们 他一直没说出来的秘密 当年 他和其他人到达目标区域的时候 他们看到留下脚印的人 内人没穿防护服 只穿了一件很深的斗篷 完全看不到内人的脸 在内人身后 是一座令人震惊的古建筑遗迹 雄伟的令人难以描述 在遗迹的最高处 是羽龙的标志 很显然 这处遗迹和万象神宫一样 和月宫九龙坊 有着直接关联 那人想像在找寻什么 还没还没来得及询问 我们就遭遇 遭遇核报 没人 没人可以在核报区域存活 我以为我自己死了 但我居然醒过来 只记得在核报瞬间 内人抬起手 公鱼大口喘息 奄奄一息地说 那人好像 好像有抵御核报的能力 我在晕厥前 恍惚间看到 那人的手腕上 有 三眼麒麟纹身 三眼麒麟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公鱼 那是陆地眼的标志 说明那人是陆地眼 死为十二神将之一 可陆地眼的人 怎么会出现月宫九龙坊的遗迹处 一直 一直有一件事没告诉 我 我醒来后 其他人都已经死了 但那个神秘人 却消失 公鱼说话越来越艰难 拼尽全力说 核报 我从哪里带你 才扫了一样东西 前辈 您说除了那人之外 所有人都死了 那顾远山呢 我急切地追问道 手掌的遗骸 我没看见 但只看到 手掌被 烧脚的衣服 不 滚山没死 他是我父亲 我拿出父亲留下的照片 给公鱼看 我亲眼目睹 父亲被枪杀 一直不明白 父亲被害的原因 听完公鱼的讲述 终于找到答案 父亲和公鱼一样 当年离奇地 在河暴中存活下来 公鱼从共鸣区域 带走一样东西 而我父亲 同样也带走一样东西 还记得我杀掉 韩进时 他说过 金主和父亲 去过同一个地方 父亲在那里 带走一样东西 我到现在还记得 父亲被杀之前 金主一直在 逼问父亲交出什么 可父亲宁死不屈 什么也不肯说 父亲应该是 发现什么秘密 他和公鱼一样 都知道不该知道的事 所以才会被灭口 顾远山 是你父亲 公鱼震惊地看着我 或许他也没想到 当年的河暴中 顾远山居然也存活下来 你好好想想 在您婚厥前 还发生过什么事 我焦急万分地问道 公鱼是最后一个 知道真相的人 也是我最后的机会 我父亲后来被人谋杀 杀的人 手上也有三眼麒麟纹身 这些人便问我父亲 说他带走一样东西 你知道 我父亲带走的是什么 手 手掌带走 公鱼焕散的目光 突然震惊地收缩 他的呼吸 突然变得急促 好像知道了什么 让他惊恐的事情 他想支撑起身体 大口大口地鲜血 从他嘴里涌出 我知道 知道了 公鱼的手吃力地向上抬 他用尽最后气力 可已经无法说出完整的话来 走 走 脱 脱 走 公鱼嘴里说出含糊不清的话 颤抖的手终究没能抬起来 重重地低垂下去 头一片 死在公鱼的怀里 可眼睛却瞪得大大的 涣散的瞳孔 盯着我的胸口 我们都见识过谢天辉杀人 手里有刀和没刀的谢天辉 判若两人 我甚至都不奢望 会有侥幸的奇迹 我们心里都清楚 谢天辉要杀的人 没有生还的可能 但公爵并不这样想 他固执地抱着 已经断气的公鱼 祭怨 即便公鱼的身体已经冰了 流淌的鲜血 在雨中流淌出一条长长的血迹 公爵吃力地往前走 分不清他脸上 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们都没有去劝阻 公爵此刻的心情 我能理解 我也曾经亲眼目睹 身边至亲的人离开 天机实在看不下去 把公鱼从公爵手里抢过来 大步向医院方向跑去 浑身被血染的公鱼 让抢救的医生都吓了一跳 甚至都没送入急诊室 很快就判定公鱼死亡 这个事实 公爵无法接受 拎着医生的衣领 双目见火 失去理智的大声喊叫 恐吓医生 无论如何也要救公鱼 我们在旁边沉默 用力把公爵拉了回来 他一个人 瘫软的坐倒在地上 双手抱着全须的膝盖 紧紧咬住嘴唇 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一样 瑟瑟发抖 我们看到两个医生 在相互而语 上年纪的医生 等我们平静些后 问公鱼身上的伤 是如何造成 我想他们已经从刀口判断出 那是明显的刀伤 没过多久 外面响起警笛的声音 几个警察走到我们面前 公鱼非正常死亡 背后遇袭死予非命 这么大的事情 医院不敢隐瞒 我们也迟迟没有回复 因此医院偷偷报了警 公鱼的尸体暂时留在医院 我们三个人被警察带走 说是要了解公鱼被害经过 但我们三人很快就被分开 有警察向我们详细 询问了事情始末 我原原本本说出来 原以为很快就可以离开 可一直等到第二天 我也再没有看到其他人 警察似乎没有 让我们离开的打算 晚上就被单独 关在警局的小黑屋里 我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怎么看 我们都更像是嫌疑犯 第三天 我被两名警察带到一个房间 里面坐着一名面色凝重的警察 他示意其他人出去 你再好好回忆一下 当时案发的过程 警察声音短速低沉 我说过很多次 你们到底想听什么 我有些不耐烦道 你是说 看到一名叫谢天辉的人 从背后杀了这个叫公羽的 警察摸出一支烟 揉搓几下 看着卷宗问 你确定凶手是谢天辉 我肯定的点头道 对面的警察意味深长的看了我很久 点燃烟 深吸一口道 你们说的这个人 我陪人调查过 谢天辉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死了 而且尸体被运回到金陵的丧花溪 而你们就是负责运送的人 你是想告诉我 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多月的人 从棺材里爬出来杀了人 我心里已经这才想起一直忽略掉的事 对于其他人来说 谢天辉是一个死人 死人是不可能杀人的 难道我们被怀疑 可是突然间我意识到 这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 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回答 难不成告诉对面的警察 明明已经死他的谢天辉又活了 而且我们亲眼看到他活过来 事实上 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 谢天辉为什么能死而复生 就更别指望警察会相信 你们和死者公语是什么关系 警察继续追问道 他是我朋友的师父 他被杀的原因是什么 我恶然的愣住 谢天辉和公语之间根本没有任何交集 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谢天辉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并且杀掉公语 这个案子很有意思 你们三人的陈述完全一样 你们讲述了一件不可能成立的事 一个死人杀了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 警察吐了一口烟雾 目光如炬的盯着我 我们翻查过死者档案 事实上 他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 没有档案也没有来历 所有的一切都是空白 你既然认识死者 能不能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我再一次无言以对 公语是117局的人 他的档案当然查不到 可我即便说出一切 警察也根本不会相信 毕竟我说的话 警察永远也无法证实 最麻烦的是 关于我们的过往 去过什么地方 干过什么事 一个字也不能说出来 我想被分开的田击和公爵一样 如今都如坐针毡 越是望后问 我们越是无话可说 本来亲眼目睹的事实 从我们嘴中讲述出来 反而变成破绽百出的谎言 我猜 在对面警察的心里 我们更像是 有着不可告人目的的凶手 你的名字 警察看了看卷松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顾昭哥 先不说这个案子 说说你吧 我微微张着嘴 迟疑了一下 尽量简短的回答 我家在川西金螺沟 七岁时长的孤儿 然后自主流浪 被人收养去了成都 就是当铺的学徒 就这么简单 警察抬头意味深长的问道 我就一个普通人 能有多复杂 我反问道 警察深吸一口气 转身指了指墙上的字 问我认不认识 喊白从宽 抗拒从严 他好像已经认定我是嫌疑犯 以至于从我嘴里说出的任何一句话 他都不会相信 你不相信可以去查 小关庙的鬼市 谁不认识我 该查的我们都会查 你是叫顾招哥 的确是当不学徒 可奇怪的是 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你的当案 你和被杀的公雨一样 理论上 你们都是不存在的人 警察掐灭烟头 声音低沉的 还有 你说公雨是你朋友的师父 说的应该是和你一起报案的公爵吧 有意思的是 他也没有当案 除了田契之外 没有人知道 你们三个人到底是谁 你这不废话吗 我七岁就家破人亡 一个人颠沛流离 上哪给你弄当案去 再说了 公爵是被公雨收养的孤儿 我们没当案很正常啊 有什么大惊小怪 我很不习惯 对面警察看我的眼神 那我凭什么要相信你们的话 我连你们到底是谁都不知道 你说公雨被一个死人杀掉 我当然有理由怀疑 你是在编造故事 我一愣 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 填射一下嘴角 我想见一个人 你想知道的一切 这个人会告诉你 同样 我们说的话 这个人会帮你证实 谁 杜毅 警察很认真的 在圈轴上记下我说的名字 抬头问道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我捂着头 又一次说不出话来 杜毅位高权重 他是如今唯一能带我们离开这里的人 可问题是 我压根不清楚杜毅的真实身份 这个杜毅在什么地方 警察眉头一皱 加重语气 问道 好半天 我才默默摇头 一直是杜毅找我们 他好像对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可我们除了他的名字外 其他的一无所知 警察收起卷宗 他似乎已经对我失去耐心 估计在他心里 我更像是负于顽抗的嫌犯 他盯点时间 也不愿意浪费在我的身上 我被人带回小黑屋 突然发现 想要离开这里 变成极其困难的事 如果我们无法解释清楚 最坏的结果 甚至和公羽的死 都脱不了干系 但最麻烦的是 整件事情 我们根本说不清楚 接连好几天 也没人再来问过我 全凭每天送饭的次数 来推动时间 大约是五天后 小黑屋才被人打开 刺眼的阳光照射进来 门外的警察 喊着我的名字 出去后 发现公爵和田击 已经站在外面 完全不清楚 发生什么事 提审我们的警察 心有不甘的瞟着我们 无可奈何的说了一句 你们可以走了 事情转变得太快 我们三人面面相去 这几天 我在小黑屋里 绞尽脑汁想着 如何才能自证清白 没有想到 这么简单就放我们走 甚至都没人告诉我们 什么原因 出门后 我看到站在车边的人 顿时明白了一切 花鸡双的眼角眉梢 透着的依旧是骄傲 身上散发着 生人物尽的气息 他漫不经心的 拨动手腕上 那条桃花手链 看到我们出现 淡淡一笑 给人睿智干练的感觉 他拉动车门 示意我们进去 我们居然忘记了 这个女人 当初夜酒 侵犯的可是掉脑袋的事 可花鸡双 却轻轻松松 把她给救出去 我们能离开警局 想必全是因为 花鸡双的关系 只不过 我怎么也想不通 花鸡双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等上了车 更让我们震惊的是 车上居然还坐着一个 我们认识的人 天机突然变得拘谨 手足无措的样子 很紧张 好半天才说出话来 你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按照约定 不是说好 一年之后 我来找你们吗 说起来 你们可真不好找 我费了好大劲 总算是找到你们了 时间过得真快 一晃就是一年多 万万没想到 会在这里 看到薛新柔 在车上 薛新柔告诉我们 他按照约定 去城东的宅子找我们 遇到叶之秋 他也不清楚 我们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叶九卿和陵南 结伴而行 不在当铺 主示的是封城 薛新柔说 封城支支呜呜推尾 看样子 是不想说出我们的下落 没办法 薛新柔只好去鬼市 找郭瞎子 他的消息灵通 薛新柔希望能从 郭瞎子那 打探到我们的消息 封叔口紧 他不想说的事 刀架在脖子上也没用 你找郭瞎子 简直就是瞎糟紧 他的消息是灵通 但怎么也不可能 知道我们的行踪啊 我这话 其实是说给花西双才听 很好奇 他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他是不清楚 不过让我找花姐 说是如果花姐都没消息 那谁也打听不到你们的下落 还是花姐厉害 这茫茫人海 找三个人跟玩着的 我笑着看向花西双 咱们三个人身上的事 收破嘴皮也说不清楚 花姐这能耐 我算是福气了 从上车开始 他就一言不发 估计是听出我的言外之意 炎然一笑 顾掌柜客气 大家都是一条道上混饭吃的 谁还没有难度的时候 我这面广 各路朋友给个薄面 说话还管用 再说 我上一次不是欠了顾掌柜人情 顾掌柜有难 西双怎么能袖手旁观 公爵沉默寡言 我知道他还在为公羽的事难过 说要去接回公羽的遗体 花西双错愕 公羽虽然不是行当里的人 可千鸡匠这三个字 干这行的 谁又没听说过 听闻公羽被害 花西双甚是伤感 公羽是前辈 一直咸晕也鹤 与世无争 没想到居然会 这行当里 自此再无千计较 可惜了 想必花西双的话 触到公羽的痛处 他偏头看着窗外 我和公羽对视 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认识花西双的时间越长 越感觉这个女人不简单 以他的年纪 能在这行当里立足 而且黑白两道都混得风生水起 与其是说 他人脉广 路子宽 还不如说 这女人做事 真是无可挑剔 他亲自去医院 接回公羽的遗体 并征询公羽的意思 公羽说 公羽身前随遇而安 唯一的愿望 就是不想死后被火化 这一圈里的人 都讲究入土为安 死后想留个全尸 死者为大 公羽想为他 做最后一件事 花西双二话没说 找人定制了一口上好棺木 上下打点 把公羽葬在紫金山的北面 紫金山三丰相连 形如巨龙 山 水 城 浑然一体 雄伟壮丽 气势磅礴 古有中山龙藩 石城虎巨之称 论风水 这里是上家的丧地 整件事都是花西双 一人亲手操办 就如同公羽是他师父 就连首期 花西双也寸步不离 公爵那样挑剔的人 事后也诚心诚意 对花西双 说了声谢谢 渐渐我才明白 这个女人厉害的地方 为什么黑白两道的人 都会给她面子 花西双做事讲究情意 别人有事相求 她会全力以赴 务必做到尽善尽美 等到她有事的时候 别人当然会投桃报李 就如同公羽这事 不用说 倘若日后 花西双有用得着公爵的地方 相信公爵绝对不会说半个步子 公爵坚持要为公羽守完尾期 花西双一直陪在公爵身边 最后一天 花西双说 让公爵一个人 多和公羽说说话 我让田基 把薛薛柔带到其他地方 并且把这一年的经历 都告诉她 剩下我和花西双 等四下无人 她一本正经地看着我 这一个多月 我知道顾掌柜 有事想问我 但说无妨 花姐客气 这声顾掌柜太过见外 要是花姐不嫌弃 叫我招哥就好 这女人果然聪慧 而且比我想象中要文件 她看出我有事 居然能沉得出气 我就想知道 花姐怎么会知道 我们在金灵 你当时以为 蛮为人海 说找什么 花西双一脸 能静到 那 那花姐是怎么找到我 不用找 圈里的人 都知道你们在金灵 啊 我大吃一惊 不明白 花西双这话 是什么意思 你们 怎么会和英会员 扯上关系 花西双反问道 英 花西双这么一说 我这才想几个人来 之前因为公寓的事 都快忘了这个人 我们都没见过英会员 根本就没关系 那倒是奇怪了 英爷放出话来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们离开金灵 若是有人私下帮助你们离开 那就是和英爷作对 后果自个儿掂量 我心里咯噔一下 英会员 富甲天下 田基居然杀了人家独子 这可是不共戴天的仇 换了谁 都得报仇血恨 就连花西双在我面前 也得敬一声英爷 可见这个英会员 在花西双心里 分量有多重 这人到底什么来头 口气这么大 顾掌柜还是莫要矫情的好 英爷想做的事 就没有做不成的 何况这一次指名道姓 要找你们三人的下落 我也是听到消息 才感到金灵 是不是你们和英爷之间 有什么误会 花西双还是叫我掌柜 看起来这是一个 很有分寸的女人 凡事在她心里 都有标准和准则 绝对不会行差踏错 监阅半步 误会 我摇头苦笑 重重叹口气道 其实也没什么 不过恐怕不是一句误会 就能解释清楚 总之一句话 无论如何 我们也不能被英会员找到 我和叶哥交情不浅 顾掌柜又是叶哥调校出来的 上司陆乔木 都可以顾掌柜帮忙 西双就多说一句话 只要你们走出紫金山 用不了一个小时 就会被人找到 说句夸大的话 如今这金灵 对你们来说 就是天罗地网 你们就是有通天彻地的本事 也插之难逃 我从花西双的话里 听出点什么 眉头一皱到 花姐是行当里 消息最灵通的人 你突然来金灵 恐怕 不仅仅是救我们这么简单吧 西双有今天 都是各路朋友给面子 鹰爷看得起 也给我打过招呼 让我打在你们的下落 西双心不辱命 原来花姐是在为鹰会员办事 这么说 我们三人还真是走不出金灵 西双做事讲究情意 受人之托 必定全力以赴 何况鹰爷一向都关照西双 他老人家开了口 西双定当肝脑涂地 花西双也不掩饰 直言不会道 那还真是难为花姐 难怪村步不离 陪我们在紫金山 原来是怕我们一走了之 我淡淡一笑道 顾掌柜言重 西双全然没有这个意思 公语是前辈 他离世也是汉世 西双境千鸡将的名胜 力所能及 尽点本分而已 并无其他意思 我若想真想交差了事 又何必把你们带出来 花西双心平气和说道 那花姐这么做 莫非还有其他意思 我眉头一皱道 叶哥仗义 西双竟叶哥为人 他能让你接手四方当铺 想必顾掌柜有过人之处 西双想卖一个人情 给顾掌柜 什么人情 离开金灵的办法 怎么离开 我急气地问道 若想离开金灵 倒是有一个人 能帮助你们 谁 我 花西双转身看我 我一愣揣摩了半天 也没想明白 花西双到底有什么意图 花姐向来守诺 你竟然答应了英会员 为什么还要帮我们 比起英会员来说 怎么看 这人情花姐送的都有点亏啊 西双蛋的事情 从来不会反悔 答应英爷找到你们 就一定言出必行 不过 花西双停顿片刻 摸着手链 意味深长地说 英爷只是让我来找人 并没有说要找几个人 一个也是找 三个还是找 我细细思索半天 终于明白 花西双这话的意思 花姐的意思是说 我们三个人里面 必须都有一个人留下 英爷从来没有如此大费周章做事 你们和英爷之间应该有什么纠葛 西双知道 也不想知道 但应该不认识小事 想要全身而退 是没有可能的 除非回到成都 那是叶哥的地劲 叶哥经营几十年 英爷即便再强势 手也不好伸过去 何况你如今是掌柜 到了成都你能一呼百应 可当务之急是如何回去 英爷做事 向来滴水不漏 我想他老人家 绝对不会给你留任何机会 花西双不慌不忙的说道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手 顾掌柜是聪明人 何去何从 应该先得有数 是一个人留下 还是三个人留下 顾掌柜自己定夺 田姬杀的是英火猿独子 他要是落在英火猿手里 不用想 绝对难逃一死 从认识田姬开始 这一路相随 他多次奋不顾身 救过我的命 我怎么也不能让他 落到英火猿手里 有劳花姐 带他们离开金陵 我去见英火猿 花西双迟意一下 估计没想到 我会这样决定 也没劝说 顾掌柜放心 我保证他们毫发无损 离开金陵 我相信花西双的承诺 他若要教人 用不到等到现在 他分明是给我们 留了一条路 既没有违背他的原则 也算是帮了我们 第二天 我让公爵和田姬 还有薛心柔 跟着花西双先走 怕他们多心 我解释为了避开英火猿 他们也没多想 临走之前 花西双留在最后 只对我说了一句 后会有期 我心里苦笑 这一句 怕应该是后会无期才对 花西双甚至没有留下人守着我 他相信我言出必行 偏偏我打小跟着叶九卿 学得最多的便是这个信字 人无信 则不利 我回到韩春轩 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感觉 坐在椅子上 丢下一句 我要见英火猿 很快 我就看到江无用 从店铺后面走出来 脸上还是挂着从容不迫的笑容 看了看我身后 没瞧到其他人 但也没看出 他神情有什么变化 笑着点了点头 让我跟他上车 一路上 江无用一句话也没说 我也懒得搭理 有一种上沙场的感觉 反而变得无所谓 开始以为很快就能见到英火猿 没想到车离开金陵 去什么地方也不清楚 我也不想问 该来的早晚要来 缩着头 靠在车窗上就睡 一路都迷迷糊糊 只知道车开了很远 方向应该是西北 大半夜我醒来 看到车行驶到一座专幕结构 方向积座的城楼 心里已惊 这是西岸的钟楼 没想到居然把我带到关中 车出了城 开往郊外 大半夜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车停在一处僻静的大院门口 看上去和普通农家大院无异 江无用带我进去 里面比我想象的要宽敞 推开一间房门 挺客气的 让我先休息 英会员如此大费周章要找我 原本以为是剑拔弩张才对 可折腾一天 我早就累得精疲力尽 可除了江无用 一个人也没瞧见 也不知道这个姓英的到底想干嘛 不过既然已经落到别人手里 还不如既来之则安之 我点点头 进屋倒床就睡 就是要千刀万剐 也得补足精神 第二天我醒来时 已经是艳阳高照 想想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舒舒服服的睡个觉 下床洗完脸 就听到有人敲门 开门看见是送饭菜的人 这里的人好像都是哑巴 一句话也不和我说 倒是摆在桌上的菜肴 让我垂涎欲滴 照言贪吃而且会吃 各地名菜就没有他没吃过的 桌上摆的是葫芦鸡 酿金钱发菜 剥爆皮和奶汤锅子鱼 这些都是关中名菜 送饭菜来的人 摆好碗筷就离开 我看这一桌佳肴有些茫然 这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也不知道这拥毁猿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但总不至于大老远 帮我带来 然后毒死我吧 何况我是真饿了 也不多想 狼吞虎咽就开吃 还别说 不愧是关中名菜 每一道都让人流连忘返 散不绝口 开始的时候还吃的新鲜 渐渐的我心里越来越没底 来了好几天 除了给我送饭菜的人 我没瞧见其他人 也没人问过一句话 天天送人的菜就没重复过 每天基本上就是吃饭 睡觉再吃饭 这样没人搭理 憋着实在难受 还不如给我个痛快 我一直没离开过房间 免得让人误会 我想逃跑 既然来了 就不能让自己掉价 可最终我还是没忍住 天天这样无所事事 让我有些心烦意乱 我推开门出去 在院子里绕了好几圈 忽然意识到 或许是我想的太多 诺大的院子里 除了我 一个人都没有 不远处就是大门 而且敞开着 我走到门口张望 外面也没人 心里嘀咕 这个姓英的还真是大气 敞开门给我看 无非是想告诉我 落在他手里的人 就是开着门也跑不出去 何况我压根也没想跑 就是好几天没说话 心里憋得难受 都说英鬼园富家天下 我看也不咋地 这院子虽然宽敞 不过并不奢华 就是一般的农家院落 陈设摆放极其普通 若非要说 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应该就是这院里的花草 往后院走 是一处懦大的园林 里面繁花似锦 绿草如荫 走进去后 放眼望去 齐花一草 目不暇接 花影窑窗 芬芳富裕 齐香自艺 沁人心脾 关在屋里好几天 整个人都不舒服 走到这里 顿时感觉神清气爽 听到前面 有肃肃疏疏疏的声音 我绕过绿荫 眼影的树林 看到一个头发花白 穿着一身粗布衣服的老头 手里握着一把斧头 正吃力的 砍着一棵树 看他穿着打扮 应该是这里的园丁 在他旁边 站着一个 个子瘦弱的中年人 蹲在地上 清理杂草 老头一边砍树 一边招呼中年人 应该是老头的帮手 但做起事来 笨手笨脚 老头上了年纪 砍几下 就气喘吁吁的 休息片刻 搭在身上的毛巾 全都湿透 我居然笑了 这里居然还能看到 还会说话的人 快步走过去 老头和中年人 听见动静 抬头看我 老头指着我脚下 惊慌失措 绕开走 别踩着白日草 这东西金贵娇嫩 踩伤了 就养不活了 成 听您的 我绕开走 对我来说 现在有人和我说话 已经是奢侈 要不 我帮您砍吧 我闲着没事 想帮帮忙 老头想了想 把斧头递给我 坐到树荫下休息 也不跟我客套 连根砍 这树碍事 留着也没用 向您打听个事 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点点头 一边砍 一边问 赢家的花园 老头一边擦 额头上的汗水 一边回答道 我眉头一皱 看看四周 这地方挺宽敞 埋个人啥的 绰绰有余 将无用 把我丢在这里 难不成 想用我当肥料 可就算想拿我寻仇 每天好吃好喝养着 又算什么事 何况来了这么久 也没瞧见英会员 按理说 我不是他要找的人 总该来问问 天机的下落才对 英会员什么时候来这里 我问道 没事就来 怎么 你想见他 老头问道 不是我想见 应该是他想见我才对啊 我说到一半 突然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 很浓郁 醇厚清氧 不是花谱中的花香 那香味厚重 一出来 完全掩盖掉其他香味 很快我就发现 香味是从我砍伐的树里传来 蹲下身 拾起砍掉的残木 放在鼻尖一闻 顿时大吃一惊 您砍这树干嘛 我问道 这树是我种的 本打算来盖一间木屋 里面摆放些名贵花谱 老头一边喘气 一边回答道 您这不是瞎砍了 这可不是一般说 这是上好的陈香树 这玩意比黄金还值钱 您居然砍了 树就是树 没有什么值钱不值钱的说法 树就是用来盖屋的 原本指望这树能成材 我打算用它当木屋的栋梁 可惜这树长歪了 既然当不了栋梁 留着还有什么用 我瞠目结识的看着对面的老头 陈香木历来珍贵 而且极其难觅 自古都有战成陈香 一片万金的说法 这老头居然因为长歪了 就把整棵陈香树给砍了 难怪说英火源富甲天下 家里的园丁都这样离谱 砍一棵陈香 跟砍着玩似的 我突然有些担心田基 莫要说英火源 估计我们连这个园丁 都得罪不起 把斧子放下 我还没这么洒脱 也不想这棵陈香树 毁在我手里 听说英火源有个毒子 您知道出了什么事吗 我问道 英家的毒苗 敦厚老师的孩子 大小就招人喜欢 可惜 老头手里的帕子 悬停在脸上 看了我一眼 惋惜的摇摇头 可惜那孩子不在了 看这老头的语气 我心里不断往下沉 田基极恶如仇 我之前还寻思 估计是英家的毒子 嚣张跋扈 和田基发生争执 田基失手 错杀了人 可现在才意识到 事情根本不是我想的这样 田基是本分人 凡事都讲理 既然英家毒子 敦厚千讯 我怎么也想不出 田基杀人家的理由 设身处地想想 我若是英火源 这么乖巧的毒子 被人杀掉 那我还不得 把田基搓骨杨灰 剥皮抽筋呢 越想我心里越不淡定 倒不是英火源 会把我怎么样 我不是他要找的人 我相信英火源 即便是穷尽一生 在所不息 也会咬着田基不放 麻烦问问 您知道 怎么才能见到英火源吗 我有些焦急地问老头 你想见他 对 我有事想当面和他谈 我带你去 老头吃力地站起身 我连忙帮忙 把他搀扶起来 原来英火源一直都在这里 可他为什么不见我呢 老头带我走到园林深处 我看到一间简陋的木屋 跟在身后的中年人没有进来 一个人蹲在外面清理杂草 木屋里陈设很简单 就一张机案和两把椅子 可屋里并没有其他人 老头洗完脸 招呼我坐下 倒一杯茶水给我 自己端着一把其貌不扬的茶壶 坐在对面 您不是说带我见鹰 我说到一半 目光落到老头手里的茶壶 表面凹凸不平 样子奇丑无比 可却透着古意 我越看眉头皱得越紧 这不是普通的茶壶 这是贡春的树鹰虎 是天下名虎 穿世甚少 可以说难得一见 就连叶九卿也遗憾 到了一辈子木 见过珍宝无树 没读 没瞧过真正的树鹰虎 可居然被一个园钉 随意拿在手里 我在地头看着 面前的机案和坐着的椅子 机案也是其貌不扬 可木纹隐约透着层层金丝 细看纹路 如同浑然天成的山水画 这也不是普通的机案 这是整块金丝楠木 雕刻而成 被称之为卧龙的机案 还有坐着的椅子 以及整间木屋 看似简陋寻常 细看让我震惊不已 这间木屋 全是用金丝楠木修建而成 我脑子突然有些转不过来 这间木屋的价值 估计俨然是天下 谁能这么奢华 把上好金丝楠木 盖成一间木屋 我突然想到那个富甲天下的人 嘴微微张开 重新打量对面正金威缩的中年人 您 您就是英火源 英火源坐到对面 四平八稳 腰挺了笔直 从他身上 看不到一丝钱财的俗气 那套随意穿在身上的衣服 反而透着一股 与众不同的气质 我曾经在脑海中 想象过和他相见的场面 我先入为主 给这个人打上为父不仁的标签 想象中 英火源应该是财大技粗 嚣张跋扈的个性 却不料到 竟然如此普通贫反 若不是这间价值连城的木屋 和他手里珍贵的茶壶 他怎么看 都是一个普通的园丁罢了 不过 我现在对英火源 有了重新的认识 这是一个容不得 丝毫瑕疵和过错的人 一如那颗被他砍掉的陈香木 仅仅是因为长歪了 达不到他的要求 不惜砍掉 可见这人眼里对错分明 说好听点 他有自己的原色和底线 但实际上 我更相信 坐在对面的人 固执的就如同一块玩石 你想怎么谈 英火源很随意的看着我说 两种 我开门见山 在他面前竖起两根手指 花姐说 您要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 既然我人到了这儿 也没挡得再出去 咱把话敞开了说 两种谈法 就看您想听哪一种 谈之前 我总得知道 和我谈的人是谁吧 英火源点点头问 我叫顾昭哥 四方当铺 四方当铺 盗墓的 英火源眉角抽搐一下 样子为气愤 四方当铺的掌柜 不是叶九卿吗 什么时候变成了顾掌柜了 叶掌柜不再问航当里的事 当铺如今 我说了算 真是江山带有才人出 四方当铺 藏龙过虎 封城 卫虎 还有赵岩 个个都是上台面的好手 叶九卿隐退 居然把掌柜的位置交给你 我还真是看走了眼 英火源冷冷一笑 双手抱拳 言不由衷的说 得罪的地方 顾掌柜可要多包涵 您是前辈 这一生掌柜在您这 招哥怕是担不起 我不卑不亢的回答 有什么担不起 后生可畏 夜酒清碎毒的 就是他那双招子 他能看上的人 定是出类拔萃 四方当铺 他也经营了几十年 能交给你 可见顾掌柜 定是清除于蓝呢 英火源应该认识夜酒清 而且相互之间很熟悉 四方当铺的事 他了解得很清楚 不过 他说的话 听着客气 但我却听出一丝不屑和愤恨 这么说起来 我要找的人 一直跟着夜酒清在道末 跟夜掌柜没关系 是我偶遗填气 虽不是手足 但生死与共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既然我是掌柜 他的事我帮他扛 啪的一声 英火源重重一巴掌 拍在卧龙机上 手里珍贵无比的树英壶 四分五裂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珍宝 就这样毁在他手里 可英火源脸上 却看不到撕毁惋惜 勃然大怒地叮嘱 你扛 你扛得起吗 扛不扛得起 我人都在您手上 我说过 有两种谈法 第一种最简单 田祺我兄弟 他有错 我帮他还 我面不改色地说 你帮他还 英火源冷冷地看着我 怎么个还法 田祺杀了您独子 固然有错 可我和田祺勘的江赵 他并非争强斗胜之人 这中间 想必有什么误会 英火源眉目微皱 迟缓了一下 缓缓冷笑道 他也知道 杀了我独子 我英火源就这一个儿子 如今没有了 顾掌柜给说说 这事你打算怎么样 一命敌一命 我就死在你面前 要杀要寡 谨听欺骗 你 你是打算替他死 英火源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 事已至此 我也不为田祺辩驳 他杀了您独子 您找他寻仇 天经地义 不过我拿田祺当兄弟 我这条命要不是他 不知死了多少次 如今他有难 既然我是掌柜 我帮他还你儿子 英火源半天没说话 有些疑惑地来回看着我 突然吃笑一声 那另一种谈法 又是什么 人死不能复生 就算您杀的田祺 或者是我 您也改变不了结果 如果您愿意 我想赎田祺一条命 赎他一条命 英火源嘴角如动几下 居然笑了 而且那笑意 我完全看不懂 看清 顾掌柜到我这来 是谈买卖的 有点意思 顾掌柜给说说 他这条命 你打算怎么说 天下故种的黄祭金雀 后世被敬为兵主的 持游神殿 还有真正的万象神功 以及秦始皇修建 在海底的结石金宫 这些都是我们找到的遗址 只要您肯放过田气 往后但凡我们找到的宝藏 里面所有东西 全都归您 你是在和我谈钱 英火源大笑出声 然后摇着头 笑意斐然道 看起来 顾掌柜似乎不是一个会谈生意的人 我英火源最不缺的就是钱 可儿子我只有一个 要不这样 我们换一个方式 我给顾掌柜谈一笔买卖 什么买卖 认识我的人 都知道我英火源一言九鼎 从我嘴里说出的话来 绝对算数 顾掌柜居然是盗墓的 无非是冲着钱财 英某不财倒是有些财败 英火源收起脸上的笑意 一本正经的说 凡是谈钱最简单 我向来相信 钱能解决的事情 那就不是事 顾掌柜开个价 多少都行 只要你肯把田器交给我 你要多少 我都给 你让我出卖田器 顾掌柜年纪轻轻 就能接管四方档铺 叶九轻能看上的人 必定不是愚钝之辈 这个田器和你非亲非故 不过是萍水相逢 为了一个外人 顾掌柜搭上性命 岂不是有些义气用事 何况 你们盗墓无非是求财 我要人 你要钱 这买卖皆大欢喜 不知道 顾掌柜意下如何呀 我和田器的确是萍水相逢 不过我和他一落生死与共 他是我兄弟 真是对不住您 这钱在我面前同样不好使 我坚决摇头 不假思索地回答 您就是把鹰家所有家业都给我 人也不会交给您 既然咱们谈不拢 要咱们处置 您随意 你真肯为他 钱财不要 而且连命都不要 鹰会员摸了摸下巴 很疑惑地看着我说 我很平静地点头道 唉 叶九卿这一次 怕是看错了人 怎么会看上一个不开窍的愣头青 鹰会员若有所思的摇摇头 既然顾掌柜 不是一个会贪生意的人 你我之间多说无意 全然是浪费时间 顾掌柜 可以走了 走 我半天没反应过来 我 我走什么地方去 腿在顾掌柜身上 要去什么地方 我就管不着了 你 您的意思是 放我走 我一脸恶然道 顾掌柜又不是我要找的人 我留着你 又有什么意思 难不成 在顾掌柜心里 我鹰会员会滥杀无辜 那 那您干嘛把我带到这来 顾掌柜到我这 岂有怠慢 鹰会员郑重其事地问 门一直开着 谁也没留过顾掌柜 来者是客 你不走 我总不能赶你出去 我挠挠头 越听越迷糊 鹰会员放出话来 无论如何 也要留着我们 当然 他最想留住的是田基 可我自个儿送上门来 在这里待了好几天 也不见鹰会员主动问我半个字 若不是今天 我误打误撞碰到他 听他这口气 鹰会员压根没有搭理我的意思 我是唯一知道田基下落的人 您为什么没想主动问我 我还是想不明白 我这个人 不喜欢浪费时间 顾掌柜来了好些天 一直泰然处置 门房都没离开过 分明是有备而来 你是打定主意 绝口不提 我问你有用吗 鹰会员气定神贤的一笑 你越没有走的意思 就说明 你从这里来 就没打算出去 那 那要是我偷跑呢 顾掌柜若是要跑 这事反而就简单了 每个人都有弱点 既然你怕了 那要从你嘴里问事 就轻松得多 无欲则高 你什么都不怕 我问你 就是浪费时间 鹰会员说到这里 目光瞟向屋外 嘴角泛起自信的笑容 顾掌柜 忠语 可惜 你这样的人和我谈不了美 说到这方面 外面的人 可比顾掌柜要精明得多 我茫然地望向外面 老远就听到 手链摇晃的声音 然后看见花丛中走来的人 心里顿时一惊 猛然从椅子上站起来 花西双对这里轻车熟路 看起来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 只不过他现在出现在我眼前 我的心已经完全沉了下去 鹰爷和顾掌柜谈得可好 花西双一进来 嫣然一笑 一点也不见外 谈得好 不如你算盘打得好 送一个我知道撬不开嘴的人过来 你这生意做得真是八面玲珑 两边的好处全让你占尽了 鹰会员淡淡一笑 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 欣赏可不敢在鹰爷面前傻小聪明 花西双笑得灿烂 你 你怎么会在这 我惶恐地问道 鹰爷让我找到你们 事情做完了 我当然要回来找交差 你在紫金山答应过我 我当然答应过顾掌柜 何况西双承用的是 富藤导火也一定做到 不过顾掌柜只让西双帮忙 把他们安人无恙带离精灵 西双的确做到了 花西双狡黠地笑着打断我 可惜顾掌柜没说 带他们去什么地方 西双就想着 不如一起带到鹰爷这里来 我居然会相信一个 买卖消息的女人 而且还是价高得折 最擅长谈买卖的女人 和花西双比起来 我这点事故和成福在她眼里 估计和小孩没什么区别 在紫金山的时候 花西双已经说得很清楚 鹰会员要的是我们三个人 同时 花西双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 鹰会员要做的事情 谁也阻止不了 也没她办不成的事情 这话落到我耳朵里 我像白痴一样 以为花西双是在提醒我小心 实际上 花西双不过是欲语双关 她真正的意思是 无论如何 也会把我们交到鹰会员手里 只不过花西双用了最简单的方法 她甚至都不用动手 就让我们自个儿送上门来 先是暗示我 一个换公爵和田击他们安全 不用说 等我到这里 花西双只要把事情告诉公爵和田击 以他们的个性 怎么也不会丢下我不管 就是龙潭虎穴 也会势必会来到这里 花西双就凭一张嘴 不用吹灰之力 就办了鹰会员的差事 到现在 我才发现这女人的厉害 刚想到这里 我就看到公爵和田击 还有薛心柔 被一大群人带了进来 我闭目仰天 长叹一口气 一个人换三个人周全 这么简单的事 为什么我们几个人 始终想不明白 这下倒好 自投罗网 一个不胜 鹰爷 今儿您事多 西双就不打扰了 有什么事 鹰爷尽管吩咐 花西双客气的 对鹰火员说道 你办事 我向来放心 至于酬金 你说个数 我派人给你送过去 鹰爷说笑了 能给您办事 西双求而不得 怎么还能要您酬金 何况这是鹰爷大事 西双怎么也得出点力 鹰火员和颜夜色的点点头 也没有挽留的意思 花西双的确聪明 把鹰火员杀死的仇人送到这里 这人情 鹰火员怎么也得铭记于心 倘若日后花西双有事相求 以鹰火员的本事定当报答 比起那酬金 鹰火员欠的人情 可要值钱得多 花西双转身的时候 竟然还能对我笑 顾掌柜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后会有期 你出卖的是我兄弟 要是他有什么事 你最好求神拜佛 咱们千万别后会有期 我冷冷地看着花西双说 你应该清楚 我是被一群什么人养大 我给你保证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剩下的日子 我会像冤魂一样缠着你 顾掌柜忠肝义胆 被朋友两眼插刀 西双当然相信 如果顾掌柜有什么指教 等鹰爷的事处理完 西双定当公后打架 花西双笑得很开心 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 想起了什么 折返回来对我说道 有些事情不到最后 谁知道是什么结果 西双这么做 或许顾掌柜 指不定还会感激我 花西双说完 扬长而去 看着屋外的田姬 我突然感觉有心无力 田姬好像是放弃了 到了这里 他反而释怀 蹲在屋外的水池边 洗了洗脸 然后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不管我朋友的事 放他们走 我留下 田姬对鹰会员 有气无力的说 闭嘴 你脑子里有浆糊吗 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我走出去 指着田姬张口就骂 目光落到公爵身上 他脑子不好使 你也跟着瞎起哄 现在你们安逸了 自个儿给人送上门来 田姬的事也是我的事 凭什么你要一个人扛 一起来一起走 这可是将军教你的 什么时候轮到您设计为人了 公爵反枪了我一句 别吵了 都是我不好 拖累你们 一个人做事 一个人当 还当我是兄弟 你们先走 我的事 我自己会处理 田姬说道 我是掌柜 轮不到你说话 我瞪了田姬一眼 还真是同甘共苦啊 英会员也缓缓走出木屋 目光落到田姬身上 我要的人是他 其他不相干的 可以走了 英会员话音一落 围住我们的人 立刻让开一条路 欣欣柔还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蹲在田姬身边问 田姬重重叹口气 支支呜呜半天 指支拥护员说 我和他有些私人过节 一时半会儿 也说不清楚 天大的事儿 也无外乎乏理 你们有过节 谁对谁错 摆到明面上讲 都什么年月了 还胁迫恐吓 行私刑 薛心柔理直气壮 对英会员说 你要真站立 我跟你们去警局 英会员看着薛心柔 愣了好半天 突然笑出声来 其他的事儿 我管不了 也不想管 可在我英家的地劲上 法理这玩意儿不好使 黑白对错 都是我英会员说了算 在我这儿 没有李克强 我说什么 就是什么 这么说 这里没有王法了 薛心柔一脸傲气地问 我英会员这三个字 就是王法 既然这里没有王法 那就好办了 薛心柔取下背包 瞪了一眼 蹲在地上的天机 起来 有点男人的样子 既然这里没有王法 你还怕什么 我 我没怕呀 天机站起身 知误道 没怕你怂什么 薛心柔一边说 一边在包里摸索 手抬起来的时候 赫然握着一把手枪 二话没说 朝天开了一枪 这是德国手枪 有效射程五十米 弹夹容量八发 还剩下七发 我可以保证 其中有一发 会留给你 谁都没想到 薛心柔的包里 居然放着手枪 突如其来的枪声 让我们全都吓一跳 可英会员 居然面部改色 不动如山 一直跟在他身边 那个中年人 很敏捷地 一步跨到了 英会员的身边 一直以为薛心柔挺文静 整个人一身的书卷气 没想到发起横来 比我们还吓人 天机就站在薛心柔身边 估计被枪声震痛耳膜 呲牙咧嘴 揉着耳朵 抬头看到薛心柔 举起了枪 脸色顿时大变 姑姑奶奶 这哪是你玩的东西 天机伸手去抢枪 哗 围在他外面的十多个人 几乎从十 从后腰拔出枪们 黑洞洞的枪口 全都指向薛心柔 这些人精干老练 持枪的手纹丝不动 我留意到 刚才薛心柔开枪的时候 这些人没一个抖动过 想必都是见过场面的人 估计薛心柔的枪还没放下来 就会被打成筛子 天机慌了神 把薛心柔拖到身后 抢过枪丢在地上 天机不是怕死的人 他这样做 应该是不想薛心柔被牵连 英魂园嘴角抽动 挂出一丝笑意 看了薛心柔好久 轻轻挥手 那些持枪的人 把枪都收起来 前面的中年人也退到一边 英魂园向前走了一步 中年人寸步不离 跟在身后 始终保持着半步的距离 终之成成啊 英魂园慢慢地扫尸在我们身上 意味深长地浅笑道 您就是杀了他 也于事无补 您是有头有脸的人 犯不着义气用事 我在英魂园身边 焦急万分道 顾掌柜 又想和我谈生意 英魂园枕头 瞟了我一眼 摇了摇头说 我说过 你是不会谈生意的人 至少你现在 连和我谈的筹码都没有 凭什么和我谈 您家大业大 杀了人会搓您的手 传出去 堂堂富甲天下的英魂园杀人 这名声怕是不好听 只要您放了他 我自个儿在您面前了断 一命敌一命 我斩铁结定地说道 赵哥 闭嘴 我大声呵斥 打断田击 英魂园饶柔柳兴致地 看了我半天 点点头问道 你真肯为了他 连自己命都不要 肯 有点意思 英魂园转头看了 看田击 目光慢慢落到我身上 然后竖起一根手指 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谢谢英爷成全 先别谢我 丑话可说到前面 只有一次机会 错过了 就别再找我 英魂园郑重其事地 对我说完 然后指着公爵他们 既然有人心甘情愿留下 那你们走吧 不走 公爵他们 依靠同声地说道 英魂园笑了 竖起的手指 慢慢放下 看着我 冷冷地说 很可惜 顾掌柜的朋友 似乎错过了 这次机会 都说英爷 富甲天下 大富大贵之人 必定以德福人 我看英爷这名声 怕是浪得虚名而已 我淡淡苦笑道 顾掌柜 话中有话 难不成顾掌柜 有什么指教 在我这儿 胆收无妨 英魂园问道 就算他杀了您独子 那也是他一人所为 英爷为此报仇 天经地义 按理说 我们不该插手 英爷有德望 天气就站在您面前 要杀要寡 全凭英爷发落 只不过传出去 英爷这仇报的 也不利索 必定是假手于人 顾掌柜 何必转而抹角 你无非是说我 仗着人多事重 你是替他不服 英魂园笑出声 不以为然地问 那我还真得请教请教 按顾掌柜的意思 我这仇该怎么报 才算合情合理呢 单挑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英爷人多 您随便找一个人 和田气搏斗 生死不论 就是打死他 我们也没有半句冤远 倘若田气侥幸获胜 恩怨从此 一笔勾销 成 英魂园想都没想 脱口而出 对身旁的中年人点点头 那人心领神会地 站到院子中间 英魂园声若红中的 那若右脚离开原地 就算我输 你们来去自如 若是他输了 你们走 他给我留下 英魂园自负 做事不想给人落下口舌 我本来是挖个坑 让他跳 可英魂园答应得太干脆 我突然心里没了底 原本想着 田气一身功夫了得 单打独斗 还真没几个人是他对手 可那中年人站到院子时 一向止尽不退的田气 却突然变得迟疑 中年人很瘦小 个头也不高 和身材魁梧的田气比 感觉田气一拳下去 这人站都站不起来 愣着干嘛 能不能离开这里 就看你自己了 我大声喊道 田气麻烦地点头 望前一步 又退回来 捧起水 洗了脸 站到那人对面 我突然发现 田气没有求生的欲望 至少在气势上 他似乎已经输了 他甚至都不敢抬头看中年人 中年人左腿向后一射 右手低锤 左手摊掌而出 动作缓慢而沉稳 请 田气慌乱地点点头 从来没见到过 他乱了方寸的样子 双手抱拳 傻不拉击地站在原地 你倒是动手啊 公学估计看着心急 田气这才回过神来 四平八稳 一拳击出 他一出手我就愣住 田气拳法势大力沉 可他这一拳柔弱无力 而且速度也没之前快 那中年人不动如山 伸出的左手 迎着田气的拳头 轻柔一绕 拖住田气手腕 借力打力 轻而易举地 便划去了田气的拳进 田气的本事 我们都了如指掌 可在中年人面前 却难以施展 好像田气每一拳出击 都顾虑重重 而且那中年人 对田气的套路 了如指掌 总能轻而易举地化解 你没吃饭啊 你一拳打死穷气那劲呢 都什么时候了 还信不在烟 还想不想离开这里了 公学在旁边大声嚷嚷 我也感觉田气有些反常 好像完全不在状态 每一拳都被中年人克制 别说击倒对手 来回交手十多招 田气甚至进不了对方的身 中年人看似瘦肉无力 可朝朝飘逸灵动 刚揉并济 行云流水 明明就纹丝不动的战力 可田气就是无法靠近丝毫 稍有分神 就被中年人一掌推出院外 练武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你锁练拳法 讲究眼睿胆壮 异领深随 运转刚猛霸道 全如奔雷 进入猛虎扑石 退入乳焰归巢 中年人又恢复了最开始的姿势 左手向田击瘫掌伸出 你如今神行不宁 又岂可全力以赴 田击从院外走回来 听完中年人这几句话后 似乎镇定下来 静气凝神 双手抱拳 不卑不亢道 行 我终于听到田击的底气 这才是那个不怕死的田击 果然重新攻出的拳法 有了气势 可在中年人面前 田击始终占据不了上风 他全是刚猛 但和中年人过招 每一拳都犹如石沉大海 反而是中年人应对自如 以慢打快 四两拨千斤 任凭田击怎么攻击 他始终站立在原地 纹丝不动 田击拳法越来越快 中年人以静制动 游刃有余 渐渐 我们看到田击只能围绕他 试图找到破绽 但中年人以右脚为轴 转动身体 应对自如 院中被清扫的杂草 随同中年人的身形飘舞 那轻如鸿芒的杂草 却怎么也飘散不起来 仅仅是围绕在田击和中年人的四周 越是僵持 田击越是力不从心 中年人又是一掌 把田击推到院外 他身形一停 纷飞的杂草落下 在中年人的身边 形成一个太极的图案 他所用的是太极拳 以柔克钢 刚好能克制田击 任凭田击拳是再刚猛 每一拳却如同击中在棉花之中 处处受制 难以发力 这人和田击对决 连续两次都是点到为止 中年人两掌 都推在田击胸口 若是存心想伤他 田击现在怕是战斗站不起来 田击再次从院外走进来 他反而越挫越勇 双腿一曲 蓄力而发 整个人犹如离弦之戒 猛然向中年人冲去 我看到田击五指收紧成拳 骨节之中发出响声 这是龙孙拳 有一拳断桥的力量 这一次 田击是权力以赴 估计知道和中年人缠斗 占不了便宜 龙孙拳的威力 我们都见过 田击曾经一拳击毙穷奇 这一拳 若是打在人身上 绝对当场毙命 中年人是习武之人 应该认识龙孙拳 也应该知晓 这拳法的霸道 可中年人却没有丝毫忌惮 就在田击拳头 击中他的瞬间 中年人突然变掌为拳 动若闪电般 硬着田击的拳头 稳稳一拳击出 两个拳头撞击在一起 中年人屹立在原地 纹丝不动 可田击却亮亮呛呛 向后退了好几步 握拳的手 一直抖动不停 应该是被中年人的拳进 震满了手 好半天才缓过神来 使不过三 我既不如人 输得心服口服 田击埋头 心悦沉浮 公爵和薛心柔 不知所措地看向我 估计他们也没料到 居然有人敢应接 田击的龙孙权 而且还能把田击逼退 如今胜负已定 不知顾掌柜 还有什么话说 英会员淡淡一笑 似乎对这样的结果 他早就心知肚明 没话说 显而易见的事 我还能说什么 您富可敌国 能跟在您身边的 当然是能人意识 我提议单挑对决 您想都没想就答应 原因很简单 从一开始 你就知道 田击不是对手 我站在英会员身边 也跟着笑起来 英会员一愣 估计是猜不透 我话中的意思 你想方设法 无非是想从我手里 带走他 既然是这样 你明明知道结果 为什么还提出对决 因为他 我指着还站在院中的中年人 英会员眉头微微一皱 和他又有什么关系 我在花园之中 见到英会员时 这个中年人就寸步不离地 跟在他身边 当时我还不知道 英会员的身份 以为他是园丁 所以没有过多留意 后来得知英会员是谁后 专门观察了这个中年人 他始终和英会员 保持着半步距离 在任何情况下 他都能第一时间 保护英会员 我们走到院外时 地上是松软的泥土 谁踩上去都会留下脚印 唯独这个中年人没有 可见这个人 对自己的身体 收放自如 而且能留在英会员身边的人 绝非是泛泛之辈 有他跟在您身边 可以说您是万无一失的 你是想 把他从我身边分开 英会员终于反应过来 饶有兴致地看着我说 你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我抬起手 树英壶的碎片 就抵在英会员的脖子上 只要我手稍稍移动 英会员立马血溅无步 英会员居然还能面部改色 外面围着我们的人 见英会员被劫持 全都面面相去 伸手正打算掏枪 英会员触遍不惊 挥手事意 其他人不要动 说实话 我还真有些佩服他 英会员倒不是 投鼠机器怕我伤他 脸上没有丝毫惧怕的神色 皱起的眉头 慢慢舒展开来 好 我一愣 怎么也没想到 从英会员的嘴里 居然说出个好字 看来 我是小瞧了顾掌柜 这心机成佛 倒是学了叶狐狸的精髓 想必叶九卿没少花气力打磨你 审时夺势 观人入碑 这一步 的确难能可贵 英会员在赞扬我 而且还是发自肺腑 赞扬一个拿着凶器劫持他的人 我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叶九卿打磨我十多年 其他没学经 保命的本事倒是一样不辣 您是今儿个 是没打算放过我们兄弟 没办法 只好得罪了 你以为挟持我就能保住他 英会员反问道 能不能保住我兄弟不清楚 不过他要有什么闪失 结果只会是鱼刺网破 您是大富大贵的人 总不至于和我们这些土耗子计较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要挟我就等同是我敌人 英会员的敌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没有人保得了你 叶九卿也不行 你现在要收手 只要把我要的人交给我 我保证既往不救 英会员明明被我劫持 可他说话的口气更像是在要挟我 您谈爱了 开工没有回头见 既然动了手 我就没打算收手 您不是也说了 我是不会谈买卖的人 您后说这些完全是浪费时间 我拉着英会员走到院里 看见田姬目瞪口呆地望着我 傻愣着干嘛 过来 田姬像是丢了魂 茫然地有些呆滞 我把英会员叫到他手里 有英会员在 相信其他人不敢对田姬做什么 我让公爵带着薛心柔跟着田姬出去 我留下断后 退到院中时 四周的人全都一步一步向我们紧逼 中年人一直全身贯注 我看他面色凝重 想必是在找机会 伺机而动就英会员 都别乱动 我兄弟胆小 你们别吓着他 要是他手抖了 荒当一声 我听到瓷片掉落的声音 心里一惊 回头看到田姬真的呆落梦姬 手中的瓷片居然真的掉落在地 我们经历过这么多险情 天姬从来没有掉过链子 如今危机关头 他居然真的掉了挟持英会员的瓷片 中年人动落脱兔 根本没给我机会 身形一闪 把英会员救了过去 现在只剩下我们站在院中 而其他人看到英会员脱困 立刻把我们团团围住 我和公爵还有薛心柔 瞠目结舌的盯着田姬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要是平时 我真得劈头盖脸大妈 可田姬到现在手都在抖 低着头像是做错事的孩子 眼神有些闪烁 安逸了 这下你满足了 我重重一巴掌 拍在脑门上 对着田姬大声说道 我就没搞明白 你怕什么呀 我 我没 没怕 真 真没怕 田姬吞吞吐吐道 你还没怕 说话都戒巴了 你倒是给说说 死你都不怕 你今儿是唱哪出啊 公爵气不打一处来 不会是刚才手被伤到了吧 薛心柔握着田姬的手 全神贯注的检查每一根石头 疼吗 不疼 田姬脸色顿时潮红 结巴得月河厉害 我双手捂着头 无言以对 突然有一种 欲哭无泪的感觉 没想到最后 居然被田姬给吭了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到现在田姬的头都没抬过 我正心里盘算 这一下到底该怎么办 突然看到江无用急匆匆从院子外走进来 压根没瞧我们一眼 对直走到英会员旁边 神情紧张的低声而鱼 英会员被我劫持 脸色都没变过 可不知道江无用对他说了什么 英会员顿时眉头紧锁 像是如临大敌一般 双手背在身后 来回走了好几圈 心烦意乱 一边叹息 一边愁眉不展 像是乱了分寸 我对英会员疑惑不及 一个富甲天下的人 有什么会让他忌惮 一个女人 从木屋外的丛林中走来 走近看清这女人的容貌 年纪四十多岁 没经木秀 五官端正 想必年轻时也是风华绝代 即便是上了年纪 依旧风韵犹存 这女人的一举一动 无不透着高贵 似乎与生俱来 一种落落大方的优雅 穿着优雅 举止富贵 胸前那枚帝王绿的翡翠项链 足见这女人的身份 非同一般 这个女人出现 所有人的目光都焦距在她身上 她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 很和煦的点头微笑道 她似乎对每一个人 都是这样的表情 没有丝毫作作的亲和力 让人看着安心和踏实 桂圆 这都多少天了 也不见你回去 自己身体本来就不好 也不知道好好养着 这天气暑邪最容易趁虚而入 女人手里提着精致的死碗 院子里剑拔弄张 可她压根没问过半句 打开后 死碗上下两层 下面是冰块 上面是一碗绿豆汤 端到英会员面前 特地给你熬了绿豆汤 清热解毒 清暑消烦 冰镇得刚刚好 这女人能直呼英会员的名字 可见她们之间关系不浅 我看到英会员像是变脸一般 之前还愁眉不展 见到这女人进来 瞬间满脸堆满笑意 而且还很无奈的笑 忽然间我意识到 英会员居然忌惮的 是面前这个女人 天这么热 别都站着 你们先回去吧 女人浅笑 对院子其他人说 她话音一落 所有人都看着英会员 不知所措 英会员犹豫一下 仅仅是瞬间的质疑 立刻挥手其他人离开 包括江湖用在内 除了我们之外 其他人立刻退出这片园林 婉青 大老远 你怎么来了 英会员笑得有些不自然 伸手去接那碗绿豆汤 咣当一声 叫婉青的女人 把此碗扔在地上 我发现这里的人 变脸跟翻书一样 前一刻还温婉优雅 等院子里的人都离开 女人脸若双色 一言不发地盯着英会员 你瞧这是干嘛 好好一碗绿豆汤 我问你想干嘛 女人在眉之前的温柔 我 我不是在做事吗 做什么事 女人绕着英会员 一直盯着她眼睛 姓英的 你给我说清楚 你做什么事 偷偷摸摸跑到这里来 你不就是想瞒着我吗 我十六岁就跟着你 你那点心才想瞒着我 原来这是一对夫妇 英会员怕的 居然是自己的妻子 不过这女人的确厉害 人前给足英会员面子 那温软舒贤的样子 简直欣傻旁人 没人的时候 英会员在她面前 一句重话也不敢说 婉青 有什么事我们私下说 这里 这里还有其他人呢 英会员瞟了我们几眼 压低声音 几乎是在祈求 哟 你堂堂英会员 万一人谁不知道 你行的正错的端 你有什么不能当着 其他人说的 忠孝仁义礼 这五个字 你可天天挂在嘴上 什么时候 你英会员 还有见不得人的事 这个女人发起火来 还真有点吓人 我用心良苦 你怎么就不能理解 理解 感情你认为 你做的是对的是吧 你给我好好说说 哪件事你做对过 儿子没有了 你现在是存心 连我也想逼死 女人越说越气 身上的优雅和高贵 荡然无存 剩下的 只有不讲理的抓狂 我突然有些理解 英会员 居然家里有条 何东施 说是富可敌国 不过估计是 人前风光 关了门 不知受了多少计 女人在院里 找了一圈 瞧见薛金柔 之前丢的那把枪 拾起来 就冲到英会员面前 往他手上一塞 来 今儿可就让你成全了 我一死百了 懒得再管你的事 英会员顿时慌了神 连忙去抢枪 看得出来 他对这个女人很疼爱 两个人就在院里拉扯 我们在旁边看着 都有些不好意思 婉青 这是枪 不是闹着玩的东西 你先放下 有什么事好好说 英会员心急如焚道 好好说 你听过吗 儿子怎么没的 你心里还没说 星英呢 其他事我都听你的 儿子是我的 这事跟你没完 一直看傻眼的田姬 突然冲上前去 一把抓住女人手里的枪 别闹了 您都多大岁数了 怎么还跟小孩似的 三手 女人瞪了田姬一眼 田姬也被吓住 和英会员同时放手 女人把枪 往英会员手里一塞 来 一枪打死我们妮啊 你往后就轻轻了 田婉轻 英会员把枪扔到一边 一愤填膺地说 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慈母多败儿 你 你敢吼我 女人目瞪口呆 说哭就哭 像一个受委屈的小女人 抡起拳头 有气无力地往英会员身上敲 姓英的 你现在长本事了 敢冲着我发火 今儿跟你不给我说清楚 我就 我就 女人不讲道理 还真是挺吓人 边说边在地上找刚才那把枪 英会员焦头烂额 重重叹口气 紧紧抓住女人 脸上又堆满 歉意的笑意 别气了 我这样做 也是为了她好 我怎么会吼你 都是我不好 女人的演技 简直登峰造极 前一秒还寻死逆活 英会员刚转下来 女人立马 遗址汽水道 知道你不对就对了 啊 是我不好 不管爸的事 我知道她都是为了我 田姬拉着女人的衣角 陪笑道 你也知道她是为你 从小教你三纲五常 忠义理人性 你现在倒 望得一干二净 居然大你不道 男着瓷片敢威胁你爸 女人推开田姬 一脸严厉道 对下 田姬二话没说 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我和公爵还有薛心柔 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 好半天 硬是没回过神来 拿着瓷片 敢要挟你爸 我在脑子里转了半天 一直默默回想这句话 公爵张着嘴 如动几下 大为震惊 英会员 是田姬的爸爸 父子相残 薛心柔吐着舌头说 我挠了头 把遇到田姬 之前之后的所有事 都想了一遍 他在我们面前 一直坦大 唯独关于他家人的事 却绝口不提 好几次都话到嘴边 被他硬生生咽回去 他不说 我和公爵也没问 薛子应该有难言之隐 我们把田姬当兄弟 他家人是谁 我一点也不在乎 不过从去昆仑金缺之前 我倒是有一些奇怪 身份神秘的金主 似乎认识田姬 那个时候 我就隐隐感觉 有些不对劲 金主怎么会认识 一个蛙木的穷小子 而且不光是金主 后来认识的人里面 花西双也特别关注过田姬 我记得花西双说过 田姬长得像他认识的一个人 如果我没猜错 花西双说的应该是田婉青 仔细看 田姬像极的田婉青 还有他的名字 我怎么也没想到 田姬会是鹰会员的儿子 毕竟一个姓田 一个姓鹰 原来田姬是随着田婉青的姓 在金陵的时候 我们三人身无分文的走投无路 田姬拿着一块破石头 就能在韩春轩卖了两万 这事我一直在琢磨 还真以为是江吴用看走了盐 原来是江吴用认出了田姬 鹰家的独子 早晚有一天 鹰家所有家业都是他的 不要说两万 田姬开口要多少 江吴用一个字也不会少 田姬说他杀了鹰会员的独子 事实上 这话还真没骗我们 我记得田姬告诉过我们 他家老头子忠厚仁义 想必对田姬也是寄予厚望 结果田姬居然干的是 挖木盗宝的硬生 对鹰会员来说 这和杀了他儿子没什么两样 何况我初见鹰会员时 仅仅因为沉香木掌歪了 他可以眼睛都不眨 把一棵价值连成的树砍断 可见此人眼中 容不得半点瑕疵 记得英伙人说过 歪木成不了栋梁 而在他心中 不能成栋梁之才的 怕就是田姬 至于击败田姬的那名中年人 在万象神宫时 白俊说过 龙尊权需要极高的臂力 一般人根本练不成 即便是学会 也无法将伦尊权发挥到极致 白俊认识一个人 不过此权不外传 我想白俊说的 那人便是这个中年人 他是田姬的师父 田姬的一生武功 都是他传授 难怪田姬站在他面前 躊躇不前 田姬憨厚老实 和师父过招 他当然不会全力以赴 而且他也清楚 自己不可能是那位中年人的对手 最后是花西双 这个女人消息灵通 想必从他第一眼看到田姬开始 就已经开始有所怀疑 估计他老早就派人调查过田姬的底细 早知道田姬和英会员的关系 我一直不明白 花西双就是赛财 什么该赚 什么不该赚 像他这样聪明的女人 绝对清楚 他把我们出卖给英会员 虽然在英会员这里讨到好处 但叶九卿根本就不是善茬 其他我不敢说 我若真出了事 叶九卿绝对不会放过花西双 他即便有通天的本事 叶九卿就是拼了他老命 也不会让花西双有片刻安生 花西双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他把田姬交给英会员 虎徒不食子 何况还有一个何东师填满青仔 田姬顶多是被责骂几句 说到底他两边都没得罪 事情还办得很漂亮 我重重叹口气 感情知道田姬底细的人大有人在 而和他一直生死与共的我们 却蒙在鼓里 王八蛋 你小子也太不厚道 老子命都不要救你 老子命都不要救你 合着你一直藏着掖着 我越想火越大 指着跪在地上的田姬 张口就骂 田姬如今自身难保 愁眉苦脸偏头瞅着我们 手在望下面直晃 估计是事已先别添乱 说到底也是鹰家的家事 到底发生什么 我们也不清楚 堂堂鹰家独死 居然刨木盗宝 这可不是小事 也难怪鹰会员会千方百计的 找田姬回去 我指了指田姬 抿着嘴 点点头 意思很清楚 等他先把鹰会员的事处理完 我等着他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你都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了什么 说出来你都要吓一跳 他去盗墓 而且盗台不是一般的墓 鹰会员看田姬跪下 估计是瞧着田婉清站在他那边 指着田姬直鼠了 此母多败儿 都是你从小把他灌成这个样 他现在胆大了 长本事了 去把皇帝和赤友的墓都挖了 这要是传出去 我鹰会员的儿子干的是盗墓钩的 我还有脸贱人 他是杀人放火 还是作奸犯科 有这样儿子你很丢脸吗 田婉清瞪着鹰会员大声问他 自己儿子不想留在家里 被你逼得离家出走 你不反省反省 儿子宁可去盗墓也不想回家 都到了家门也没想回来看你一眼 这才叫丢脸 这 这 鹰会员根本说不过田婉清 急得不知的如何作答 重重叹口气 唉 他干的都是掉脑子的事 你再护着他 他早晚会把田给捅着个窟窿来 你别一整言辞 你不就听到儿子盗墓 感觉路子不正吗 姓鹰呢 你给我听好了 我儿子盗墓怎么了 那也是本事 天底下盗墓的多了去了 有几个能找到皇帝的墓 你鹰会员有这个能耐吗 你 你简直无理取闹 鹰会员气得直跺脚 你又吼我 田婉清声音更大 唉 作孽呀 鹰会员闭目长叹 我在旁边差点没笑出来 很显然 鹰会员不是田婉清的对手 而且根本不是一个断数的对手 忽然间记起来 田基曾经说过 不要跟女人讲道理 根本讲不通 原来她说的是田婉清 鹰会员 我跟你说 我敢拍着胸脯说 我儿子就是盗墓 也不会伤天害理 他什么性子我清楚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今天我就当着儿子的面 把话说清楚 田婉清咄咄逼人 寸堵不让 他在外面盗墓 你看不顺眼 感觉你鹰会员底子就正 你年轻那会儿 干的事没几件能见光的 现在干净了 人前人后都叫你生鹰眼 你干的事别人不清楚 可我却一清二楚 黄青 有什么话回家再说 这 这还有其他人呢 鹰会员一听 顿时慌了神 他什么 你行的可是君子之道 无事不可对人言 也是你自己说的 君子坦荡荡 有什么好怕的 田婉清根本不理会 你年轻那会儿 盗的墓还少 田婉清话一出口 我们几乎同时张开嘴 这两口子吵架 直接接老底 听起来还真过瘾 就是万万没想到 复可敌国的鹰会员 居然倒过目 我拉着公爵和薛熙柔 坐到一边 看样子 今天有好戏看 鹰会员有意无意 瞟着我们 脸上红一阵 白一阵 尴尬的去拉田婉清的手 示意他别再出声 啊 我爸也倒过目 田姬居然乐呵的笑出声来 跪好 你的事情回头慢慢给你算账 田婉清大声呵斥 有些事 不该说的不能说 鹰会员压低声音 裴笑道 有什么不能说的 三纲五常 不是你打脚就教他吗 田婉清理直气壮 用手指头 戳了田姬额头一下 给你爸说说 什么是三纲五常 君为陈纲 父为子纲 互为七岗 田姬耸肩脱口而出 父为子纲 当父亲呢 要给儿子有不了帅 你年轻的友人 可是盗墓好少 如今儿子也盗墓 你要责怪他 那也是上梁不正 下梁歪 你凭什么责怪儿子做错事 原来是遗传呢 田姬没心没肺的 笑着自言自语 鹰会员已经无言以对 埋头坐在一边不吭声 真没看出来 鹰会员居然是七管炎 不过以鹰会员的身份 没有他怕的人 只有他尊重的人 可见田婉清在他心里 分量有多重 必说成这样 老底都献出来 也不见鹰会员发火 你还得意 田婉清的矛头 转向幸灾乐祸的田姬 在院子里寻了一圈 找了一根小手指头粗细的树枝 抽在田姬后背上 半点声响都没有 对田姬来说 估计如同脑痒痒 看起来田婉清还不是一般的 心疼这个儿子 徐三经住书中 关于孝道给我背出来 于里有不孝 大声点 田婉清冲着田姬后背 又是一棍 田姬嘟着嘴 挺直些腰 无可奈何的大声背诵道 于里有不孝者三 侍卫阿易取从 献亲不义 依不孝也 家贫侵劳 不为陆氏 二不孝也 决心祖四 三不孝也 你是英家独子 从小你爸对你言传身教 寄予厚望 你性子敦厚唇凉 可长大后 事事都因与你爸作对 他可有半点害你之心 就算你们父子观念不同 为什么不能一武一实说清楚 偷偷离家出走 田婉清把英会员拉过来 指着他病发 严厉的说 你可知道 你不辞而别 你爸夜间病发花白 为人子女 不知道体谅父母用心良苦 阿易取从 献亲不义 是你依不孝 田姬抬头看了一眼 顿时满脸歉意 家贫辛劳 不畏陆事 你爸身体不好 又上了年纪 你是英家独子 早该你独当一面 你却倒好 不管不问 一走了之 留下你爸一人制成家业 你自己在外面逍遥快活 是你二不孝 田姬懊悔 头埋得很低 一言不发抿着嘴 不娶无子 绝先阻祀 田婉清越说越气 又是一棍 抽在田姬身上 这个 这个我就懒得跟你说 你爸那会年轻 风流倜傥 你这么笨点没学到 等你给英家传从接代 破坟头草都一人高了 我们在旁边面面相去 没想到田婉清这么厉害 难怪英伟员都敬重他 字字朱姬 说得田姬懊悔不已 听得我都想数了田姬几句 好了 他也不小了 你说说就说 别伤他面子 人能平安就好 英伟员在旁边 都有一些看不下去 伸手去拿田婉清的树枝 不是你天天逼他 我儿子会这样 田婉清来会数了这对父子 砸在英伟员的手背上 人各有志 他有自己的想法 一到晚上什么都管 他不笑 也是你的错 英伟员把头一缩 又坐了回去 和田姬一样 不敢吱声 知道你老是本分 不指望你叱咋风云 只要平平安安就好 你倒好 偷偷摸摸去当兵 你想马哥果实当英雄 我和你爸就没睡过 一宵安稳觉 好不容易把你给盼回来 我连重话都不敢说你半句 就指着你能安上 结果你一句话不留 说走就走 你是不是嫌我命长 非得等我断气你才满月 田婉清用树枝 戳着田姬 越说越气 又抽了一棍子 妈 您别气了 都是我不好 让您和爸担心了 担心 你也知道我们会担心 真是我从小 把你给宠坏了 还张本事了 学着去盗墓 你翅膀长硬了 刀口甜血的营生 你也敢碰 我和你爸是劝你吃 还是少你穿了 田婉清气愤不已 探墓的本事是你能干的 就你这脑子也敢去盗墓 你什么也不懂 死在厦门没人给你收尸 是不是嫌我和你爸 为你操心的还不够 非要我们白饭人送黑饭人 你才满意 妈 您别这样说 我知道错了 田姬跪在地上 头也不抬 拉了拉田姬的衣角 我不是你妈 你是我老子 妈 不是回来了 你要是气出病 我就真遂念身重了 田姬蹲在地上 照处找 终于找到一根粗点的树枝 递到田婉清面前 你要不解气 用这个抽 抽到您解气位置 田婉清一把接过去 手高高抬起 田姬抬头 憨憨的冲着他笑 田婉清试了好几下 手也没浪下去 把树枝扔到一边 田姬跪在他面前 握起他的手 妈 刚才您打我手疼不疼 我给您揉揉 我心里暗骂一句 平常看田姬不开窍 没想到对付他 爹妈 是一套又一套 真是小瞧了他 田婉清甩开田姬的手 虽说气头还没过 可被田姬这么一揉 眉目之间闪现的 全都是慈爱 当兵的事 我就不和你计较 都是你爸教的好 中金爱国也无可厚非 我英家出了 保卫家国的男儿 祖族也有光 田婉清声音平缓了许多 你给我说说盗墓的事 你是我儿子 你什么性子我最清楚 你向来忠厚本分 怎么就去盗墓了 你到底是为什么 对呀 你得跟我们说清楚 我和公爵可是对你掏心掏肺 寻思你一直在我面前 装傻充愣 瞧吧你装的 还真以为你贪财 我冲着田姬幸灾乐祸的说 你可是鹰家独子 我都得改口叫女生鹰少了吧 你和我们搅在一起 该不会是图刺激新鲜吧 鹰少 您给说说呀 我也想知道 公爵十颗十子 丢在田姬身上 不依不恼的问 田姬收起脸上的笑 抿着嘴 神情凝重道 沉默笨天 深吸一口气 抬头看向我们 你们人是我朋友 我从来没想骗你们 我盗墓是因为 田姬越言又止 停顿片刻 目光转向鹰会员 爸 我去盗墓 是因为想救你 田姬语出惊人 我只不过是因为 他一直没告诉我 他是鹰会员的儿子 这段时间为他 连命都豁出去 现在想寻他开心 没想到田姬盗墓的原因 居然是为了鹰会员 我们盲人不知所措 鹰会员一愣 表情和我们一样恶然 他和田满青对视一眼 为了救我 鹰会员一本正经地问 为什么要救我 鹰家的秘密 其实我已经知道了 田姬低声说 秘密 你知道什么秘密 田满青大吃一惊 我转业回来后 你们一直没责备我 我知道让你们担心了很久 本想找一个机会 当面道歉 我还记得是三年前 那天是妈的生日 爸本想给妈操办 可妈坚持一家人吃顿饭 田姬埋着头说起往事 他说那晚家里人都很开心 特别是田满青 鹰会员告诉田姬 他走了之后 就没见田满青笑过 儿行千里母担忧 短短几年 田满青都老了许多 田姬听在心里 越是愧疚 本想在酒席上道歉 可又不想扫了田满青的兴致 难得看见他这么高兴 家宴结束后 田姬去他们的房间 发现房门没关 他听到鹰会员和田满青 之前的谈话 鹰家的男人 活不过六十岁 田姬抬头看着像鹰会员 忧心忡忡的说 爸 当时您五十岁 如今已过了三年 您只剩下七年的寿命 我是您儿子 无论如何 我也不会让你有事儿的 鹰会员手轻微抖动一下 和田满青惊恶对视 俩人都看向田姬 你 你刀墓原来是为了这个 傻孩子 你怎么不早说 田满青慈爱地摸摸田姬的头 起来吧 你爸的事儿 我们自己处理 不用你操心 我和你爸只希望看到你平平安安就好 什么 什么叫鹰家的人 活不过六十岁 薛心柔一脸错愕 孩子已经这么大 早晚要知道 不如你现在就告诉他吧 田满青拉着鹰会员的手说 鹰会员沉默不语 思索半天 深吸一口气道 鹰家虽然负责了天下 可鹰家的秘密就从来没人知情 鹰家历代都秘密盗墓 可以说是盗墓世家 而且鹰家直系难盯 只要一甲子寿命 一直都是这样 六十年时间一到 全都无疾而终 没有例外 只有六十年寿命 我大吃一惊问 每个鹰家男丁都这样 对 六十年 一天不多 一天不死 比阎王爷的生死不还得 鹰会员点点头说 该不会 是鹰家有什么遗传病吧 薛心柔郑重其事地说 去检查过身体吗 吴世平 身体再好的人 六十年一到 必死无疑 这是诅咒 鹰会员重重叹口气道 诅咒 公爵一脸错愕 什么诅咒 鹰家显贵很早 从鹰家先祖开源起 鹰家就没穷过 不过一直在秘密盗墓 说到底 盗墓终究是损殷德的事 鹰家再富贵也有报应 一甲子的寿命 就是鹰家的报应 也是鹰家的诅咒 鹰会员说道 爸 我不相信这是报应 更不相信这是诅咒 我和他们找到过很多遗迹 皇帝的昆仑真缺 持有守护的祖神之殿 还有万象神功 以及海底的结石金工 这些都是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这之前 我压根不相信这些遗迹存在 田姬站起身 声音坚定道 有很多事 不知道不代表不存在 鹰家的人只能活六十年 一定有原因 就算是诅咒 我也要破除 六十年时间一到 寿命就终止 我挠挠头 一本正经的问 怎么终止 是突然死亡 还是有什么预兆 没有预兆 时间一到 我们身上的邪 会瞬间凝固 每一个鹰家的男丁 都是这样的结局 鹰会人说到这里 淡淡一笑 拍拍田婉青的肩膀 目光中透着情深意重的恩爱 他缓缓告诉我们 他记得田姬说的那晚 那天是田婉青生日 事实上 田婉青从不过生日 就是因为 他不想把时间 记得太清楚 他每过一年生日 就意味着 和鹰会人相处的时间 又少了一年 那晚 田婉青伤感 说不愿意面对的事 鹰会人 劝为他宽心 其实知道 分别的时间 并不是件坏事 至少每一天 都会去珍惜 而对于鹰会人来说 六十年的寿命 他一点也不遗憾 因为身边 有田婉青相伴 听到这里 我才明白 这个富甲天下的男人 为什么会对身边 这个女人如此顺从 他在珍惜 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我和你妈 别无他求 人生苦短 我只希望 你能平平安安 我曾经到过墓 那也是没办法 毕竟祖训 我必须尊重 但我不想你再染指 我宁愿违背祖训 就是期盼 如果真是诅咒的话 那你是鹰家 唯一清清白白的人 希望你可以逃过一劫 爸 命在我们自己手里 不能就这样任命 就算我什么也不做 该发生的 早晚也会发生 田基摇摇头 程恺说 我听见你和妈 说几张地图 鹰家大午幕 就是为了这张图 或许 鹰家的秘密 就在这张图上 还有地图 我眉头一皱 干什么用的地图 鹰会员游异半天 还是说出来 鹰家仙祖 留下一张地图 让后世子孙 一定要找到 鹰会员只说到 一半就停住 似乎还有些事 不想透露 田晚清拍摆他手背 有些事 冥冥之中都注定好的 你想让田基 刚刚静静 可最终还是事与愿违 他还不是一样 到了墨 躲是躲个调 还不如 全都告诉他们 你容我再想想 毕竟事关重大 鹰会员轻柔的笑了笑 这事先别提了 难得把他找回来 好久没这么高兴了 田晚清点头也不勉强 和颜月色笑着 对鹰会员说 高兴的是 还不止一件呢 还有什么 鹰会员问道 没瞧见你儿子 跪在地上 脸红得跟火炭似的 你真的还是知错啊 知儿莫过母 他真是害羞呢 害羞 他干嘛要害羞啊 鹰会员一头雾水 他可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你没瞧出来 你儿子还带着人 田晚清目光 落到薛新柔身上 嘴角笑开 一见面就敢冲着你抡枪 这丫头 性子我喜欢 哦 鹰会员恍然大悟 喜笑颜开说 哎 这姑娘身上倒是和你脾气差不多 就怕日后啊 田姬这日子不好过 有什么不好过的 他这性子就得有人管 田晚清不以为然道 妈 你说什么呢 他 他就是我朋友 田姬更脸红 我和公爵纷纷看向薛新柔 扑吃一口笑出声来 我们心里都清楚 田姬打一开始就对薛新柔有意思 没想到居然被田晚清看出来 薛新柔一脸羞红 抿着嘴 尴尬的不知所措 田晚清走到他身边 拉起薛新柔的手 越看 脸笑的越灿烂 招呼英会员说 处着干嘛 难得今天热闹 好久没一家人 聚在一起吃饭了 英会员唯唯唯诺诺点头 跟着田晚清和薛新柔 出了院子 我和公爵 瞟着田姬不说话 他挠挠头 嘴角挂着 好不容易才挤出的笑容 别 别埋怠我 说两句 别这样看我 骂我也行啊 呦 您这话说的 谁敢骂您啊 您可是英少 我们八级还来不及呢 我一脚踹在田姬身上 哎 就我田姬 听着舒坦 田姬嬉皮笑脸的搂住我 还好 英少毫发无伤回来 这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和昭哥 可就真大火临头了 公爵没好气的 白了田姬一眼 哎 别看不起人呐 咱可是兄弟 你们这样说 那就生分了 不敢当 和你英少当兄弟 不知道的 还因为我们高攀呢 我推开田姬 又被他拉回去 真没想骗你们 不是我说 你们想想 要是我说了 你们还会待我一起吗 田姬苦笑道 这倒也是 谁敢带着英家独子 出生入死 公爵说道 我没想其他的 我爸活一天 少一天 我就想让他平安无事 既然你拿我们当兄弟 就该同朝共计 这么大的事 你干嘛不告诉我呢 你爸活一天 少一天 你不也一样 我说道 从我认识你们两个开始 咱们有闲过吗 事一件接着一件 就没断过 而且都是大事 我就怎么好说 不是怕你们分心吗 田姬说到这里 突然收起笑容 不过 我真有件事瞒了你们 一直憋在我心里 没说出来 门心自问 也就这事 我对不起你们 你还有事瞒着我们 公爵掐着田姬的脸问 其实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羽龙 田姬说 我和公爵同时愣住 你知道羽龙 或许比你们知道的还早 我离家出走之前 那晚听到我爸妈谈话 他们提及到羽龙 隐约说到 婴家的秘密 或许和羽龙有关 所以我盗墓 就是为了找这条羽龙 他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 直到遇到你们 才明白羽龙的含义 田姬诚恳的对我们说道 我和公爵大吃一惊 婴家是盗墓世家 以英火源的身份 知道羽龙也不奇怪 可婴家和羽龙 又有什么关系 羽龙是月宫九龙坊的标志 难不成 婴家和这艘离奇的宝船 有关联 田婉青亲自张罗的家业 就设在院中的花林中 这地方是英火源 用来修身养性的地方 婴家家大业大 基本没有什么事 还需要他亲力亲为 唯独操心的就只有田姬 闲暇无事的时候 英火源会来到这里种花草 特别是田姬离家出走之后 英火源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 田姬告诉我们 他小时候 经常和英火源来这里 院子里 很多花草都是他种的 想必 英火源是堵物私人 田婉青不骄横的时候 还挺温柔舒贤 桌上虽然全是寻常的家常菜式 可田婉青却忙得不亦乐乎 薛新柔一直留在他身边帮忙 等到华灯出上 英火源招呼我们坐下 观中人不善饮 我已经很久滴酒不沾 塞塞的都是家人和朋友 今儿高兴 没有酒不行 英火源笑着对田婉青说 像是征求他的意见 爸 您身体不好 都是自家人 还是别喝了 田妻劝俗道 你爸今儿真高兴 平日来往的人 非富极贵 不管谁来 你爸也不会开这个口 田婉青笑了笑 转身取了一瓶酒 无酒不成席 我今天也想喝两口 英火源端起酒 先给我珍满一杯 然后是公爵和薛新柔 我刚想站起来 英火源示意我 先别动 这第一杯酒 我先敬顾掌柜 别 您这样叫我辩认得很 我拿他将兄弟 您是他爸 如若不嫌弃 我就叫您一声英叔 我连忙站起来 礼数不能丢 晚辈鲁莽 之前一时情急 都有冒犯 还望英叔海寒 这杯酒 您敬我 晚辈不敢当 昭哥借花献腹 助英叔一家团员 算起来 你还真得叫我一声书 叶酒清这个老东西 上辈子不知烧了什么高香 挖了一辈子墨 不但有一个乖巧的知秋 还有一个 你这样不骄不躁的接班人 英火源和煦一笑 仰头一饮而尽 您认识叶酒清 我端着酒杯 大吃一惊 怎么会不认识 他们两个可是拜把兄弟 年轻那会儿 蜀中叶凤 关中英龙 他们二人一龙一凤 行当里 谁不知道他们二人的名号 田婉清说道 您跟叶掌监是拜把兄弟 天机一愣 和我们茫然对视 怎么没听过您说过这事 我这兄弟傲气 年轻的时候 我跟他一起瞎目 说起来还真是缘分 记得那个时候 我和你一样隐姓埋名 叶酒清并不知道我的身份 不过 我和他倒是相见恨晚 英火源叹息一声 有些惋惜 后来你叶去世 我接手叶家家业 才向叶酒清 和盘拖出 告知身份 谁知道 叶酒清说他一个土耗子 攀不起我这样的富贵兄弟 人前人后 要是让人知道 英火源和盗墓的 称兄道弟 怕丧了英家名号 从此 他便不再与我往来 不对啊 叶掌柜豪气甘云 并不是迂腐之人 怎么会有门第之见 公爵眉头一皱 说道 什么时候的事 我追问道 灵溪刚去世不久 叶酒清重情 应该是丧妻之头 把我拒之门外不见 并且直言与我断义 老死不相往来 从时间推算 灵溪刚去世的时候 应该是叶酒清 离开117局那会儿 叶酒清应该是 不想牵连英火源 所以才会决绝的 和他划清关系 英叔 这并非是他的意思 不重要 英火源都不听我解释 摇手打断我的话 叶酒清是怎样的人 我心里知道 他这样做 一定有他的原因 我当他是兄弟 一辈子都是 见不见面 又有什么关系 您就这么相信他 我问道 你是叶酒清调出来的 你跟着他身边耳濡目染 你的所作所为 其实就是他的缩影 你问我为什么相信他 看看你做的事 我有什么道理去怀疑 英火源神情坚定 花西双告诉过我 是你主动要来见我 而且来之前 你并不知道 我和田七的关系 你为了朋友 可以义无反顾 而且不惜生死 叶酒清又何尝不是 英叔严重了 田七当时说的含糊 在精灵的时候 他只说杀了您的独子 当时我也没细讲 只寻思这么难的事 你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他要落您手里 势必难逃一死 我摇头苦笑道 我来见您 事实上也是侥幸想赌一把 你打算怎么赌 田晚清笑着问 英家显赫 以英叔马首是瞻 英叔富贵 而且德高望重 我和英家无瓜葛 我来见英叔 顶多也是交涉 即便言语不合 或者我不肯交出田气 相信英叔的身份 也不会为难我 你在拖延时间 英会员恍然大悟 和田晚清对视一眼 你来我这里 是为了让他们 有时间返回成都 哦 你算盘原来是这样大的 到了成都 就是叶酒清的地盘 你就不用担心 我做什么了 我笑着点了点头 匹夫之勇不可取 思深方一远 谋定而厚动 方为大志 叶酒清处是向来稳健 步步为营 滴水不漏 看起来你还真是 清出于蓝呢 英会员笑言道 这么说 你早知道来这里 也不会有事 天机挠头问 我还说你真肯为了我 连命都不要了 搞了半天 原来真是什么都算好的 你还有脸说 要是你早点说出来 我至于提前到点 好半天吗 我白了田机一眼 你可别以为 赵哥来见我是有恃无恐 这等胆识 还真不是一般人所有 赵哥也说了 他是在赌 赌的是我不会为难他 可既然是赌 就有输赢 赵哥并没有绝对的把握 万一他赌输了呢 英会员摇摇头 心悦诚服的说 那您可就太抬举他了 他既然敢赌 就没在乎输赢 赌赢了固然是好 赌输了 他说在这有三长两短 我们一辈子都欠他的 输赢他都不亏 说白了 就是让我们一辈子不安生 公爵在旁边 冷冷的白了我一眼 你们是田气的朋友 赵哥为了他以身犯险 你们又何尝不是 就算花西双不把你们带到这里 你们即便到了成都 知道赵哥的事 不一样也会来救他 英会员第二杯酒 给公爵和薛新柔赠满 小儿忠厚 可不懂事故 身边有各位相随 英会员感激不尽 英叔 您可别这样说 算起来 他救我们的次数要多得多 没有他的话 我们估计也没命坐在这里 公爵和薛新柔端背起身道 英会员一饮而尽 第三杯酒 他给田姬震满 这杯酒 我敬你 不好 田姬脸错愕 站起身 不知所措 不说了 你我父子一场 你一番心意我懂 只怪我对你太严厉 没问过你想要什么 往后 你想做的事 我和你妈不再干涉 爸 我只想让您安平 您既然说 我以后做什么 您都会支撑 那您能不能告诉我 英家南丁六十年寿命的原因 你真想继续追查下去 田婉清郑重其事地问 田姬态度坚定地点头 告诉他吧 也是时候了 有些事终究是要面对的 田婉清对英会员说 英会员迟疑一下 深吸一口气 仰头引进杯中酒 慢慢坐到椅子上 我们都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英会员最终还是点头 把英家的秘密 向我们唯一唯道来 英会员告诉我们 英家显贵 要追溯的开源的祖先 而且英家世代 秘而不宣的盗墓 也是从他们线索开始 英家的线索 有一样与众不同的本事 也是这个本事 奠定了英家的富贵 什么本事 据说 英家仙俗 可以查探到地下的金银 啊 我大吃一惊 这话若是从别人口中得到 我多半会嗤之以鼻 可从英会员嘴里说出来 不光是我 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目瞪口呆 但凡地下有金银 英家就能找到 这就是英家富贵的原因 不是我托打 都说英家富可敌国 这话一点也不夸张 英会员很平静地说道 能查探到地底的金银 我们面面相去 好半天我才说出话来 谁有了这本事 那还了得地下金矿 银脉取之不尽 英家哪是富可敌国 只要想要金山银山 随便挖呀 事实上的确是这样 不过这仅仅是一个传闻 我没有亲眼见到过 而且自从先祖之后 英家也没谁有这本事 英会员说道 这事蹊跷啊 既然英家能探查到 地下金银财富唾手可得 还干嘛要到墓啊 公爵问道 这也是我一直没想通的事情 据说先祖 虽然有查探地下宝藏的能力 但并非这个本事敛财 而是一直在探寻灵墓 探墓 我眉头一皱 疑惑不解道 这也太离谱了吧 有这本事干嘛还盗墓啊 墓里能有多少金银财博 先祖查探地下陵墓 想必是在找寻某样东西 虽然到现在 英家也不知道 这样东西到底是什么 可不管怎么说 这东西绝对比财富更加贵重 我们没有打断英会员 听到从他嘴里讲出的秘密 竟然如此离奇和匪夷所思 英会员也不再顾虑 直言不讳 对我们和盘拖出 英家自先祖开始 并非有意敛财俱负 反而是以盗墓为主 虽然先祖在找寻的东西 没有结果 可毕竟先祖能观地下金银 每每探墓 从未失守 因此有意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 柳成阴 英家也越来越富裕 英会员 唯唯道来 原来英家显贵 是因为盗墓 我若有所思 难难自语道 可是盗墓损因得 英家盗墓太过容易 别人还要探 而英家只需要看 盗墓墓更是不计其数 终究是天怒人怨 自先祖之后 英家南丁只有六十年寿命 一天不多 一天不少 时间一到 全是血液凝固而亡 英叔 您刚才说 自从英家先祖以后都是这样 难不成英家先祖并非如此 公爵道 不知道 英会员这个回答 让我们有些不明白 英家先祖的下落 没人知道 他是不是和我们一样 也就无从考证 英会员摇头回答 下落不明 千千柔一脸疑惑 难道 还有其他的事 英家的先祖身上 发生过什么 先祖是突然失踪的 在失踪之前 留下一张图 和一样宝物 并且告诫后世子孙 但并没有说是干什么用的 只是说 事关重大 让英家子孙 妥善保管 并且世代相传 留下的都是什么 英会员不慌不忙的 继续对我们说 最开始的时候 英家子孙一直揣摩 先祖留下的东西 或许是一处宝藏 毕竟先祖在世的时候 一直都在探幕找寻 因此都推断 这是一处极其庞大的宝藏 所以英家后人 世代都想破译 先祖留下的秘密 然后呢 田记也好奇地问道 然后 英会员重重叹口气 声音低沉道 然后英家后人 慢慢发现笼罩英家 三千年的诅咒 只要是一脉相承的英家南丁 寿命一到 六十年必死无疑 开始的时候 以为仅仅是巧合 但传了几事 发现每一个英家南丁 都是这样 就是说 从英家先祖之后 离奇的死亡 就一直延续 薛心柔 醋眉 自言自语道 难道就没人想过 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吗 田记问道 想过 当然想过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 试图追查英家被诅咒的秘密吗 英会员声音黯然 继续说道 事实上 英家后人一直没放弃过 找到并且解除六十年寿命 诅咒的办法 最终有人意识到这件事 其实并非全然没有线索 英家先祖留下的东西 我猛然抬头说道 爸 既然咱们英家的人 一直都想破除这个诅咒 为什么 我从来没听您提及过 田记问道 英家的人 双手就没干净过 富家天下 英会员淡淡一笑 摇头说道 全都是不义之财 靠的是世代盗墓敛财的累积 年月在变 世代也在变 可英家人盗墓的手艺 是一代比一代厉害 不为了钱财 比起命 再多的财富 又算得了什么 英家后人疯狂盗墓 就是想给自己延续个命 所以 英家才会如此巨富 不顾一切的盗墓 就是不想富家天下也难 公爵恍然大悟道 到我继承英家家业时 想法和所有英家仙人一样 英会员 抬起自己双手 自嘲道 我挖过很多墓 到现在 已经记不清了 直到有一天 我突然决定收手 收手 爸 难道您就心甘情愿认命 言机大吃 已经到 英家历代 都在试图找寻破解寿命 被限制的方法 其实 人生苦短 碌碌无为的活着长 又能怎样 有些事 远比穷尽一生 追寻一个不知道 有没有结果的事 更加重要 还有什么 比破除诅咒更重要的 我问道 英会员这一次 并没有回答我 而是目光柔和的 看向天婉青 眼神中 充满了无限的恩爱 我与其把六十年的光阴 浪费在无休止的盗墓中 还不如和身边的人 长相厮守 不求生死白头 但求此生 无怨无悔 田婉青婉然一笑 轻轻拉起 英国人的手 俩人相识 情深义重 你怕收手是为了我 最主要 其实因为你 田婉青对田姬说道 为 为了我 田姬一脸愕然道 英家在人前 光鲜亮丽 众所周知 富贵双全 可你爸认为 这些富贵不干净 所以英家的后人 才会有报应 所以你爸 不希望英家的厄运 在你身上延续 从你出生开始 我和你爸 别无所求 只期盼你 能平平安安 田婉青点头 慈爱说道 你爸甚至都不想你和英家有半点关系 连你的名字都让随我姓 我们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 只希望让你远离英家世代在做的事 让你干干净净 或许能逃过一劲 原来是这样 难道这是英家的宿命 公爵叹了口气 没再说下去 我也在心里暗暗叹息 英悔元凡然醒悟而收手 为了田姬不需寻找放弃 破除寿命限制的方法 可最终事与愿违 田姬为了救英悔元 还是触碰到英悔元一直在掩饰的事 英叔 我有件事没想明白 我从小在四方探部长大 学的就是探幕 既然英家是盗墓世家 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 不光是你 知道这个秘密的 只有英家的血脉 因为这关系到 寿命被限制的诅咒 所以英家后人 从来不会把这个秘密外泄 因此没人知晓这个秘密 英悔元一本正经地回答 而且英家探幕有别于你们 英家有家规 探幕也有规矩 这个我知道 夜掌规探幕也有自己的规矩 他是三不道 我说道 我知道 英悔元突然笑了 在我们面前竖起三根指头 一不道 两百年内的墓 先人讲究戍土为安 才便埋了两百年 刨出来 有损因得 二不道 坟头墓碑保存完好的古墓 这类墓可能是有主墓 或者有旁之后人在 挖之不公 有违道义 三不道 明尘贤士的墓不道 先人高宫 扶责后人 圣明之下 必无虚实 不能监狱冒犯 英悔元脱口而出 一字不差 我记得刚见田姬时 他也是这样说的 语气和神态 与现在的英悔元 如出一辙 爸 我小时候听你说过 就记在心里 怎么会是夜掌规的规矩 田姬问道 这是他教我的 一个连盗墓 都有自己规矩的人 为人处事 必定有原则 这样的人 值得一交 英悔元心悦 沉浮地说 那 英家盗墓的规矩是什么 薛新柔问道 英悔元从身上 拿出一个木盒 放在面前 小心翼翼地打开 上面是一张泛黄的肩布 英悔元 慢慢推到我们面前 英家盗墓 并非玉母便盗 就是王侯将相的陵墓 不是英家需求 碰都不会碰一下 英家只盗一种墓 什么墓 我们异口同声地问道 英悔元没有回答 那张绢布 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四个人 仅仅看了一眼 全都目瞪口呆 羽龙 那绢布上 是一条招展双斥的羽龙 这个图案 我们太熟悉了 英家只盗和羽龙有关的墓 这是先祖遗留的祖训 英家世代 都在找寻一切 和羽龙有关的古墓 英悔元不慌不忙地说 天机说过 他在离家之前 偷听英悔元和田婉青对话时 曾经听他们提及过一张图 相必就是我们眼前这张 爸 这是月宫九龙坊的标志 难道 难道咱们先祖一直找寻的 是月宫九龙坊 天机吃惊地说 你知道月宫九龙坊 英悔元更加吃惊 天机和我们对视一眼 估计连他也没想到 我们一直追逐的秘密 竟然和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爸 关于月宫九龙坊 您知道多少 天机沉着地问道 刀墓航档里 一直有关于月宫九龙坊的传闻 据说 那是一艘只会在夜月出现的船 被九条女龙挖行 传闻中 船上有数不尽的宝物 不过 谁也没见过这艘 虚无缥缈的船 英悔元摇头 神情有些不确定 英家后人 世代都为一条荒谬的传闻 而穷尽一生 如果真有这样的船 既然被找到 又能得到什么 爸 这不是传闻 我们 天机舔是嘴角的 我们找到过月宫九龙坊 找到过 英悔元和天婉青 都大吃一惊 这 真的有 在什么地方 我想 我应该明白 英家仙族 找新月宫九龙坊的原因了 公爵在旁边冷静地说道 我也想到了 月宫九龙坊 虽然人向往的并不是财富 而是长生不老 我慢慢点头道 长生不老 英悔元瞪大眼睛 吃惊的半天才说出话来 爸 我们最开始接触到 与龙有关的墓 是在北芒山 我也是在那儿 遇到昭哥和公爵 我们在北芒山 找到一处稀罕的被墓 墓主是鸡渠 鸡渠 随猴鸡渠 英悔元和夜九卿西明 对于古墓 当然了然于心 他 他是战国时候的人 怎么会在西汉的墓里 因为随猴珠 我们找到他时 他手里握着随猴珠 当时我们也被震惊到 鸡渠靠着随猴珠 足足活了七百年 公爵说道 英悔元和田婉清 相互对视 俩人震惊的 完全说不出话来 随猴 活了七百年 徐心柔目断口呆 我都忘了 他还不知道 我们之前遭遇的事 任何人听到这个 估计都会是这样的反应 在鸡渠墓里 最大的发现 除了随猴珠外 就是这个图案 我指着面前捐不上的羽龙 可以推测 鸡渠能活七百年 应该和月宫九龙坊有关 在鸡渠墓里 你们看到了月宫九龙坊 英悔元有些激动道 没有 鸡渠的墓 放不下月宫九龙坊 田姬笑着摇头道 放不下一艘船 田婉清莫名不已 月宫九龙坊 到底有多大 我们相视一笑 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 毕竟那是一艘 从来没有人找到过的船 我们在昆仑找到皇帝的兵宫 那是一座修建在昆仑之天的宫殿 最开始 我们以为那是皇帝的陵墓 直到我们最后发现一个暗室 在山顶 我们看到巨大的龙骨 天机感慨万千的对英悔元说道 爸 那是用来停放月宫九龙坊的船屋 那艘船不但真的存在 而且大的超乎想象 从皇帝那个时候开始 月宫九龙坊就一直在出现 只不过间隔的时间很长 我们在西域红白山下 发现真正的万象神宫 那也是一座 用来停泊月宫九龙坊的船屋 同时 在万象神宫中 还有一个活了上千年的女人 这一切都和月宫九龙坊有关 公爵平静地说 那艘船是真的 难道 田婉清突然神情凝重 抬头看向英悔元 难道那件事也是真的 还有什么事 田姬一脸疑惑道 英悔元心神不宁 看他的表情 我突然意识到 英悔元并非把所有的事情 全都告诉我们 他还有所保留 不是不想告诉你们 我之前连月宫九龙坊都不相信 又怎么会相信另一件 更加匪夷所思的事 英悔元皱眉惊愕 英叔 到底还有什么事 我问道 之前我告诉你们 英家先祖是失踪的 实际上并非如此 那英家先祖 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公爵疑惑不解道 那是英家 一直秘而不宣的传闻 只不过因为太离奇 渐渐也就没人才相信 你们知道为什么 英家的人 把只有六十年寿命 当成这诅咒吗 英悔元给自己倒上一杯酒 为什么 因为英家后人一直坚信 六十年寿命 是神对英家的惩罚 英悔元太过专注 酒到满也没注意到 田婉青轻轻按住他的手 神 我们称劫结舌 鬼元给我们说过这事 我听到后 反映和你们一样 这是英家另一个秘密 涉及到神的秘密 田婉青 抚摸着英鬼人的手背 让他平静下来 如果月宫九龙坊的传闻是真的 那英家另一个传闻 或许也不是空穴来风 爸 咱们英家到底还有什么秘密 怎么会和神有关 天机急切地问道 英家先祖 并非是失踪 而是被带走 被带走 被谁带走 薛新柔问道 神 英悔元 犹豫不决地回答 神 神带走了英家先祖 我绞尽脑汁 也想不明白 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传闻中 英家先祖 具有探知地下金银的能力 可这种能力 在渐渐消失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先祖留下羽龙捐布 和另外一样东西 告知后人 务必要继续追寻 似乎先祖预料到什么 没过多久 一天夜里 神凭空出现在英家 英悔元停顿一下 好久才有些平静 这些 我倒是从我父亲那里得知 这是英家世代相传的事 我记忆犹新 是父亲强调 神是突然幻化在英家 并且带走仙族 所以英家后人坚信 英家 是被神诅咒了 可 可就 就算是要惩罚 神还需要带走一个凡人吗 我挠挠头 听英悔元说的事 我都感激有些不真实 英说 为什么认为 带走英家先祖的 就一定是神呢 传闻中 出现在英家的神 身形异常高大 如同巨人一般 这些神凭空的出现 如烟云般消失 当时目睹这一切的人 甚至没看清 这些神他们的样貌 但那些 绝对不会是凡人 如同巨人 那也不一定是神啊 他们 他们的样貌 薛新柔突然很认真地问道 难道 出现的不是一个神 不是 那有几个 十二个 我们突然一愣 之前还没在意的传闻 全联系起来的话 就不再是传闻 怎么了 英会员估计见我们如此震惊 诧异地问道 从我们追寻月宫九龙坊开始 随着我们接触的越来越多 渐渐地发现一个规律 月宫九龙坊每一次出现 并非是单独的 一直在追寻月宫九龙坊的人之外 还有神 十二祖神 公爵嘴角如动几下 十二祖神 怎么会和英家扯认关系 为什么会带走英家先祖 天机吃惊地自言自语道 十二祖神 你们说的是什么 英会员问道 八 月宫九龙坊出现的时候 十二祖神也一定会出现 从皇帝时期 十二祖神就没有停止过 找寻月宫九龙坊 这十二个神秘的人 被九黎人称之为祖神 天机说道 我们曾经找到过一处遗迹 是九黎先民 被供奉祖神修建的神殿 在里面 我们看到十二个巨大的玉石雕像 和英书描述的那十二个神一样 在九黎先民的记载中 十二祖神拥有超乎的神力 没有谁看得过十二祖神的样子 只知道祖神的标准 是一个三眼麒麟 入地眼 英会员猛然站起来 对 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命 入地眼似乎和十二祖神有关 入地眼好像听命于十二祖神 但具体什么联系 我们到现在一直没找到 公爵点头说 爸 说到十二祖神 还有让您更震惊的事 这些神拥有神力太强大 就连秦始皇能统一天下 全都是因为得到祖神的协助 而我们追查到 十二祖神最后的下落 秦始皇秘密为祖神修建一座神庙 用来让祖神安息 而地点就在关中 我们原本打算找到这处神庙 神 安息在关中某地 英会员越听越震惊 在 在什么地方 奉阿灵 阿旁宫 英会员称勿结舌道 秦始皇修建阿旁宫 不过是颜言辱 真正的阿旁宫其实就是祖神的神庙 只不过确切的位置无人知晓 越宫九龙坊和十二祖神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能找到这处神庙 或许能找到越宫九龙坊的线索 公爵说道 没想到 我从未相信过的传闻 竟然全都是真的 英会员微微张着嘴 惊恶不已 如果按照你们的推测 十二祖神一直在追查 越宫九龙坊的下落 那十二祖神带走英家仙祖 就只有一个原因 仙祖 或许知道越宫九龙坊的秘密 爸 这一切并非无从考证 十二祖神是存在的 只要我们找到神庙 或许就能看到这十二个神秘的神 英家只有六十年寿命的原因 很可能会从十二祖神身上找到答案 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处神庙已经有两千多年 从来没被人发现过 可见神庙的位置极其隐蔽 如今 我们仅仅知道一个地名 而且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地名 要想找到神庙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说的 说来也奇怪 倘若你们说的神庙在关中 圈里或多或少 都应该有些风文才对 关中土耗的多 十梦九空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灵梦 几乎都被盗 可从来没听谁说过 什么秦代修建的神庙 英会员眉头紧皱 自言自语的 你年轻那会儿 被成为关中应聋 他们的本事也不小 连你都没听过 会不会 这神庙没在关中 天晚清问道 神庙里供奉着至关重要的神 从海底结石金宫的修建来说 秦帝绝对不会让消息外泄 不过 在结石宫留下线索 指的就是关中 我说道 天机像是突然想起什么 一本正经 问英会员 爸 您之前说 英家仙祖在被十二祖神带走之前 除了留下羽龙图案 还留下一样东西 是什么 英会员这才回过神来 从木盒中 拿出紧缎包裹的东西 在我们面前 一层一层的打开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黄金螺盘 这个螺盘 造型和我们熟知的 有些不大一样 上面有些奇异的文士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文士 无法从螺盘的工艺上推断出年代 而且螺盘似乎有些故障 我小心翼一拿起来 里面的指针没有反应 这螺盘怎么坏了 我问道 不知道 英家世代传承这个黄金螺盘 但从先祖把这东西交给后人后 螺盘就是这样 用尽方法也不见指针动光 先祖再三叮嘱 这东西至关重要 所以英家后人一直妥善保存 英会员摇摇头惋惜的说道 我把黄金螺盘还给英会员 他笑了笑 递到田津面前 我和你妈都看错了 没想到英家世代追寻的秘密 竟然被你发现 你说的对 既然躲不过 不如去面对 这个黄金螺盘就交给你 英家的责任 从此就由你来承担 爸 您是同意我继续追查下去吗 田津双手接过黄金螺盘 我一直辜负了您和妈的期望 也一直让你们失望 失望 英会员拍着田津的肩膀 何须地笑了 看看你身旁这些朋友 你留在英家 得到的不过是财富 可千金一得 知己难求 何况能为你出生入死的知己 你能找到这样的朋友 说明我英会员的儿子 没给我丢脸 你从来都没让我们失望过 田婉青的目光 感激地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最后 慈爱地看向田基 珍惜你身旁 这些刚才相照的朋友 英家男儿 虽然只有六十年的命 但从来不会放弃 你爸选择了自己的方式 你有自己的人生 我们别无他求 希望你能像你爸这样 把这六十年的光阴 活得精彩 英会员让我们在西安 多留几天 田婉青很喜欢薛心柔 甚至都超过了田基 天天拉着薛心柔聊天 都再也没有理会过田基 英会员让田基 带我们到处逛逛 神妙的事全而未决 我也没什么心思 不过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不知道还能去干什么 田基反而很坦然 说他活一天少一天的人都不慌 又何必急于一时 带着我和公爵 去八仙庵的古玩街走走 西安东关长乐坊的八仙庵 又叫万寿八仙宫 始建于宋 系唐兴庆宫 局部固旨 是西安城内最大的道观 道观旁边 是一条长长的古玩街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 从来不缺文文古气 规模比小官庙的鬼市 大很多 不过里面的货色 就实在不敢恭维 转了一圈 基本没有能上台面的器物 你是不是天生 就是劳碌命啊 田基搂着我的肩膀 突然问道 让你出来散心 一路都是心不在焉的样子 哎哟 你这话还真说对了 我打小学的就是探木 干的就是下骨的活 哪能跟英少年比啊 我白了田基一眼 他说的也没错 如今线索全断了 你就是想也没用啊 公爵帮着田基数了我 指对面的八仙庵说 我们要找的可是神庙 不是像对面的八仙庵 里面放几尊泥像就完事 神庙里可爱安息着十二祖神 秦帝为守住这个秘密 能在海底修建一座宫殿 人家雄才伪劣 不比你笨 不是你想想就能找到的 哎这事你先别管 既然神庙在关中 这八百立秦川 要藏一座神庙 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 我爸已经派出人 在打探消息 如果我爸都问不出蛛丝马迹 我就更没希望了 田基说的 那你也得找一个能让我散心的地儿啊 你带我来这里有什么意思吗 我从小就在鬼市长大 睁眼闭眼瞧的全是古玩 这里虽然比鬼市大 可说到货色 我呵呵的叫了两声 哎哎哎 你这话就没意思了 咱们找到那么多遗迹 什么古玩真品没见过 还有什么能让你瞧得上眼的 我不是寻思 你很久没回古事了 那你来这里走走 天机嬉皮笑脸的凑过来 我瞧这和鬼事差不多 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亲切 小关庙的鬼市 你又不是没去过 这能比吗 其他的不说 就是成千手店里随便拿一样宴品 往这一搁 那也是这些人没瞧过的宝贝 我一脸笑傲 那也不一定 指不定这巴西安里真有宝贝呢 公爵在身后缓缓的说 我这眼里劲儿虽然不敢说 和赵树并驾崎岖 但有没有好货 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没有说宝贝 逛了这么久 没一件能看 知道你厉害 不过像花西双这样聪明的女人 你认为 她会把时间浪费在这里 公爵意味深长地问道 我和田机都一愣 转身看到公爵 看着不远处的一条岔道 花西双正从里面走出来 他身旁是一个穿着得体 举手投足 一板一眼的中年人 看得出来 这人应该很严谨 身上找不到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 即便是头发 也梳理得一丝不苟 花西双也看到我们 老远脸上就露出八面玲珑的笑意 带着中年人迎了上来 顾掌柜 我说什么来着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没想到这么快 我们就见面了 花西双笑眼如花 可身上始终是生人物尽的气息 这个女人看着和谁都这么客气 和谁都亲近 可她明明就站在身边 可我感觉始终无法真正的靠近她 花姐 昭哥若是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或是有什么地方不对 您尽管开口教训 我无力地苦笑道 顾掌柜这话就见外了 您是叶哥调教出来的人 待人接物 为人处事 相信都不会比叶哥差 谁敢说 能从叶哥身上挑出个刺儿出来 花西双笑得轻而自然 再说了 顾掌柜如今可不是一般的人 西双能有今天 靠着就是各路朋友赏脸 往后还得指望顾掌柜关照 花姐 咱们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 您这些场面话还是留着吧 比起谋略成府 昭哥自叹不如 门心自问 遇事我还能思前想后 未雨绸缪 但顶多也能看到两三步而已 您可是全盘在心 连最后的结果都能算计到 倘若日后 昭哥有什么地方不对 落花姐手里 那岂不是自寻死路 我是在说 花西双把我们送到英会员 那的事 虽然她事先就知道结果 可我事后琢磨过 这女人聪明的有些可怕 英会员找我们 无非是想见田姬 根本就没什么险情 只不过我们被田姬误导而已 花西双能轻轻松松找到我们 她本可以很简单的 把我们交给英会员 结果英会员会感激花西双 能让英会员欠一份人情 花西双受益匪浅 可花西双纵观全局 却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另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她暗示我可以一人 换其他人的安危 花西双说这话时 就料到我一定会单独去见英会员 她这样做并非没有目的 英会员一定会很感兴趣 到底是谁会为了田姬 不惜以身犯险 而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势必会和英会员 针锋相对的较论一番 但对于英会员来说 我越是偏袒田姬 她越是感激我 花西双不险山不漏水 就把我推到英会员面前 她不但让英会员欠了她人情 同时也让英会员记住了我 然后再告诉公爵他们这边 我担当附会去见英会员 田姬就是再不肯回来 为了我 她和公爵也一定会返回 花西双这事 一箭双雕 做得真是漂亮 明明被她算计 到头来细想 还真应了她最后那句话 指不定再会的时候 我还要谢谢她 顾掌柜忠义 就是和叶哥一样 什么事都放心里 这年头做了好事 总得让人知道才行 顾掌柜谦选 不习惯把事挂在口中 七双没别的本事 这张嘴倒是还能说一说 就擅索主张帮顾掌柜 邀了一次功 花西双应该是听出我言外之意 不以为然的淡淡一笑 顾掌柜做的是大事 身边怂得有人帮衬着 如今英爷知道你的好 往后有难处 自然又多了一条路子 我无可奈何地 看着对面这个女人 什么话都被她说得滴水不漏 明明被她算计 到如今我还真不知道 还能说什么 苦笑半天心有不甘道 那就谢谢花姐提携 顾掌柜又客气了 说到提携 七双哪有这本事 往后还得让顾掌柜 多照应才是 花西双嘴上从来不会吃亏 花姐人面广 路子多 公爵有一事相求 公爵说得客气 但并非坐坐 估计是因为公羽的事 在金陵 都可以花西双操办公羽的后事 你是千鸡将的嫡臣弟子 和公羽虽说是师徒 但我看你们更像是母子 日后行当里机关术的本事 还要靠你传诚 有什么事我能帮忙 你尽管开口 花西双说道 劳烦花姐帮我找一个人的下落 找谁 谢天辉 花西双迟疑的想了想 打探消息我最拿少 找一个人也不是难事 可我找的都是活人 你让我找一个死人 他没死 公爵声音低沉 但也有些犹豫 我猜他也想不明白 我们亲眼目睹 死在我们眼前的谢天辉 怎么会复活 而且还会杀掉 和他没有半点交集的公羽 他杀了我师父 如果还活着 就是躲到天涯海角 我也要找到他 就算是死了 挖地三尺 我也要把他错骨掩辉 我在旁边 突然不知道说什么 第一次感觉有些矛盾 不知道为什么 我并不仇恨谢天辉 按理说 我应该和公爵 同仇敌凯才对 可这一次 我竟然希望公爵 永远也找不到他 行 这个人的下落 我帮你打听 无论死活 我都会给你个交代 花姐 昭哥说这里没好货 你来这里干嘛 天机没头没脑地问道 我带一位朋友来这里逛逛 花西双指了指旁边的中年人 他喜欢古玩 没事的时候到处逃逃 兴许运气好 能逃到什么打眼的器物 啊 我姓长 长鹤 中年人落落大晃 一脸和气 喜欢逃点古玩 可眼力劲又不行 就请他来帮我长长眼 能让花西双作赔的 应该不是寻常人 只不过 这个叫长鹤的人 穿着寻常 不过看来 来头也应该不小 说到长眼 有顾掌柜在 西双哪敢搬门弄斧 也是敢抢了 居然能在这里遇到你们 之前长哥收了一块玉石 我钱挺不错 不如顾掌柜给看看 花西双笑着说道 长鹤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 客气地递到我面前 花西双把话都说到这份上 花西双把话都说到这份上 我倒是很有兴趣 看看这个叫长鹤的 会收什么样的器物 推开小盒 里面是一块质地质密细腻 色彩艳美 但不失素雅的菱形古玉 我那在手里一摸 顿时大敢吃惊 这古玉是花姐挑的 不是 是长哥一眼相中的 花西双指着长鹤说 长鹤可知道 这块古玉什么来的 我看着手里的古玉 笑问道 略知一二 这是蓝田玉 长鹤谦逊地笑了笑 我也跟着浅笑 重新打量对面的长鹤 人不可貌相 之前还想着 他是一个厨 如今看来 此人也是深藏不漏的大拿 我在手里反复把玩 菱形的蓝田玉 再名贵的玉石 我也见过 论玉的话 蓝田玉 可谓是首屈一指的名誉 这先恭喜长哥 沧海月明朱有泪 蓝田日暖 玉生烟 长哥太过四千了 这眼离劲儿 可不是一般人的 既然能在古玩街 逃到蓝田古玉 这可不是一般玉石 长哥今儿算是捡到宝了 我笑着说 蓝田玉也能当宝 田鸡囊的头 对公爵说 关中的蓝田产玉 虽说这东西 号称四大名玉 可在西安随便掏块地 也是卖蓝田的 这玩意儿 没什么金贵的呀 这你就不懂了 现在关中的蓝田玉 说的是玉门镇 鸿门四村 一带开采的玉矿 属于新玉 可真正的蓝田玉 不可同日而语 我摇头说道 这蓝田玉 还分真假 田鸡一头雾水 听你这意思 现在满大街的蓝田玉 都是假的 我哭笑不得 英会员如此通透的人 怎么会有田鸡这样的儿子 这玉 因为产于关中蓝田而顾名 而蓝田玉开采历史悠久 鉴于汉书 蓝田 山珠美玉 由虎后山寺 秦孝公智也 不过在汉代后 蓝田古玉都日渐稀少 到了唐开元十七年四月 蓝田玉山遭遇地震 山虽百步渝 玉矿坍塌 玉苗尽眼 从此 盛其一时的古蓝田玉 匿迹近千年 我把手中的棱形玉 放到田基面前 这是一块真正的蓝田古玉 可谓难对一见的古玉 你说 是不是宝 都说四方档步的赵书 是一眼阎望 看来赵书见上的本事 全都倾囊相授 顾掌柜 只摸了一下 就能断定出 是蓝田古玉 花西双点点头 心悦呈浮道 哎 说起来 我运气还真好 竟然能捡漏 捡到饱 常鹤依旧笑得谦逊 常哥过谦 这哪是捡漏能捡来的 说到底 是常哥独聚会也才对 再块蓝田古玉 和其他玉石放在一起 一般人呢 还真瞧不出端一来 我把玉石送到常鹤手边 顾掌柜既然是行家 劳烦再给我长眼看看 我瞧这玉石上有纹路 推断应该是有来处 但才书学浅 又一知半解 实在是不清楚 还望顾掌柜指教一耳 常鹤又把玉石推了回来 我端详手中 呈淡绿色的菱形古玉 上面有蓝田玉 特有的细腻纹理 分上下两面 花纹相同 各以潜伏 雕圈出寿面纹 灵前是张口卷尾虎 末端是祥云 中间是龙纹 气物华丽壮伪 精美异常 我越看越吃惊 眉目慢慢照起 看公义是秦代器物 上有龙纹应该是皇室之物 而龙纹为五爪四龙 可见比帝王想是要低一些 不过这块灵形的蓝田古玉 应该是镶嵌在某这样东西上 至于是什么 就无从考证了 常鹤也没什么遗憾 客气的对我道谢 把蓝田古玉收好 说是还想和花西窗 在巴西安四处逛逛 临走时 花西窗说 他会暂时在西安停留一段时间 若是有谢天辉的消息 他会派人告知 等这两人走远 天机突然来了兴致 谁说这里没保的 你看人家 不一样简陋 你眼睛多 咱们去溜溜 指不定运气好呢 我站在原地 有些走神 天机拉了我一下 这才反过神来 你怎么又心目在意了 公爵问 现在回去 有事要你做 我拉着天机和公爵往回走 什么事 天机问 花西双刚才告诉我们 他落脚的地方 回去后 你找几个靠谱的人 务必堪牢这个地方 一举一动 我都要知道 叮嘱花西双 他 他有什么好叮的 天机一脸疑惑 谁让你叮嘱花西双 让你叮嘱他旁边的长鹤 我神情严峻道 叮嘱长鹤干嘛 咱们和这个人瓶水相逢 又没交集 你干嘛如此在意 公爵问道 他手里那块蓝天玉不简单 我边走边说 什么意思 天机一下来了精神 领域上有瘦纹 看似简单 但上面线条纹都是蝉形 这个长鹤来头应该不小 虽然客气谦逊 不过我瞧他是半猪之虎 心里通透的很 我说道 崇其亮也不过是一个蝉形的蓝天古玉 不就贵重点 瞧把你紧张的 怎么什么事到你这里 就变得疑神疑鬼 天机说 你好歹也是英会员的儿子 人家年轻的时候 名头可是响当当的 蜀中叶凤 关中应龙 我跟着叶九卿 这还学了点东西 你跟着你爸 怎么没瞧有长金啊 我白了天机一眼 无力的苦笑道 莫非那块玉大有来头 公爵冷静的问 器物的工艺是琴带 在琴带 玉蝉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佩戴 这碗很有讲究 有什么讲究 古人住住玉蝉 生以为配 死以为寒 之前常鹤手里那块玉石 你们可觉见 善不有孔 我一本正经的问道 还真没有 就是说 这块玉蝉 不是用来佩戴的 公爵想了想 说道 生以为配 死以为寒 既然不是佩戴的 那 那刚才那块玉石 是死人的东西 天机大吃一惊 自先秦一来 鸡蝉的羽化 比喻人能重生 将玉蝉放于死者口中 成为寒蝉 玉指精神不死 可以再次复活 而把蝉配戴在身上 则表示高级 所以 玉蝉既是生人的配饰 也是死者的丧欲 我默默点头 对他们说道 含在死者口中的丧欲 因多克为蝉形 故称为玉蝉 玉蝉 一般可分三种 一种是灌蝉 用于貌式 无穿岩 二是配蝉 顶端有对穿岩 第三种就是寒蝉 在死者口中压舌 刀法简单 没有穿岩 而我仔细看过 长鹤手里的玉蝉 刀法简练 粗犷有力 刀刀见风 文学线条挺秀 锋芒锐利 玉蝉我见过不少 但如此大气庄严的 还是头一次 天机在旁边 欲言又止 估计是怕说错 我无奈地笑了笑 又想说什么 就算你说得对 冲其量也是一块 用蓝天古玉雕刻的玉盘 就算是死折的寒玉 和咱们又有什么关系 干嘛要派人盯着长鹤 天机问道 但凡古玉 特别是寒玉 多数有色情 但暗淡不鲜 但后人都有养玉的习惯 这叫寒玉 玉石被长时间轻润 表面会产生一层 光洁润泽的鲜辣 俗称包浆 我郑重其事地说 你好好想想 刚才长鹤手里那块玉石 可有光泽 你这么一说 好像 好像还真没光泽 天机一拍脑门 恍然大雾的样子 懂了 你的意思是说 长鹤找到的玉蝉 是刚从死人嘴里挖出来 没多久的 这不是关键 公爵眼睛一亮 突然停住脚步 关键是 长鹤是从谁嘴里 找到这块玉蝉的 我笑着点点头 看着天机苦笑道 唉 你这脑子 什么时候才有他那样灵光 就一块玉蝉 你们就能知道 是谁含在嘴里的 天机大为震惊 昭哥不是说了吗 看公义是秦代信物 上面有龙门 应该是皇室之物 而龙门为五爪四龙 可见比帝王所想要低等 可见 韩裕之人 是秦代的皇室 公爵不慌不忙的说 瞧把你们能的 秦帝皇室就多了去的 你们怎么知道 韩裕的是谁 秦代的龙门很有特点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相继建立各种制度 包括礼制 这其中 是有衣着服饰 以及配物的规格 而玉缠上的龙门 是秦始皇所用 在当时 能想配五爪四龙门的 就只有一个人 扶苏 公爵脱口而出 这帮孙子 到了太子扶苏的末 天机称勇结舌 你这话又说错了 扶苏不是太子 他只是公子 而且叶九卿说过 众所周知的扶苏陵 不过是衣冠种 真正的扶苏墨 在哪儿没人知晓 我摇摇头 严峻地说 可见 有人找到了 真正的扶苏墨 这事 咱们连天下共主 皇帝的墨都给刨了 人家挖了扶苏墨 关咱们什么事 你干嘛要盯着 长河不放啊 天机问道 能让花西双陪同的人 有几个是寻常人 上一次花西双 咱们找陆乔木 结果扯出万象神功 你不认为 今天遇到花西双和长河 很蹊跷吗 我若有所思地说 你的意思是 花西双故意让我们 看到长河 公爵眉头一皱 我们能遇到的事 我已经不相信 还有巧合 花西双和长河 出现在这里 一定有其他原因 真正的关键 还不是长河 而是他手里 那块玉蝉 我揉了揉额头说 长河不是简陋 对古丸 应该是行简 他多半知道 玉蝉的来历 可花西双让我看 他应该清楚 我一定会看出 那块玉蝉 真正的主人是谁 天机摸了摸下 还是一点疑惑 让咱们看玉蝉 无非是让我们知道 找到扶苏木 这样做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让你盯住 长河的原因 这中间定有蹊跷 至于原因 我暂时还想不通 我重重叹了口气说 或许我能猜到 公爵停在后面说 猜到什么 我和田机转身问 秦始皇在关中修建神庙 让十二祖神安息 他宁可分开藏匿 和尸碧和随猴珠 也没打算去神殿 唤醒祖神 但这个秘密 秦始皇一定会传承下去 这关系江山有故 他只会告诉一个人 公爵抬头看着我 继承地位的人 我猛然张嘴 恍然大悟 秦始皇沙丘驾崩之后 知道神庙秘密和位置的 就只有扶苏 可惜胡亥弄权 逼死扶苏 相信神庙的秘密 也随着扶苏的死 而消声脸际 但还有一种可能 这个秘密 或许一直伴随扶苏 成眠地底 找到扶苏的墓 或许就能找到神庙的线索 回去以后 我们把这事告诉英伟园 他也大为震惊 但对于长鹤的来历 他也一无所知 不过英伟园老练 交代江无用 立刻安排人 监视长鹤和花西双的一举一动 晚上才看到田晚清 带着薛新柔回来 俩人有说有笑 薛新柔知书达理 而且脾气秉性 和田晚清相投 甚得田晚清喜欢 这好事归也快了 我看你得提天天的日子了 吃完饭 我们在院中闲聊 公爵突然冲着田击戏谑的 什么好事 田击一脸木论 那天你跪在地上 背的那个什么十三经 你再给我背背 我在旁边插魂打磕道 于礼 不孝者三 是为恶意取从 献亲不义 一不孝颜 亲贫亲老 不畏陆氏 二不孝颜 不许无死 绝先俗四 三不孝颜 田击老师也不多想 张口倒背如流 让我背这个干嘛 你小子不孝啊 我嘶牙咧嘴的笑道 我怎么就不孝了 田击有些着急道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你自己什么情况 心里还没数啊 公爵掰着指头浅笑 你救六十年的命 这给你减缺二十年 还剩四十年 人生苦短 及时行乐 赶紧娶个媳妇 安了你妈的心吧 我娶媳妇 田击憨憨一笑 摇头道 我是数是天过日子的人 娶了谁都是祸害别人 再说了 谁能瞧得上咱呀 哎 你这话说的不对 你可是婴家独子 婴少只要开口要娶媳妇 你婴家的门槛都会被踩平 谁稀罕你能活多久 就冲着富甲天下的婴家 你就是娶十个都行 我乐呵的笑出声呢 话说回来 现在不是有人瞧你挺对眼的吗 谁啊 田击茫然的问道 我和公爵都看向院外 陪着田婉清 在院中散步的薛心柔 心柔 哎 怎么可能 人家哪会看得上我 田击脸一红 哎 话可不是这么说 他才认识你几天啊 你爸一句话不对 他都敢为你掏枪 这心里要是没你 人家凭什么这么做 你也不瞧瞧 就你这个鱼木脑袋 也不知道多大福分 能让薛心柔瞧着你 公爵笑嘻嘻地对田击说 你没瞧见 你妈多喜欢薛心柔啊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亲生女儿呢 真的假的 我怎么就没瞧出来 田击狼的头 看向远处的薛心柔 我就感觉 和他在一起吧 挺紧张的 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 跟着你们 我就自在多了 至于我妈 她是性情中人 对谁都挺好啊 哎 难怪你妈都懒得说你 就你这脑子 估计你妈 都没指望赢加油后 我无力地摇头苦笑的 说我干嘛 那你们呢 都老大不小了 没想过娶媳妇的事 田击一本正经地问 对啊 我看一下公爵 扔了一颗石子过去 你说你吧 长得挺俊巧 按理说也是招风引蝶的主 怎么就没瞧见 谁对你有个意思啊 无聊 公爵白了我一眼 不想理会我 天天和你们搅在一起 我就是想 你得有机会才行 我们身边有女的吗 我突然一愣 嘴角慢慢上扬 坐到公爵身边 一把搂住他 哎 我怎么忘了这么啥事 我跟你说门亲事 你给我说门亲事 公爵用力想推开我 叶之秋啊 他不就是女的 你想啊 你是我兄弟 他是我妹妹 如果你娶了叶之秋 这事不就完美了吗 叶之秋 公爵扑哧一声笑逐声来 我和他见一次吵一次 你搓和人家得动的脑子想想 我要是真娶了他 你说往后我们吵架 你是帮我呢 还是帮他呢 哎呀 知秋不是您想的那样 我打小和他一起长大 他就是刀子嘴 造福心 就是个性有些强 但人没得说 谁娶了他 那可是天堂的福分 费水不流外人田 你考虑考虑啊 我把公爵搂得更紧 上回咱们去解析 我说的话重 怕是伤了他 我还寻思 怎么回见他呢 得 这一副分我担不起 你还是找别人吧 公爵说 你这不是乱点鸳鸯吗 知秋喜欢的人是你 在万象神宫 人家都说出来 你怎么就不开窍了 要我说你就该和知秋在一起 你们俩才叫般配 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的多好 田鸡偏头说道 青梅竹马很好吗 公爵瞪了田鸡一眼 闭上你的嘴 操心了你自己的事 知秋喜欢我 不会吧 我一直把他当妹妹看 再说了 我也没瞧出他有这个意思 我说道 知秋都把话说得那么明显 你还要别人怎么才有意思 你也不想想 叶掌柜可是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你 叶知秋可是他亲生闺女 却什么也没留给他 你也不琢磨琢磨 这中间的原因 田鸡说 能有什么原因 我茫然的问 叶掌柜把你当自个儿子看 全都给了你 就是指望你以后会娶知秋 你跟着叶掌柜十多年 他可是老狐狸 这笔账 叶掌柜可不是没算过 田鸡说的有本有言 感觉他好像比我通透的多 欣柔 公爵突然大声冲着院子里喊道 薛欣柔转头 看向我们这边 田鸡立马把头埋下 好像都不敢和他对视 怎么了 薛欣柔问道 他有事想跟你说 公爵指着田鸡 对薛欣柔说道 我 我没事啊 没事给他说呀 田鸡慌了神 在下面拉扯公爵的衣服 结结巴巴的说 让你闭嘴 你爹爹不休说个没完 竟然这么喜欢说 找薛欣柔说去 公爵打开田鸡的手 冷冷的说道 我也想看田鸡笑话 冲着薛欣柔支招手 薛欣柔和田婉京 说了几句后 走到我们身边坐下 你要跟我说什么 薛欣柔一本正经的问 田鸡抬头 手指着公爵 犹豫了半天 嘴角如动了好久 哦 哦 哦 我是想问你 一年多没见了 这一次回来 你有什么打算 本来我们想继续捉弄田鸡 他这话还真说到点子上 从和薛欣柔重逢后 因为处理田鸡的事 一直都忘了问他 对啊 这次回来 有什么计划吗 我认真地问道 我还是想去一次罗布泊 想看看能不能找出线索来 薛欣柔坐到我们身边 说道 罗布泊暂时去不了 公爵把关于罗布泊的真相 一五一十告诉了薛欣柔 那处坐标显时的地方 有强大干扰 进去的人必死无疑 在解除干扰之前 我们没办法靠近那里 嗯 而且在荷包的威力下 才让神秘的遗迹重现 我们即便能去那个地方 也没办法找到那处遗迹 我点点头说道 那现在怎么办 神秘的线索 暂时没有进展 罗布泊也不能去 我们总不能这么没目的的 等着吧 天机说道 等些却太被动 倒是还有一件事可以做 薛欣柔说 什么事 我们问道 薛欣柔把他的包拿过来 从里面拿出一本硬皮笔记 我回去后 认真看了爷爷的笔记 很震惊 爷爷居然真的找到了月宫 祖龙坊存在的证据 我想更多的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因此 翻看了爷爷留下的所有资料 薛欣柔一边把笔记翻开 一边对我们说 可惜 爷爷的研究资料 大多去美国之前就游离在国内 当时兵荒马乱 估计第一手资料已经被损毁 只带走了唯一的一本 翻开的笔记中 什么都没有 当翻到中间时 有一幅手绘的图案 看上去并不完整 像是某个图形的其中一部分 而且纹路和线条都很奇异 一时间看不出是什么东西来 从笔记上的时间推算 爷爷去昆仑金缺之前 一直在考古研究一件事 但因为笔记中没有文字记载 只有这张图 所以我推断 爷爷的研究 应该和这幅图案有关 薛教授一直在研究和找寻 月宫九龙坊 正是因为他相信 月宫九龙坊的存在 所以才会受邀去昆仑 这说明在去昆仑之前 薛教授应该是发现了 月宫九龙坊存在的证据 我接过笔记说 笔记我翻看过很多次 除了这幅图案之外 在笔记的末页 还有一个名字 我连忙往后翻 看到薛心柔说的那个名字 纪云生 这个人你认识吗 天机问道 薛心柔摇摇头 告诉我们 他翻查薛书桥遗留的资料和文献 并没有关于 这个叫纪云生的知言骗语 或许这个人会知道一些事情 他这一次回来 除了打算去罗布破坏 另一件事 就是找这个人的下落 田婉青端着一盘水果和英慧云走过来 田机抬头问英慧云 爸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纪云生的人 英慧云细想片刻摇头道 问这个人干嘛 田机把薛心柔的事告诉英慧云 我把笔记上的图案递给他面前 他和叶九卿齐名 或许能看出什么 这不像是中原的文士 而且残缺不全 我也分辨不出来 英慧云认真看了很久 摇头说道 就一幅残缺的图案和一个名字 茫茫人海怎么着啊 田机抿着嘴 焦头烂额道 英慧云沉思片刻 重新看着笔记上的图案 对我们说道 你们也别急 我认识一个知识相当渊博的人 特别是对于文物断带上 相当有见识 明天你们去见见这个人 或许能有所收获 英慧云向我们推荐的人叫音蝶 说起这个人 英慧云推崇有加 上知天文 下小地理 此人无所不知 一直以来 英慧云若遇到难事 或者疑惑 都会向此人请教 从来没有让英慧云失望 能让英慧云大家赞赏 言语中流露的全是新月成福的敬佩 想必这个叫音蝶的人 定是才高八斗 学富车 直到英慧云带我们见到音蝶时 我甚至都怀疑 英慧云是不是说的有些夸张 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一脸书卷起 不过脸上并没有什么血色 她的眼睛清澈干净 完全看不到世俗的繁洒 倒是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掩饰 英蝶的房子在郊外 四下没有可以走动的邻居 诺大的房间里 全是堆积如山的书卷 英慧云说 英蝶喜静 从不和人交往 终日都在这里博览群书 我们好不容易才在房间里 找到可以站立的地方 去的时候已经是艳严高照 可屋里光线昏暗 厚厚的窗帘阻隔了阳光 让这里看起来没多少生气 英蝶的样子有些疲倦 看了我们一眼 又重新转身塑到灯下 她应该是挑灯夜读一宿 若不是我们灯门打扰 真不知道她会看到什么时候去 英蝶对我们似乎没什么兴趣 甚至都不愿意抬头多看我们 英慧云或许知道她个性 也不介意 把薛新柔带回来的笔记 放到英蝶面前 慧云有一事不解 猫没打扰 还望能指点一二 能让英慧云理贤下事 可见此人并非烂于充数之为 英蝶全身贯注 看着手里的书 翻开的笔记就在她旁边 眼睛都没瞟一眼 房间里是长时间的沉默 似乎在她眼里 除了手中的书 其他的一切都引不起她丝毫关注 我们不知所措的站在房间里 英慧云似乎很习惯这样的沉默 在下面悄悄摆手 示意我们稍安勿躁 到底站了多久 我们也不清楚 反正感觉脚底像灌了签似的 看着对面女人全神贯注的样子 我突然想起封城呢 心里暗暗苦笑 读书人向来都自明清高 越是有学问的 越不屑与凡夫俗子交往 在学问方面 封城有一种高处不生寒的感觉 不过对面的阴蝶更深 难怪要一人远离俗室独居 估计是取高赫瓦 难觅之音 阴蝶终于放下了手中的书 瞟了一眼旁边的笔记 我瞧不出他脸上有什么兴趣 应该是觉得我们正在房中打扰了他 大荒之中 有山明阅风阻玉门 日月走路 阴蝶目光短暂的停留在笔记上 很快又回到他自己的书上 公爵和田姬 还有薛心柔 面面相去 明明是来问笔记上图案出处 可阴蝶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没有人明白 日月所出 蝶火猿眉头一皱 神情有些吃惊 难不成是灵山 这图案和灵山有关 我也大吃一惊道 什么是灵山 天机问 在大黄西经中 曾记载过一处地方 传说那是日月所入 我解释道 日月所入 怎么入 光觉疑惑不解 日月交替 两者拥有 都会相交 而传说中的灵山 日月会同时出现在天空 殷火猿在旁边说 日月同时出现在天空 这 这不可能啊 薛心柔说 嗯 没见过不代表不可能 何况 我们经历过太多不可能的事 公觉冷静下来 看向我 这个灵山 在什么地方 没有人知道 这仅仅是一个传说 我摇摇头 和鹰火猿对视 鹰说 您见多识广 关于灵山 您可有耳闻 传说中的地方 虚无缥缈 虽然知晓 但谁会在意一个 或许根本不存在的地方 鹰火猿摇头说 我们不约而同 把目光看向沉静的音碟 他看见笔记上的图案 才提及灵山 应该不是信口开河 可音碟 轻高寡言 而且看样子 对我们的稻草很不舒服 僵持了很久 估计是嫌我们太烦 丢到手中的书 再瞟了一眼旁边笔记上的图案 提起笔 在上面写一个繁体的灵字 灵 乌也 以遇是神 灵字下面就是一个乌字 灵山实际上指的是乌山 乌者 是鬼神 南约席 女约乌 阴蝶虽然不耐烦 但如属家珍 张口而来 故而有灵山石乌之说 那是一个极其神秘未知的地方 从来没有人真正见过 那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薛仙柔疑惑地问道 阴蝶都懒得回答我们 转一身 从堆积如山的书海中 抽出一本 放在我们面前 上面一看 居然是山海经 山海经中记载的地方 公学一脸愕然 这 这和笔记上的图案有什么关联 难道 灵山真的存在 天界大为疑惑 灵山并非是一座山 而是一个崇尚巫术的部落 这个部落的图腾 便是这笔记上的图案 阴蝶指是残缺的图案说 这些线条 并非是中原所有 有很久远的历史 介于蛇和龙之间的图腾 线条都是用两种颜色交替 是相互代表缠绝在一起的蛇 山海经中倒是提及过一个地方 叫乌贤国 这里的国民右手操青蛇 左手操赤蛇 或许就是这个图案的雏形 我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但眉头皱得更紧 从未有人证实过 山海经的真实 既然这个图案和灵山有关 难不成这世上 真有移除日月同天的地方 爷爷一直都在追求和追查 月宫九龙反的下落 为什么笔记中会留下 残缺不全的灵山图腾 歇心柔难难自语 而且图案残缺 可见爷爷也没看过完整的 灵山和月宫九龙坊 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说有关联 或许还真有些关联 我来回走了几步说道 什么关联 公爵问 月宫九龙坊最早出现 是在皇帝时期 天下贡主 把月宫九龙坊奉为神秘 不惜在昆仑修建兵宫供奉 我们之前推断过 月宫九龙坊真的关键 不是这艘船 而是船上的人 我揉了揉额头 说道 事实上 连皇帝也坚信 船上的是神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灵山和月宫九龙坊 还真有关系 英会员慢慢点头道 山海经中记载 灵山的乌贤国很特别 灵山群乌 皆操不死之要 以拒之 是说 在灵山的巫师 掌控着长生不死的办法 而且灵山又移除天梯 巫师从天梯 从死上下于天 宣神旨 达弥以之情 从描述中看 灵山群 更像是释放神的仆人 关键就是 灵山群乌 释放的是谁 我 不死要 就是长生不老 月宫九龙坊上的神 夏侨也具有这样的能力 薛教授在去昆仑间缺之前 一直都在连救灵山 很可能 灵山群乌 供奉的正是月宫九龙坊上的神 公爵说道 关于灵山 山海经中还记载了一件事 或许也能证明这个地方的存在 阴蝶说道 还有什么事 我问道 在山海经中说 描述灵山的时候 提到了一个叫突雨的神兽 突雨是蛇身人面 后来被杀 但最后被群乌用不死之药救活 而救活的突雨 变成龙手 阴蝶拿起桌上的笔记 指着上面残缺的图案说 突雨是蛇面人身 符合远古部落 对蛇崇拜的特征 而在八国 曾经就有一个 以蛇为图腾的士族 这个图案上的线条久远 绝非中原所有 但两条交成的蛇 却隐喻有龙形 可见这个图案在掩蔑的过程中 受到什么启发 因此发生了改变 突雨在救活后 变成龙手 其实可以看得出 这个部落对崇拜图腾的转变 从最开始的蛇变成了龙 说明灵山群屋 见过龙 我说的 雨龙 田姬脱口而出 如果灵山群屋供奉的 是月宫九龙坊上的神 那他们一定见过 九条雨龙拉行的船 从而见过龙 所以图腾崇拜 才会发生改变 可就算这一切推断都成立 可现在的问题是 灵山在什么地方 公爵忧心重重的对我们说道 要知道 灵山只在山海经中被提及到 山海经成熟于仙秦 距今两千多年 可从未有谁证实过 山海经中所记载的东西 即便是真的有 日月同天的灵山 又在哪呢 我爷爷应该是发现了什么线索 至少这残缺的图案能说明 或许灵山作为一个远古 部落 的的确确存在过 可惜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太少了 薛心柔从我手里接过笔记 翻到最后又看见那个名字 爷爷不会在如此重要的笔记中 随便留下一个名字 这个人应该是知道些什么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这个人 见到阴蝶没想到竟然有如此大的收获 萤火炎向他道谢后也不再打扰 正准备带我们离开 我站在门口突然停住 重新走过去 从身上掏出一样东西 放在阴蝶面前 你既然薄果通金 无所不知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来历 阴蝶很不耐烦的瞟了一眼 忽然神情大变 他居然会对得除了书以外的东西感兴趣 把桌上的潘黎寿文拿在手中 翻来覆去的看了片刻后 吃惊的看向我 雷鹰未千户的信我 这东西你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听到阴蝶脱口而出的话 我远比他还吃惊 看着对面这个睿智博学的女人 忽然感觉似乎她真如同英会员说的那样 薄骨通金财富五车 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 这枚班纸是我们在节食金工中找 后来被谢天辉带在手指上 大小刚好合适 我一直在揣测谢天辉的身份 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这个人的来历莫名的好奇 我经一家当铺收到这枚班纸 乔着特别 一直想知道这东西的来历 班纸设计太多秘密 不能随随便便轻易说出来 我随便编了一个理由 搪塞 你凭着一幅残缺的图案 就能知道是灵山的图腾 可见你的确是无所不知 不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 和这枚班纸有关的事 银蝶的眼神变得兴奋 不再像刚才那样平静淡薄 动作慌乱的 在屋里的书海中到处翻找 看样子有些焦急 我终于在这些书卷中找寻和还原真相 等到所有谜团都被解开 渐渐让我失去了最初的动力和兴奋 但在众多谜团中 明朝的雷英卫是让我为数不多的感兴趣 并且没有揭开真相的事 明朝真有雷英卫这样的组织 田记也走了过来 明朝从嘉靖年间开始 朝廷积入国力开始衰败 但事实上明朝真正衰败的原因 自始至终都不是外患 而是内患 阴蝶一边找寻什么 一边对我们说道 你说的是明朝宦官专权 把持朝政独揽大权 最终导致明朝走向毁灭 薛新柔问道 几个宦官能成什么事 再大的权也是皇家的 能给就能收 明朝耳熟能详 群青朝义的宦官还少 个个看上去指手遮天 到头谁又善终了 阴蝶反问道 那是为什么 公爵急气地问 明朝到后期 其实皇权已经旁落 庙堂之上虽有天子 可发号施令的 已经不是帝王 真正操控明朝的 另有其人 阴蝶话一出口 我们全都震惊不止 架空当时的帝王 控制明朝 我眉头一皱 吃惊地问道 有这么大本事 干嘛还要要挟天子 意领诸侯 自个儿当皇帝 不是更妥当 当皇帝能得到什么 阴蝶突然转身问我 权力 财富 以及天下 好处太多了 上下五千年 多少人争夺这个九五之尊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谁不愿意天下进我 我回答 既然你说的这些东西 一个帝王就能得到 那你有没有想过 能控制帝王和一个朝代的人 还会把这些放在眼里吗 我一愣 突然无话可说 阴蝶又转身 开始在疏海中找寻 明朝军制为魏和所 每魏侠正规军事约五千人 旗下设所 分为千户和百户所 而京城的禁卫军 所辖魏所为四十八处 其中亲军卫就有十二个 这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锦衣卫 阴蝶如鼠家珍一般 唯唯到来 到了嘉靖年 锦衣卫已经俨然是 禁卫军中最庞大的建制 从七品的小旗 到正三品的指挥师 等级分明装备精良 经级防卫大权 基本全有锦衣卫在控制 包括皇帝的一举一动 你是说锦衣卫 其实并不是寿命于皇权 英会员也大吃一惊 锦衣卫一直公开的身份 是侍卫仪仗 就是皇帝走到哪 就跟到哪的仪仗队 你们见过 把持经级军权的仪仗队吗 阴蝶不以为然的反问 是随时随地都留守在皇帝身边 不是保护 而是监视和控制 我慢慢张开嘴 然后吃惊地问 既然凌驾于皇权 那又是谁在统领锦衣卫呢 雷英卫 阴蝶没有回头 抬手指着桌上那枚扳纸 雷英卫就是嘉靖年间出现的 隶属于锦衣卫的一个秘密组织 文史之中并没有记载 但在明朝的一些 言官遗留的文书中 显有提及 这是一个极其精锐和神秘的组织 控制着锦衣卫最核心的权力 雷英卫既然真的存在 到底当时的朝廷有没有承认这个机构 薛薛柔问道 承认 阴蝶不屑一顾地笑了笑 终日身边刀斧手跟前跟后的皇帝 还需要他承认吗 不过倒是有言官上见 说雷英卫权力过大 危急设计安危 动摇国之根本 结果上见的文书 还没有送到皇帝手中 言官已被满门抄斩 不过 悠悠众口难度 雷英卫虽然密而不牵的存在 但知道的只有极少数人 不过 从那个时候开始 雷英卫开始用另一个办法 控制皇权 什么办法 天机问道 宦官 扶持宦官掌权 明朝就是从嘉靖年间开始 宦官独揽朝政 这也有了后来的东西两场 我恍然大悟说 对 扶持宦官有两个好处 宦官再有野心 可无死无后 不怕宦官能做大 而且宦官掌握在那的权力 也终究不敢推翻皇权 第二个好处就是 宦官在皇帝身边就名正言顺 操控皇权的人 只不过换汤不换药 用宦官代替了锦衣卫 并且最后成立东西两场 实际上 大明江山早已名存实亡 那这枚班纸 是属于谁的 公爵上前一步追问道 雷鹰卫的签户为政无品 在明朝任命无品以上官员 需皇帝诏书 雷鹰卫虽然命而不宣 但既然是军队建制 因此官员任命都有备案 阴蝶终于从书海中 找出一份文书 走回桌边展开 继续对我们说道 雷鹰卫是精锐之师 可以调等三大营 和截至地方军队 因此在任命的时候 有特殊的诏书 就如同这份文书中记载的 签户需要有班纸信物和腰牌 两者稳度稳合 才能行使权力 而这枚刻有攀离授文的班纸 是授予一个叫谢正的签户 谢正 我和公爵还有田姬 立刻相互对视 也是姓谢 不知道这个谢正 和谢天辉有什么关系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谢天辉的线索才对 阴蝶找了印尼 用班纸沾染上盖在文书上 和上面预留的潘离授文 丝毫不差 谢正在嘉靖年间 曾经上书朝廷 要求调派三大营和林卫 巡查海皇 而当时窝口之患相当严重 这份文书内容倒是无可厚非 不过谢正上书应该只是走走过场 根本不需要朝廷的同意 但这份文书却透露了英卫的存在 以及其中一个亲户 谢正 阴蝶说 我们莫不作伤的对视 按照文书上的时间 正好是三大营和林卫出现在老龙头的时间 看来谢天辉在结识金宫中 告诉我们关于雷英卫的一切 都是真的 没有编造杜撰 但我有一件事始终没想明白 阴蝶神情有些遗憾 什么事 我们问道 我一直在研究和关注真正的名识 收集了很多文献 在谢正上书要求巡查海皇的五年之后 我又在另外一文文书中看到他的名字 上面写的是什么 是兵部下达的安抚和家教文书 上面记载 谢正在巡查海皇时 巨窝寇与海皇 身先士卒 寸土不让 最终战死疆场 谢正死了 我一愣 大为疑惑 在结识金宫中 我只看到遗留那套锦衣卫服饰和戴金丝面具的假人 我依稀记得 戴上金丝面具窄杀赤井加龙时 恍惚看到过一些画面 最后赤井县城带着残余的窝寇攻入结识金宫最深处的地方时 在石台上面 有三个锦衣卫奋力拼杀 中间的人戴着金丝面具 看不到这人的容貌 可其余两人的模样很陌生 但我可以肯定 这两人之中绝对没有谢天辉 但我们到达那里时 并没有发现锦衣卫的尸骸 如果谢正在结识金宫中战死的话 那应该有人带走了他的尸体 这同时也说明 有人最终活着离开过结识金宫 雷英卫的信物很重要 人在信物在 人死后信物就会作废 谢正的尸体被送回京师并且后葬 可是后来我居然发现两件匪夷所思 而且异常离奇的事情 等等 你刚才说谢正的尸体被送回京师 公爵突然打断阴蝶 是谁把谢正的尸体送回去的 一个戴金丝面具的锦衣卫 我们顿时愣住 事实上 我们应该能猜到这个结果 只不过 从阴蝶嘴里说出来 还是有些惊恶 我反复翻查文献和记载 发现真正统领雷英卫的 并不是谢正 而是这个戴金丝面具的神秘人 而且这人 在锦衣卫的职务却并不高 不过是四品的政府史 但从文献上的直言片语 不难看出 这个人实际上掌控着雷英卫 至高无上的权力 等一下 你刚才说 但凡无品以上官员的任命 在朝廷中都录有记载的 你既然能查到雷英卫 其中一个亲户是谢正 那这个四品的政府史又是谁 我异常紧张地问道 没有 这也是一直让我疑惑的地方 我始终无法找到 关于这名政府史的记载 这个人就如同不存在一般 没有留下丝毫的线索 像是在刻意隐藏身份 所以我怀疑 阴碟慢慢拿起桌上的班纸 犹豫半天 郑重其事地说 我怀疑一直以来 真正操控明朝权力的 就是这个人 公爵和田姬不约而同地看下我 他们的眼神我懂 毕竟在结石金宫中 戴上金丝面具后 连我自己都惊诧 竟然和画像中那个神秘男人 一模一样 似乎那个面具有魔力 戴上以后我判若两人 我们曾经把零碎的线索 拼凑在一块 已经推断出 这个神秘的镇服使的不同寻常 可从殷碟嘴里说出来 还是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意外 谢正既然战死 而且尸体又被人送回 田姬一脸茫然地对我们说道 就是说 当年出现在海底的 并非是谢天辉 而是六奇人 都姓谢 或许应该是他的先祖 公爵提到谢天辉 咬牙切齿 尸体 阴蝶应该是听到 我们之间的对话 没有尸体 被送回去的 不过是一套衣服而已 阴正战死后 遗体不知所松 就连后来后丧 也不过是一座衣冠种 没有尸体 我大吃一惊 在劫尸进宫中 我们也并未看到 雷鹰卫的尸骸 如果金丝面具男人 带走谢正的尸骸 为什么没有送回去呢 你刚才说 有两件让你百思不得其解 匪夷所思的事 到底是什么 按照明朝的兵制 位下面只下五个先护所 但锦衣卫由于地位特殊 下有十四个先护所 其中 谢正在战死前 是左先护 不久以后 朝廷为表彰 谢正以身殉国 封其子谢锐 侍其所牵护 阴谍说 这个并不奇怪 明朝实行侍习户集制 仅因为官职 多为侍习 不过现在看起来 仅因为被人操控皇权 侍习兵职 倒是可以加强 对兵权的控制 我诧异地说 但这样一来 更让我们疑惑 由此可见 谢家是历代传承的 谢正后面有谢锐继承 不排除这些人 是谢天辉的先祖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和我们之前的猜想 矛盾了 说明进入截师金工的 并非是谢天辉 那他又是如何知晓 海底金工的一切 唯一的解释是 截师金工中的秘密 谢家一直都秘密地 流传给后人 但问题是 我仔细回想谢天辉 在截师金工中的 一举一动 他并非只是单凭 因为听过 关于金工的传闻 一路上他轻车熟路 怎么看 他都像亲自道过一样 这里有一个 我没想通的地方 雷英为的班阵信物 和腰牌至关重要 因为能调动兵权 形同兵符 要求人在福在 可而谢正死后 他的班纸信物和腰牌 并没有作废 而是由他的儿子 谢瑞继续使用 但却不在同领雷英为 而是掌管 仅一位另一个机构 什么机构 北镇抚司 音蝶回答道 我深吸一口气 仅一位等级森严 而且机构严峻 不同的机构 有着不同分工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南北镇抚司 而北镇抚司 成立重大案件 拥有自己的遭遇 可以自行逮捕 审讯 处决 不必经过明朝 其他一般的司法机构 北镇抚司 下设五个卫所 其中统领官 称为千户 下面的兵足 为提齐 最多的时候 达到六万之重 在明朝家境年间 北镇抚司 达到顶峰 家境地 二十余年 未曾上朝 而天下 尽是在北镇抚司 掌控之中 如果说 明墨黄泉被人控制 那至关重要的 就是兵权 但明墨军制 混乱 形同虚设 唯独锦衣卫 以及东西两场 过入金汤 谢瑞从雷英卫 被调任到北镇抚司 掩然另有原因 我翻查过当时的文献 从谢正抗拨之后 雷英卫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动静 如同静默一般 销声脸记 倒是谢瑞掌控的 北镇抚司 从家境年到天启年 一直都在处理 同一件事情 雷英卫出现在老龙头 是为了掩饰 劫石金弓的存在 最后不惜和赤炖 县县城拼杀海底 也是为了保存 劫石弓的秘密 从那之后 雷英卫不再有动静 这个倒是可以理解 谢瑞在处理什么事 我问道 权力稽查 逆谋的反贼 殷爹回答 明朝反叛大多是外患 可这并不属于 北镇抚司的职能范围啊 我问道 根本不是针对外患 谢瑞在接手北镇抚司后 一直在缉拿搜查 一部分反贼 但问题是 从家境年到天启年 这段时间 我从未在任何文献中 看到有关于反贼的记载 阴谍摇摇头 对我们说道 没人知道 谢瑞想要缉拿抓获的是谁 就连朝廷中 也没有任何文书上报 似乎整件事 只有北镇抚司知道 从家境年到天启年 这中间六十多年 谢瑞在做同一件事情 公爵走到我身边 压低声音说道 后来接管东厂的提督路桥 不也是这样了 我心里已经 谢瑞一直想要激难的人 或许和路桥在找的是同样一批人 他们在找和月宫九龙坊有关的人 确切地说就是月宫九龙坊上的人 这才会有了后面抓获灵无尘 逼问出万象神宫 以及最后路桥 随同赌宫 进入万象神宫的事 由此可见 在这一段时间内 月宫九龙坊应该出现过 这就是让你疑惑的事吗 徐新柔问道 当然不是 既然是北镇府司 要缉拿反贼也无可厚非 何况对警卫的控制 黄泉早就名存实亡 以至于北镇府司所做的事 从未向政府上书禀报 阴爹摇摇头 把桌上的文书收起 在下面是另外一份文书 可奇怪的是 我居然发现在天启年 谢锐竟然向朝廷 上乘了一份文书 上面是什么内容 天机问道 要求调派神机营 缉拿反贼 我们茫然的对视 好半天我才问道 足足长达六十年 谢锐都没有向朝廷知会过 在做什么 为什么会突然上书 何况三大营嫂 就在锦衣卫的掌控之中 要调派神机营 甚至连过场都不用走 这不是让我疑惑的地方 真正的关键 在这幅文书中 阴爹打开第二份文书 推到我们面前 你好好看看 这份文书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围上去 文书的内容很简短 和阴爹说的一样 是请求朝廷 同样吊败神机营 缉拿要饭 神机营是三大营之一 主要是使用火器 攻击力很强大 在明朝军队中 神机营的职责 虽然是内卫京师 可真正的用途 是外辈征战 我反复看了很久文书 疑惑不解 缉拿反贼用神机营 岂不是大财小用 何况谢锐执掌的 北镇辅斯 麾下提及数以万计 缉拿什么反贼 需要调动神机营啊 一个能掌控 大明皇权的机构 长他几十年 都在追查一些人的下落 可见这些人 在神秘操控者的眼中 远比权力和财富 重要百倍 若是可以 若是可以 莫说调动神机营 就是三大营进出 估计也在所不惜 银碟摇摇摇头 睿智的目光变得深邃 这本文书最离奇的地方 不是上面的内容 那 那是什么 天机问道 银碟把之前那本文书展开 是谢正尚书朝廷 请求巡查海防的文书 银碟把谢正和谢锐 两副围书摆放在一起 你们再好好看看 银碟意味深长的说道 谢家这对父子 还真是笑容山战 虎父无犬子啊 谢正抗窝 马格裹尸 谢锐赌掌大权 克尽职守 等会儿 薛新柔突然打断天机 拿起两本文书 来回看了半天 吃惊地说道 你们就没发现 这两本文书的字迹 很奇怪吗 薛新柔这么一说 我才注意到字迹上 之前一直在关注文书的内容 如今留意到上面的字迹 顿时大吃一惊 两本文书前后间隔60多年 可让人震惊的是 上面的字迹竟然如出一辙 谢锐连他父亲 谢正的字体都在模仿 而且写得一模一样 天机拿那头 苦笑道 这家人还真是一脉相成啊 如果不是模仿呢 我嘴角蠕动一下 这还不是模仿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同一个人写的 天机说到一半就愣住 慢慢张开嘴 看向我们 我从身上拿出一张纸 那是去结识功前 谢天辉在院中挥笔而就的书法 所谓见字如人 看一个人的字 大致能看出这人的心境 谢天辉的书法 崩浪雷奔 百军奴发 如此书法 应该出自气度不凡的人 当时我怎么也想不通 一个嚣张跋扈的流氓 怎么就能写出这样气势磅礴 神韵非凡的字 因此一直留在身上揣摩 我把谢天辉的字和两本文书放在一起 所有人请客间就陷入了震惊的沉默 从谢正的文书到谢天辉的书法 这中间跨越几百年 但四季竟然一模一样 我想 这就是让阴蝶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为什么谢瑞黑写出谢正的四季 我和公爵还有田姬对视 事情再一次变得 让我们难以去相信 谢正战死 可却没有尸体 偏偏没有尸体的 还有谢天辉 我们亲眼确认过他伤势过重而亡 却在丧花溪诡异的复活 而且过程都尤为的相似 我们秘而不宣的带回谢天辉的尸体 而几百年前的金丝面具男人 带回谢正的尸体 谢天辉能够死而复生 谢正为什么就不可以 即便我再不愿意去相信 可事实已经证明 谢瑞很有可能就是谢正 这是一个永远也不会死的人 几百年后 谢瑞就变成我们见到的谢天辉 这样所有一切都能解释清楚 这也是为什么谢天辉对结石进攻的一切 了如指掌 这几百年来 什么都没有改变 除了名字 公爵和田几应该是知道我在想什么 但公爵很快摇头 关于这个推断太过于忙 谢正是雷渭千户 位高权重 众所周知 可他没有戴面具 他的样子下面的兵俗都知道 谢瑞世袭千户官职 又执掌北镇辅思 麾下兵将六万有余 公爵深思熟虑说 如果这两个人就是同一个人的话 他们的样子 难道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和怀疑吗 对啊 公爵这话说的在理 而且也说不通啊 谢瑞既然没死 为什么要换一个身份呢 他同样可以执掌北镇辅思啊 田基说道 你说的这些 我何尝没想过 容貌的改变并不是难事 关键是 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且容貌可以改 但笔记是改不了的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写字的规律和特点 这是潜移默化中形成 完全是无意识的 阴谍心平气和的对我们说道 所以我更相信 谢正和谢瑞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人 那 天机撑劫结舌的看向我们 那就是说 谢天辉七十 七十就是谢正 谢正即便就是谢瑞 但和谢天辉也没什么关联 公爵摇摇头说 可是 可是谢天辉的字迹 明明和他们两人是一样的 天机说道 别忘了 我们见过白叔 他说看着谢天辉长大 这个人不是凭空出现的 不能因为自己相同 就武断认为这些人之间的关系 这中间 我们一定还忽略了什么 公爵说道 你不是说 一共两件事让你疑惑 除了笔记之外 另一件事是什么 薛新柔问道 前面我说道 谢瑞在天启年间 尚书朝廷要求吊败神机营 围剿反贼 而在这一次围剿中 谢瑞居然安然无恙地活下来 阴蝶不慌不忙地说 我们互相之间茫然地对视 好半天天机才挠挠头问道 谢瑞执张北镇斧司 手下兵足数万 又调动神机营协助 围剿几个反贼 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 什么叫居然活下来 雷英卫一直不为人知 而谢瑞掌管的北镇斧司 在六十年来 到底追查谁也没有记载 像是刻意抹去所有痕迹 但偏偏谢瑞指挥的这次围剿 却在历史上留下有据可查的线索 阴蝶慢慢坐下 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你的意思是说 谢瑞在天启年间 这一次围剿反贼 历史上是有记载的 我吃惊地问道 不但有记载 而且直到现在 很多人还在研究 当时发生的一切 阴蝶点点头 到底是什么 公爵按捺不住地问道 这份请求调派神经的文书上 写明了时间 是明朝天启年间 六年五月初六 而围剿反贼的地点 是王工厂 你们难道不知道 这一天 在王工厂 发生了什么事吗 阴蝶平静地问道 公爵和田鸡都看向我 或许是因为 我被封城逼着从小看书 什么都应该知道一样 还没等我仔细去想 就看到旁边的薛新柔上去 拿起文书 面色大惊 难道 谢瑞参与的这次围剿 和天启大爆炸有关 大爆炸 天启一个字 一个字跟着重复 我心里咯噔一下 没想到谢瑞 和这一桩一直悬而未决的 历史事件有关 就连鹰毁元 听到薛新柔说的话 也震惊无比地走了起来 这事诡异 闹荡了几百年 也没人知道原因 怎么会和北镇俯司 围剿反贼有关 鹰毁元问道 到底什么事啊 天启一脸茫然地追问 公爵在旁边 也很想知道的样子 这一次爆炸 叫王工厂大爆炸 而史称天启大爆炸 或王工厂灾 明朝天启六年五月初六 端午节四日 北京西南域的王工厂附近 发生离奇爆炸事件 薛新柔不慌不忙地 对田基说道 为什么会爆炸 公爵问道 王工厂 其位置在当时的京都内部的西南域 而王工厂是皇家兵工厂 又称火药局 是专门做火药的地方 正因为是兵工厂 又是做火药的工厂 隶属于工部 日产火药约两吨 厂储备量约千吨 薛新柔是做考古研究的 对这方面了如指掌 庄供经营竞兵中用 如果没有战争 火药销量少 储备量则会多一些 估计储存量要有两三千吨 火药厂发生爆炸 天机越听越模糊 这不是挺正常的事吗 天灾人祸 都有可能引起爆炸呀 如果仅仅是火药厂发生爆炸 那也不会让后世 一直试图揭开爆炸的秘密 火药压头冷静地说 很多文献中 都记载这一次大爆炸 几乎所有的描述 都惊人的相同 在爆炸当时 巨大声响传播百里 天色昏黑如暗 防雨动荡 灵芝撞烟云腾起 出现很多离奇的现象 银叠叠叠的头 看着我们 不慌不忙地告诉我们 因为谢正和谢锐 笔记相同的原因 因此他特别留意天气大爆炸 并且整理和研究过 所有这方面的资料和文献 他向我们完整地描述出 那一次大爆炸的整个过程 在爆炸发生时 天空晴朗 万里无云 从东北方面传来一声 闷雷似的轰鸣 隆隆的声音 渐渐向西南移动 突然一声巨响 王工厂方圆几十里 顿时漫起漫天的灰土 紧接着 天色便昏暗下来 不一会儿 就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了 人们只觉得 大地猛然震撼起来 数万间房屋轰然倒塌 许多大树连根拔起 王工厂附近的房屋 被震塌 人们惊魂未定 王工厂又是一声轰鸣 地面突然蹦裂 出现两个十几丈的大坑 只见从空中 升起一股五烟云 飘飘然 向东北方面滚滚而去 米粒大小的铁渣 在空中飞舞渐落 长安街一带 不时从空中落下人头 有的仅剩眉毛和鼻子 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死伤的人 无论男女老幼 许多人都是赤身裸体 爆炸范围附近的伤者和尸首 皆发生衣服被卷去 而致全身赤裸 一丝不挂的怪矿 更给此栽变蒙上一层 神秘的色彩 火药城爆炸 威力当然巨大 有死伤在所难免 可为什么会出现 尸身裸体的现象呢 公爵大为不解 王工厂大爆炸 与印度死丘事件 以及西伯利亚通古斯大爆炸 并成为世界三大自然灾害之谜 薰心柔来回走了几步 冷静地说道 一直以来 很多人都在研究 这三次奇异大爆炸 关于死者一丝不挂 经推断后 认为最可能的原因 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所矜持处 会形成瞬间真空的缘故 此时衣服不是仅仅贴在身上 便会被瞬间拉扯 这么强的冲击波 田基眉头一皱 这说不过去呀 就算王工厂储备千吨火药 即便爆炸 也不可能产生 如此威力巨大的冲击波 对了 这一次的爆炸 死伤多少 文史记载 亡者两万 伤者不计其数 但根据文献中 对大爆炸的描述 估计这个数字还很保守 死伤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音蝶回答道 这就更不可能了 千吨火药同时爆炸的情况下 顶多危及周边200米的区域 绝对不会造成 如此大的杀伤力 田基很肯定地说道 这也是王工厂大爆炸 另一个未解的谜团 薛青柔抿着嘴 全神贯注地说道 根据文献记载 事后勘察现场 王工厂大爆炸 造成半径达750米 面积达两平方公里的爆炸范围 以及两万余人的巨大死伤 根据冲击波以及杀伤力推算 此次爆炸的威力 约两万吨当量的TNT炸药 两万吨TNT 田基称呼结舌 他当过兵 估计对这个数字的含义更加明白 这 这相当于广岛原爆的当量 需去一个火药厂 怎么会产生这么大当量的爆炸 正因为没人知道 王工厂爆炸为什么会如此离奇 因此后人一直在推断 王工厂灾病的原因 到现在众说纷纭 有几种最为普遍的说法 薛青柔似乎对天启大爆炸 尤为感兴趣 说到这方面如数家珍 他神情沉稳 侃侃而谈 告诉我们说 在当时的京都历来地震频繁 仅明的就有大小镇百余旗 灾病前后 种种迹象与地震前后现象 有许多相辅之处 史书文献中 与地震相关的记载也很多 故可推断 这场王工厂灾病 是地震直接速发火药库而引起的 但若如此推断成立 那么这次地震就有烈度大 而震区面小的特点 比如震灾中心破坏力 几乎达到摧毁性程度 然而 在离震灾中心较近的建筑 均未受到多大破坏 这种情况是举世未见的 可问题是 地震不会出现烟云 以及产生巨大的冲击波 这个疑点 让地震导致灾病的说法有些牵强 到了现在 随着研究的深入 另一种可能浮出水面 很大一部分人坚信 这次灾病的起因是陨石造成的 当陨石与地面撞击时 会发生震动 以响声 这就如同文献中记载 有声如吼 但见飙光一道 内有大光 以及呼大震一声 烈欲急停 深坑树杖 烟云直上 最符合记载的是 巨石空中飞注如雨 皆飞落铁渣 如浮如米 等现象完全与之符合 可陨石的说法同样存疑 难以解释灾变前后的种种征兆 我之所以对天气大爆炸如此了解 全是因为我父亲 他一直试图揭开天灾灾变的真相 因此在这方面研究最全面 他最后提出一个新的观点 虽然这个观点看似荒谬 但足以解释灾变的所有征兆 薛新柔停下脚步说 什么观点 我好奇地问道 薛新柔迟疑一下 看他的样子 有些彷徨 倒不是他不想说 估计现在连他自己都认为 要说出来的事太过于离奇和匪夷所思 我们大家都注视着薛新柔 他犹豫半天找来执笔 我们围上去 看见他在上面 一边画一边说的 在天启灾变中 曾经出现过一段描述记载 就是因为这段记载 让众说纷纭的推断都难以成立 什么记载 天启灾问道 巨大声响传播百里 天色昏黑如叶 防雨动荡 灵芝撞烟云腾起 薛新柔按照描述 在纸上画出图案 你们看烟云像什么 像 像灵芝啊 我疑惑不解的说道 薛新柔的目光 落在田姬身上 似乎这一次 他希望田姬能回答 田姬愣了一下 仔细看着画出的图案 很快神情大变 灵芝撞的烟云 灵芝 田姬猛然埋下头 嘴微微张开 所谓灵芝撞的烟云 其实到现在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什么说法 公爵问道 蘑菇云 我瞠目结舌 半天没说出话 蘑菇云 几百年前的天启年 怎么会出现蘑菇云 田姬眉头紧皱 一脸茫然的疑惑 他对我们说道 理论上 千吨火药爆炸 是不可能形成蘑菇云的 而蘑菇云的形成 需要相当大的爆炸威力 他当过兵 对这方面很是了解 田姬告诉我们 在强大的爆炸情况下 形成的高温上升气流 卷起地面或者水面 大量的尘土或者是水 跟随上升的高温气流 进入较高的高空 随后高温气流会降低 使大量尘土或者水 因为重力原因随后下降 而中心部分 还有一些高温气流在上升 这就使得下降的部分 和上升部分 速度正好相反 就会形成环形卷曲的云团 看起来就如同蘑菇一样 要形成某鬼云 目前来说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核爆 天姬表情震惊的 核爆 天启灾变的成因是核爆 我目瞪口呆 对 我附近的推断就是核爆 天启年发生在王工厂的爆炸 应该是一场核爆炸 因此 才会产生两万吨天梯 当然的爆炸威力 以及出现在古人文献中 记载的灵芝状烟云 薛新柔点点头说 可是这个观点并不被人接受 毕竟谁会相信 在明朝会出现核爆 理论上确实不可能 而且即便是核爆 两万吨天梯当量的核爆 相当于广岛原爆 当时整个王工厂方圆百里 恐怕都会被摧毁 人处无一才对 天机摇头的 对呀 王工厂爆炸虽然危急甚广 但仅仅局限于两平方公里之内 不像是核爆造成的杀伤力 我也有些不相信 是750米 薛新柔在图案上的蘑菇云四周 画了一个圈 标出一个半径 事后勘察得出的结果 以王工厂为中心 爆炸冲击波及最远范围 是750米 呈圆形扩散 但这个范围像被精确计算过 一米不多 一米不小 整个扩散的圆形范围 距离刚好是750米 区域内草木皆毁 但在区域外 却并没有任何损伤 那就更不像是核爆了 以两万吨当量的核爆威力 冲击波死伤 天机突然愣住 一脸震惊地慢慢抬起头来 嘴角如动几下 说出三个字 罗布泼 罗布泼 什么罗布泼 鹰会员问道 117局对共鸣地点 实施的第一次核爆 公爵眼睛一亮 激动不已 我们第一次见到心柔的时候 他给我们看过核爆照片 以及我们后来了解到 关于117局的秘密 第一次对共鸣地点 实施核爆时 爆炸的冲击波 同样被精准地禁锢在 两公里的范围内 对 之前我对父亲的结论 同样质疑 可后来了解到 罗布泼 核爆的奇怪后 突然发现 发生在天机的灾变 与罗布泼的核爆 极其相似 薛新柔点头说道 难道 我大吃一惊 难道天机大爆炸 和月宫九龙房有关 想到这里 我转身看向 已经很久没说话的音碟 他从一枚半指把我们引向 至今悬而未决的天气灾变 而其中还涉及到两个身份离奇的人 至于天气灾变的原因 到现在我也不清楚 不过在文史之中 对天气大爆炸的记载 虽然记载详尽 但冠冕堂皇 只言片语 聊聊几句 也看不出什么端仪来 阴蝶和我对视 目光重新落在 做什么文书上 我倒是从另一方面 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什么事情 我问道 谢瑞在请求调派神机营 缉拿反贼后不久 兵部的确有调动神机营的命令 由北镇辅斯节制 而被派往的地点 正好就是王工厂 阴蝶不慌不忙地说道 时间呢 公爵冷静地问道 天气大爆炸的前一天夜里 这么说起来 神机营和谢瑞 当时都在天气大爆炸的核心曲 天机南南自语道 前一天夜里 我细细琢磨这个时间 问阴蝶 神机营被调派 是为了缉拿反贼 出现在王工厂 莫非王工厂有反贼的踪迹 在兵部的命令中 除了调派神机营外 当时出动的还有很多重火器 在天气大爆炸之前 神机营将这些重火器 布防于王工厂周围 严阵以待 阴蝶缓缓对我们说道 我因此推断 当时要缉拿的反贼恐怕是人数众多 但仔细一想 京都之内进军众多 而且训练有素装备精良 即便真有反贼 也不会贸然在京都滋事 后来我在一些野史中 发现一些记载 或许谢锐在缉拿的并非是人 野史中对于天气灾变 有些什么传闻 薛信柔追问道 天气六年五月初五 灾变前夜正好是端午 野史之中记载 有很多剧称当晚月明星书 半夜时分有人听到龙吟 龙 龙吟 我们全部都大吃一惊 有人看到 从云层之中 有龙至东南而来 披星赶月 向东北方向飞驰 隐约中看到 天气有庞然大雾的东西 紧随龙厚 遮天蔽日一般 划过月夜 阴蝶的指头 敲击在文书上 慢慢抬头看着我们 虽然没人看清 那庞然大雾到底是什么 但很多人重口一词 坚持在那晚看到龙 而且不止一条 九条 我深吸一口气说道 月宫九龙坊 鹰会员震惊地说出声 对 看来你们知道很多事情 一直以来 有关于月宫九龙坊的传闻 没想到居然真的存在 那晚 在王宫场目睹异象的人 看到的恐怕就是传说中 那艘离奇的九龙船 阴蝶不慌不忙地点点头道 从我们现在探查到的情况 月宫九龙坊 一直在不同的时间出现 没有固定的地点 也不知道 这艘船出现的目的和规律 谢锐吊派神机营 激难的根本不是反随 而是月宫九龙坊 公爵说道 这也就是为什么 王宫场爆炸之前 会出现巨大的轰鸣和震动的原因 在当时 神机营装备着最为精良的火器 谢锐利用神机营攻击月宫九龙坊 因此震耳欲冷的火器轰鸣 让人以为山崩地裂 阴蝶默默默地说道 那后来呢 我问道 也始终据称 神机营击中了夜空中的龙 龙又逆鳞出之闭怒 导致龙反击 整个过程持续到天快亮 想必在那个时候 无意中引爆了皇宫厂的火药库 导致了爆炸 这也为后来天气栽变 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解释理由 阴蝶神情从容 淡淡说道 据说九龙遭受攻击 其中一条被击中 和另外八条脱离 独自向东北方向堕落 这个传闻倒是有据可查 一直都有贼龙的说法 甚至还有人找到龙的尸骸 而且时间也大致吻合 我说道 贼龙传闻历来都有 所以有没有找到 或者说找到的是不是真的 还是有好事之徒 斗转捏造就有待商榷 从野史的传闻中 出现在夜空中的龙体巨大 向东北方向坠落后 就再不知所措 有人找到龙狮 和记载中的相差太多 应该是造假虚构 阴蝶摇摇头说 就是因为有了这一次坠龙事件 后世以鹅传鹅 都说看到龙狮 反而无形中 掩饰了事情的真相 月宫九龙坊是九条羽龙拉行 如果传闻中的描述是真的 就是说 从天启大爆炸后 月宫九龙坊就只剩下八条羽龙 公爵若有所思的自言自语道 那其余的八条龙呢 薛仙柔问道 八龙向西面折返 而巨大的爆炸 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有人目睹天气之中 突然出现耀眼色目的光亮 从天而降 冲击在王工厂 伴随着震天旱地的爆炸 以王工厂为中心 几百亿米的区域 所有一切被瞬间摧毁 无人生还 等到光线暗淡之后 出现在天空的龙 早就不见踪迹 月宫九龙坊被突然攻击 然后在随时一条龙之后 发动了反击 很显然 月宫九龙坊并不为 仅仅是一条离奇的船 它具有强大的攻击和破坏性 能瞬间摧毁 王工厂附近的一切 这 天机重重叹了一口气 这到底是一艘什么样的船啊 事实上 并不是摧毁了一切 阴碟敲击了文书上的指头 停在上面 王工厂附近草木进会 区域内人处 包括被调派的人机营 无一幸免 可偏偏最奇怪的是 就一个人 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 谢锐 我神情凝重地 紧皱眉目 按照薛新柔父亲的判断 发生在王工厂的爆炸 其实是一次离奇的核爆 和罗布泊的核爆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谢锐在核爆的中心区域活下来 而我父亲以及公羽 同样诡异地 在核爆中活下来 似乎这两次距离几百年的爆炸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连忙转身 推门而出 阴蝶提及的这件事 虽然到最后 我们也无法破译和还原真相 但却让我 把之前很多看似不相关的事 联系在一起 回去之后 公爵他们估计见我神情惊乐 知道应该有什么大事 我找来一张地图 平铺在桌上 莫不作声看了很久 然后找来笔 我们重新把整件 关于月宫九龙法式离 你们会发现 很多看似不相关的事 其实是有联系的 我首先在地图上的移除地方 画了一个圈 昆仑 天机探过头来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 发现月宫九龙法的地方吗 我点点头 所有的一切 都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说起 从目前了解和探寻的线索来看 月宫九龙法第一次出现 就是在皇帝时期 而月宫九龙法第一个停泊的地方 便是昆仑金圈 然后是秦朝 我在东海上再画了一个圈 可目前我们并没有确认秦朝时期 出现过月宫九龙法啊 严姬说道 不用确定 你们难道还没意识到 羽龙代表月宫九龙法 而三眼麒麟代表十二祖神 这两个标志自始至终 从来没有单独出现过吗 我声音坚定地说道 的确是这样 皇帝时期的征法 实际上是羽龙和三眼麒麟之间的厮杀 到了秦朝 虽然我们没有找到和月宫九龙法有关的线索 但却在海底的邪式进宫 看到被藏匿的十二祖神 既然三眼麒麟出现了秦朝 就说明月宫九龙法也一定出现过 公爵点点头 在旁边说道 十二祖神从神殿苏醒的唯一原因 就是为了追逐月宫九龙法 然后是唐代 我们在红白山找到万象神宫后 秦朝之后 月宫九龙法再一次出现 又隔了几千年 田鸡说道 我 我之前也是这样的人 但和阴碟交谈后 发现我忽略了一些东西 我摇摇手说 你们还记不记得温如 温驼背 田鸡点点头 当然记得 怎么会突然提到他 在去神殿之前 温如曾经说过一件关于九龙祖神的事 当时我并没有在意 现在发现 其实有很重要的作用 我说道 温如这人居心叵测 说的话那么多 谁还记得他说过什么呀 公爵一脸茫然道 我笑了笑 不慌不忙的对他们说道 温如曾经告诉我们 他年轻的时候 因为那场席卷神舟的红色浪潮 几乎让考古工作处于停滞足足十年 大批优秀考古专家被打成黑五类 含冤墨白 他就是在那个时候 被下放的江西苗寨改造 大跃进时 对苗寨周围的山林开荒 无意中挖掘出一处年代久远的遗迹 温如回忆那遗迹规模虽然不大 但出土的文物却极其很骗 可在当时根本无法组织 大规模的抢足挖掘 破四旧让考古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上 那些珍贵文物和遗迹 被归类为旧文化和旧风俗 大量的被损毁 温如的背伤 就是因为试图抢救出一两件文物 结果也被顽固不化 改造不彻底的坏分子 被殴打造成的 温如丧心病狂 杀人渣目 眼睛都不眨一下 他说的话你也敢相信 谁知道他被伤是怎么来的 田基提到温如不屑一顾 我抬手示意田基不要打断我 温如的话我当然也不会全信 何况他被伤怎么来的 我也不感兴趣 不过他后面讲述的事情 对我们一直来追查的月宫九龙房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江西发现的遗迹 虽然没有保存下来 但温如偷偷浅进 遗迹废墟 在一片狼藉的残垣壁中 他发现了一块 刻有文式的石块 上面的图案呈索又对称 温如说过 石块上的雕刻文式 在苗疆文化中极其罕见 他当时也是第一次看到 这些图案和苗族宗教文化 传统图案截然不同 他一时间也分不清楚 这处遗迹的石坚和祭祀的对象 因此 温如一只把石块留在身边 后来走访了很多地方 反复对比苗疆的宗教文化 最后确定 遗迹的石坚应该是在西界时期 西进 公爵赵梅想了想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石头 在祖神之殿中 我们经历的一切 你们都失去了那种记忆 温如找到那块石头 和我们在祖神之殿 发现的青铜面具上的文式 是一样的 如果把图案折叠起来 刚好是一个三眼麒麟 三眼麒麟 田基猛然抬起头 就是说 三眼麒麟在西晋时期出现过 这就意味着 十二祖神也在那个时间出现过 在江西被毁的遗迹 很可能和十二祖神有关 还说明一件事 先是皇帝时期 然后到了秦朝 紧接着 并非是我们以为的秦朝 十二祖神很快出现在西进 说明月宫九龙房也出现过 我已经让田基 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薛新柔 他很快就领悟到我们的用意 我点点头 可手中的笔却没落在地图上 因为在西晋这段时间 我们现在还并没有发现 关于月宫九龙法的线索 但很快 我在地图上标注出二十四个点来 我们在万象神宫的预台上 看到过天下龙脉图 这二十四个点 就是二十四条龙脉大致的位置 还有三条 其中一条在万象神宫 另外一条在辽东 而最后一条 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大致的位置 我一边话一边说 我们已经知晓 月宫九龙坊停泊的地方 和龙脉有关 由此可见 在西晋时期月宫九龙坊 停泊在二十四条龙脉上的某一条上 本来这处地方我们很难找到 可我现在已经大致知道方位了 你知道方位 其他人全都震惊地看向我 对 这还要感谢阴碟 是他说的事无意中启发了我 我点点头 阴碟说的是天启大爆炸 是明代的事 和西晋隔了几百年 这中间能有什么联系 薛仙柔问道 当然有联系 月宫九龙坊一直飘忽不定 似乎每隔几百年 就会出现在这二十七条龙脉中的某一处 由此可见 月宫九龙坊的踪迹 是有迹可循的 我笑了笑 看着他们问道 你们还记不记得 阴碟说过 谢锐吊派神机营的事情 他们都点点头 看表情 似乎他们还是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原因 天启灾变 如果真正的原因 是月宫九龙坊引起的 那谢锐的出现 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他在天启灾变之前 就开始 着手吊派神机营 并步防御王工厂 以一代劳精确的攻击 出现的月宫九龙坊 你们不认为 这中间有什么 不对劲的事情吗 我反问道 谢锐在伏击月宫九龙坊 这说明 他早就知道 月宫九龙坊 会出现在王工厂 也就是说 谢锐掌握了 月宫九龙坊 出现的规律 公爵恍然大悟道 对 阴碟说过 野史之中有人目睹 九龙是从西南而来 向东北而去 谢锐在王工厂 伏击月宫九龙坊 可见这艘离奇的船 要去的地方 势必要经过王工厂 我在地图上 画出一条直线 起点 在西北的一处龙脉上 穿过王工厂 终点 延伸到东北区 在西晋时期 月宫九龙坊 就停泊在这里 我指着地图上 西北处的龙脉说 虽然具体的位置 不得而知 但至少 大大缩小了范围 那也不对呀 西晋到明代之间 不是还有一个唐朝 灵璇在唐朝 就是他在红白山 修建了万象神宫 那里明明也是一处 用来停泊月宫九龙坊的 公爵一脸疑惑的 看着我说 按照我们的推断 西晋以后 月宫九龙坊 应该在唐朝出现才对呀 不是这样 我笑着摇了摇头 事实上 万象神宫很长一段时间 也误导了 我对月宫九龙坊 出现地点的判断 我们虽然找到万象神宫 并且发现万象神宫的真正用途 但我最后查看过 那些用来支撑月宫九龙坊 停泊的龙骨 上面并没有找到摩擦的痕迹 由此可见 月宫九龙坊 并没有到过万象神宫 灵璇在万象神宫中 留下九州龙脉图 并且长眠在里面 等待月宫九龙坊的出现 但他为什么 要留下九州龙脉图呢 原因只有一个 他想要引导月宫九龙坊 去其他的地方 事实上 只有真正能看懂 九州龙脉图的人 才会知晓月宫九龙坊的下落 而最终 灵璇等到了 他一直静候的人 也就是锦衣卫 一直在追查的反贼 但进入万象神宫的 并非只有这一个人 还有那个神秘的主公 虽然九州龙脉图被毁 但想必月宫九龙坊出现的规律 大致也被这个主公所掌握 所以 谢锐才会知道月宫九龙坊会经过王工厂 不 他不过是寿命在王工厂伏击而已 是那个主公 这个人破译了月宫九龙坊出现的秘密 薛新柔点点头说道 也不能称之为破译和知晓 如果全都知道了 又何必要伏击月宫九龙坊 完全可以等到这艘船停泊后 直接找到便可 可见 这些人只是大致知道规律而已 我深思熟虑地说道 这还不是我最关键的发现 还有什么发现 他们不约而同地问道 我发现了万象神功存在的真正原因 还有所有之前支离破碎线索之间的关联 我淡淡一笑 看着桌上的地图 突然感觉第一次这么清晰地去看整件事情 似乎一直围绕我们那些层层的迷雾 如今正渐渐地散去 我好像已经快要触及到真相 我在地图上标出数字 昆仑金阶为一 东海空白的地方为二 西南不知道确切地址的龙脉为三 向东北方延伸的另一处龙脉为四 这就是月宫九龙坊 这千年来一直出现的轨迹和路线 但每一次出现的间隔却不相同 因此可以推断 月宫九龙坊出现和时间没有关系 我指着地图说道 有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 月宫九龙坊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公爵疑惑不解道 我也很奇怪 从我们之前掌握的线索来看 月宫九龙坊并不希望别人知道这艘船的存在 何况十二祖神从远古开始就追查这艘船的下落 天戒挠挠头搜到桌边 一动不如一镜 如果真是为了隐藏 老老实实就藏在昆仑金阙多好 这样跑来跑去早晚都会留下蛛丝马迹 你们难道没发现一个问题吗 薛心柔从我手里接过笔 在地图上写出大写的字母 祖神之殿是A 结石金宫是B 在远古时期 和昆仑金阙对应的是祖神之殿 到了秦朝 是结石金宫以及不为人知的阿旁宫神庙 然后是西晋 月宫九龙坊出现在另一个龙脉 而那个温如却在江西发现同一时期存在过的三眼麒麟 薛心柔一边话一边对我们说道 在唐代 虽然你们发现了万象神功 可月宫九龙坊和三眼麒麟却都没有出现 一直延续到明朝 这个时候出现天气大爆炸 很多人目睹了月宫九龙坊 但在明朝 确切地说 从西晋之后 十二祖神就消失了 薛心柔说得对 我也是这样想的 月宫九龙坊并不是想要一直隐藏 这艘船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 但时间跨度相当长 动辄就是几百年 但一旦月宫九龙坊出现 十二祖神也势必会出现 可见十二祖神能感知到月宫九龙坊的存在 我点点头说道 就是说 一旦月宫九龙坊从潜藏的地点离开 十二祖神就会察觉 从昆仑金缺看 月宫九龙坊停泊的时候 十二祖神是无法探知到的 这 公爵眉头紧锁 这到底是什么 十二祖神到底通过什么办法 感知到月宫九龙坊的存在 昆仑金缺就是普普通通冰山上的宫殿 十二祖神这几千年来 能一直如影随形地追逐月宫九龙坊 这艘船只要一出现 十二祖神势必会跟着出现 换句话说 月宫九龙坊动的时候 十二祖神才能感知到 但停泊下来 十二祖神即便有通天彻底的神通 也和我们一样 无法知晓这艘船的位置 天机思索半天说道 十二祖神感知的不是这艘船 我目光落到地图上昆仑金缺的位置 慢慢摇头的 那十二祖神是靠什么 追查月宫九龙坊的 公爵问道 你们好好想想 但凡和月宫九龙坊有关的遗迹 哪一处最终没被十二祖神找到 虽然找到的时候 月宫九龙坊已经离开 但如此隐秘的地方 十二祖神为什么能轻而易举地找到 我嘴角满眉上翘 是人 或者说是神 十二祖神能感知到的 是月宫九龙坊上的神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 天机拍了一下脑门 我们在昆仑金缺 发现过五个宾关 那是月宫九龙坊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由此可见 在月宫九龙坊上 应该有五个神 这些神在宾关中常年 所以十二祖神 无法感知到月宫九龙坊的位置 公爵恍然大悟 你们说过 宾关中没有发现人 而且宾关是从内向外破裂 可见里面常民的人死而复生 因此 因此祖神之殿被供奉的祖神 也随着苏醒 我兴奋的激动打断薛新柔 那五个神安息之后 十二祖神便让九黎人修建神殿 同样也开始长眠安息 可见 十二祖神知道 那五个神有朝一日会苏醒 但这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因此 十二祖神采用了同样的方法 来度过漫长的时间 等待下一次月宫九龙坊出现 天机把头探到地图上 指头在昆仑金缺上敲击击下 也就是说 十二祖神很早之前就找到过昆仑金缺 说到昆仑金缺的兵关 我倒还想起一件事了 我点点头 继续说道 在昆仑金缺中 我们一共发现五个兵关 可到万象神宫 加上灵璇 我们只看到三个奇异的石台 灵璇很可能是月宫九龙坊上的人 他在等的应该也是月宫九龙坊上的其他人 这里的关键是石台有防止衰老和寿命流逝的能力 可为什么只剩下三个 从皇帝时期到唐代这段时间 月宫九龙坊上有两个人离开 可是为什么要离开呢 公爵很快反应过来 灵璇只留下三个石台 可见在他心里 离开的人是不可能再返回的 其实还有一些线索 能解释离开的这两人 我的指头在地图上移动 最终停在北芒山 这是我们被卷入层层迷雾的起点 随猴珠还有何事必 这两个东西就是在月宫九龙坊 离开昆仑金缺后出现 在鸡群墓中 他并非随猴珠的第一主人 是有人把随猴珠敬献给了他 才让鸡群发现随猴珠的秘密 公爵看着我有些迟疑 随猴珠应该是属于月宫九龙坊的 那持有随猴珠的人 也应该是月宫九龙坊上的人 这个人为什么要把随猴珠给鸡群呢 随猴珠和何事必 是两个连起来的东西 鸡群得到随猴珠的时候 已经没有何事必 可见在那个时候 这样东西已经被分开 月宫九龙坊千方百计 在隐藏自己的行踪 断不会把船上的宝物 随随便便交给其他人 我摇摇头说 这个人未必是月宫九龙坊上的人 或许是后人也难说 估计这些后人 根本不懂这些宝物 真正的用途和秘密 那问题是 带着宝物离开月宫九龙坊的 目的又是什么 薛仙柔突然愣住 看向我说 你之前有一个推断是错的 什么地方错了 十二祖神的确是通过 赶知月宫九龙坊上的人 来探寻这艘船的下落 但是为什么有人 从月宫九龙坊上离开后 十二祖神却无法追查到呢 薛仙柔深思熟虑地说 可见 这些人只有在月宫九龙坊的苏醒 十二祖神才能感知到 唉 有生之年 我真得亲眼瞧瞧这艘船 得好好看看 到底是一艘什么样的船 居然如此神奇 天机说道 我点点头 薛仙柔的纠正是正确的 月宫九龙坊非同一般 以至于船上的人 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绝不会擅自离开 到了唐代 船上只剩下了三个人 我记得灵玄在万象神宫中 留下的文书中提及过一件事 它是受人之命 寻九州龙器之地 也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 九州龙脉图 那是月宫九龙坊停泊的位置 可见月宫九龙坊 并非是随意停泊 必须要停在龙器之上 这就是灵玄离开 月宫九龙坊的原因 他在为这艘船 勘探正确的停泊地点 想必在他之前 离开船的那两个人 也有着各自不同的任务 只不过到现在 我们还无法知晓 月宫九龙坊 这几千年来一直出现 可奇怪的是 从西进之后 十二祖神就神秘的销声脸记 但从西进之后 那个以紫薇十二将神 为名字出现的入地眼 却悄然出现 入地眼和十二祖神之间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劫师进宫的发现 就不难看出 入地眼不惜一切 在保守十二祖神的秘密 但是十二祖神 为什么突然停止了 对月宫九龙法的追查呢 这十二个神 又去了什么地方 或者说 这一次的长眠 到底在等待着什么 西进以后 入地眼出现 从此一直延续到现在 祖神虽然没再出现 但这十二个 神秘的紫薇十二将神 却不惜一切 在追查月宫九龙坊的下落 公爵冷峻地思考片刻 在我看来 这十二个将神 更像是祖神的使者 话绕到最开始 我把剩下的那些零碎的线索 给你们串联起来 你们就明白 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了 我的指头 在地图上推移 停在王宫场 谢锐吊派神机营 在这里伏击月宫九龙坊 阴谍说 也始终有人目睹 九条羽龙中 有一条被击中 事实上 这并非是传闻 的确有一条羽龙 遭受重创 而脱离月宫九龙坊 这羽龙事件 历来都有人杜撰 甚至还有好事之徒 用兽谷拼走出龙诗 混淆试听 也史上的记载 毕竟无从考证 不能情人当真 薛心柔严谨的对我说道 我点点头 当然不会因为 也史的记载 就敢断定一件事情 但这一次 我却有十足的把握 在这个传闻中 我无意中 证实了两件事情 哪两件事 关于月宫九龙坊的传闻中 最离奇的莫过于 这是一艘被九条羽龙拉行 翱翔在月夜中的宝船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试图去刻画 这艘船出现在夜空中的样子 但我始终不相信和肯定 真的会有九条羽龙 我慢慢抬起头 神情坚定的 但我现在可以确定 这个世上真的有龙 而且被谢锐中创的这条羽龙 去了什么地方 我也知道 公爵和田姬 还有薛心柔 都用吃惊的目光看着我 估计他们心里也没底 毕竟龙作为华夏首屈一指的神兽 虽然流传几千年 但相信从来没有谁 真正相信过这个神物的存在 我的指头 从地图上的亡工厂 向东北方移动 在辽东区域画了一个圈 被谢锐中创的羽龙 最终消失在辽东的某一个地方 辽东 天机茫然的来回看着我们 为什么会消失在辽东 白说 公爵突然瞪大眼睛 张开嘴 一脸惊愕 对 就是白晋 我们在去万象神光的荒漠中 第一次遇到白晋 这个身份显赫的男人 据说大清能从龙入关 问鼎天下 白家居公至尾 因此被封为辽东王 清朝异性盲 一共才十五位 生前被封王爵的也就五位 基于的全是死后追风 而白家并不在这十五个异性王之中 因为白家不同 这个辽东王既没兵权 也没实权 可却享用了辽东王的封号 这个殊龙远比黄金国际还要大 要知道在大清入关之前 发源地便是在辽东 可以说是大清的基业所在 辽东王 敢在大清发源地称王 就是说 大清从太祖开始 不是封白家为王 而是敬白家为王 但凡是八戚子弟 必须对白家恭敬有礼 这是大清不成文的规矩 即便到现在 这规矩依旧没有改过 现在还又被称为辽东王的人 薛心柔大感意外 你是没见过白叔 金刚怒目 阴阳虎视 一看就知道 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 而且白叔后背还有一个纹身 纹的就是一条龙 而且那龙纹身还与众不同 旁边还有波浪的线条 还有 天机囊的头 看向我憨憨一笑 那龙丸叫什么来着 你之前说过 我给忘了 海水江崖 我脱口而出 啊 薛心柔大吃一惊 海水江崖 除了表示绵延不断的吉祥之意外 还有一桶山河 和万事生品的寓意 那可是大清皇族专用纹事 这要是在大清 是要敢把这个纹在身上 那就是大逆不道 是要诸九族的重罪啊 这个纹身 在白家士气网替 也是辽东王的灰迹 在之前 我也认为白家监阅了龙纹 可后来才知道 这个龙纹实际上是白家的 大清不过借用了白剑的灰迹而已 我说道 可是 这个辽东王和谢瑞重冲的羽龙 又有什么关系 薛心柔依旧依然茫然 之前没关系 不过现在有啊 公爵应该也想到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认识白叔的时候 他曾经告诉我们 曾经请凌家的凌霄阁 去辽东勘查龙脉 可最终一代宗师凌霄阁 硬是没找到龙脉所在 凌家手握天下24条龙脉 大清寺太祖后 从龙入关问顶天下 想必其中一条 便是大清的龙兴之地 可凌霄阁在辽东走遍山河 却一无所获 甚至怀疑大清的龙脉 到底有没有在关外 或者说根本没有龙脉 我的指头在地图上点了点 在万象神宫的九州龙脉图上 有三条龙脉被抹去 其中一条便在辽东 因此可以推断 白叔要寻找的龙脉 便是那条被隐藏的龙气之地 白晋干嘛要找龙脉 薛新柔问道 因为这和白家一个传说有关 天机回答道 这也是白家为什么能世袭网替 被净为辽东王的原因 什么传说 白家先走到关外时 坐着一条有双翅的飞龙 羽龙 薛新柔瞠目结舌 目光落在地图上 好半天才震惊地说道 难道这条羽龙 就是被谢锐中创的那一条 白叔一直认为 这个传闻玄乎离奇 甚至连他自己也没相信过 所以才会去万象神宫 试图找到真相 不过现在来看 白家这个传说 恐怕是真的 公爵点点头说 等会儿 白家先祖成龙到关外 天机突然神情大惊 就是说 王工厂大爆炸呀 除了一条羽龙 受到重创 离开月宫九龙坊外 连同羽龙一起离开的 还有一个人 对 你终于想明白了 这个人就是白晋仙宿 我笑着点头 那这条羽龙 最终去了什么地方呢 薛新柔急切地追问道 历史上可从没记载 清朝出现过真龙啊 你学考古研究的 相信有一个宝藏 你应该知道 我看着薛新柔 不慌不忙地说道 关于大清入关之前 藏在龙脉的宝藏 大清龙脉宝藏 我确实听过 也有人一直研究 可问题是 就连后来问鼎天下的 大清皇族也不知道 这地方在哪里 很多研究大清历史的 学者指出 这一处宝藏 是大清崛起的根源 薛新柔点头道 白家能视习网替 成为辽东王 据说 就是和这处宝藏的下落有关 唯一知道宝藏位置的 只有白家的人 我淡淡一笑 意味深长地说道 确切地来说 知道宝藏位置的 只有白家线索 在龙脊之地 公爵脱口而出 也就是月宫九龙坊 准备前往的目的地 被重创的羽龙 带着白家仙祖 最终到了那个地方 因为龙脊之地 被林轩隐藏 以至于任何人 都无法找到 整件事情的始末 如今在我脑海中 已经被清晰地勾画出来 月宫九龙坊 在王宫厂被伏击 受伤的羽龙 带着船上的一个人 也就是白家仙祖 和月宫九龙坊分离 估计在被伏击的过程中 失去了月宫九龙坊的联系 为了避免被击杀 因此白家仙祖 按照原定路线 乘起羽龙深入辽东 这便有了后世野史中 关于坠落的传闻 当羽龙出现在辽东时 清朝皇族应该目睹了 整个过程 龙在华夏历史中 有着举逐轻松的位置 所谓真龙天子代表着 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 可龙毕竟是传说中的神物 当真正的龙出现在人们面前时 白晋先祖被当成神人 这也是为什么白晋无权无势 却在大清享有至高无上的尊崇和地位 而羽龙停留的地方 其实就是辽东的龙脉之地 也被大清皇族供奉为圣地 敏而不宣地修建了宝藏 大清最后为什么能入住中原 当然和龙脉没什么联系 想必是和白家仙祖有关 和灵玄修建万象神功一样 大清皇族修建的 其实是用来供奉龙神的地方 将大批金银珠宝放在其中供奉 久而久之 这一地方就成了传闻中的 大清龙脉宝藏 至于为什么没人知道这个地方所在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灵玄可以抹去所有参与万象神功人的记忆 白家仙祖既然是月宫九龙坊的人 当然也具备同样的能力 因此大清龙脉宝藏就成为 永远不会被记紧的秘密 这是我意外发生的第一件事 还有一件 估计让你们更吃惊 我笑着说道 还有什么事 谢瑞在王工厂伏击月宫九龙坊 我们解开其中一条被重创羽龙下落 你们可知月宫九龙坊去哪了 我反问道 阴蝶说在野史中记载 其他八条龙向西北方向扯返 也就是说去了西北的某一个地方 田基说道 月宫九龙坊不会随意停泊 去的每个地方都是龙器之地 原地的路线应该是去辽东的龙脉停泊 受到攻击后即便是折返 也应该去另一条龙脉 公爵埋下头 在地图的西北方向寻找 是万象神宫 我用笔在王工厂和红白山的万象神宫之间 画出一条直线 由此可见 万象神宫并非是月宫九龙坊停泊的首选位置 凌旋修建万象神宫的目的应该有两个 其中之一是为了等待月宫九龙坊带走它 第二个就是为与筹谋修建了一个备用的停泊地点 可问题是 我们在万象神宫中并没有发现月宫九龙坊停泊的痕迹 事实上月宫九龙坊根本没有到过万象神宫啊 天机皱眉疑惑道 你好好看看 从王工厂到万象神宫这条直线上 经过什么地方 薛新柔忽然释怀的浅笑道 公爵和田机不约而同 仔细在那条直线上认真查看 罗布泊 俩人异口同声惊呼出来 现在你们应该明白整件事情的始末啊 那些看似不相关的线索 其实互相之间都是有联系的 我笑着点了点头的 月宫九龙坊虽然从王工厂折彩 相信应该在伏击的时候 同样身受重伤 原本计划去万象神宫停泊 但因为被毁严重 无法坚持到万象神宫 最终住落在罗布泊的沙海之中 薛新柔深吸一口气道 罗布泊是一望无银的沙漠 被称为死亡之海 根本没人可以涉足 而黄沙漫漫也恰好掩饰了这艘船的踪迹 相信谢瑞也好 或者那个操纵大明黄泉的神秘人也好 在事后一定亲尽全力 试图寻找月宫九龙坊下落 但最终一无所获 而月宫九龙坊在罗布泊 沉入沙海 一停又是几百年 若不是17局 开启万象神宫 找到灵璇 他和月宫九龙坊产生共鸣 这个秘密不知道要在黄沙之下长埋多久 田晚清交门进来 说是英会员让我们立刻过去 这段时间 他一直派人在调查和阿旁公有关的事 如此急迫 估计是有消息 我们联盟赶过去 一进屋就看到风尘仆仆的江污用 英会员神情有些失望 在关中 所有该打听的人都打听过了 阿旁公当然众所周知 但是没谁知道 和阿旁公有关的什么神庙 英会员遗憾的摇头道 虽然我没有把希望 全都寄托在英会员的身上 毕竟是安息十二祖神的神庙 秦始皇为了藏匿这个秘密 不惜在海底修建宫殿 如果真那么容易打听出来 这才是怪事 可是 以英会员的人脉关系 连他都问不到 钉点蛛丝马迹 我们除了知道凤鹅岭这个地名外 再无其他线索 想要找到神庙 几乎难于登天 那就没有其他路子了吗 田基忧心重重的问道 英家还有些人面 我要打听一件事情 相信多少都能问出点来 无用办事向来稳健 该问的人都问过 无用回来告诉我 别说钉点线索 压根就没人听过 什么和阿旁公有关的神庙 英会员摇摇头说道 英眼 也不是所有人都问过 江无用抬头 欲言又止说道 还有人没问 英会员眉头一皱 你办事从来滴水不漏 怎么这一次还有没问的人 这个人 我怕是从他嘴里半个字也问不出来 要问还得英爷亲自出面 江无用说道 朱七 英会员随理说出一个名字 神情也随之暗淡下去 看上去 这个人很棘手 我瞧见英会员的表情 心里很奇怪 到底什么人 能让英会员都有些迟疑 爸 这个朱七到底什么人 连江书出面都问不出一个字 多大面啊 田姬不屑一顾的问道 小孩子 很多事你不懂 田晚清对田姬摇摇头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个人连你爸都立样三分 晚清 既然事已至此 我还是亲自去一趟 他或许是最后的希望了 英会员征求田晚清意见 田晚清点点头 转身对江乌用说道 学两瓶最好的柳叶酒 灌在一般的酒瓶里 江乌用干练 转身去办事 田姬在旁边笑了笑 妈 我还以为这人来头有多大呢 两瓶柳叶酒就给打发了 这还需要我爸亲自去吗 您给我说地方 我带着酒去 我就不相信了 我爸这名头 还有谁不买账的 你去 你走着去 我估计得让人把你抬回来 英会员摇头苦笑 有一种如临大敌的感觉 然后看一下田晚清 两瓶柳瓶酒倒是症状下怀 可要从他嘴里问出什么事来 恐怕还差点什么吧 给我几天时间 那东西不容易找 我得想想办法 田晚清点点头 我们等了三天 英会员才拧上两瓶酒 带着我们出发 临走前才看到赶回来的田晚清 手里拿着一个木盒交给英会员 郑重其事的在上面拍了两下 有这东西至少能让他开口 我们在旁边对视 寻思这盒子里的东西肯定金贵 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个叫朱七的人 很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 可以让英会员和田晚清都如此谨慎 刚想上车 田晚清又追上来 郑重其事的对英会员说 他什么性子 你心里应该有数 你若出了他底线 天王老子他也不卖账 但是这个人有一个弱点 就是心软 你想让他开口 就必须想办法挖一个坑上他跳 而且还让他爬都爬不上来 英会员神清严峻的点点头 怎么看都感觉像是像沙场一样 我们一直往西安郊外走去 越走越偏僻 黄昏的时候透过车窗 我看到一处黄土台园 立刻认出这个地方 这里是白鹿园 北林坝河居高临下 是古城长安的东南屏障 因传说 周平王迁都洛阳途中 曾见到园上有白鹿游业而得名 白鹿园多地灵 一路上就看到好几个 有伊牙启陵 金山带水 山势如凤凰展翅 故俗称凤凰水的汉文帝霸陵 和搏击种 以及一些错落有致的陵 在白鹿园下 英会园上停车 带我们步行往上走 走到一步 突然停住脚步 转身对我们说道 见到人以后 凡是我来说 你们气候开口 还有一点 千万 千万不要提什么灵 什么木的 我们面面相去点头 感觉这个叫朱七的人 来头不但不小 甚至连英会园都压不住 虽然没从英会园脸上看到巨色 却隐约透着无可耐烦的繁忧 上到园上便是一马平川 汉高祖刘邦入关咸阳灭情赴还军坝上 在此扎营 称刘邦营 后世传为刘家营 走了很久 才看到一处普通的关中四合院民居 但我目光却落在这处民居的后面 那是一处隆起的山丘 周围的草丛中 还有残垣断壁的石碑和石像 这分明就是一处 圆秋行道底灵种 居然会有人把家修建在灵种旁边 英会园站在门口 像是如林大敌一般 抬起手来硬是没敲门 玄庭在半空中 我瞧见他在如动猴杰 伸起一口气后 轻轻在门上敲了三下 干啥的 屋里传来老年男人 纯正的关中话 门嘎吱一声被打开 我们从英会园身后 看到开门的男人 一路上我们一直揣摩 要见的人是怎样的 可怎么也没想到 对面的男人 一脸续满皱纹的脸 一圈粗犷的胡茬 长在嘴边 蓬松凌乱的花拍头发 没有收拾 身上披着桑兮兮的衣服 给人不休蝙蝠的邋遢感 怎么看 都是园上寻常的庄稼汉 西叔 好久没来看您了 知道您规矩 所以还是第一次到园上来 英会园满脸堆一笑 声音中竟然透着 恭敬的客气 知道规矩你还来 朱七看了半天 姑姐没想到英会园会来 一脸不高兴向外瞅了几眼 回 都回 王后 别往我这儿跑 朱七一边说一边关门 谁会想到 英会园这样的人 居然也会吃闭门羹 何况 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子 门被朱七关到一半 他从眼睛 从门缝中 瞟着英虎员手里的酒瓶 鼻头抽了几下 柳林酒 还是老叫的柳林酒 这东西 现在可不好寻咯 朱七居然在舔嘴角 知道七叔好这口 这不是寻了两瓶酒 想跟七叔喝一碗 英会园见缝插针 把酒打开 顿时酒香四溢 为一镜悠长 就以此 下不为例 朱七犹豫半天 居然重新把门打开 似乎在他眼里 富甲天下的英会园 还不如这两瓶酒重要 朱七让我们走进门里 携一拖 缩到炕上 端了一盘半黄瓜 和一盘油渣花生米 然后把两个吐司碗 放在身上 擦了擦 放在桌上 可见朱七 只打算招呼英会园 至于我们 他压根都不愿意多看一眼 估计 这还是冲着英会园 手里两瓶好酒的份上 英会园上了炕 给朱七斟满酒 自个儿也倒了一碗 其说 酒风之几千杯少 这杯我敬你 朱七没有动 点燃三支箱 插在旁边神开上 我就是冲着这酒 才让你进来的 先说好 酒喝一瓶 剩下一瓶 你给我留下 喝完你就走 以后 别往我这儿跑 啊 七叔说的是 往后 会员就不来打扰了 英会员 居然还能笑得出来 从来没见过 这样不尽人情的人 难怪江湖用问遍 所有人 唯独不来见这个朱七 就连英会员 差点都进不了门 就更别说 江无用了 晚清每年倒是都来 这房子啊 还是他账了 给我弄好的 你命好 寻了晚清这丫头 那是你应家祖坟 插了高香 朱七居然也认识 田晚清 提到田晚清 她的语气明显变得柔和 她怎么没跟你一道栏呀 七叔有规矩 会员也想来看看您 可是晚清说怕您不高兴 所以 别扯这些没用的 你就是没心 晚清比你实在的多 到我这儿来 换上衣服 屋前屋后忙活一天 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连水缸都给我挑满 就你 你能做这些事 朱七摆了英会员一眼 问你啥 你就说 晚清怎么没来 我们在旁边看的尴尬 怎么也想不通 英会员怎么会在一个 普通庄家老头面前 如此的唯唯诺诺 七叔教训的是 会员 哎呀 够了够了 朱七有些不耐烦的 打断英会员 指头在桌上敲几下 加重语气 重复之前的话 晚清怎么没来呀 他是有意没来的 说是让我带个人 给您看看 看谁 朱七问道 英会员让天机过去 站在炕前 笑着对朱七说道 这是我和晚清的儿子 叫田契 孩子长大了 我想带着他见见世面 晚清说 要见世面 怎么也得见见您才行 田契 不错 长得跟晚清 一个模子里 刻出来的似的 朱七多看了田契一眼 似乎是爱屋及乌 和田晚清有关的 他都是和颜悦色 还不叫气呀 英会员说道 田契多半也是 猜不透朱七的身份 木讷的喊了一句 七爷 你不是给七爷 带了些东西吗 见到了人 怎么还不拿出来 英会员在来之前 把田晚清 交给他的木盒 让田契拿在手里 田契回过神来 连忙把木盒 推到朱七的面前 七爷 特意给您准备的 朱七来回 在这对父子身上 扫尸一番 漫不经心打开木盒 我们都很好奇 盒子里放的是什么 原本想着一定很贵重 可打开后 看到里面 是一些细如发丝的 金黄色叶子 朱七突然笑了 笑意中 透着淡淡的嘲讽 看了田契一眼 这东西 是你给我找的 田契看了看 英会员 机械的点头 你知道 这盒子里 装的是什么吗 朱七 瞟着田契问道 田契一愣 我们都不知道 木盒里装的是什么 田晚清也没说过 一时间 田契无言以对 这是 我问你了吗 英会员 刚想接过话 就被朱七抵回去 冷冷的盯着英会员 说你没心 你还不承认 每天把什么三纲五常挂在嘴里 富为子纲 上梁不正下梁歪 自己都没心 交出来的儿才能好到什么地方去 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还敢给我说 专门给我找的 朱七当着英会员的面 数了田契 半点情面也不留 以田契的性子 谁要这样说他爸 估计脑子一抽 上去就是一拳 想必是朱七上了年纪 而且英会员 居然脸色没有半点阴沉 即使笑得尴尬 还是唯唯诺诺 不停的点头 嘴里还毕恭毕敬的说着 七也教训的是 七说教训的是 朱七从旁边抽出一张报纸 英会员连忙接过去 撕下一脚 从木盒子里 抓了一些金黄色的叶子 撒在报纸上 就看到朱七从腰后 摸出一根长长的汗烟 不拼不移 打到英会员的手上 你这是干啥 这么好的东西 就你这么弄 简直糟蹋了 英会员把手搜回去 手足无措 七说 我这手艺虽说不好 可是还凑合 凑合个啥 你英会员 家大业大 哪会把这些东西 看在眼里 给你说了 凡事得有心 没心的事 朱七白了 英会员一眼 似乎都不想多说的 目光转向天机 西娃儿 给你说到说到 这是啥东西 崇不稳 我在旁边说到 朱七偏着头 用手中的汗烟 戳开田机 目光落在我身上 上下达了半天 看你年纪不大 居然还知道这玩意儿 不懂的 这东西送到面前还嫌弃 好这口的 这一盒草叶可就是无价宝 别看这一盒小盒草叶 多少人梦寐以求一辈子 恐怕也得不到 我知道这东西是什么 因为我闻了十多年 就是在这些草叶的味道中 我才能安稳的入睡 这些让我想起了将军 崇不稳是一种烟丝 将军没有其他爱好 但是对于土烟 却极其的讲究 它一直抽的 就是这种烟丝 制造起来相当麻烦 要选用广东产的一种 叫虎皮皱的烟叶 这种烟叶 大肆扑善 叶之后 上面有天然斑纹 但生长极少 而且娇贵 雨后才会展开嫩叶 但两小时不到 就会枯萎 全然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必须在枯萎前采摘 每年运气好 顶多也就十来片 而且还要存放十年之久 等到叶子慢慢脱水干涸 放在被阴的地方 让其发挥出最纯正的香味 时间越长越好 最好的烟叶都在二十年以上 顶级的得五十年 堆积在一起的烟叶 互相沾点重合在一起 颜色变得金黄 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刨烟 也是所有环节中 最至关重要的一节 刨烟的铁刨子刀具 要求手指摸不到刀口 因为太过锋利 伤了烟叶 几十年的心血 瞬间会付诸东流 没有几十年的本事 刨不出细如发丝的烟丝 因为最终的烟丝 就如同朱漆面前盒子里那样 根根金黄纤细 就连虫子爬在上面 都站不稳 顾名为虫不闻 懂得倒挺多 既然知道这东西的来历 会不会卷 朱漆饶有兴致地问道 会 我点头道 朱漆把桌上那半截报纸推向我 用烟杆在上面敲了几下 说得多 比不上做得多 既然你懂 比划比划 我走上前 看着桌上的报纸和烟丝 心情突然变得阴沉 以前挖木累了 将军总是让我给他卷 然后惬意地抽上一口 而我就靠在他腿上睡觉 即便梦里全是烟草的味道 一直以来 这个味道 总是给我莫名的踏实和安心 我莫不作声地卷着烟 每个动作我都烂熟于心 好像耳边还能听到将军的催促 当我把卷好的烟 递到朱漆面前时 他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这烟你怕不是给我卷的 朱漆那张续满风霜的脸上 透着睿智 然后看向英伟会员 冷冷地说道 这才叫有心 别以为你做的都是大事 卷烟这点小事 你卷了多少年 从来没卷过一只完美的 因为这些事 在你心里从来都不重要 朱漆说完 又拿出一个吐丝碗放在桌上 似乎我有资格上他的炕 从我手里接过烟时 朱漆那双皱巴巴干瘪的手 如同铁钳般抓住我 手指从我掌心划过 瞧你年纪不大 手中的活可没少干 朱漆把烟叼在嘴角 意味深长地问道 哪儿的土耗子呀 他是 英伟会员刚一张嘴 朱漆只偏头看了他一眼 英伟会员后面的话 硬生生给咽了下去 点燃烟吸了一口 他逃碎的样子 再次让我想起了将军 我叫顾昭哥 四方当铺的掌柜 朱漆在烟雾中 眯着眼睛瞪我 突然抽笑一声 哼 难怪前些日子 叶九卿这小子 待着灵然住我这儿 撕破脸皮都不敢走 应是在我这儿白吃白喝了好几天 感觉是找人接手他的当铺了 叶 叶掌柜和灵叔到过这儿 我大吃一惊 听朱漆这口气 叫叶九卿都是小子 这老头越来越让我好奇 说是什么 要游历河川 罪我山林 行当里的林林总总 和他俩再没关系 朱漆不屑一顾的笑 他俩就是附庸风雅 真放下了 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何必还跑我这儿说的 两个人心里都有事 我瞧着是担心谁 明明是劳碌命 还想抽身一了百了 这不是笑话吗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叶九卿 心里挺惦逆他 灵指寒丧身结石金工 全然因我而起 这件事我必须给凌然一个交代 正想开口再问下去 朱漆偏头 看向神开上那三只香 当拳头熄灭的那一刻 他拿起酒瓶 给我倒了一碗酒 然后取出一个装蜂蜜的瓶子 用指头沾染那些涂抹在碗盐 花开酒美 何不醉 来看南山 冷脆飞 朱漆一边给我抹上蜂蜜 一边说道 关中自古以来盛产美酒 唯一柳林镇所酿酒的酒为上成 有东湖柳西凤酒的佳话 因此柳林酒又叫西凤酒 喝这酒可是有讲究的 像他这样端起来就喝 糟蹋了这家酿 我气说 这酒得怎么喝 英会员端着酒 尴尬的问道 柳林酒素有开坛相识礼 隔壁碎三家的美玉 这酒太香醇 不全然都是好事 特别是陈年的柳林酒 刚开坛 酒香四溢 反而宣宾夺主 得等 朱漆得意洋洋的指着神龛 坎坎而谈 等多久也得有讲究 等的时间长了 酒香淡了 酒入舌就变得寡味 等的时间短了 酒本来就烈 香味又重 喝下去 稍心充脑 一炷香的时间刚刚好 这酒 清而不淡 浓而不厌 在涂抹上蜂蜜 入口甘甜 寒成穷江玉叶呀 朱漆说完 端起酒杯 喝了一口 嘴里嘖嘖撑散 我看着朱漆 心里越来越纳闷 明明是一个不修蝙蝠 邋遢的老头 喝一碗酒 居然如此的讲究 而且看他谈吐 怎么看 也不像这白鹿园上 寻常的中甲汉 不过朱漆喝酒的时候 我看到他右手 只剩下两根手指头 不像是天生残疾 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切断 一瓶酒快要见底 也不曾听英会员说过什么 朱漆跟我说的话 比英会员要多 但全是什么烟草 以及瓶酒有关 旁边的英会员 根本插不上话 他给朱漆和我 倒上最后一碗酒 七叔 今天带着天气来看你 就是为了让他掌掌见识 这孩子对古玩挺感兴趣 想着有朝一日 鹰家都得交到他手里 欲不拙不成器 今天还得请七叔 给他打磨打磨 晚清交出的人 差不到什么地方去 就是别跟着你学就成 我有什么能打磨他的 朱漆摩利把胡茬上的酒字说道 前些天 他回来问我一件事 鬼缘才书学浅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所以想请七叔请教 哼 搞了半天 不是来看我 就知道你没那个心 朱漆冷冷一笑 好像他看英会员 哪都不顺眼 你这酒不能白喝 说吧 说吧 什么事 这孩子问我鹅旁宫的事 六王碧四汗一 鼠山雾 鹅旁出 三岁戏娃都知道的事 你跑来问我 当年秦帝修建的宫殿 就在现在鹅旁宫附建 后来把王毅把火给烧了 想瞧 自个儿看见啊 朱漆不以为然地回答道 凤鹅岭这个地面 不知七叔有没有听过 英会员直视朱漆问道 朱漆虽然只有两根手指头 可端着酒碗 一直都纹丝不动 但英会员说出凤鹅岭三四池 我明显发现 一丝惊恶从朱漆眼睛中 一闪而过 手轻微抖动一下 几滴就滴落在桌上 听过呀 凤鹅岭说的不就是鹅旁宫吗 凤凰凤凰上鹅旁 民间有鹅旁宫的传闻 这座销声连击上千年的宫殿 据说曾有凤凰栖息过 因此鹅旁宫所在 也叫凤鹅岭 朱漆很快就恢复了之前懒散 七叔您见多识过 不知道有没有听闻过 凤鹅岭有没有什么神庙 鹅会员追问道 神庙 朱漆想都没想 埋头避开鹅会员的目光 喝掉碗里的酒 摇头回答道 鹅会员还想问些什么 朱漆把空碗往桌上一放 我们有言在先 一瓶酒喝完了事 时间也不晚了 我这点寒酸 也不留你 回吧 鹅会员张着嘴 没问出来的话 又咽了回去 还得陪笑着点头 离开的时候 朱漆没有出来 我回头看见他一个人 独自坐在炕上 给自己点燃了一支烟 烟雾中 他像一尊雕塑般静坐 神情低沉而凝重 从朱漆的四合院出来时 已经是晚上 我们原来以为是回家 没想到 鹅会员带着我们 往屋后不远处的灵种走去 鹅说 刚才您提到凤鹅岭时 朱漆粉不对劲 他应该是知道些什么 我走到鹅会员身边说道 我知道 奇数的一举一动 又怎么能瞒过我 鹅会员点头说道 既然他知道 为什么不问下去啊 薛新柔心急如焚地说 他或许是唯一 还知道线索的人 他要是不说出来 我们下一步 根本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呀 唉 奇数不想说的事 怎么问也没有用 鹅会员摇头苦笑道 爸 之前在屋里 我都不好开口 这老头什么来历啊 你瞧他气喘得多大 当着您的面 想怎么数了就怎么数了 这要换一个人 我还不 什么老头 叫七爷 尊卑长幼都不懂 别没大没小的 信口开合 鹰会员严厉地训致田击道 哎 鹰叔 你也别怪他 我们旁边看着 兄弟也不舒坦 您说吧 大老远您亲自来 从进屋开始 毕恭毕敬地陪笑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公爵走上去 也愤愤不平道 你也给俗了面 叫一声气也不难 但也得让人叫得 心甘情愿吧 哎 谁年少的时候不轻狂 你们心里 不也有敬重的人 鹰会员看向我们 笑着问道 赵哥 就拿你来说说 你最敬重的是谁 叶掌柜 将军 封叔 还有赵叔 也有您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太多了 这一路走来 我认识了很多人 甚至 甚至还有我的敌人 我像你们这般大的时候 同样也是心高气傲 在行当里 昏出些名堂 虽说后来有了 蜀中叶凤 关中应龙的名堂 可是在我们心里 同样也有 值得去敬重的人 这些人 就如同我们 无法企及的高山 除了仰视 永远也无法逾越 鹰会员 心悦诚服地 对我们说道 而七叔 就是其中的一座 七爷认识您 又认识叶掌柜 难道 七爷也是 这个圈里的人 田姬问道 七叔风光的时候 你们是没瞧见过 这样跟你说吧 七叔探幕的时候 但凡是他走过的地方 圈里的人 没有谁会再去 七爷这么大来头 公爵大吃一惊道 为什么没人再去啊 薛新柔问道 去干嘛 英会员笑着反问道 七叔探幕的本事 那才是真正的出神弱化 他经过的地方 还会有空目留下 去了就是浪费时间 在我们年轻那会儿 提到七叔这俩字 谁都是一个福字 莫说是当时 就是现在 不管是我 还是九卿 在七叔面前 那也得埋着头说话 那不对啊 七爷爷这么厉害 七儿里怎么说 都该听到封闻 可在四方当铺时 怎么没有谁 向我说起过 这位七爷 我大为不解地问道 唉 英会员重重叹了口气 都是七叔的命呀 我许干这行真有报应 七叔虽然探幕本事首屈一指 可报应全都没报在他身上 什么报应 我追问道 我追问道 七叔无后 生一个死一个 最后难缠 七儿双亡 七叔心烦意乱 金盆洗手 发誓 从此再不碰 可是十年红朝 七叔未能幸免 被打成黑五类分子 惩罚他到白鹿园上 当守灵人 英会员声音低沉 原来 七也经历这么凄惨 我抿着嘴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宰翁狮马 言之非福 七叔在白鹿园 又成了一次家 居然生的孩子养活了 老来得子 七叔喜书望外 更加坚信 一切都是因果报应 因此 切掉自己三指 三是对自己惩戒 并且一直留在白鹿园 和之前的林林总总 一刀两断 不在和任何行当里的人接触 听到这里 我们这才恍然大悟 朱七是想要平平淡淡 过完剩下的日子 为了他自己 也是为了来之不易的家 爸 这么说起来 从七月嘴里 还真问不出什么 他不惜切掉自己手指明智 他其实切掉的就是过去 哎 看来这一趟 我们是白来了 田姬说道 营火源没有再说什么 深吸一口气 哭笑 不知不觉 已经走到龙起的林总前 这么高的风土 不用猜 灵木的主人身份非同一般 营火源坐下休息 我闲着没事 围着灵种走了一圈 吃惊的发现 这处灵居然没被盗过 不过仔细一想 也在情理之中 朱七在行当里名望那么高 他当守灵人 估计谁都要给这个面子 他守的墓 当然不会有人来盗 而且朱七留在白鹿园不走 或许也跟这个灵木有关 他是在赎岁 前半生盗墓 后半生守灵 他用这样的方式 来洗脱自己曾经的罪孽 全当是给自己的儿子积德 绕回去扣 看到营火源还没有打算回去的意思 拿出几个白墓 递给我们 多吃点 先把肚子填饱再说 爸 黑灯瞎火的 跑灵木边那吃东西 干嘛不回去 田基一边吃 一边问道 营火源没有回答 好像心事重重的 吃着手里的白墓 不时看着时间 他好像在等着什么 快到凌晨的时候 营火源把一直带在身边的包 拿了出来 拉开后 居然拿出了一把洛阳铲 一脸苦笑的看了半天 然后递给田基 那包里 居然装着四把洛阳铲 除了薛新柔之外 营火源一人给了我们一把 算起来 我也有几十年没碰过这东西了 营火源握着洛阳铲 感慨万千 然后淡淡一笑 抬头说道 你既然离家出走 跑去挖坟 那我就成全你 今晚我们父子和李 就把身后这灵给刨了 我们目瞪口呆的看着营火源 他把我们带到这儿来 居然是打算挖木 而且还是挖猪七首的木 最重要的是 营火源还真没跟我们说笑 你刚才围着灵墓 走了一圈 想必从哪打到洞 心里应该有数了吧 营火源很认真地看着我说道 我迟疑了一下 茫然地点了点头 我倒还真不是有心 只不过是习惯 看到灵墓后自然而然地就会去想 墓室的结构以及方位 还有墓道的位置 我带着营火源走到最适合打倒洞的地方 营火源笑着点了点头 应该是很满意我挑选的地方 第一缠打下去 我就知道 关中应龙的名头 绝非浪可虚明 都别傻愣着啊 这事你们还不轻车熟路 都过来帮忙 营火源挖了半米后 估计是发现我们面面相去 站在后面不动 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道 我们握着探产 犹豫不决 看营火源都挖得起劲 只好硬着头皮 过去帮忙 爸 这样不好吧 七爷一辈子不容易 这是他老人家守的灵 我们挖 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呀 田姬握着探产 迟迟不肯动手 让你挖就挖 说那么多废话干嘛 再说了 这还是你妈的主意 营火源说完 看向薛新柔 包里有汽油 你找些柴火 堆起来点燃 越大越好 薛新柔张着嘴 好半天 才木讷地点了点头 我们一听 更加吃惊 白鹿圆上一马平川 点了火 再远的地方 都能瞧见 果然没过多久 熊熊燃烧的大火中 我们听到远处 传来狂吠的狗叫 朱七用观中话骂人的声音 游远而近 我们前头心神不宁地停下手中动作 只有鹰火源还在埋头继续挖 朱七牵着一条狗 手里拿着一把土枪冲过来 看到是我们 先是一愣 目光看到还没停下来的鹰火源 顿时勃然大怒 你是想翻天 跑到我这儿吗 你到底想干啥 朱七把手里的枪一端 大声质问道 我们本就揣揣不安 天机慢慢移到鹰火源前面 挡住朱七的枪口 本来是想解释 估计是发现 连解释的理由都没有 解说 您给瞧瞧 我这盗洞挖的 有没有用心 鹰火源居然还笑得出来 一巴掌推开田机 指着身后的盗洞问道 鹰火源 你 你 朱七七的脸都憋红 冲着鹰火源 抬起剩下的两根指头的手 破口大骂道 我连吃饭的家伙事都切了 就是不想和以前再扯上任何关系 你知道我在这里守灵师头肯安心 你把这幕给刨了 传出去谁都会以为是我干的 你是不是看我过了几天安生日子 心里不舒坦 非要逼死我在你面前才满意 鹰火源是不到万不得已 也不会打扰在您面前来 之前问您的事 您老再给想想 兴许能借出点什么 鹰火源无奈的苦笑道 什么事 凤鹅灵 不知道 朱七的眼神又在闪烁 端起枪来 气势汹汹的说 滚 赶快给我滚 否则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鹰火源沉默一下 突然扔掉手中的探铲 回头看了田击和我们一眼 愣着干嘛 挖一个道洞对你们来说不难吧 麻烈点 继续挖 我们哪还敢动 倒不是怕朱七开枪 这事我们不占理 何况鹰火源摆明是用这个办法 来逼朱七把这道的事说出来 这要是万一擦枪走火 后果不堪设想 鹰火源见我们不动 也不继续再说什么 从容不迫地向朱七走去 胸口就抵在枪口上 西叔 今晚要么您一枪打死我 要么就告诉我 关于凤鹅岭的事 看价势 鹰火源还真没跟朱七开玩笑 他是动了真格 临来之前 我记得田凡青说过 从朱七嘴里不好问出事 让鹰火源得挖个坑 让朱七自个儿跳进去 而且还要爬都爬不上来 没想到鹰火源挖的 就是这么个坑 可怎么感觉 他把自己也给挖进去 很明显朱七 没被要挟到的意思 反而拉动了枪栓 鹰火源 你还真长本事了 好到我面前爽无赖 好 好得很 今晚我就成去了你 我们一听 顿时慌了神 田几冲上来 一把拉开鹰火源 歉意的说道 七爷 您老千万别生气 我爸他就是一时心急 您不说就算了 我们把洞给您填回去 七爷 鹰叔不是存心的 事关重大 实在没办法才来请教您 鹰叔也是没有办法 才会出此下策 薛新柔一边说 一边把朱七的枪口往下摁 您老别气 我们给您赔不试 解开 鹰火源突然大喊一声 我们全都不知所措的 看向鹰火源 他脸上没有之前 对朱七唯唯诺诺的陪笑 反而变得很真实 重新站到朱七面前 俩人对视了两久 鹰火源扑通一声 直挺挺跪在朱七面前 师父 您要火源的命 今晚火源就给您 鹰火源再一次 把枪口移到自己胸前 这一次 反而是朱七有些迟疑的 不知所措 旁边的我们 更是大吃一惊 鹰火源居然叫 朱七师父 我们相互对视 事情转变得太快 完全反应不过来 这里没人是您师父 我不过是一个守灵人而已 朱七的声音 没有之前那样强硬的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您和我父亲 本就是故教 家父遭王 把我托付给您教诲 您为师为父 严于利己刻进植首 才有毁源金帝 再造之恩 毁源莫尺难忘 您切之明智 和曾经一切一刀两断 师徒之情 又岂能切得断 您不想见我 毁源只能让婉青来看您 其实每次毁源都来过 不敢打扰您 就在屋外远望 朱七持枪的手抖了一下 脸色也开始缓和 重重叹了口气说道 你鹰家本是盗墨世家 你父亲和我互为知己 可惜鹰年早逝 他是担心 没办法传授你盗墨的本事 我这一生 最后悔两件事 第一件醒不得太晚 第二件 教会了你盗墨 看看我自己现在这个样子 难道你希望有朝一日 和我一样孤苦伶仃 鹰家盗墨有苦衷 毁源也是身不由己 苦衷 盗墨能有什么苦衷 你鹰家父家天下 要什么你没有 干嘛还去盗墨 我把毕生本事交给了你 可等到我凡然醒悟时 才明白其实是害了你 我让你和我一起不再碰墨 你 你倒好 朱祁说着又开始发谎 关中鹰龙 多大的名号 我朱祁居然交出一个 明晚天下的盗墨贼 我有付于你父亲 要不是你娶了婉青 寻寻善诱你向善 你今天恐怕比我还惨吧 我忽然明白 朱祁和鹰魁源之间的关系 朱祁是鹰魁源的师父 教会他盗墨的本事 可在我看来 在朱祁的眼里 他把鹰魁源更多的是 当成自己的儿子 他不希望自己的遭遇 会在鹰魁源身上延续 所以极力的阻止鹰魁源盗墨 难怪在屋里 朱祁对鹰魁那言语难听 原来是恨铁不成钢 师父 慧源的日子不多了 要是走在您前面 有劳师父给慧源挑一个好地方 啥 朱祁一漏 你说啥 啥日子不多了 父亲把您当知己 可是有一件事情 没有告诉您 鹰家血脉的南丁 只有六十年寿命 算起来 慧源剩下的年月 屈指可数 不是我不听师父教诲 一意孤醒去盗墨 鹰家被诅咒 慧源盗墨也是逼不得已 诅咒 什么诅咒 你好好说 朱祁把手中的枪移了下去 鹰魁源深吸一口气 把鹰家的秘密一五一十 全都告诉了朱祁 师父 慧源受您教诲 知道您是为我好 后来坦然释怀 不再盗墨 既然只有六十年的命 人生苦短 慧源也想活得无怨无悔 鹰慧源真情实义的 看着朱祁说道 我甚至让毒死和晚清醒 就是想要效仿师父您 和从前一刀两断 只想这孩子能平平安活下去 可事与愿违 这孩子无意中发现鹰家被诅咒的关键 若是解开 或许鹰家诅咒就能被解除 所以慧源才求师父指点 朱祁听完 叹息一声 丢掉手中的枪 起来吧 我突然在心里笑了 原来最了解朱祁的 居然不是鹰慧源 而是甜腕经 朱祁唯一的弱点就是心软 鹰慧源也不是泛泛之辈 先是把朱祁逼得暴怒 然后再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朱祁心里把鹰慧源当儿子看 知道他秀命不多 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何况朱祁只是说 从今往后不再碰目 但说一个消息 并没有违背他的誓言 朱祁慢慢坐到地上 摸出烟杆 我心领神会的连忙上前 把烟丝给他装好 点燃后 朱祁吸了几口烟 烟杆前明灭的火光 照亮了朱祁那张 沧桑的脸 一直以来 以为凤鹅岭指的是鹅旁宫 实际上 凤鹅岭是另一处宝藏 朱祁缓缓的说道 我们相互对视 原来真有这样的地方 都围坐在朱祁的身边 师父 凤鹅岭是一处宝藏 为什么从来没听谁提及过 不瞒您说 来之前 我到处找人打听 但凡这个圈里有点本事的 我都问过 可是没谁知晓这件事啊 前面还有一座鹅旁宫 所有人都盯着这座矿石宫殿 当然看不到其他地方 朱祁不慌不忙 对我们说道 要说凤鹅岭 先得说鹅旁宫 这地方众所周知 传闻中 秦帝穷凶吉奢 劳民伤财修建的宫殿 后世还有六王碧 四海一 蜀山雾 鹅旁出之说 为了修建这地方 山林都被砍突 越是这样 后人越是相信 鹅旁宫的存在 七叔 您这话的意思是说 鹅旁宫 其实根本就没有 我大吃一惊 当然有 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 我年轻的时候 也追查过鹅旁宫的真实 文献中记载 秦帝为了修鹅旁宫 开通了指导 又征集尹宫行徒七十余万人 规划三年之内完成鹅旁宫 朱七西立口汗烟说 我去过鹅旁宫的遗址 鹅旁宫根本没有传闻中那么大规模 而且自始至终都没有修建完成过 只不过修建了一个前殿而已 那就奇怪了 因为当时秦朝的国历 长城和离山皇陵都能如期完工 鹅旁宫虽然庞大 但施宫远比这两处地方容易 七十万人怎么就没能修建完成呢 天机难难自语的 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既然鹅旁宫没有修建完成 那被砍光的山林中 那些木材以及七十万劳役 这段时间都在做些什么 我深思熟虑地说道 后来我根据这条线索追查 发现这七十万人中 有将近二十万被押送到另一处地方 并没有参与鹅旁宫的修建 什么地方 蓝田 我们茫然地对视 薛新柔从包里拿出地图 找到鹅旁宫遗迹的位置 距离蓝田很远 薛新柔不解地问道 押送到蓝田干什么 真正的凤鹅岭在蓝田 这二十万人在蓝田修建的 才是真正的宝藏 天机兴奋不移道 没那么简单 关中十目九空 二十万人在蓝田不管修什么 这秘密也藏不住 真有宝藏早就被刨了 可蓝田从来没有什么能上台面的宝藏 朱七摇摇头道 那这二十万劳逸被押送到蓝田干什么 公爵也焦急地问道 蓝田有什么 朱七反问道 玉 蓝田玉 英会员说 对 就是蓝田玉 朱七吐了一口烟雾 这二十万人被派到蓝田挖掘玉矿 在周礼中 玉之美者为蓝 自古蓝田玉都是上等美玉 鹅旁宫修了多久 这二十万人就在蓝田挖了多久 以至于秦朝之后 真正的蓝田玉矿不复存在 可见当时到底挖了多少蓝田玉 可是 鹅旁宫是玉石结构 即使装饰有蓝田玉 但绝对不会需要这么多呀 为什么要挖空蓝田的玉矿呢 欣欣柔问道 和被砍光的山林一样 修建鹅旁宫也不需要那么多木材 朱七意味深长地说道 被砍走的木材和挖空的蓝田玉 都不是真正用来修建鹅旁宫 而是用来修建另一处地方 鹅旁宫越是规划的庞大雄伟 越是能掩饰这些材料的去向 我淡淡一笑点头话说道 七爷说的对 每个人都只看到了鹅旁宫 却看不到其他的地方 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秦帝又不是第一次干这样的事 公爵也反应过来 连忙问朱七 姐 那这些材料到底去了哪啊 据说秦帝在关中秘密修建了一座宫殿 所用材料除了木头外 全是蓝田玉 里面埋藏着数之不清的金银珠宝 关于凤鹅岭这三个字 前秦史 凤鹅岭是荒岭 因为岭山野湖聚集 又叫狐岭 朱七用烟杆在地上写出一个狐字 凤鹅岭真正的关键 其实是这个狐字 而那处宝藏也和这个狐字有关 我们的目光全都落在地上那个狐字上 但完全不明白 朱七说宝藏和狐字有关是什么意思 据说这处秘密修建的地方 有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 不过也有人说 那是一处神庙 因为整处庙宇都是由蓝田玉石修建 因此也被称为玉须 朱七缓缓地对我们说道 有人说是神庙 鹰会员眉间微昼 师父 这地方若是在关中 怎么也该有些耳闻 该问的人我都派人问过 可压根没谁听过 您说有人知晓是神庙 这人是谁啊 其实这个来历历来都有 只不过关中十目九空 遍地都是耗子 藏得再隐秘 都这年月了 也该被刨出来 可是谁也没有找到过 定点的蛛丝马迹 渐渐地这个传闻 就连行当里的耗子也不当真 慢慢地就中断了 我追查的时候 还是从几个快入土的前辈弟 打探这些消息 到现在 这事已经绝了根 当然没有谁知晓 朱七看着地上那个胡子 慢慢抬头 看了鹰会员一眼 至于神庙是谁说的 我就不告诉你了 倒不是想瞒着你 这个人 你还是少些接触为好 七爷 为什么神庙和胡子有关啊 薛新柔问道 因为这处宝藏 还有一个名字 朱七回答道 什么名字 我追问 青秋玉须 青秋玉须 我在嘴里反复重复这几个字 青秋是地名 这样说起来 莫非玉须神庙在青秋 青秋在什么地方 天机一听 激动不已 其他人都没说话 青秋的确是地名 但至于在什么地方 到现在恐怕也没谁知道 这本是山海经中记载的一个地方 关于位置 只有寥寥数语的描述 大致是在朝阳谷之北 但记载中 青秋是一个国家的形式存在 就是一直虚无缥缈的青秋国 贪母盗宝 除了那些明目之外 最让人嚮往的 就是这些藏匿隐秘的宝藏 有一些传闻 看似荒谬离奇 但若是抽丝剥茧 出去后人杜撰的虚构 就能发现里面的真相 我前半生最有兴趣的 就是追逐这些传闻中的宝藏 我找到过很多 但是 朱七梳理一下彭松的头发 从来没有一个像青秋玉须这样离奇的 也是我唯一没有追查到下落的宝藏 哎 事情又回到原点 我们在杰石金宫里知道凤娥岭 在七爷这儿得知 凤娥岭其实指的是青秋玉须 虽然可以肯定 这个地方的确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进展 唯一的收获 无非是知道另一个无从考证的地名 公爵叹息一声 地名 朱七抹了一把嘴边的胡茬 你以为青秋玉须 说的是地名 我们一愣 这四个字很容易理解 青秋指的应该就是 山海经中的青秋国 而玉须便是神庙 连在一起就是修建在青秋国的祖神神庙 但听朱七的语气 似乎我们的理解有偏差 七爷 青秋玉须不是地名 那是什么 你们知道青秋国的来历吗 朱七意味深长地问道 我们茫然地摇头 看见朱七又摸出烟丝 填充在烟杆里 点燃后深吸一口 惬意地抬头吐着烟雾 沉默了片刻 手指向他之前在地上写的那个胡子 我一乐 封城逼我熟读山海经 说是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山海经是旷世奇书 虽说上面记载的东西无从考证 但没见过并不代表没有 事实上 在追查月宫九龙坊的过程中 我们已经见到过很多山海经中 记载的东西 薛新柔居然对山海经中的记载 也能倒背如流 是狐狸 我眼睛一亮 终于明白朱七写胡子的原因 传闻中的青秋国 是人胡并存的国度 朱七许久没说话 黑夜中只有他的烟火在冥灭 他的目光有些深远 像是陷入了久远的记忆之中 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人 告诉过我 关于青秋国的一些传闻 当时没当真 后来发现 这个人给我讲述的事情 未必就是空穴来风 可惜 当我想要追根溯源的时候 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 七 这个人都告诉您什么了 天机问道 朱七从嘴角把烟盖拿下来 对我们娓娓道来 他曾经认识过一个人 在一次闲聊中 这人告诉朱七 曾经找到过传闻中的青秋国 确切的说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部落 崇拜狐狐狸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狐狸 是拥有九条尾巴的狐狸 九尾狐 我舔是嘴角 和其他人面面相去 这原本是存在于神话之中的妖物 而在山海经对青秋国的描述中 也提及过九尾狐 据说在朝阳之谷的北面 青秋国的人也种植五谷 纺织丝薄 这个国家有一种狐狸 四只脚九条尾巴 每当天下太平的时候 他们便会出现在人间 以显示天下的祥瑞 与在屠山取栖之前 遇到的那只九尾狐 就出自这个国家 关于青秋国 山海经中把这个地方 描述得很妖娆虚无 这是一个物产丰饶 四季如春的地方 相传居住着神的子民 也繁衍生息的各种各样的妖物 而其中 九尾狐在青秋国中 拥有绝对的地位 即便是神的子民 也对九尾狐们非常的尊敬 久而久之 青秋国指的就是狐妖之国 那人给我讲述青秋国的时候 我没当回事 几十年后 我才回忆 这人说的一切 似乎并非是道听途说 就如同亲自经历过一般 朱七点点头对我们说道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坚定了 我想找到青秋之国的想法 青秋玉虚 难不成 秦帝把神庙修建在狐妖之国 公爵震惊无比 其实你们说的神庙 也和九尾狐有关 朱七不慌不忙地说 据说秦帝在修建长城时 在崇山禁岭之中 无意发现青秋国 因为大兴土木 惹恼九尾狐狸 秦帝惧怕妖物 因此在青秋国 修建一座玉石宫殿 用来供奉九尾妖狐 并且放置堆金如山的金银 这处宫殿 便是后世传闻中的青秋玉虚 供奉九尾妖狐 公爵眉头一皱 摇头说道 这不对啊 神庙不是用来 让十二祖神安息长眠用的吗 怎么又和九尾妖狐 扯上了关系 算起来 这已经是两千年的事 流传这么久 或许 传闻被杜撰或者是编造 不过神庙在青秋国的事 也许 并非是传闻 我摸了摸下巴说道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天机问道 十二祖神最开始出现 被九尾仙明供奉为祖神 你们可知道 青秋国和九尾人 有什么关系 我淡淡一笑道 赤油灯酒酌空丧 皇帝杀之于青秋 薛新柔不愧是学考古学的 赤油是九尾仁公认的首领 因此 青秋在九尾仁心里 一直都是圣地 新柔说的对 十二祖神的神庙 很可能就在青秋 九尾仁对十二祖神 有多敬畏 不言而喻 把神庙建在青秋 九尾仁一定会不遗余力地 守护这个地方 我点点头说道 可见青秋国还真的存在 那青秋入在什么地方呢 英会员看向朱七问道 我也只是追查到这里 然后因为幡然醒悟 当机立断 收手断职 以至于青秋玉须 是我一生 唯一没有找到的地方 朱七摇头说道 青秋既然是狐妖之国 我们也并非全然没有线索 顺着九尾湖这条线 往下查 或许能有收获 我看看大家说道 朱七出完最后一口烟 在斜帮上敲掉烟灰 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其他的帮不了你们 不过顺着九尾湖 往下查 这思路不错 我原来也是这样想的 这天大地大的 咱上哪儿去找 有九条北部的狐狸呀 天机无奈地苦笑道 不需要到处找 秦帝厄房宫 别幌子 取蓝田之玉 属山之木 可见要修建的神庙 距离厄旁宫并不远 应该也在关中 灵火源说道 去鹿走沟 我最后就查到那里 在鹿走沟 有一座狐仙庙 里面供奉的 就是九尾湖 朱七起身 重重叹了口气 看着手里那支烟杆 目光中透着恋恋不舍 忽然递到田机眼前 这玩意儿送给你了 啊 气 我 我不抽烟 田机联盟站起来 憨笑道 大老远跑到园上来看我 你又叫我一声野 总不能让你空着手回去吧 我也没什么东西能给你 这烟杆 倒是跟了我十几年 当时见面礼了 朱七淡淡说道 师父 还是您留着吧 这可是 拿着 朱七也不理会 加重语气 对田机说道 谢给你的 还不赶紧道谢 鹰会员说 一支烟杆还道什么谢 朱七看了鹰会员一眼 目光变得柔和 然后拍拍田机肩膀 这东西你戴在身上 指不定往后 又用得着的时候 鹰家有难 我则无旁贷 可惜我已经不再过问这些事 能不能救鹰家 就得看你的了 民间拜狐仙不是稀奇事 狐仙是五大仙之一 又叫五显才人 一直被民间供奉 被汉族民间百姓供奉 其中狐仙最为神通 一直以来 胡在神话中都是一正一邪的形象 正规的说法 胡和梨是两种东 只是人们叫习惠 统称为狐狸 而只有狐有仙气 梨似乎只是俗身 而在民间 自古都有无狐媚 不成村的说法 意思很简单 想要家宅 安宁 人丁兴旺 就得供奉和敬畏狐仙 但为狐仙建庙就很少见了 民间一般供奉狐仙 都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在家中的佛堂 祖先堂旁边 供全神像 全神像包括九位神灵 即僧福财神 福 禄 寿三星 以及五大家 分三排顺序排列 五大家的形象都是人像 慈眉善目 除白仙被附会为白老太太的女人形象 穿裙子 凤冠侠批外 其他四位都是男像 穿冠服 戴暖帽 另一种供奉方式 是在院中角落盖仙家楼 供奉五大家牌位 仙家楼是木制的三尺多宽 两尺多高的庙宇形象 做工和真实庙宇相差无几 有房戟 严廊等 前面还有四扇门 五大家的牌位就供在里面 而且把供品也放在仙家楼里 还会在仙家楼下面做个木托 高半尺左右 托上部与仙家楼连接处挖有一圆孔 在托儿的侧面也挖一个圆孔 目的是便与五大家享受食品供品 出入方便 我所知道正规的狐仙庙 只有五台山有一座狐仙庙 但在关中对拜仙似乎很有讲究 在正统道教伦理里处上还下贱 即使修仙也叫孽处 只有民间结教才拜处仙 因此几乎看不到狐仙庙 英火园说出实情 也解开他和朱祁之间的心结 留在白洛园多陪朱祁几天 田姬带我们去路索沟 你们说 在车上 田姬一边玩弄朱祁给他的烟杆 一边问道 该真不会有九尾狐吧 还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可是一拳打死过穷奇的人 我们见过的怪物还少啊 你掰着指头熟熟 公爵笑着说道 你们都见过什么 歇心柔好奇的问道 那就多了去了 光是山海经记载的就有 穷奇 蚩尾和朱九音 还有很多稀奇古怪 凶残无比的怪物 估计你连名字都没听过 田姬抢着回答道 都是在发现的遗迹中看到的 歇心柔问道 对呀 田姬不以为然的点了点头 我突然一愣 歇心柔无意的话还提醒了我 为什么山海经中记载的这些怪物 全都出现在和月宫九龙房 以及十二祖神诱管的地方 对呀 在这之前 我也不相信这些东西是真的存在的 但为什么只会出现在这两个地方 公爵疑惑不解道 哎 你们也不想想 月宫九龙房出现的时间有多早 远古时期就出现 山海经中如果记载的都是真的 那也应该是很久远之前的事 这些神兽也好 怪物也好 多半被这些神抓去装守卫 田姬摊着手说道 也许还有一个可能 我想了想说的 什么可能 薛星柔问 你们没有去祖神之殿这段记忆 我们曾经遭遇过巨大的魔花螳螂 而且浑身穿着青铜铠甲 还有在神殿中的蝶面禁卫 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蝴蝶女王 我埋头深思熟虑片刻说 这些东西好像是被制造出来的一样 制造 你的意思是说 山海经中的怪物都是被制造出来的 薛星柔大吃一惊 月宫九龙房和十二祖神 都不约而同被供奉成神 既然是神 创造出这些怪物 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我抬头一本正经的说道 朱七让我们去的地方叫鹿走沟 并不是一条沟 而是一道山梁 古时候都有鹿在上面觅食 因此顾名 鹿走沟在关中的神木 这地方在秦代为上郡北境 称为新秦 我们到鹿走沟的时候 已经是两天后的事 上山的路很曲折 到了山顶 看到朱七告诉我们的那座狐仙庙 跨过门槛 进了山门 小小的狐仙庙跃然眼前 庙宇并不大 甚至有些简陋 虽然略显破败 但香火却一成鼎盛 前来拜狐仙的善男信女 络绎不绝 进了庙 看到供奉的神像 是慈眉善目的人像 只是后面招展出九条尾巴 我们绕了整整一天 也没敲出这座狐仙庙 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田基找到庙里的管事 当着面捐了香火 把管事拉到偏僻的地方 询问起狐仙庙的来历 管事告诉我们 狐仙庙始建于秦朝 当时科捐杂税 民不聊生 家之劳役 死伤无数 有九尾仙湖 将士显灵 一夜之间 什么都变了 犹如一场梦醒 再无劳逸征战 而九尾仙湖 也变成湖山 一直守护这里风调雨顺 因此附近的人 便在湖山对面的山梁 修建庙宇 供奉九尾神湖 管事说完 抬手指向我们身后 转身看见 连绵起伏的群山 管事告诉我们 这个山势 便是九尾仙湖所变 听完之后 我们一头雾水 道过谢之后 走到山梁远眺 虽说管事告知的 湖仙庙来历荒诞 但这山势 倒是和九尾仙湖 颇有几分神似 从山势看 路走沟的南部一带 山手部分 应该是湖鼻 湖头的形状 从湖首向东蔓延的山体 有湖身之下 再往后 向北凹进的大山坳 是湖身与湖尾部分的分界线 最明显的是 连续排列 从大至小的九个山头 应该是湖之九尾寓意 至于湖身部分 主体山脉下 向南延伸的四个小梁 应该是九尾湖四族之会议 湖山 只不过是向九尾湖而已 可咱们要找的是一个地方啊 田基回头看看 那间简陋的庙宇 怎么看这庙 也和清求玉须不沾边啊 你在想什么 我看到公爵一个人 莫不作声 管事刚才说 秦朝时候 这里科捐杂税民不聊生 导致这里死伤无数 劳役 公爵和我对视 这里为什么会需要劳役 田基 你是关中人 神墓这地方 在秦朝时期修建了什么 我问道 哎哟 还有你不懂的事啊 田基突然笑了 我又不是神仙 当然又不知道的事 我白了他一眼 田基得意洋洋 摸出猪漆的烟杆 站到山梁上 指着远处 意气风发的样子 听好了 自春秋战国 是长城 哎你等我说呀 田基被薛新柔打断 重重叹了一口气 据史料记载 历史上 曾有先后二十个诸侯国 和封建王朝修建过长城 因而在华夏大部分地区 特别是北方地区 都分布着不同时代的长城 薛新柔干练聪慧 又是搞考古研究的 这一方面懂得远比我们多 笑了笑对我们说道 神木境内就分布着 秦长城和明长城 两条不同时代的长城遗址 长城 我一边挠头 一边来回走动 在神木的秦长城遗址 北段北界内蒙古自治区 一军霍洛齐 沿大刘塔东部向南延伸 只于电塔边墙梁村 全长约四十公里 南段位于高架宝镇 长约四百米 薛新柔继续全神贯注地说道 老义是用来修长城 公爵突然抬头 你们想想 秦帝为了掩饰神秘的修建 不惜以阿鹏宫来混淆视听 让所有人都认为 采集来的牧师以及蓝天玉 是用来阿鹏宫的修建 虽然的确能掩人耳目 但是参与修建的人 多达十几万 为什么竟然没有盯点 关于神秘的线索呢 废话 如果有 不早就让人找到了 还能轮到咱们 天机不以为然地回答道 不对不对 错了 我们一直都错了 不是没有 而是一直都存在 就在我们眼前 只不过因为太熟悉 因此反而不会去留意 公爵激动不已 一直都存在 鲜鲜柔的样子 也有些迷惑 不可能啊 神庙如果一直都众所周知的 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找到过 公爵说得对 不是没有人找到过 其实很多人都找到过 也见过 只不过没注意而已 我的嘴角慢慢上窍 和公爵相视一笑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天机忙着地看着我们 如果存在 那神庙在什么地方 城城 我和公爵异口同声道 秦帝所有修建的遗迹中 除了青木川的地下祭坛 以及海底的结石金宫外 其他的遗迹 天下人都知道 只不过很少有人明白 这些遗迹修建的真正原因 离山皇陵是秦帝的地灵 同时也是他用来 藏匿随侯珠的地方 可惜秦帝最终也不知道 他千方百计 想要和和氏璧 分开藏匿的随侯珠 其实是假的 然后是阿旁宫 世人都知道 秦帝穷凶极奢 为了一己私欲 不惜劳民伤财 仿其天下建筑之精英 灵秀 营造出一座新朝宫 如果说秦帝真正的目的 是想混淆试听 那么他的目的完全达到 所有人都只看到了阿旁宫 却看不到阿旁宫隐藏的秘密 至于最后一座遗迹 至今也然而成 秦帝在修建阿旁宫的同时 开始着手修建另一个 声势浩大 更加雄伟的工程 这个工程 让每一个人都记住了他的名字 万里长城 大隐隐于世 谁都知道万里长城 直到现在 我们也能看到这座在重山峻岭中 被树立起的屏障 可从来没谁会去细想 前一末话中都认为 长城的作用是抵御外敌 但或许 长城的修建 背后还隐藏着其他的事 比如说 一座神庙 在修建长城的同时 修建一座神庙 即使是参与修建的人 也会认为和长城有关 根本不会想到 这两者之间并无关系 就算消息透露出去 提及的也只会是长城 越是熟悉的地方 越没有谁会留意 长城屹立了几千年 谁都知道 谁都看过 但又谁会真正注意和关注呢 当神庙和长城联系在一起 所有人的注意 都会被雄伟的万里长城所吸引 根本不会有人去注意那座神庙 在阿旁宫和长城 这两座浩大的工程演示下 最重要的神庙 就这样悄然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 还有这里关于九尾狐的传说 听上去悬我 其实是可以考证的 我看向身后的狐仙庙说道 管事说 有九尾狐将士 天机囊的头 你该不会是说 真有九尾仙狐显灵吧 和九尾狐没关系 管事告诉我们 关于狐仙庙的来历中 最关键的是 九尾狐出现后 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 这里再无劳逸死伤 可问题是 神木长城的确修建过 又怎么会变呢 对啊 这个传说中 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 为什么一夜之间再无劳逸死伤 薛新柔疑惑不解的问道 其实什么都没变 管事说当年那些劳逸 好像做了一场梦 你们何尝没有做过这样的梦 只不过你们醒来时 已经在苗疆而已 记忆 公爵张大嘴吃惊的说 是记忆 这些劳逸的记忆没抹去 都不记得发生过曾经的事 我点点头 没有人记得万象神宫是怎么修建 而公爵他们也记不得在祖神之间发生的一切 可见 不管是月宫九龙坊 还是十二祖神 这些神都具有抹去人记忆的能力 那些参与修建神庙的人 在工程完工后被抹去记忆 犹如做了一场梦一样 在这些劳逸的记忆中 只有最开始被征兆和一切结束后的记忆 而修建神庙的过程却什么都记不起来 这种感觉就如同做梦一样 就算这个推断是对的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啊 据史载 战国秦昭王驻长城以巨湖 秦汉时君僧修贤用 但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发现秦帝在神墓修建长城的遗迹 薛仙柔说道 神墓境内长城遗迹长达十几公里 可七爷说过 神庙又叫清秋玉须 清秋指的是九卫湖 而这里的山势刚好神寺九卫湖 如果神庙在关中 那最有可能的地方应该就是这里 我很肯定自己的推断 说完带着他们立刻下山 秦长城遗址最西端 在甘肃林瑶 断断续续经卫园 拢西 等入陕西 翻山越岭 飞渡勾芡 穿沙漠草原 蜿蜒东去 止于压路江畔 的确有经过神墓 可惜历经千年 大量的长城遗址 早就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成为黄土一旁 在山梁下 我们很快就发现 树处土著混行和石器 这是古长城修建的遗迹 可惜风化的太严重 已经很难分辨 到底是战国长城 还是秦长城了 打探洞下去 神庙不会修建在地面上 一定是利用修建 长城时 秘密在地底修建 既然动了土 不可能不会留下痕迹 我拿出探铲 递给其他人 为了确保不会有遗漏 我们采用打梅花装的形式 就是在原地 先打一个探洞下去 然后以这个探洞为原心 间隔两米 打出梅花形的探洞 我们相互分开 各自间隔五百米 用这样的方法 若是地下有被挖掘过的痕迹 一定会被发现 等我打到第三个梅花装时 听到薛心柔一边招手 一边大声喊道 我心里一警 莫名的兴奋 看样子应该是有了发现 我们快步跑过去 薛心柔指着地上的探洞 一脸吃惊的样子 没看出来啊 你打探洞比我还快 我才打到第三个 你都打了这么多 看着地上的探洞 我都有些惊讶 冲着田基说道 你看看人家 这才叫行家 王后在心柔面前 可别说自己是挖木 丢人 这些不是我打的 我找不到地方下产 这里到处都是探洞 薛心柔茫然地说道 我心里一惊 来回走出几百米 越看心里越震惊 沿着长城一记的土夯地面上 全是密密麻麻的探洞 在我们之前 这地方已经被人探过 看这些探洞打的手法 就知道是行当里的好手 但一个人绝对打不来这么多探洞 可见杰族先登的还不止一人 这是探木的手法 这里只有长城一记 土耗子不会在这里浪费时间 除非有人和我们一样 也发现了这下面的秘密 我正按吃惊 公爵在旁边拉我一脚 抬手指着旁边 我转身看见一辆车停在远处 从上面下了一个穿着得体的中年人 对直走向我们走来 我看看身后 附近除了我们也没其他人 这个中年人应该是冲我们来的 走到面前 中年人双手一拱 手里递过来的是红飞黑片 金杠子拜瓢把子 我眉头一皱 这人一上来就是行当里的黑话 金杠子是跑腿的意思 瓢把子说的是管事的人 这话的意思是说 他替人跑腿 想和我们管事的人说话 薛心柔和田姬当然是不懂 公爵和公羽那应该是学了点 不过多半也是半壶水 我打小在四方当铺长大 黑话当然是必须要学的 何况我现在是掌柜 也算是啥事 毙尖子 哪路线上来 我上前一步 双手一拱 客气的问道 关中吐盒着 中年人回答 盒子就是贼 抛土的贼当然就是盗墓贼 看来对面的是同行 兵尖子 灯笼扯高 过盒走亲 问个山门 我再回了一句 意思是说 这位兄弟 别有误会 我们几个路过死地 不打算停留 问问对方是什么来头 何物 江面水瓶 元帅请吃茶 中年人说完 掏出一张帖子 挺客气的递到我面前 等我接过去 他行了礼 也不再言语 转身上车离去 何物是同道的意思 江面水瓶 是因为我之前说过路过死地 所谓顾江龙 若是要惹是生非 必定会翻江倒海 江面平静 是说我没有敌意 元帅在关中 是指大当家 说话管事的人 吃茶就是请宴 请朋友 中年人士说 大家都是一条路上的朋友 他大当家的 请我们吃饭 打开帖子 上面写的是 北城十里扑洒金桥 时间是明天中午 厦门落款 是一个徒子 徒霜 天机突然大吃一惊的 你知道这地方 薛新柔问道 关中挖木的 谁不知道十里扑的撒金桥 徒霜是关中 这个圈里的龙头 和叶掌柜 在鼠中的地位一样 关中所有土耗子 都以徒霜马首是真 天机说道 这人我没见过 倒是听将军说过 这个徒霜不是陈柴 为人阴险狡诈 而且歹毒很绝 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没人知道 徒霜是自分给他起的 知道为什么叫徒霜吗 我忧心忡忡地问道 是什么意思 公爵好奇地问 若是谁招惹到他 能图一双 绝对不会放单 我重重叹了口气 看着手里的帖子说 甘道姆营上 全都是在刀口天洗 没几个是软柿子 可这个图霜 是狠到一定进去的 再轻凶极恶的耗子 在他面前也得低着头 有什么了不起的 凭什么要怕他 何况我们自己做的事 和他有什么关系 歇心柔抿着嘴说 话不能这么说 你毕竟不是这个圈里的人 咱们是探墓的 就得守行当里的规矩 关中是屠双地劲 咱们到了这边 如果不碰土探墓 当然不用理会他 可如今咱们要找神庙 按规矩得先去派山 我摇摇头说 这个我听师父说过 盗墓见不得光 出门还指望着 有同行照应 落实乱的规矩 落井下实是小事 就是埋在别人地界上 做了火种 也是揪自取 公爵点点头说 感觉你也明白呀 那当初我埋你 也是合情合理的 你干嘛耿耿于怀 我突然想起 埋公爵的事 忍不住笑了 说正经的 人家都送帖子来了 而且还送到这里 没瞧见地上这些探斗 想必应该是涂双干的 可见我们一举一动 都在别人掌握之中 公爵白了我一眼说道 这里没有墓 涂双在这里探斗 而且打得这么密集 想要找的 应该和我们一样 看起来 知道清秋玉须的 并非只有我们 我收起手中的帖子 涂双送帖子来 不管是什么目的 礼数是全了 咱们不能丢了这个面 这酒宴得去 涂双在关中 名声虽大 不过我听我爸说过 此人太邪 不是正路上的人 他请酒宴 怕就是鸿门宴呢 田基有些担心的 怕什么 这是涂双地界 他若是想动手 不用送帖子来 就算是先礼后兵 也得看看他葫芦里 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我深吸一口气 淡淡一笑 何况涂双在这里 能打探洞 估计是知道是什么 不入虎穴 咽得虎死 就算是鸿门宴 咱们也得去会会 第二天 我们按照帖子上的时间 准时到了北城石里 铺洒金桥 昨天送帖子的中年人 已经在那里候着 领着我们穿了几条街 进了一座朝南的宅子 一进门 站着两排面色强横的人 都一言不发的盯着我们 往里走的堂屋 正中看到一块匾 上面刻着三个溜金大字 聚一堂 堂内上手 正中摆设供桌 碑位上写着天地军钦师 五个大字 聚供桌以南一米处 正中又设一桌 还要设立九族以及所有护法的飞位 看架势 这是青帮开打香堂的规矩 左右两边站着的人 面色不善 这开的是形式香堂 一般是用来惩罚帮众 看样子 今儿个是打算兴师问罪 建堂以前 我们被拦住 四个人蹲来一盆水 公爵他们不知所措 这是青帮入香堂的规矩 得先镜面也就是洗脸 然后还得顺传 竖口的意思 表示对香堂的尊重 这些规矩 封城都教过我 他们跟着我一板一眼 洗漱完毕 两排站里的人高喊一句 双膝跪尘埃 焚香炒舞台 弟子请祖爷 临潭把道开 这就意味着香堂正式开启 从堂内走出一个穿红衣的老者 看穿着是红旗主持 一众桃圆 老者升入红中 我上前一步 双手抱拱 回了一句 英雄克力 行 红衣老者还礼 这才能进香堂 不过公爵他们被拦在外面 田基想往李冲 被我阻止 按规矩 这香堂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 堂内摆放龙头的座位 堂边是客座 左右两边乘八字摆放十二把交椅 那是各路堂口堂主的位置 公爵和田基 还有薛心柔被留在堂外 我进去以后 十二堂主 于过而入 各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目光全看向后堂 帘子被掀开 从里面走出一个半百的老头 一身黑色对镜褂 穿着布鞋 坐在龙头位置上 能坐在这个位置上 当然就只有屠双 曾经听封城提及过这人 今天第一次见到 这人到底有多狠 绝不清楚 可这老头的面相 倒是让我筋若寒蝉 光秃的头顶下面 是一双狼眼 瞧人似在三分胸下 左边的眼睛 粘连在一起 一道深深的疤痕 划破脸颊 面容猙獰 让人不寒而栗 江边水魂 鱼虾惊了魂 红旗主持 在我旁边高呼一声 插香介路 来请龙王住 我抬头 声音高亢道 大路朝天 各走半边 十二堂主齐声喊道 踩水尸角 过河断桥 不见四方路 愿求八方神 我再回一声 是龙是虫 行内外所有人齐呼 宁作陶下虫 不作帝仙龙 红旗主持 把九支香递到我面前 我恭敬接过 拜了香堂插在牌位上 然后再退了回来 进门问人 尽庙拜神 唐前结议者 何人 红旗主持问道 书中顾昭歌 上课坐 红旗主持 手一身 请 我先向主持还礼 再一一向坐着的堂主行礼 然后不卑不亢 走到龙头旁边的客座边 这些都是行当里的黑话 也是拜香堂的规矩 之前是怕朝廷英爪 蒙混过关 因此这套文化 只有圈里的人才会懂 若是打错半句 惊的是打断腿脚 重的 直接给开天窗 现在拜香堂 当然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严格 但规矩和流程 从来就没变过 主要是气势 得让来拜香堂的人 有畏惧感 知道 强农也压不过地头蛇的理 红旗主持问 江边水魂 鱼虾惊了魂 是说我们突然到了 涂霜的地界 目的不明 惊动了他们 我回的是 路过宝贵地 不会行差踏错 一切都懂规矩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说的是 瞎有瞎道 憋有憋路 是阳关道 还是独木桥 各走各地 我回的是 人生地不俗 还请各方朋友照应 有好事 大家一碗水分着喝 至于是龙是虫 龙的意思是过江龙 那是强占山头 虫就是知道 自己是客 客随主辩 便不会惹是生非 宁坐 陶下虫 陶是指陶树 刘关章 结义的地方 是说 宁可埋头 和各个兄弟拒义 也不会强出头 让人给活埋 拜见龙头 在客一边 我双手一拱 对涂双说道 好说 涂双手一伸 行前接兄弟 请上座 出来贵宝地 就问龙头大名 今日得见 三生有幸 还请龙头提携 提携不敢当 还未请教 顾兄弟 是哪个山门的呀 涂双靠在椅背上 漫不经心地问道 鼠中四方当铺 挂一个掌柜线 我侧身回答道 啊 夜九卿的门神 失敬失敬 招待不周的地方 还请顾掌柜海涵呢 涂双嘴上说的客气 但神情却冷傲 龙头下了铁 今日拜香堂 不知龙头有什么指教啊 夜九卿在圈里 那也是数一数二的角色 顾掌柜是他门上 我既敢指教 关中各道兄弟里面 叫我一声双眼 顾掌柜若是长脸 就别龙头掺和 可随主便 双眼怎么说 招哥怎么听 顾掌柜一声指教 我怕是担当不起 今儿个请顾掌柜过来 倒是有一件事 想请教 涂双一边说 一边摸出一只烟杆 似乎关中人都好这一口 顾掌柜有事尽管吩咐 招哥是晚辈 请教两次 招哥听得惶恐 顾掌柜客气 也是懂归队的人 我斗胆问顾掌柜一句 若是有人越界插旗 不懂礼数 刨漏我地界上的东西 这事该当如何呀 涂双点燃烟 深吸一口 在烟雾中 瞇着眼睛看我 我一听 心里寻思 我们到关中 并没有做过监狱的事 就算在路走沟 我们连探洞都还没打下去 算起来也没有乱规矩 前前后后 我仔细想了一遍 的确没有什么把柄 落在涂双手里 耗子有没有进洞 耗子指的就是盗墓贼 我是问 有没有擅自挖进木 开了门 吵了气 涂双脱口而出 意思是 木不但被挖开 而且还挖通了墓室 水头可见了光 我问的是 有没有从墓里 倒出东西来 人丧并祸 涂双冷冷的 和我对视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越界插旗 豪木倒司 若是当场被抓 臣弟先做火种 事后被抓 三刀六洞 我对答如流 爽快 涂双心满意足 点点头道 前些天 有人在我地界上 动了头 出了祸 谁让我给抓着 坐这个位置 就得服装 本来屁打点事 轮不着我管 可下面有兄弟说 被抓的人 自称是四方当铺的 四方当铺的 我一愣 心里暗暗大吃一惊 四方 我寻思 叶九卿在行当里 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他的手下 从来不会行差打错 所以我估计 这个人是冒名顶替 脏了叶九卿的名号 涂双打断我的话 不慌不忙的说 可是 这毕竟不是小事 怎么说我和叶九卿 还有几分交情 万一中间有误会 日后见面大家兄弟 怕挂不住脸 本来打算到手中核实 但听门顾掌柜到了关中 那倒是少了不少事 四方当铺的人 我都认识 而且叶九卿当掌柜 把下面的人这里的井井有条 叶九卿之所以在圈里名望高 就是因为懂礼数之规矩 不该做的 绝对不会染指 从来不会给人留下画饼 何况四方当铺的营生都在属地 自己的事都忙不瞒 怎么会突然跑来关中网 赵哥接手四方当铺不久 又久未返回 当铺事物都由他人打点 不过叶掌柜交接前 四方当铺的兄弟都刻进职手 从未出过插错 更别说犯下如此大忌 这中间想必是有误会 我一脸镇定地回答道 顾掌柜这意思 是说老眼昏花 多此一绝 涂双吐了一口烟雾 双爷严重 能不能请双爷把人带来 我看看 或许是有人打着四方当铺的名号 招摇撞骗 我当然不希望这中间有误会 咱们都是土里刨绳的人 本该同气连织才对 若真是招摇撞骗 我先在这儿给顾掌柜赔不是 但是 涂双停顿一下 冷傲的吸口烟 今儿个我开了香堂 三老五少十二堂主全都在 万一真是不掌柜的人 我这个龙头得给下面的兄弟一个交代才对啊 若真是四方当铺的人 招哥绝对不会寻思 怎么个不寻思 涂双笑了 他笑起来更吓人 是四方当铺的人 就是招哥管教无方 不劳双爷伤神 也不丧了各位兄弟前辈的手 当着各位的面 借香堂刑法 三刀六动 绝不含糊 好 顾掌柜快人快语 不愧是叶角青的名声 徒生把目光收回去 不过 既然顾掌柜 说要按规矩来 咱们就先礼后兵 我把丑话说到前面 如果不是顾掌柜的人 大家误会异常 皆大欢喜 倘若真是 顾掌柜若是动不了手 哦 我这兄弟多 怕就是要帮顾掌柜代劳了 一切听双爷吩咐 我虽然答得畅快 可心里还是没底 可始终也不相信 当铺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事 徒双爷不再言语 对着红旗主持点了点头 老头向堂外挥手 没过多久 就看到两个人 抬着一个麻袋进来 里面传来吱吱呜呜的声音 当着我的面 麻袋被打开 当我看到里面的人时 猛然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 目瞪口呆 面色顿时一片沙白 天机和公爵 几乎同时震惊无比的喊出来 夜之秋 我听到旁边涂双的笑声 有些嘶哑 落在耳朵里变得四耳 我的表情和公爵他们的举动 相信徒双是最想看到的 蓬头垢面的夜之秋被反捆着双手 嘴里塞着一块布 看到我先是一愣 依旧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倔强的拼命挣扎 他打小被夜九卿当宝 四方当铺都是什么人 全是一口刀口甜血 不知死活的爷们 可是都把夜之秋当自己闺女 可以说 夜之秋长这么大 从来没受过半点委屈 也没人敢把他受委屈 谁都清楚 夜九卿把他看得比自己命还重 你招惹夜九卿 或许还能讲讲道理 可要是招惹到夜之秋 夜九卿那是说翻脸就翻脸 天王老子都不买账 我心里先是暗暗一惊 上次去锦西时 为了让夜之秋平平安安 我言语过重 一直很懊悔 还说见到他 我得好好哄哄 没想到 他居然被屠双给绑到这里 公爵和田击 还有薛新柔想进来 被堂外的人拦住 我心烦意乱的挥手 事宜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乱了方寸 我上去取一下夜之秋随的布 万万没想到 被屠双抓的人 居然是他 给我松开 凭什么抓我 坦子也不小 不打听打听 我爸是谁 闭嘴 我瞪了夜之秋一眼 他压根就不看我 好像根本就不认识我一眼 你凭什么叫我闭嘴 我的事不用你管 夜之秋说完 看向屠双 一边挣扎 一边理直气壮的说道 都听好了 我爸是夜九卿 赶紧把我放了 否则让我爸知道 你们都别想有好日子过 这么说 屠双阴冷的声音 从我身后缠了 这个人 顾掌柜认识 我心里已经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我措手不及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双眼 这里面一定有误 顾掌柜上座 竟然有误会 当着顾掌柜的面 得把这事弄清楚 免得说我仗势欺人 徒双摇手 打断我的话 然后看向夜之秋 你可是四方当铺的 是 夜之秋昂着头道 我在心里 重重吸口气 都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就是说多错多 这个月初五 你可在 长安马王坡挖过墓 徒双冷冷的问道 马王坡发现其内遗址 就是你们这些盗墓贼 擅自开启 导致遗址甚至严重 我们进行抢救性挖掘 夜之秋面无巨色 那梦里的东西 你可挖出来 徒双笑得更加阴冷 废话 还能等着你们去到 夜之秋大意凛然的说 不瞒顾掌柜 前些日子 我下面兄弟在马王坡 探到一处古墓 洞都开好 说是晚上动手 谁知道 我们前脚走 这位后脚就带人 结束先登 顾掌柜 在蜀中 不知道关中兄弟 讨口犯不容易 关中时目就空 好容易寻到财路 就让他给断了 涂双心满意足的 从夜之秋身上 把目光收回来 看向我漫步惊心的说 手下这么多兄弟 跟着我吃饭 总得有个交代 不是 顾掌柜看 这事该怎么算的 双爷 这事真是误会 我突然有些乱了方寸 不急 顾掌柜说有误会 那就肯定有 至于怎么个误会法 还请顾掌柜 当着我兄弟面 给说道说道了 涂双举起烟杆 抽了一口 不慌不忙的对我说 他不是行当里的人 不懂行当里的规矩 他是考古的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考古的 涂双阴冷的笑了笑 咱们土里刨神 干的就是麻木的事 这考古的 和咱们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区别 你们挖出来 给卖了 那叫贼仓 人家挖出来 是留给后人 能一样吗 天机在外面 愤愤不平的说道 说白了 你是盗 人家那才叫挖 哎 这位兄弟的话 我有些听不懂 我们盗墓 无非是混口饭吃 看净他挖墓 就是不食人间烟火 他不一样拿着月钱 同样是挖墓 同样是赚钱 算起来都是同行 非说不一样的话 他是白天明火执掌的挖 咱们上不了台面 只能黑灯瞎火的挖 涂双冷冷的说道 双眼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从来河水不犯井水 他白 咱黑 不是一条道路人 自然也不能说一路话 我忧心忡忡的说道 论规矩 和他也不沾边啊 这个道理当然懂 民不于官兜 咱胳膊戏拧不过大腿 撞见了自该认倒霉 谁叫我们见不得光呢 不过他若私带家货的话 这事顾掌柜 该说怎么样呢 图双不以为然的看向我 加私货的意思 就是考古的人偷偷拿木里的货刀卖 只要干了这事 那就得听从地界上的管事发落 不过叶之秋 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人 那就是咎由自取 与人无忧 一切按规矩来 我想都没想 回答道 好 图双用烟杆指着叶之秋问道 你说从木里 有没有私似带走过什么东西 带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叶之秋趾高气昂 我顿时目瞪口呆 半天说不出话了 甚至都不用去问 他到底带走了什么 不管这东西贵贱 哪怕就是一块砖 叶之秋在图双这里 已经不占理了 而且最麻烦的是 叶之秋从来不说谎 他既然敢承认 说明真就错误 你带了什么东西出去 我上去 拉着叶之秋的手臂 焦急万分说道 和你有关系吗 叶之秋偏着头盯着我 我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 转身看向图双 心里完全乱了方寸 图双根本就不看我 目光落到叶之秋身上 你真是四方档铺的人 废话 我打脚就在四方档铺长大 当然是四方档铺的 你能不能闭嘴 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公爵突然在后面 大声呵斥到 叶之秋转身 白了公爵一眼 不以为然的看着图双 怎么着 你也知道四方档铺的人 不好惹呀 图双笑了笑 抽搐的笑容 牵扯脸上的伤疤 让他整个人看上去 猙獰可怕 切莫说叶九卿没在这 就是真在 叶之秋先坏了规矩 图双就是杀了他 叶九卿也不能埋怨半句 何况宁图一双 绝不放单的人 又岂会在自己地界上害怕 我可没逼他 他自己全承认了 四方档铺的人 在我地头上 冻土 跑木 还夹带私货 这事儿 还请顾掌柜定夺呀 图双慢慢收起 脸上的冷笑 旁边的人 已经端上一个托牌 红筹上 是一把 寒光四剑的匕首 我的心不断望下沉 看着托牌里的匕首 心惊胆战 迟疑半天 双手一拱 声音里透着恳求 双眼 她是我妹妹 谁是你妹妹 不敢当啊 你顾昭哥 能有义无是处 只知道拖后腿的妹妹 叶之秋打断我 啪的一声 我转身重重一巴掌 打在他脸上 阴沉的脸 瞪着他说道 四方档铺是我的 你从小吃的用的都是我的 你他妈也是我的 老师师把碎口闭上 否则今天从这里得有人被抬出去 而且不止你一个 叶之秋捂着脸看着我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估计是没想到 我会动手打他 都这结果眼上 我也没闲工夫再理他 转身对涂双沉稳的说道 双眼 他是叶掌柜独女 只有冒犯的地方 还望双眼看叶掌柜的面 走高台柜上 日后若有用得到我的地方 双眼尽管开口 富同导火 昭歌择物旁贷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他即便是叶九卿的女儿 可必须是乱了规矩 我就是再想给叶九卿面子 徒双用烟杆 指了指香糖中坐着的人 这么多兄弟给我混饭吃 我总得给他们个交代吧 说 顾掌柜之前可说过 绝对不会寻思 倘若今天顾掌柜护短 这事要传出去 我丢脸是小 四方当铺在行当里 那可是名声在外 怕是会脏了 叶掌柜半辈子的心血 这要日后 有人跑到鼠中插旗 顾掌柜也不能再言语半句 规矩坏了 四方当铺的名声也就没了 图双再一次打断我的话 冷冷一笑看着我 顾掌柜要是觉得为难 我这里人多 就不劳烦顾掌柜动手了 图双话银一路 坐在第一排上的人 已经站起身 伸手就要拿托盘里的匕首 被我抢先拿在手里 双眼 既然我是掌柜 四方当铺的人有错 还轮不到外人走法 我深吸一口气 看着手里的匕首 转身对着香堂里的人拱手 神情凝重地说道 在下管教吴方 在跪地得罪各位 他是四方当铺队 有事我择无旁贷 三刀六动 我替他给各位一个交代 赵哥 公爵和田姬还有薛心柔 顿时神色大变 想要冲进来又被拦住 你干嘛 叶之秋也慌了神 放下屋里的手 来抢我手里的刀 眼神慌乱 错了就是错了 今天不给一个交代 我们走不出去的 我冲着叶之秋笑了笑 习惯性地摸摸他头 别怕 有哥在了 天塌下来 哥给你顶着 所有人都看向屠双 在等他定夺 屠双的声音得意 顾掌柜忠义 既然想要意见承担 那我还能说什么 叶之秋说什么 也不敢松开我的手 一人做是一人当 如果我有错 我自己扛 也是我亲人 有我在 可不会让你出事的 我用力想要掰开叶之秋的手 出门求财 要是今儿真闹出什么事来 一个是叶掌柜图女 一个是叶掌柜门上 他们要躺这儿 双也和各位倒是解气了 可日后的日子 可就不安上了 公爵突然在堂外 高声说道 这位小哥的话 我怎么听着 像是威胁我呀 屠双冷眼 看向公爵 威胁还真谈不上 我说的是事实 当然了 我也知道双也不会忌惮 也不会怕 可叶掌柜也不是善茬 同样也是不怕死的主 他闺女和儿子 在双也手上出了事 这笔账 咱们也要算到您头上 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 公爵不声不亢的 大声说道 我倒是有一个 两全其美的办法 不但能给双也一个交代 还能稀释宁人 大家相安无事 有点意思 什么办法 说来听听 屠双满不在乎的问道 他无非是断了双也财路 双也求的是财 何必行事动众 搞出人命 我和双也谈一笔买卖 公爵一脸傲气 什么买卖 清求玉须 公爵脱口而出 我们都一愣 没想到公爵会把这事给说 其他人听到这四个字 还无动于衷 唯独屠双一愣 慢慢从嘴角取下烟杆 和公爵对视了很久 忽然缓缓抬手挥动一下 唐内外的人立即退出 香糖之中 只剩下了涂双和我们 涂双手里的烟杆 慢慢熄灭 香糖之中 陷入了长时间的寂静 涂双又意味深长的目光 挨个把我们扫视一遍 然后把烟杆放在旁边 起身走到我和叶之秋身前 背着双手绕了一圈后 又走到堂外 朱七哪儿 你们也去了 路走沟也探了 顾掌柜的买卖做得大 都做到我关中来了 涂双话一出口 我立刻就听出 他的言外之意 忽然发现 今天的一切都是有预谋的 什么送帖子 开香糖和兴师问罪 不过都是幌子 涂双虽然歹毒 但能在这行当立足当龙头 想必人也不会傻到哪去 他抓到叶之秋 即便叶之秋真的乱了规矩 涂双又何尝不清楚 叶九卿的为人 这真要是叶之秋 在他手上有什么三长两短 公爵还真不是下午涂双 叶九卿 把叶之秋看得比自己命还重 什么规矩和叶之秋的安慰比 根本不值得一提 叶九卿要是来寻仇 那就是真正的过江龙 涂双即便是地头蛇 估计也扛不住 和叶九卿应听 到现在我才明白 涂双的真正意图 他是冲着青秋玉须来的 不过看得出来 这里的人除了他之外 没有谁懂公爵说的这四个字 涂双不傻 这么重要的宝字 他若直接了当地来问我们 肯定会被搪塞回去 所以他就用这个办法 逼我们自己说出来 简单也想谈买呗 用不着搞这么多事 言语上 什么事咱们台面上说清楚就是 我一边解开叶之秋身上的绳索 一边淡淡地说道 夜九卿可是凤凰 无宝不落的凤凰 他能让顾掌柜搭手 接下他经营几十年的四方党铺 想来顾掌柜清除于蓝 按照规矩 在我地界上动土 见者有份 也是应该的 涂双走了回来 停在我面前冷冷地说道 就是不知道 顾掌柜打算怎么谈呢 二一天走 找到地方 一碗水两家分着喝 我脱口而出 爽快 顾掌柜是性情中人 之前都有冒犯 涂双送回到椅子上 这个什么清秋雨虚 我也是挺感兴趣 不妨就说来听听 并不是我想告诉涂双 我们的一举一动 他都了如指掌 而且路走沟留下那些探洞 不用说 也应该是他派人探的 看起来 我们和他找的是同一个地方 虽然涂双 言语漫不经心 看似无所谓 可我发现 他似乎对清秋雨虚 特别的在意 越是掩饰 反而越是欲盖弥彰 双叶是圈里 数一数二的人 不瞒双叶 来观众之前 我们打听一圈 没运知道清秋雨虚 瞧着 双叶应该是知道些什么 我把话丢给涂双 人老了 心还不安稳 听不得什么宝 也见不得什么金银 但凡这些东西 就让我心痒 你们说的这个 我不清楚 涂双重弦拿起烟杆 不慌不忙 望里装烟丝 埋着头 轻描淡写的说道 还得听顾掌柜说道说道 双叶 煎一碗水两家喝 事儿可得先说清楚 有些事情知道的多了 并不见得是好事 公爵慢慢走进香堂 涂双抬起头 目光狡黠地盯着公爵 忽然笑出声来 我都这个岁数了 今儿个躺下去 明儿能不能站起来 还不清楚 你认为 我还有什么好担心呢 公爵和我对视 他向来稳健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心里一定有数 这一次为了就叶之秋 主动说出清秋玉须 我开始还以为他貌似 不过仔细想想 公爵这么做 应该有其他原因 那我在双叶前 就不藏着掖着 我们几个去过杰石宫 公爵大方地 坐在涂双旁边 杰石宫毁了几千年 有什么好去的 涂双一边点烟 一边问道 真正的杰石宫 公爵加重语气 涂双擦燃的火柴 悬停在烟盖前 烟角一触 一下转头看向公爵 真正的杰石宫 还有假的 东海之宾的就是假的 或者说 是秦帝为了掩人耳目 销建起来 迷惑世人的 公爵点点头说道 那真的 又在什么地方 涂双一愣 问道 海底 修建在海底的金山之中 公爵很平静地回答道 涂双和公爵对视 突然笑了 嘶哑的笑声异常似耳 他似乎并不相信公爵的话 公爵从身上拿出三张棉布 那是我们从祭林身上找到的 推到涂双面前 公爵也跟着笑 而且笑得很惬意 涂双用指头 把锦布拨到面前 越看 神情越吃惊 火柴烧到手指 他一抖 才回望神来 扔掉火柴 连忙拿起锦布 认真翻阅 修建在海底金山之中的 结石宫 图说那只锦存的眼睛里 透着贪婪的光芒 你们 真找到这地方了 我和田基号公爵 不约而同的点头 结石金公在海底 你们去辽东 居然找到这样的地方 叶之秋兴奋无比的 站在我面前 在 在什么地方 这话本该图双问的 我都忘了 叶之秋还在这里 看着他兴奋异常的样子 目光中的期盼 远比屠双 纯粹得多 田基开始挠头 我从嘴角挤出一丝苦笑 毁 给毁了 毁了 叶之秋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他现在的样子 才是我熟悉之中的叶之秋 你 你们怎么到一处毁一处 地上的给毁了 地下的也给毁了 海底的也不放过 你们几个 和一记有仇啊 不毁 命都保不住 还能站着和你说话呀 天机囊的头说 结石宫给毁了 那金山呢 图双单眼一眯文道 双眼 结石金宫你就别惦记了 我们能捡回一条命 已经是万幸 那个地方 如今已经深入到海底深渊 告诉您地方 也不会有收获 公爵云淡风轻地说道 既然 是一处被毁的地方 告诉我这些 又有什么用啊 图双多少有些失望 放下颈部 重新点燃烟杆 结石金宫虽然失之交臂 可我们 却找到金宫中 隐藏的秘密 公爵说道 什么秘密 图双吸了一口烟 问道 秦帝不惜在东海之宾 修建一座结石宫 就是为了掩饰海底 金宫中藏匿的秘密 秦帝曾经在关中 修建过一处神庙 据说 神庙里有堆积如山的宝藏 公爵似乎并没有打算 隐瞒丝毫 再多的宝藏 还能比一座金山多 图双似乎并不感兴趣 那是双眼不清楚 这座神庙里供奉着什么 公爵从容不迫地说 供奉着什么 神 图双冷冷一笑 瞟了公爵一眼 既然是神庙 供奉的当然是神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可以被唤醒了神 公爵笑得更加惬意 图双笑的声音很大 但看着公爵 渐渐地笑声凝固在脸上 吐了一口烟雾 叶之秋在旁边 听的目瞪口呆 估计还没反应过来 公爵这话真正的寒意 双眼 这座神庙要是能找到 可不是什么金银 能够相提并论的 倘若咱们把神给唤醒 公爵把头往屠山面前探了探 您想要什么 可都能心想事成了 等会儿 什么神 叶之秋拉着我的手指 问道 说来话长 我们在结石宫里 发现神存在的线索 神并非是虚无缥缈 而是真正存在 就连秦帝一统天下 都和神有关 我简短的 向叶之秋解释道 估计这话从谁嘴里说出来 叶之秋都会嗤之以鼻 不过他最相信的人就是我 何况他亲自经历过万象神宫中的一切 痴痴地张着嘴 完全地说不出话呢 这神庙在什么地方 图双问道 在结石金宫中 我们看到一个地名 凤鹅岭 鹅旁公 神庙和鹅旁公有关系 图双叼着烟问道 鹅旁公也是用来掩耳的 不过是为了掩饰神庙的修建 我们推测 神庙修建和长城有关 但具体位置 现在还不清楚 公爵和盘托出 你们在结石金宫里 就找到一个地名 就敢说 有一座供奉着真神的神庙 我年纪也不小了 听过的传闻 想必比你们要多 可这么荒诞 离奇的 倒还是头一次 图双在烟雾中 瞟着我们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们 在一个虚无飘米的传闻上 浪费时间 双爷这话我就不懂了 双爷是见过世面的人 我们从结石金宫中 找到的线索 才推断出神庙在关中 凤鹅岭这三个寺 其实隐藏着其他秘密 我们千辛万古才解开 我淡淡一笑 看向图双 可怎么也比不上双爷 竟然能在路走 给我打下那么多探斗 我们在找的 其实是同一个地方 双爷又何必明知故问呢 图双默不作声地抽了几口烟 我又听到他刺耳的笑声 今儿个招待不周 三天以后 我在最先楼摆桌 给顾掌柜和各位 接风洗尘 还望各位上脸呢 图双说完 指着门口说了一句不送 我们也不停留 带着叶之秋就走出来 走了好远 我转身问公爵 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一切 全都告诉图双 我警告过他 有些事知道多了 并不是好事 陆地也为了保守什么样的秘密 不惜死守劫师公 可见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全都不会善终 我说给图双听 他既然嫌命长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公爵淡淡一笑说道 如地眼守护这个秘密 一直到现在都延续 我想图双这一次是遇到麻烦事 借刀杀人 我恍然大悟 不过公爵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如地眼不会让神庙的秘密外泄 谁知道这件事 无疑离死就不远了 图双为什么要约我们三天之后见面 田鸡突然问道 图双明明知道清秋玉须 而且知道的人比我们多 可在我们面前却装傻充乐 想必打算三天之后再和我们详谈 我说道 那这事就更不对劲了 我们现在掌握的关于清秋玉须的线索 图双都知道 他根本就不需要我们才对 干嘛还要和我们详谈 薛心柔警觉地说道 这个我也想过 图双拿支秋迎我们来这里 无非是想打探我们虚实 看我们到底知道多少 要是我们没用 他自然也不会再见我们 我深吸一口气 百思不得其解地说道 他还邀约见面 可见我们有什么事 他必须要借助的地方 但到底是什么 我始终没能明白 我们把叶之秋带到英会员那儿 得知是叶九卿的女儿 英会员喜出望外 说上一次见到叶之秋 还是情宝中的婴儿 这一晃已经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叶之秋还是有些懵懂 在英会员面前 倒是彬彬有礼的大家闺秀 等到我们独处时 他盯着天机来回看了半天 估计是没想明白 富甲天下的英会员 为什么会有天机这样的木讷的儿子 晚饭后 我们围坐在院里 叶之秋和薛新柔曾经见过 俩人一见如故 又是同一个专业 似乎很是投缘 我姐呢 我们都疑了 叶之秋是在问灵止寒 我们并没有忘记他 只是谁也不想 提劫师宫中发生的一切 最不愿意去面对的是我 最后那一刻 我松开他的手 看着灵止寒在我视线中 坠入深渊 我至今也无法忘记 他最后释怀的眼神 他或许并没有怪我 可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愧疚 只寒他 我自己说 我打断田机 想必他不希望我再经历一次 我把离开叶之秋以后 发生的所有事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叶之秋这一次 居然没有责备和埋怨 乖巧地坐在我身边 就像小时候那样 把头靠在我肩上 我知道你难 那根本不是选择 而是煎熬 不管你做出任何决定 最受伤那个人 都是你 叶之秋宽慰地说道 我宁愿 留在劫师宫的人是我 我叹了口气 声音黯淡 有时候活着 才是最难的事 你无需自责 当时的情况 你必须做出选择 薛心柔说道 算了 过了事就别说了 死者已已 愿只还能安息 他没有做完的事 我们帮他做 田姬深吸一口气 努力笑着 试图让气氛缓和下来 对了 你怎么会在关中 又怎么会落到 涂双的手里 我从思绪中回过神来 转过头 问尖头上的叶之秋 你们走之后 我就回到考古研究院 刚好接到温老的通知 让我赶往江西 叶之秋直起声来 回答道 温如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 这个名字 从祖神之殿出来后 就没有关于温如的消息 他这段时间 都在干什么 叶之秋突然笑了 很疑惑地对我们说道 我见到温老师 他第一句话是 也问你们这段时间 在干什么 特别还问到了你 从祖神之殿出来 所有人都失去了记忆 唯独他和我 清楚地记得 在祖神之殿发生的一切 而且这个人 从我们认识开始 就感觉他隐藏了 太多的秘密 为什么要炸毁 青木川的地下祭坛 为什么在祖神之殿 被攻击会安然无恙 为什么能保留完整的记忆 等等这一切 萦绕在我脑海中 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你既然去了江西 为什么要出现在关中 对面的公爵 一本正经地问道 这件事还要从江西发现一处遗迹说起 上一次我和温老分开 还是在云南沙勒 他当时说是要赶回江西 继续研究 被下方改造时发现的那处遗迹 我接到温老通知后 立刻动身赶往江西 叶之秋一边回忆 一边巨细无疑地告诉我们始末 他到了江西后 温如已将组织当地考古所 重新对遗迹进行了考古挖掘 可因为时间跨度太大 加之被损毁严重 并没有取得重大的发现 考古工作一度陷入停滞 可也就在这个时候 接到消息说 在江西雷公山 因为山体滑坡 出现一处墓地遗址 泥石流覆盖的陵墓 也间接保存了墓地的完整 送到我们手里的墓砖 经过清洗复原后 上面的图案和文饰 让温老大为震惊 叶之秋越说越激动 上面是什么文饰 我追问的 你还记得廖凯那副 青铜面具吗 叶之秋问我 那副面具我们当然记得 青铜面具的工艺 是苗人特有的 苗族信仰万物有灵 崇拜自然 似奉祖先 青铜面具上的图案 是远古苗族的一种基祀图案 苗族宠迷鬼神 圣寻巫术 在苗疆久远的历史中 巫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苗族人前信巫术 主要的有过阴 占卜 神明裁判 祭鬼 和如今文之色变的古术的 在苗人的信仰中 巫术其实是一种 对鬼神最虔诚的信封 而掌握巫术的人 被称为祭祀 在苗疆中 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 这些祭祀 除了熟悉祭祀方法外 大多数还能讲述 本宗族的族谱 本重大历史事件 和迁徙来源的路线 熟悉各种神话传说 古歌古词和民间故事 祭祀是苗疆文化中 重要的传承人 而那个面具上的图案 是苗族早期的一种祭祀图腾 最重要的是 那个面具可以折叠 重合在一起 会出现一个 完整的三眼七灵图案 木砖上的文饰 和那幅面具一模一样 从时间推断 木地的时间 大概是西晋之前 叶之秋说道 西晋 听到这个时期 我们几乎同时抬起头来 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完全空白的时期 可在我们推断中 月宫九龙坊 在西晋这段时间 应该出现过 而相对 十二祖神 也应该留下踪迹才对 在墓里 有没有什么发现 我急切地问道 叶之秋点点头 兴奋地告诉我们 温如带着考古队 立刻动身前往雷公山 并且快速地清理干净泥石流 墓里所有的一切 都保存完好 经过研究 这处古墓 是属于一位 地位相当崇高的祭司 但并不是苗族的祭司 叶之秋说到这里时 眼睛都在放光 不是苗江的 那是谁的祭司 薛新柔好奇地问道 九黎人 叶之秋回答道 苗人是九黎人后裔 历史上有几丝重大的迁徙 其中就有向江西迁徙的记载 但关于九黎先民 除了在白岩见过一次外 其他的地方还真没听闻过 墓里发现的文物历史很悠久 但文化的根源 比苗族要久远的多 而且在宗教方面 有完全独立的体系 对于研究九黎族 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叶之秋不慌不忙地说道 九黎人在战败之后开始分散 其中一部分九黎人 被当成黎民奴役 但有一些却向其他地方迁徙 在江西发现的九黎祭司墓 有没有推断出是什么族系的 薛新柔很认真地问道 不可能是战败后 分散到江西的九黎先民 我摇头肯定地说道 为什么 薛新柔疑惑不解地问 逐鹿一战 皇帝平定天下 九黎先民开始溃倒 这里面还涉及不为人知的秘密 十二祖神制造出巨大的青铜池油 用来号召和凝固九黎人 在青铜池油的带领下 大部分九黎人 深入云南的深山之中 并且在里面修建了祖神之殿 我一本正经地对薛新柔解释道 在九黎人心目中 祖神之殿是圣地 就连吃油都守护在那 但是在秦朝时 祖神之殿安息的十二祖神 突然就苏醒了 与此同时 一直相声敛迹的月宫九龙坊 也出现在秦朝 十二祖神从神殿中离开后 相信有一部分九黎先民追随 公爵应该是明白我的意思 对薛新柔解释道 江西发现的祭司墓里 有祖神特有的文饰 可见这个墓的主人 不是一直留在江西的九黎人 而是跟随十二祖神 从圣地到江西的 我们原本仅仅以为 只发现一个九黎祭司的墓 但随着考古挖掘 在墓里发现的文物 除了上面有奇特的文字外 还发现墓中的壁画 以及一些残存的文字 经过翻阅 所有参与对这座墓考古的人 全都震惊无比 叶之秋在我们面前 竖起两根指头 这个墓里的发现 向我们揭露九黎人 在江西两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什么秘密 我们全都看向叶之秋 祭司墓里发现的文字 提到江西某地 有一处关于九黎族传闻中的圣城 圣城 我眉头一皱 什么圣城 最让人吃惊的是 这处圣城还有一个名字 墓里残孙的文字中 特地记载下来 九黎先民把这处圣地 称之为魔国 叶之秋看着我们说道 能在九黎人心中被称为圣城的 一定和十二祖神有关 没想到叶之秋他们居然无意之中 发现十二祖神的线索 而且从时间上看 刚好契合 在西晋这段时间内 不管是月宫九龙坊 还是十二祖神 目前都是一片空白 但这两者之间 相互又有密切的联系 若是能找到十二祖神 或许也能追查到 月宫九龙坊的下落 这个魔国 是什么来列 薛金柔 饶有兴致地追问道 在祭祀墓中 发现这个重大线索后 温老告诉我们 他研究苗疆历史 演化时间很长 苗族是九黎先民的后裔 在宗教传承中 保留了相当一部分 九黎人的传统 特别是江西 苗人世代流传着一个传闻 叶之秋一脸沉静地 对我们说道 相传 九黎先民 曾在江西这块土地上 创建了魔国 但这个魔国 并非是一个国家 而是一处 修建在地底的庞大地宫 至于是用来干什么 一直无从考证 温如在研究 江西苗疆宗教历史时候 最开始一直以为是苗人杜撰出来的 虚无传说 但随着祭司墓的发现 证实这个魔国 的的确确是存在的 而且在祭司墓里发现的壁画中 呈现了这座地底魔国的宏伟全貌 只不过很可惜 由于山体滑坡导致墓室破裂 壁画上的颜色在接触空气后迅速腐败 仅仅能成为斑驳残缺的壁画中 看到曾经盛况空前的魔国地宫 在壁画中 魔国并非是封闭的 由九黎人进出并且魔拜 因此推断 魔国应该是一座神殿 作用和云南发现的祖神之殿是一样 用来供奉九黎人的神 神祖神 公爵欣喜若狂的说 不 事情没那么简单 叶之秋摇摇头 在壁画中 魔国有一个巨大的特点 整个魔国是对建筑 魔国之中 所有东西都是对称的两个 而且还是一模一样的两个 在墓室中的文字 被魔国称之为魔国双城 我记得去祖神之殿的时候 温如说过 他曾经在江西的一处一迹 发现过一个刻有文式的石块 上面的图案和青铜面具上的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石块的图案呈左右对寸完全的两个 而且文式和工艺上 比青铜面具要细腻得多 我看着叶之秋 全神贯重地说道 温如有祖神之殿的记忆 他之前不懂找到的石头代表什么 相信看到祖神之殿后 他早就心知肚明 温如发现的遗迹和找到石刻 应该是从云南祖神之殿后 传承到江西的 之所以石刻上的文式工艺 比青铜面具上要细腻 说明关于祖神的秘密 一直都在秘密延续 田基看一下叶之秋说 由此可见 江西的魔国圣城 也应该和十二祖神有关吧 理论上是这样 可是在祭祀墓中发现那些文字 却彻底推翻了这个说法 叶之秋神情凝重地看着我们说 文字中的确提到十二祖神 而且没有否定到十二祖神的地位 但是神秘的魔国双城中 供奉的却并非是十二祖神 那 那供奉的是谁 我大致意惊道 十二祖神的确曾经在江西出现过 可从文字的记载中 在魔国双城修建完成之前 江西的九黎人 竟被供奉的还是十二祖神 但是魔国双城之后 九黎先民的神 却离弃地发生了变化 叶之秋的样子也很迷茫 发生了什么 薛新柔问道 之前的十二祖神突然就消失了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似乎是以魔国双城为界限 被九黎先民供奉千年的祖神 就突然没有了 叶之秋摊着手说道 宗教信仰对神的崇拜 形成的时间相当漫长 除非是信仰崩塌 否则信仰的神 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啊 要知道 十二祖神在九黎人心里 有着永不可磨灭的神性 我眉头一皱 大吃一惊地说道 而且最重要的是 十二祖神还不是凭空被杜撞出来的 是真实存在的 且不说九黎人有什么原因放弃十二祖神 他们也要有这个胆才行啊 但事实上的确是这样 至于原因 在祭祀母中我们没有找到答案 不过这也能解释 为什么后世传闻中 九黎先民对十二祖神的记忆越来越淡薄 因为在魔国双城之后 十二祖神是不存在的 叶之秋深吸一口气回答道 知秋 你刚才说 魔国双城之后 九黎人供奉的神发生了变化 既然不是十二祖神 那供奉的又是谁 我问道 不知道 我们在清理祭祀墓的时候发现 在墓里曾经留下大量的壁画和文字 相信这些内容 应该记载了魔国双城的来历 以及十二祖神的事 可惜大部分都已经损毁 仅存的内容中 只提及到魔国双城中供奉的神 唯一能确定的就只有一件事 叶之秋来回看了我们一眼 一个 九黎人信奉的神 最最开水的十二个 变成了一个 一个 我们震惊地张着嘴 叶之秋肯定地点头 可惜 唯一知道的魔国双城来历 和里面神起源的文字以及壁画全都被毁 到现在也不清楚 供奉的这个神到底是谁 但有一点自始至终都没变过 九黎人对这个神的敬畏 和对十二祖神的是一样的 可 可这说不过去啊 天机挠了挠头说道 在魔国双城出现之前 九黎人供奉信仰的只有十二祖神 从时间来看 十二祖神在江西出现过 而且停留的时间并不短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是谁驱使九黎人 在江西修建了魔国双城 不用说 只有可能是十二祖神 你们没见过祭司墓中 关于魔国双城的壁画 虽然并不完整 仅仅是冰山一角 但也能想象 魔国双城的宏伟和庞大 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根本没有谁可以驱使九黎人 完成如此耗的工程 除非就一如在深山之中 修建祖神之殿一样 叶之秋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这个毋庸置疑 可越是这样 这件事越是离奇 我们之前推断过 十二祖神的出现 和月宫九龙方有关 那艘船在西晋时期出现过 这也是十二祖神出现的原因 但这两者之间 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 我看着其他人 郑重其事地说道 长眠 拥有凡人无法想象的寿命 月宫九龙坊一旦销声脸际 十二祖神便会开始长眠 等待下一次苏醒 开始持续几千年的追逐 第一次长眠是在祖神之殿 然后是秦帝修建的神庙 而这中间还有一处地方 我们一直没找到 如果没猜错的话 十二祖神修建在江西的魔国双城 目的同样也是为了长眠 我也是这样想的 可既然十二祖神让九龄人 迎建了魔国双城 那为什么魔国双城完成后 十二祖神会从九龄人的信仰中消失呢 公爵一脸茫然 会不会有这个可能 神笔反而拥有无法企及的神力和寿命 但这并不表明神是永生的 薛仙柔看着我们若有所思地说道 你是说十二祖神在魔国双城中 耗尽了最终的寿命 我低头一边思索 一边喃喃自语他 诶 还真有这个可能 或许十二祖神死在魔国双城 但却有一个神存活下来 因此九龄人崇拜的神 会从十二个变成一个 天机说道 我也曾这样想过 但从祭祀目中的发现来看 未必是这样 如果是因为其他的神死在魔国双城 那剩下的这个神 一样也应该是祖神才对 但是从壁画上来看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信仰 而且被供奉的神和祖神截然不同 叶之秋摇头否定道 既然不是祖神 那只能说明 在魔国双城修剑完成之后 这中间还发生过其他的事 而且极其重要 以至于直接颠覆了九龄人 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信仰 公爵说道 在魔国双城中 的确发生过一件事 考古队 从抢救出的壁画中 发现记载一件 在魔国双城中 举行的某种仪式 叶之秋点点头说道 什么仪式 我追问道 叶之秋告诉我们 壁画的内容显示 在魔国双城中 举行过类似于献祭的仪式 而且整个过程 被很多九龄人目睹 献祭的内容和原因不明 但是这场献祭之后 十二祖神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连同十二祖神一同消失的 还有这座神魔的魔国 从献祭之后 甚至都没有人再提及过 有关于魔国的存在 献祭 我在嘴里反复重复这个词 似乎九龄先民 从信奉十二祖神开始 就一直有献祭的仪式和传承 在祖神之殿中 我们发现过 用活人献祭的过程 事实上 连我们都被当成祭品 用来供奉过十二祖神 不过献祭 是为了表示 对神的敬畏和忠诚 越是献祭 说明对神的信仰 越是坚定 这也让我更加疑惑不解 既然在魔国双城 举行过献祭 那又是什么原因 让九龄人会突然放弃 和遗忘 传承千年的祖神呢 也只就还告诉我们 壁画中记载的献祭过程 还血行 肯定是用活人献祭 这让我想起 在祖神之殿看到的那些尸骸 按照叶之丘的描述 我坚信 相隔千里的两处遗迹 所采用的献祭方式 却是完全一样的 用活人献祭是最高规格的供奉 除了对神之外 不会再有其他原因 这更能肯定离极消失的魔国 和十二祖神有关 九龄人信奉的祖神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谜团没有解开 就是任何神的形成都是有原因的 即便十二祖神是突然出现 那也应该有来历 叶之丘很认真地对我们说道 我和温老讨论这个问题 温老也很迷惑 九龄人的祖神似乎是突然出现 没有任何来历可以追寻 相信是因为年代久远无从考证 但若是能找到魔国 或许在里面可以找到 关于祖神来历方面的记载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十二祖神和月宫九龙坊息息相关 倘若能解开十二祖神的秘密 或许能顺藤摸瓜 揭开月宫九龙坊如来 公爵点点头说道 祭司墓已经证实魔国存在 当务之急就是找到 模糊确切位置 温老让我翻阅所有 和九龄鲜民有关的文献 希望能找线索 叶之秋说道 一个神 我的注意力还停留在 叶之秋告知的献祭仪式上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 为什么十二祖神会突然消失 难道和那场献祭仪式有关 关于献祭仪式的过程 壁画中有记载 叶之秋说道 我立刻来了精神 让叶之秋描述一下具体的内容 叶之秋从包里拿出三张照片 是从壁画上拍摄下来的 我们围了上去 从第一张照片中 我们看到一幅斑驳的壁画 虽然颜色脱落 但上面勾画的图画 却记载了献祭仪式的完整过程 一个人平躺在圆形石台的中间 四肢痘被割开的伤口 鲜血从这人的身体中流淌出来 沿着石台上的凹槽 分别注入四周的四个容器之中 十二个没有面容的人 围绕着圆形石台站立 目睹着中间人的生命流逝 中间的人生来献祭的 四肢被割出伤口放弃 这种仪式在中原从未出现过 叶之秋指着照片中间的人说道 这十二个站立的 莫非就是十二祖神 天际有些迟疑说道 这不对劲啊 祖神之殿中的确有个献祭 而且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 九历人献祭的目的是为了表示对神的敬畏 可实际上 祖神根本不需要什么献祭 被送到神殿中的人 不过是用来喂食 真正的作用是为了保证 神殿永远都有守护的位置 我眉头一皱说道 仔细想想 的确是说不通 十二祖神拥有难以想象的力量 他们是真正的神 根本不需要任何没有目的的献祭 公爵也一脸疑惑 指着照片说道 可壁画上站立的十二个人 没有面容 昭哥说过 在祖神之殿发生的巨大石雕 也是没有面容 因为九历人从来没有见过 他们世代供奉的神 是什么样子的 也就是说 可以确定 站立的就是十二祖神 薛心柔说道 那问题就来了 十二祖神为什么要参与一场 毫无意义的献祭呢 这些祖神所做的一切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追寻月宫九龙法 除非 我摸了摸下巴 深思熟虑地说 除非这场献祭 和月宫九龙法有关 你们再看看第二张 叶知秋把第二张照片 放在我们眼前 地方依旧是在魔国双城 同样也是在那处原型的石台上 但上面出现了十二个人形凹槽 里面躺着十二个双手交叉在胸前的人 除了头之外 他们的身体被某种东西所淹没 凹槽里是什么 薛心柔问道 是血 我们进入祭祀墓的时候 壁画上的颜色还未完全剥落 当时我们震惊地发现 壁画中的凹槽里 注满了鲜红色的液体 和之前壁画连贯起来 我们推测是鲜血 叶知秋回答道 我们把两张照片并排放在一起 连贯起来的画 就是一个完整的献祭过程 首先是把红人放写 收集起来的鲜血 被注入到一个凹槽之中 然后十二祖神浸泡在鲜血之中 即便是看照片 也能想象到当时献祭过程的血腥 我没有见过真正的神 在我的认知中 神都是因为某种原因 被人赋予的神性 但这种神性 都是相当神圣和庄严的 而鲜血 在宗教中代表的并不是忠诚 而是邪恶 薛仙柔看着照片 全神贯注地说道 十二祖神全身浸泡在鲜血中 这个场面似乎有些离奇 十二祖神支配吃油 率领九黎先民征战四方 差一点就逐鹿中原 虽然功败垂成 但是到了秦朝 十二祖神扶持秦帝 最终一扶四海 拥有这么大神力的神 按理说 怎么会需要凡人的血 我也一头雾水 关键来了 叶之秋把最后一张照片放下 照片上的壁画变得很简单 同样的圆形石台上 看不到触目惊心的鲜血 也看不到 之前躺在上面的十二个人 干净的石头上 只有一个人站立在中间 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个人的五官 在石台之下 数以万计的九黎先民 跪满 这就是新出现的神 我的目光 落在石台上站立的人 这个神更具神性 和之前的十二祖神相比 他是有无关的 可见 十二祖神一直没让九黎人 看到过自己的容貌 而这个神 更加真实 薛新柔说道 就是说 公爵嘴角 如动一下 一场献祭之后 被信奉几千年的十二祖神 就被这个神给取代了 虽然的确有些难以理解 不过从壁画上 记载的过程看 事实上确实是这样 考古队的专家推测 壁画中记载的内容 或许是某种象征意义 但到底发生了什么 的确很难从壁画中 推断出来 叶之秋无奈地怂怂间 或许一切 只能等到找到魔国双城 才能揭开秘密了 在祖神之殿中 也有活人献祭 可十二祖神 根本就没参与过 到底是什么原因 十二祖神会亲自参与 在魔国双城的献祭呢 我喃喃自语 还是无法想明白 说到在魔国双城 这一次献祭 在壁画中的一处细节 引起了我们注意 不管是祭祀墓 还是壁画上 所展现的魔国双城 它们的风格文式 都很久远 与九黎传统文化极其吻合 这个是可以考证的 但我们在壁画中 发现了一处地方 与整个九黎风格 完全不同 叶之秋一边说 一边拿起第一张照片 有什么地方不同 我们看了半天 也什么都没有发现 叶之秋拿出放大镜 你们看看 壁画上中间那个人 用来献祭的头顶 我接过放大镜 按照叶之秋的提醒 仔细查看 在照片中 既然发现 被拍摄壁画上的 那个人头顶上 有一处独特的图案 我连忙拿起 另外两张照片对比 除了第一幅壁画上 看到这个图案外 另外两张拍摄的壁画上 却没有 由此可见 这个图案 并非是明刻在石台上 薛信柔接过放大镜 查看两球 图案只出现在 被献祭人的头顶 说明这个图案是特定的 就有某种很特别的意义 由此推断 这一场献祭 并非是盲目的 被用来献祭的人 是经过特殊挑选的 我们也赞同薛信柔的推断 而且正如叶之秋说的那样 那个图案相当特别 和魔国双城中的风格格格不入 但似乎这个图案的模样 我很眼熟 我重新拿过放大镜 全神贯注 看上面的图案 大致能分辨出 那是一个规整的圆形 依稀可见 四周有刻度 在中间像是一根指针 一样的东西 罗盘 公爵震惊地说出两个字 我没有抬头 心里先是一惊 头埋得更低 果真就像公爵说的那样 那个图案是一个罗盘 而且还是一个 我们曾经见过的罗盘 我抬头和公爵 还有薛信柔 不约而同看向天机 他先是木讷一下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连忙从身上 拿出英会员交给他的黄金罗盘 和照片上的图案对比了一下 竟然一模一样 这是什么东西 叶知秋大吃一惊地 看着黄金罗盘质问道 我们都没有时间 细细向叶知秋解释 黄金罗盘是英家历代相传的东西 而且关系到英家的秘密 但怎么也没想到 黄金罗盘的图案 居然会出现在 魔国双城之中 英叔说过 英家先祖 在留下黄金罗盘和祖信之后 没多久 就被凭空出现的 十二个祖神带走 公爵随脚蠢动一下 茫然地看向我们 我们已经推断出 带走英家先祖的 是十二祖神 英家先祖被带到魔国双城 薛心柔恍然大悟地说道 然后 然后被十二祖神用来祭祀 叶知秋一脸茫然 完全听不懂我们在说些什么 他拉着我 一直追问史木 我心烦意乱 根本静不下心来 完全想不通 十二祖神为什么要带走 英家先祖 为什么要用他来完成先祭 我的目光落在 天璣手里的黄金罗盘上 这东西的图案 出现在魔国双城中 可见就连十二祖神 也对黄金罗盘的关注 相避此物绝对不简单 英家一脉相承的南丁 都只有六十年的寿命 唯独不受这个诅咒的 只有英家先祖 一直以来 英家后人都不知道先祖的下落 叶知秋带来的照片 终于解开了 这个困扰英家几百年的困惑 英家先祖一直追查 月宫九龙坊下落 突然又被十二祖神带走 可见先祖的身份 非同寻常 田基一脸娇愁地说 看起来 要解除英家的诅咒 就必须找到魔国双城 这么重要的发现 你应该留在江西 查找魔国双城的位置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关注呢 我要拉着叶知秋问道 我之前说过 在祭祀墓中 有两个重大发现 其中一个是证实了 魔国双城的存在 而另一个更加匪夷所思 还发现了什么 你们看看 壁画中魔国双城 宫殿的修建结构 叶知秋指着我手里的照片说道 我重新拿起放大镜查看 拍摄的照片中 魔国双城大气蓬勃 一机能看到祖神之殿的影子 同样的雄伟壮观 虽然相隔几千年 但大体的风格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看这里 叶知秋手指在照片上的一处地方 那是魔国双城中 两根对立的石柱 上面有描绘出弯曲的文饰 我越看越吃惊 那文饰居然是龙文 龙座盘曲状 脚尖有力 刻画细腻 姿态生正中 刻有圆形的壁画 这是采用高雷文的龙事 怎么会出现在魔国之状 我吃惊地抬起头来 高雷文盛行在周初 后来没落 直至秦朝重新被启用 薛仙柔也震惊无比 埋头仔细看了很久 肯定地说 这龙文是典型的秦代工艺 对 我们也确定壁画中的文是属于秦代 当时参与考古的人都不知所措 为什么魔国之中会有秦代的龙文 叶知秋点点头说道 叶知秋这么一说 我目光落在三张照片上 开始留意魔国的建筑特点 除了所有东西完全是大小一样对称外 魔国的修建成团块状 取十字轴线对称组合 尺度巨大 形象突出 这完全是秦代的修建风格 可魔国却修建于西晋时期 还是由九黎先民修建 按理说 绝对不会出现秦代的工艺才对 我们当时也是这样疑惑的 认为可能是壁画描绘的有偏差 可是我们在清理祭司墓的时候 居然发现墓室中有这个 叶知秋又拿出一张照片 上面拍摄的是一枚古砖 叶知秋说 祭司墓竟然是用砖石推弃 他翻查过九黎风俗 土葬中并没有砖石修建墓地的祭祖 而祭司墓的规格和魔国双城相似 由此推断 这位祭司应该去过魔国 在此后按照魔国双城的风格 给自己修建了墓室 但问题是 这座墓室和江西的坟 截然不同 更像是中原的陵墓 这还不是普通的砖 从样子和上面纹饰看 这是秦砖 但制作的工艺很粗糙 只有形 没有秦砖的神 应该是仿制的 我拿起照片 一脸的错愕 如果说 祭司是根据魔国双城的风格 修建了自己的灵墓 难道魔国双城 是采用砖石结构的 薛心柔也震惊无比道 这些姑且不谈 关键还不是这些 温老让我研究 九离先民在江西的历史 我发现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 通过这些壁画 我推测真正的魔国双城 是修建在地下 而且面积大的难以估量 堪比万象神功的规格 叶之秋抬头 一本正经的问道 我们都去过万象神功 你们想想万象神功 修建了多长时间 灵璇动用了多少人力 你想说什么 公爵估计也意识到 这中间还有其他离奇的事情 西进的时候 在江西的九离先民 不足万人 而且分布相当零散 九离先民是没有能力 修建魔国双城的 叶之秋脱口而出 我们全都大吃一惊地看着他 换句话说 魔国双城并不是九离先民所修建 叶之秋很肯定地补充道 而且修建的时间恐怕也不对 魔国双城应该并非修建于西进 只不过到西进 才被九离人知晓而已 魔国双城的修建风格 是秦朝时期 难道魔国双城 早在秦朝就已经修建完成了 天机眉头一皱 可 可是为什么九离先民到西进 才知道魔国的存在呢 月宫九龙法 公爵突然抬起头来 按照月宫九龙法的移动规律 这艘船在西进时期 曾经出现过才对 我们推测过 十二祖神只会在月宫九龙法 出现的时候 才会如影随形地出现 对 公爵说得对 和祖神之殿一样 十二祖神在西进之前 一直长眠在魔国双城中 随着月宫九龙法出现 十二祖神苏醒 因此九离人才会在西进的时候 知道魔国的存在 我兴奋地点了点头 那 那既然不是九离先民修建的魔国双城 又会是谁完成如此浩大的工厂 天机茫然地问道 你来关中 是不是就因为这件事 我连忙转身问叶之秋 叶之秋点点头 一脸沉稳地告诉我们 我在研究中 发现这个不寻常的细节后 告知了温老 他突然一反常态 大为吃惊 立刻中断了在江西的考古研究 匆匆忙忙地离开 我跟着温老来到了关中 温如也来到了关中 我警觉地问道 你之前跟我说过 让我多长点心 提防着温老 我见他如此慌张 而且温老一生都在研究苗江宗教文化 这次的重大发现 他居然可以突然放下 想必有更加重要的事情 因此 我就偷偷跟着温老 想看看他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叶之秋点头说道 他都去过哪些地方 公爵问道 温老到关中后 直接去了关中的鼠鼠山 但干了什么就不知道了 叶之秋说道 鼠鼠山 公爵埋头细想骗过 这地方有什么值得温如丢下江西的事 专程上山的 鼠鼠山 田基在旁边突然一愣 这地方有一座很出名的陵墓啊 什么墓 公爵问道 扶苏墓 我大吃一惊说 疏鼠山为吴定河畔的一座独立山头 南跳二郎山 北望吴鲁山 东边吴定河 而扶苏的陵墓就在山顶 温老突然跑到关中 就是为了去看扶苏墓 叶之秋一脸疑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